刘伟明是越想 这就越睡不着了 在他头脑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 曹海鲜发展的蓝图 他感到 自己如果真的把自己的这种想法 落到实处 这个贫困县 就必将会有一个腾肥的可能 看来首先 还真得把干部队伍搞一下了 刘伟明最终还是决定 先把整理干部 作为自己的第一副吧 想到干部的调整 刘伟明又在细细地想着 如何着手的问题 以刘伟明现在在全县的实力 他知道 只要自己想动刀子 没有谁能够阻止自己的步伐 这是自己第一次掌控的一个县 既然有了这样一个机会 那就大喊一番好了 第二天 前来向刘伟明汇报工作的 各部门领导太多了 排起了长队 作为刘伟明的秘书 庞飞宇忙得是一塌糊涂 不过 庞飞宇却干的是有声有策的 他知道 这是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机会 当然了 面对着刘伟明的这个秘书 没有人敢怠慢 那往日的崔永志秘书 太阳又出现了 甚至比崔永志时还要来得热烈 刘伟明却在办公室里不断的 期许了大家的汇报 刘伟明知道 虽然这些人汇报内容 大多是比较忠心的内容 但是从中还是能够了解到一些关键的地方 这些部门的领导 那可都是人精 这次前来汇报工作 大家都进行了精心的准备 那汇报的材料就准备了一大堆了 刘伟明采用的办法还是直接 只听重要的内容 那些空话一概不听 第一个到来的是财政局长朱元伟 这个人是郭灿的人 刚刚上任没有多长时间 结果郭灿就倒了 这让朱元伟的心中七上八下的 没有后台之后 他知道自己这个位子也有些危险了 看着这个郭灿以前一力支持的人 刘伟明想了解一下全县财政的情况 呃 朱局长 你先汇报一下县里的财政情况吧 在上级领导的支持和关心下 在县里的正确领导下 朱元伟刚开了这样一个头 刘伟明就把手一摆 那些话做报告时再用 一摆呀数字爆来就行了 一点都没有给他面子 瞬间就搞到朱元伟的头上冒汗了 本来精心准备的报告 有着不少歌功颂德的内容 被刘伟明这样一打岔 朱元伟的汇报就出现了问题了 只能是把里面的一些 有关的具体数据的内容 进行了汇报 刘伟明听得出来 这朱元伟马屁的功夫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那汇报的内容太过于浮了 根本就没有多少干的东西在里面 抢到权限的工作重心就是财政时 刘伟明的心中有着更换这个财政局长的想法 刘伟明盘算了一下财政局里的人员情况 感觉到姜桂喜副局长倒是暂时可用 毕竟是听自己话的人 又听了几个局长的汇报 刘伟明进一步赶到了 干部调整已经到了必须要进行的关头了 飞鱼啊 告诉他们 就说今天到这里吧 刘伟明也不想再听汇报了 既然涉及到了干部的调整 就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够决定的 虽然说 在曹海自己的力量是很强的 县委书记并不是自己啊 打了一个电话给温芳 呃 晚饭呢 我请你吃吧 两个人虽然发生关系了 可是啊 由于担心影响 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太亲近 温芳这个时候正在办公室里面坐着 他担任副县长以后 除了春珠香有自己的一个办公室外 县政府也安排了一件 本来正想借汇报工作到刘伟明办公室去看看刘伟明 就接到了刘伟明打来的这个电话 接到这样电话 温芳明显很是高兴 还是我来安排吧 在县城里我贷款够了一套房子 跟装修好 邀请你啊 去参观一下 随便尝尝我做的菜 啊 是小区里吗 都是县里的名人啊 两人都怕产生影响 你放心好了 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刘伟明还是相信温芳的 这女人精明得很 做起事来很细心 君子 把车开到前政府外 不要用啊 刘伟明打了一个电话给杨军 最近杨军基本上就在县城里面了 药材收购现在是越做越大 不仅对村民们产生了巨大的利益 就是刘伟明都获利叫风 杨军很快就成为了为刘伟明掌控经济的人 下班以后 刘伟明并没有带秘书 也没有带驾驶员 开着那辆由杨军送来的大众车 向着温芳所说的地方 嗨了去 到了地点才知道 温芳购置的这房子是一套连排别墅 进行了一些改造后 车子果然能够开进一个小院 那院子顶上又是夹了盖的 人从车内出来 根本不可能有人看出到底是谁来 看到这种情况 刘伟明都暗笑着温芳是有预谋的行为 明显就是一个 明显就是一个通奸的场所嘛 院门一关 刘伟明从车内走了出来 朝着温芳一开始 刘伟明有一种惊艳感 这个时候 温芳根本就不再是一个副舰长了 一身清凉至极的吊袋 漏尖装 露出圆润滑溺的珍珠尖 本就动人的身材 被衬托得玲珑浮屠 裸露出的两条修长白气的嫩偶一样的手臂 最惊人的是她那两条白的发光 漂亮到炫目的长腿 秋雨穿着一条短的 不能再短的超短裙 整个的露在外面 让人一见 口中干渴 脚底穿着一双透明彩色鞋带的玻璃凉鞋 露出的足踝 线条优美 十个脚趾套 单扣珠红 抹着鲜艳的指甲油 看到刘伟明恶然的样子 温芳把身子一转 怎么样 这个女人 根本就是在勾引自己 第一次看你这样打扮 还真是灵类啊 温芳上前挽着刘伟明的手 在你面前就不再装了 反正什么都被你看到了 刘伟明就笑了起来 谁说不是这样呢 温芳在自己面前 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隐私了 刘伟明转脸看去时 一个深深的沟壑 浸入眼帘 闻到的是 明显刚刚才洗了澡时 散发出来的清香 刘伟明一把抱过温芳 两人就在客厅里面 激情地吻着 通过上次 温芳毅然偷盗自己一方的行为 刘伟明对他产生了一种信任 温芳的表现 比刘伟明更加激烈 今天友谊打扮成这样了 他是担心 无法再跟在刘伟明的身边了 温芳也是知道的 身体是一个方面 自己对刘伟明最有用的 还是帮手的作用 他也尽可能地在能力上进行着提升 希望的是 在刘伟明的发展中 自己能够一直跟上 温芳明显就是 那种让男人一眼看上去 就充满魅力的女人 平时就有许多领导 喜欢围在他的身边 还好 温芳表现出的是一派严肃 倒也是 减弱了他的那种吸引力 现在面对着刘伟明时 温芳那种勾人的手段 是全部表现出来了 今天这身打扮更是足以诱人情度 很快 两个人是一路激情 快速地来到了 温芳那个布置的 很是雅致的卧室 你认为 系列的情况 该如何着手呢 躺在床上 刘伟明就问了一句 伟明 我认为干部的整顿 是重中之重 假如各部门 没有掌握在手中 你要想施政 就会产生许多阻力 刘伟明就笑了 这个女人真是不错 想的内容 跟自己想到一起了 那你认为 这么要调整才好呢 由县政府提到一个 干部调整的方案给县委 相信江政权 现在不会对你的提议 有阻挠的 趁着现在的机会 尽快把人定下来 刘伟明的手 在温芳的身上撩动着 刘伟明的手中 倒是有着一大把可用的人 刘伟明这个时候 已经把几个副县长的情况 进行了分析 自己和温芳 有着两票 是必然的 长木副县长 李永卫 是空降下来的 这个人的态度 倒是让人看不明白 其他的刺贺副县长 都没有进常委 吴小平最近 还是老实了许多 没有再敢搞事 不过 刘伟明还真是希望 他搞点事情出来 假如这个巧子 搞出了事情出来 刘伟明就必然要把锋芒 直指 吴小平 高占金是方顺章的人 这次自己救了方顺章 与方顺章的关系 就算是秋复了 相信高占金 站在自己一方的可能性较大 全国贞和许秀英 一般都不参合到称夺中来 不过 这两个人倒是不错 工作上认真负责 很有一套 卫明 我认为可以把高占金 拉过来的 这人现在 其实心中很急的 你不知道 方顺章进了医院后 高占金就急了 他的靠山就是方顺章 失去方顺章的支持 在这曹海县里 他就没有了指望 以你现在的力量 拉他过来很容易的 温芳一边用身体 在刘伟明身上擦动 一边帮着刘伟明 进行了分析 还有 吴小平这个人呢 其实也是可以用一用的 别看他不怎么样 心术也成问题 但是这个人精明得很 哪一方是他 他就会靠向哪一方 你只要给他一些好处 相信他这人就能够 成为你这一系 可以咬人的狗 温芳这个比喻 听得刘伟明皱眉 不过 刘伟明也感到 温芳这话很有道理的 也许把这个人用起来 也是不错的 刘伟明并不是那种 斤斤计较的人物 谁没有一点问题 用好了 就会成为自己的助力 这事倒是可以 好好地想一想 只要把一切的力量用上 自己就要落实自己的设想 就变成了可能了 很快 两个人又展开了再次大战 房间里面 再次充满了一片激情的声音 这几天 副县长吴小平 显得有些紧张 跟着孙刚 反刘伟明 反了半天 结果 却是孙刚死了 刘伟明当了县长 这事 让吴小平的心中 产生了一种恐惧 吴小平是看着刘伟明 成长起来的人 也看到了挡在刘伟明面前的人 一个个倒下的情况 在他心底里面 对于刘伟明 就充满了一种敬畏 刘伟明现在仿佛就是 他前面的一座高山 并且是那种随便 都能够把他击碎的强大存在 坐在办公室里 吴小平的心中 有着极度不安 刘伟明等上县长 已经两天了 这两天里 听说刘伟明 并没有怎么出过办公室 白天听取着 排了长队的人们汇报 晚上更是挑灯夜战 每天看材料 看到深夜 吴小平有时都在想 这个刘伟明 哪来的那么多精力啊 怎么办呢 吴小平知道 刘伟明不动手则怕 一动手的话 那可就是雷霆万军的力量了 谁也说不清楚 刘伟明会出招做什么 自己一直都是刘伟明的对头 他难道 不会向自己出招吗 没有后台啊 一想到自己根本就没有后台 面对着刘伟明 只能是狡献的情况 吴小平的心中更加的惶恐了 刘伟明有着那么强大的力量 假设他要以一个县长的权势 要收拾自己的话 根本就不成问题 也许根本就不用他亲自动手 县里自然就有大把的人 跳出来 当他的先锋了 这几天已经很明显了 许多干部看向自己的眼神中 就透着自己快要倒霉的意味了 一杯杯茶水喝下 烟灰缸里面早已丢满了烟头 吴小平已经想了好几天了 自从知道刘伟明要当县长以来 他就在权衡的得失 现在再不想出一个稳头的办法 自己首先可能就得偏原话 接着就必将被刘伟明清除了 眼前突然浮现出了方一梅 吴小平心中发苦啊 这个女人一直跟定了刘伟明 现在都已经是园区副主任了 与自己距离就更近了 虽然自己是一个副县长 在那方一梅面前 根本就没有优势可言 暗骂了一声 吴小平有一个感觉 这个方一梅肯定是跟刘伟明睡过了 如果说以前还有着玩弄方一梅的想法 现在的吴小平对方一梅却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这是刘伟明的女人 自己一定要静而远之 可是啊 越是这样想时 吴小平却越发的心慌 自己逼过方一梅 难免那方一梅不在刘伟明的枕边吹吹风 如果是那样 自己可就完了 吴小平也想到了 投靠亲来的县委书记 经过一阵观察后 他就打消了这个想法 亲来的县委书记 明显就是上级派下来 配合刘伟明的 根本就没有一点强势的样子 比他厉害的人都倒了 他如果感动 搞不好比那些人还惨 自己投过去还是死路一条吗 也许还有一条出路 这个想法 吴小平这几天是不时的想得过的 那就是投到刘伟明那里去 真正的变成他的一个忠实手下 这样一来 那强大的敌人就不存在了 自己也就有了一个强大的靠山 盯着房门看了一阵 吴小平就感到 这才是自己现在唯一的出路 现在的问题又来了 刘伟明会同意接纳自己吗 要是他不接纳 自己又该怎么办呢 来不及想了 必须要去探一下才行 坐在这里就是只能等死了 认真想了一下 吴小平想到 还是会有那么一点机会的 在办公室的穿衣镜前 认真的进行了衣服的整理 又用梳子 把自己头发给梳好了 吴小平这才出了办公室 走到刘伟明的办公室前 吴小平不知道是怎么的 腿肚子都有些发抖 仍然有着太多的领导 站在那里等着 大家看到吴小平时 情不自禁的都离开他了一些 这种很细微的变化 让吴小平本来就发抖的腿肚子 突然不抖了 一种极强的危机感涌上心头 他太清楚大家的想法了 这是担心呢 跟自己在一起时 会得罪刘伟明 看到坐在那里 埋着头看什么的庞飞宇 吴小平尽力表现出了一种亲切 对庞飞宇说道 啊 啊 旁那说啊 刘先长就没有时间了 我想向他呀 汇报下工作 他是一个没有进入常委的副宪长 认真说起来 比起一些手掌实权的局长都不如 在这个时候 就要更加表现出了一种低姿态了 庞飞宇 抬头看到是吴小平 亲中一愣 他当然知道 这个人曾经跟着孙刚 和刘伟明挫退的情况 不过 转念一想 庞飞宇又想到了 对方毕竟是副宪长 这事 倒是不能由自己为刘先长拿主意 而是 要及时进去进行通报 吴舰长 请坐一下 我去看看 庞飞宇说着站了起来 吴小平暗谈一声 这个庞飞宇 是真的成熟起来了 如果是崔永志在的时候 碰到自己这种和里面的人作对的人 还不知道 庞飞宇要玩多少手脚呢 这庞飞宇前程远大呀 庞飞宇进去时 刘伟明刚和一个乡长谈完话 看着那乡长出去了 刘伟明倒是伸了一个懒腰 吴宇啊 他有多少人呐 县长 不少人呐 不过 吴小平复县长来了 他等在外面 说是 要向你汇报工作 刘伟明心中一动 昨天和温芳倒是谈到这个小子了 今天他就来了 看来 这个小子 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用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 刘伟明就想到了 自己在曹海县 已经搞得太过火的情况 如果再对反对的力量进行打压 一是那些曾经的反对力量 就会在害怕中构极跳墙 虽然自己并不怕他们 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 这才是官场的根本手段 打打杀杀并不是王道 有这些人搞事 指不定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现在曹海需要的是稳定 需要的是团结一心 向前的发展 要做出一种自己团结的样子 这个吴小平能够主动跑来 说明他是有了想法的 温芳说得好 这种人用好了 就是自己的一条可以咬人的狗 倒是可以好好的用一下 呃 吴宇啊 你这样吧 把吴县长请进来吧 刘伟明的心中就有了决定 吴小平走进来的时候 就感到一股强大的压力 向自己涌来 刘伟明并没有体身 坐在那里看着自己 一般情况下 县长对副县长都还是礼遇的 现在刘伟明这种表现 就说明了 刘伟明的心中对自己就是不满的 想到这里 吴小平就急了 现在他也不去管自己 是否是副县长的问题 失去副县长的话 他就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是了 刘伟明并没有说话 就这样双眼紧紧的盯住吴小平 他倒是要看看 这个吴小平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对于吴小平 刘伟明把他的定位 都是自己身边可以咬人的手下 如果这小子还是有些傲骨 刘伟明反而不会用他 刘伟明想着明白 吴小平假如在自己面前 很是镇定的话 就说明这个小子 还有着其他打算 用起来并不方便 反而是他软了 自己想怎么样拿接 那都可以 面对着刘伟明看过来的目光 开始时 吴小平还想摆出自己是副县长的姿态 可是随着刘伟明的不说话 目光也就越发冰冷起来 吴小平的那种勇气和矜持 全都消失了 一抖 一下子就跪在了刘伟明的面前 刘伟明被他的这个搞法吓了一跳 盲看下门外时 好在庞飞宇并没有在门口 而是退了出去 其他的人也都没有进来的可能 脸就沉了下来 对吴小平说道 你一个堂堂的副县长 搞什么名堂吗 快起来 刘伟明 你不原谅我 我就不起来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刘伟明简直就哭笑不得了 心中是想把这个小子 变成一个自己好用的狗 没想到这个小子 骗得这么彻底 掀起来吧 想什么话 刘伟明脸色一沉 就吼了一声 吴小平吓得赶紧站了起来 不过 却仍然在那抖动着 刘伟明简直 只要你原谅我 哇 你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我一定永远忠于你 这小子 看上去斯斯文文的 眼镜戴着 整个就是那种读书人中 有骨气的样子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刘伟明怎么也想不到 这小子会是一个软骨头 这样的人 到底要不要用呢 刘伟明反而有些犹豫了 没听到刘伟明说话 吴小平急忙说道 刘伟明 您刚当上县长 现在县里需要进行改革 干部也要动 这些都是得罪人的事 您需要一个冲在前面 帮你得罪人的人吗 我可以当这个得罪人的人 您放心 我一定按您的指示 把您的想法灌成落实了 这句话 倒是说到刘伟明的心里了 刘伟明也知道 这种事情是一件得罪人的事 那你有什么想法吗 吴小平心中暗息 刺激的这种态度 果然是有效果了 我 我没想法 一线 但平刘县长吩咐 再次在吴小平的脸上 看了一阵 你要知道 我这个人 一贯的要求就是 把工作要做好 请刘先生放心 从现在开始 您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一切行动停指挥 心中叹气 刘伟明感觉到 自己如果去对付这小子的话 把自己的档次都降低了 这到底谁提罚起来的人呢 这里 刚把吴小平打发走 刘伟明就接到了来自于郑小柔打来的电话 刘伟明这个时候心情倒是不错 吴小平竟然是这样的人 他还真是不知道 有了这样一个可以用来冲锋的人 倒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接到电话时 刘伟明也是一愣 这个女人 一般都是半夜三更打电话来骚扰的 今天真是奇了怪了 这个时候 打来电话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哎 小柔啊 你白天不睡觉啊 刘伟明开着玩笑 哼 谁规定我白天要睡觉了 晚上不睡的 感觉你晚上的精力啊 比什么时候都充沛嘛 你呀 嗯 伟明 说个事情 是这样的 这么家有一个亲戚啊 到你们宁海纪委来挂职 副厅长了 哦 你们家的 是啊 我的 一个姐姐家的儿子 刘伟明就感到极度好奇 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我到底告诉你一下吧 我们呢 都叫这人哥 叫刘斌 别听他姓刘 就以为是孟一他们家的哦 我告诉你 刘斌他们家呀 也是红色家庭 最近随着他家老爷子的升迁 刘斌呢 在经历啊 也叫得上名号的 小柔啊 你们郑家呀 也真是强大 关系网布的也太大了吧 还是我来告诉你吧 刘斌家老爷子 了不得 现在是南巅的省委书记了 这次呢 刘斌从中纪委挂职下去 到你们省杜军去了 这小子 人不错 就是放浪了一些 你别跟他学坏了哦 啊 这 这关我什么事情啊 刘伟明听的是一阵恶然 刘伟明听得出来 郑小柔说喊那个人哥 其实并没有太尊重的意思 感觉两个人相处的倒是很融洽的样子 刘伟明就想到了一个关键 心中一动 这 省里要有动作了吗 哎 你这头脑啊 是怎么生的 这件事 你也感悟到了 哎 说 你是怎么想的 呵呵呵 小柔啊 宁海 一直水都泼不进来呀 就算是京内的人啊 也都不是那么容易进入的 这是孟家的地盘啊 现在留下的人 那么容易就进来了 肯定是孟家稳不住了 搞不好啊 杨轩都得调走啊 嗯 杨轩不会调走 这点你放心 这是孟家在京里的几次争夺中啊 实力了一些 不得不让出一些利益罢了 这次经理啊 将对宁海省的班子啊 进行相应调整 目的就是为换届做准备 有几个常委会动 刘伟明就想到了呼颜傲博 他也算是自己的强大后台了 也不知道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就问道 那呼颜书记是什么动向啊 据说是调经理了 刘伟明的心神一震 果然是要高升了 伟明啊 别管那些了 现在省里的情况复杂了 孟家示弱以后啊 各方力量都会对宁海进行争夺的 杨轩的压力会进一步增大 很可能会影响到下面 不过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 现在许多人呢 都已经知道了你和田林喜的关系 嗯 那田老头可是对你维护得很啊 啊 那 你们正假设想到宁海来搞事了 说的那么难听干什么 是共同发展 好不好 不过 刘斌倒是来镀金的 倒是没有太大的想法 只要他不出问题就行了 哎 对了 你在宁海 得关照他一下 别让他人生地不熟的出了问题啊 刘伟明就笑道 这呀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我就是一个小小县长啊 他可是副厅啊 哼 谁不知道啊 现在在京内的圈子 你是很出名的 叫做什么 那个 牙内 杀手 牙内杀手 靠 这伟明有些无语了 这个外号 也太雷人了 哼 怎么样 你这外号 够猛的吧 哎 对了 伟明啊 刘斌会联系你的 他对你啊 可是好奇得很哦 刘伟明对郑家的事里 也有了新的评估 难怪刘家猜想 郑小柔和自己发生关系 也还是不敢把郑小柔怎么样 原来是 郑家内盘根错节的关系啊 打完这个电话 刘伟明就知道 许夫杰的离去 已经提上日程了 随着省里的局势发生变化 再随着 斥离许夫杰的离开 自己到底该怎么样 面对这一切呢 才轻松了几天 看来又得头疼了 刘伟明很快 就把这些想法抛到一边 现在得考虑的 还是干不调整的事情 坐在那里 喝了一口茶水 刘伟明就考虑着 县里常委的情况 现在自己加上温芳 陈索元 或温龙 这是四票铁票 这个阵地 必须巩固才行 由于方顺章的原因 秘书长管玉贵 应该也是可以拉到一起来的 还有就是 廖心炎 他倒是最近和自己走得很近 形成了盟友关系 如果运作得好 六票就能够稳稳地收在手了 做起事情来 就方便许多了 这些票是可以争取的 不过 还得加强一下关系才行啊 正想到事情的时候 许富杰电话也打来了 伟明啊 这样吧 你到市里来一趟 我这些事情啊 跟你说说 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 刘伟明就更加有想法了 许富杰在这个时候 打电话给自己 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许书记 我立即赶到市里 刘伟明二话不说 立即就表示赶到市里 许富杰恩了一声 那好 到了大明钟的电话吧 刘伟明把庞飞宇叫来了 让他立即准备车子 驾驶员是孙明傅 专门为刘伟明选的一个 特种军人出身的人 这种话不多 车技非常不错 叫司徒宇 庞飞宇不知道 刘伟明到市里干什么 还是那么得急 这是他第一次 这样跟着刘伟明出行 也知道 这是刘伟明开始 对自己信任了 坐在前排副驾驶上 就显得有些紧张 刘伟明倒是没有说话 坐在车上 闭目就在想着 许富杰离去后的市里情况 那市委书记会是什么样的人到来呢 车子开到了市郊 刘伟明拨通了顾明忠的电话 顾明忠表现的仿佛比平时还要恭敬一些 刘县长 许书记早已等着了 顾明忠就说了一个地方 并不是许富杰的办公室 车子开到一处会所时 顾明忠已经等在那里了 看到刘伟明到来 顾明忠就迎了上去 许书记啊 在上面等着 你上去吧 他们两个 我来安排 刘伟明问了房间 就走了上去 刘伟明敲门进去的时候 许富杰看着墙上的一幅画正在出神 指了指椅子让刘伟明坐下 应该是打了招呼 服务人员并没有进来 许书记 你要跳走了吗 由于两个人都知道这事 刘伟明就问了起来 许富杰也知道 刘伟明的消息来源叫过 微微点头 很快啊 我就要离开宁海了 很有些不舍啊 刘伟明也不太好说什么 看向刘伟明 楚宣同志啊 将升任书记 赵益贤同志呢 任市长 方顺章同志啊 任副书记 组织部长是 宁军 许富杰直接就把 新的班子人员说了出来 刘伟明听到方顺章 不仅没有换掉 反而升成了副书记时 就有些愕然了 方部长 升成副书记了 这事啊 你问问你师父去好了 刘伟明这才明白过来 这件事情运作的人 还是自己师父 想到田老头不声不响 就把方顺章 搞成了副书记时 对于田老头的用意 也就理解了 这方顺章 以前并没有太强的后台 自从自己把他救活以后 估计是田老头的人 把他接纳了 田老头也趁机帮了他一把 这样一来 方顺章以后 就成了自己的 势力后台之一了 这对于黑兰式的政局变化 是起到了一个好的作用 曲夫杰 临走之前把自己叫来 交代势力的变化 这是在宋仁情的意思 他这次之所以能够到 省外去任职 主要还是田林喜的运作 也就是说 他现在许夫杰属于田系的一员了 宁军到黑兰式任组织部长 这是刘伟明没有想到的事情 这对于刘伟明来说 就是一件好事 有了方顺章和宁军在势力 刺激也就算 有了两大强援 这对于许夫杰离开后的危局 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许夫杰 下一步 我该怎么做 这是刘伟明客气 并尊敬的一种表示方式了 其实他根本就没必要问出这话 许夫杰的脸上就露出笑容 对于刘伟明这个态度 是非常满意了 这个刘伟明 并没有因为有了后台 就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啊 既然把刘伟明叫来了 许夫杰就存在和刘伟明进一步的交好 讲一些掏钱窝子的话的意思了 他知道自己的情况现在得靠上田林喜了 而田林喜最信任的人还是刘伟明 呃伟明啊 今天我们两个啊 就不要讲上下级的关系了 我是要离开的人了 我们还是以资教的方式啊 相谈比较好 其实呢 我们两个关系啊 一直都是以一种朋友的关系吧 许书记啊 一直都关心我的成长 这事儿 我一直记在心里 许夫杰微微点了点头 是啊 我还记得 伟明刚到团省委去见我的时候啊 当时我就认为 你这个人很有冲劲 一定能够做出一番大事出来啊 果然呢 没用多长时间嘛 春珠香就发生了巨变 你只要按照现在的路子走啊 我相信你能够走得更远 这是许夫杰从来没有面对刘伟明这样说过的话 说的刘伟明有些感动了 卫明啊 你的能力很强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下一步 势力会发生一些变化 到时啊 对你的各种制约就会出现了 你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在世 这话 就是有些掏心窝子的意思了 许夫杰说的也明白 他在书记卫上的时候 大家不会在曹海事情上多言 但是随着他离去 大家对曹海的争夺就会出现 到时候 刘伟明工作难度必然加大 想到了顾明忠 许书记 顾秘书跟着你去吗 啊 不错 这次啊 我要带他进去啊 看来 许夫杰是走得干脆了 许夫杰倒是很亲戚的样子 不断和刘伟明交流着一些围观之道 今天的这样子 有些像是兄弟间的一些 倾心交谈了 大家聊得很晚 离开了这里 顾明忠早已给他们进行了一些安排 顾明忠是随着刘伟明 进了他的房间的 坐下以后 哎 伟明啊 这次啊 我跟许书记要离开了 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啊 往后 那要请你关照一下才是 刘伟明也知道 顾明忠在的时候 大家不会把他家人怎么样了 他现在要走了 情况必然会发生变化 有什么事情啊 需要我帮的 你打电话就行了 我尽力 有了刘伟明的这个承诺 顾明忠心中就是一松 伟明啊 我有一个小姨妹 刚参加工作 人整得漂亮 有我照着还好啊 我是担心我离开了 他要出事的 他叫陆一香 我让他呀 来找你 刘伟明心想 自己是一个县里的人 这顾明忠 还真是看得起自己了 想到一直以来 顾明忠对自己都不错 刘伟明就感到 还帮的还得帮 啊 他在哪个部门呢 他是警销毕业的 在市公安局 好 有事儿 就让他来找我吧 刘伟明听到是市公安局时 赶紧说道 想到田老头在军中的影响力 公安局就不算个事情了 心中在想 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伟明啊 许叔就要离开 还得几天 这样吧 明后天啊 我把一些人叫来 大家坐一坐 他们也对田老很敬佩的 刘伟明现在明白了 顾明忠应该是奉了许福杰的指示 要把一些许戏的人敲给自己了 虽然自己只是一个县长 但是顾明忠讲的话 具有深意了 大家是敬佩田老头的 自己还是会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吧 这也算是一些收获 刘伟明想进一步把自己的影响力 拓展到势力的想法 早就有了 这也是一个机会 倒是可以好好的运作一下 没准这些人员就会对自己的发展 有着很大的助力 第二天 那顾明忠果然为刘伟明引荐了一些人 都是一些许福杰的亲信人物 这些人 本来也对许福杰要离开的事情 有些担心 在顾明忠的安排下 见到刘伟明以后 大家的心反而安定下来了 刘伟明的情况 大家还是知道了许多 这人的背后力量 可比起许福杰来说 大的太多了 虽然他仅只是一个县长 关键的时候求到他们上 只要他愿意帮忙 省里的大佬肯定能够出手 再大的危机也能够很快化解 有了想法之后 这些市里的局级领导们 在对待刘伟明的态度上 就有了很大的改变 刘伟明也表现出了和大家很亲热的样子 尽可能的和大家交好 刘伟明一直都在设想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关系 这次倒是一个机会 与大家聊得很是愉快 在当天晚上吃饭时 顾明忠把老婆和小姨妹都叫来了 刘伟明也看得出来 顾明忠的老婆果然是很漂亮 她的那个小姨妹更加水灵 看到那鲁一香水灵灵的样子 刘伟明也明白了顾明忠的顾虑 这样的一个女孩子身处官场当中 没有一个强大的后台 搞不好真被人啃的 连骨头都不会生了 鲁一香倒是表现出自然熟的样子 对刘伟明显得很是好奇 不断的询问着刘伟明的情况 刘伟明并不知道 知道的是他离开以后 顾明忠两口子会到家里的退化 顾明忠的老婆一进门 就对顾明忠说道 我怎么感觉你要把小妹 介绍给刘先生是有目的的 哪有目的啊 不就是请他关照一下罢了吗 顾明忠随意的说道 你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 老实说 到底是怎么想的 顾明忠彻才坐下 还是认真地说道 老婆 你认为小妹是随便嫁一个人好了 还是靠上一个有权势的人好了 这事你也管不了啊 小妹 她有自己的想法呢 以小妹的情况 如果我离开了 你以为她的势力会那么轻松吗 这话 顾明忠的老婆还是理解的 脸上就有些担忧的神情 你说的这事 我也想了 她长得漂亮 我也担心她出事呢 顾明忠这才说道 许书记那么强大的力量 你以为靠的是什么 还不是靠着刘伟明的帮忙 才上位的 小妹假如靠上刘伟明 她的后半生啊 才会活得滋润呢 可 可我听说刘伟明是有对象的 还是经理大家族的子女啊 那又如何 非要结婚 才是她的女人吗 哼 我明白了 你还是在为你自己考虑 顾明忠的老婆突然说道 哎 这次啊 我跟着许书记到外省去 谁也说不清楚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万一 我说万一许书记那里啊 发展不顺利了 如果小妹能够靠上刘伟明 我们也是有个强大的支持 那样啊 才不至于一败涂地啊 你希望重新过那种以前的生活吗 这话也说到她老婆的心里了 就沉思了起来 搂过自己的老婆 后面中说道 有些事情啊 就得要想开一些 多做着你妹妹的工作吧 多少人想找机会 靠上刘伟明这样的强人呢 可是啊 他们的机会 却是很难得的 我是给她制造了一个机会啊 就看她自己的了 顾明忠的老婆点了点头 那 我先探探小妹的想法吧 你告诉她 别把爱情看得多么神秘 也不要抱任何的幻想 刘伟明的结婚对象 也不可能是她 刘伟明也是草根 她需要背景 顾明忠的老婆脸上阴晴不定 过了一阵才叹了一口气 好吧 我把厉害关系跟她说一下 那刘伟明 到底还算是个帅哥 我估计小妹啊 对她也感兴趣了 要不然吃饭的时候 不会那么多话 机会就这么一次 失去了 就永远失去了 就在刘伟明打算赶回曹海的时候 她突然接到了方顺章打来的电话 说是想见她一面 接到电话时 刘伟明有些意外 心中暗想 这方顺章她病好了 见到方顺章的时候 是在方顺章的办公室里面 刘伟明一进来 就看到方顺章显得很是精神 根本就没有那种身体不好的情况 由于和方顺章不是太熟 刘伟明还真是有些不太好说话 方顺章确实显得很亲切 啊 伟明啊 快进来坐 刘伟明走进去以后 方顺章就和刘伟明握了握手 啊 伟明啊 这次啊 要不是你救我呀 我这老命啊 就算是交代咯 这救命之恩啊 我实际下了 说到这里 方顺章也是一阵后怕 他是听到医生的介绍的 当时如果刘伟明不那么急救一下 就算是不死掉 他也会中风或者无法像现在这样正常了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刘伟明也就算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了 哎呀 方部长 你千万别这样说呀 我也就是 连是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小事 方部长 现在没事了吧 刘伟明关心的问道 没事了 没事了 对你来说呀 是举手之劳啊 对我来说 那就是救命的答案咯 方顺章心中感慨着 当时自己是对自己的发展前途担心了 才急得出了问题 没想到这回事还变成了好事了 方顺章对于这次的出事 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在方顺章的原来想法中 曹海宪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自己作为市委组织部长 在用人上就已经出了问题了 必然要受到人们的指责 那顶刚的人必然就是自己 可是啊 那天会上发生的事情 却扭转了自己的情况 这次到了省里治病时 意外见到了省委统战部部长吴时哲 又很顺利的纳入到了吴锡的下面 一下子就抱上了一个省委常委的大腿了 方顺章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他更是从吴时哲那里知道一个内情 这一切都是那个在省里有着很大影响力的田老指示的 田老是什么人 那可是自己只是听说中的人物 找了一些人探查以后 方顺章终于明白真正的内情 那是田老需要自己帮助刘伟明啊 以前方顺章就知道一些刘伟明的情况 现在才算是真正的搞明白了刘伟明背后力量的可怕 要不是刘伟明救了自己 田老也不会把自己放进眼里 所以那天出事的情况对自己来说反而是因祸得福了 真是事实无常啊 这是这两天来方顺章的感慨 方顺章明白得很 现在自己就属于田系的人物了 叫做的事情就得围绕着刘伟明进行 好在一直以来方顺章对刘伟明这个人还是欣赏的 也知道刘伟明是一个能力很强的统治 并不反感这事 看着刘伟明沉稳地坐下 啊伟明啊 曹海先生的工作还怎么怎么样了 方部长 现在刚上手 正在摸索阶段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说说嘛 我也想听听你们下一步啊 曹海的发展的想法呀 方顺章微笑地说道 现在看刘伟明时 方顺章是怎么看怎么顺眼 感觉这个年轻人真是一个不错的人物 看着刘伟明时 方顺章又想到了五翠苗 对于五翠苗的背叛一事 他是相当痛心的 现在得对刘伟明多支持一下才是 方部长 我认为曹海的发展 必然重新进行定位 以前是一个交通闭死的环境 随着通道建设的推进 下一步曹海必将成为三省的中心城市 战略意义就凸显了 嗯 不错 现在省里对曹海县的发展是投入了大笔的资金的 省里也有这样的想法 想把曹海县建成一个连接三省的中心城市 你们的担子不轻啊 如何发展曹海 就成了摆在你们面前的大事了 一定要把曹海用最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呀 方部长 我想把我的一些发展的想法向您汇报一下 刘伟明知道 方顺章很快就是副书记了 当然想利用这样一个机会 把自己的发展规划谈一下 啊 很好嘛 我正想听听你的发展规划呀 方部长 我是这样想的 曹海下一步将成为三省的中心城市 如果我们再按原来的方式发展 就会制约到曹海各方面的发展 我的想法是 把曹海县打造成一个其物流商贸旅游工业为主的大城市 哦 你接着说 你看啊 曹海县的春珠厢和曹海县 直线距离并不长 如果打通的话 十来分钟的车上啊 就能够到达那里呀 那条公路的通道啊 就成了一个扁带 一头挑着的是春珠厢 一头挑着的是曹海县城 为什么不把两者紧密地联系起来呢 春珠厢啊 变成曹海县城的副城好了 这样一来呀 其实曹海县城就延伸了出去了 方顺章轻轻敲击着沙发的扶手 头脑里面分析着刘伟明的这个想法 想了一阵点了点头 你谈得很不错呀 曹海县城一直无法有大的发展 关键的一点还是城区地盘小 如果能够把春珠厢当成曹海县城的副城之类的 曹海县城就能够拓展出去了 春珠厢的坝子很大 各方向的拓展都有可能啊 倒是一个很好的意见啊 方部长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呢 曹海县城是一个古城 文化底蕴是有的 如果进一步的在这方面做文章 县城的品位就能够提升上去 再加大旅游资源的开发 下一步曹海啊 能够打造成一座文化旅游大城 各方面的设施的跟上了 自然就能够带来人流 经济就能够快速的发展 刘伟明把自己想到的一些内容 都向方顺章讲了一遍 开始的时候 方顺章也就是随便听听而已 听完刘伟明所讲的这些内容 方顺章就看向坐在面前的刘伟明 心中再次发生寒海 这个年轻人不得了啊 方顺章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 如果真的按照刘伟明所想的那样 发展起来 曹海倩将会变得非常发达的 一个那么贫困的地方 为什么别人都认为无法发展起来 反而到了刘伟明的手中 就会搞出那么多的花样呢 不得不服气啊 难怪田老对刘伟明那么重视 这个年轻人是真的有本事 方顺章也想了一些建树 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现在得到田老的支持了 他知道自己仕途之路也打开了 支持刘伟明的工作 那就是支持自己的工作嘛 以现在的情况看 随着许富杰的离去 刘伟明应该归入到自己这一席中了 倒是要好好地支持一下刘伟明 刘伟明啊 你的想法非常好啊 也有实时的可能 你们呢 要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嘛 我认为曹海的发展呢 势力也是重视的 一定啊 就把工作搞上去 呃 在工作中啊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 蔡子关心的问了起来 方部长 你也知道曹海的情况 现在的曹海呀 嗯 最难办的还是 对干部的重新调整 下一步 我想从这方面入手 方顺章也是一个精明的人物 一下子就听出了刘伟明的意思了 这是担心长北中有阻力啊 方顺章在曹海 都还是有些手下人物的 那 有多大把握 应该有百分之五六十吧 嗯 这是关系到全县发展的好事 管一贵同志 那刘伟明的发展开展工作吗 刘伟明感到 这次还是有一些收获了 自己的四票铁票 加上方顺章一系的 管一贵秘书长的一票 已经五票在手了 拉住刘伸妍 再把江振权说通 那就很有把握了 用了方部长的支持啊 我就更加有信心了 哈哈哈哈 一切啊 都要围绕经济中心来开展工作 你们的思路啊 就是要踏了发展 如果在发展的过程中 有人拖后腿 无论是谁 市里呢 绝不答应 伟明啊 放手去开展工作吧 刘伟明告辞 离去了好一阵 方顺章仍然坐在那里想了心事 这次 刘伟明又要玩大的了 这个年轻人 有着省力的支持 背景又深厚 自己除了对他支持以外 还得再考虑一下 还得再考虑一下和他关系问题 可不能摆出一副领导的样子 方顺章进一步感到了自己前途是一片光明 回到曹海县 刘伟明就打电话联系了郭文龙 刘伟明非常清楚一件事 像郭文龙这样一些人 虽然他们也是呼颜奥伯一系的人 但是 虽然呼颜奥伯的离去 他们这些人是否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现在是谁也无法说得清楚的 那就得进一步的加强和他们的联系才是 一个是郭文龙 另外一个就是廖心炎 这两个人还是存在变数的 必须要把自己的理念和他们进行交流 这才能够促成大家 又是共同目标的前进 观察的事情就是这样 必须要有着共同利益才行 曹海县的情况和其他地方 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了 曹海有着各样的人 万一其他的力量也在实力 把自己的人拉去了 那就真是要出事情了 关系是需要经营的 郭文龙接到刘伟明的电话后 很快就来到了刘伟明安排的一间馆子 郭文龙还是第一次和刘伟明坐在一起 作为县政法委书记 他来之前和宁军请教过一些事情的 宁军对他的指点就是 一定要跟紧了刘伟明的步伐 并且也点出了刘伟明背后的一些关系 到了县里 郭文龙也表现出了要和刘伟明一条阵线的意思 不过毕竟是外来的人 他并不清楚刘伟明的想法 心中还是有些不安的 现在又听到了一些风声 据说忽颜书记要跳走了 虽然忽颜书记调到的是经理 是离开了 是高深了 可是对他来说就显得更远了 忽颜书记还会不会记得自己呢 这的确已经成了一个问题了 这种官场上的变化 谁也说不清楚 比如 都是省长一系的 那省长下面又有着不同的派别 一层层下来 谁也说不清楚 到底是省长系 还是其他下面的某人一系 忽颜书记离得太远了 位子越高 能够想到下面的人的机会 也就越少了 也许 很快就会把自己忘记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最重要的就是和周围的强大人物 形成一种亲密的关系 这样才能互相关照 刘伟明有着那么强大的关系 当然就成了郭文龙首先的盟友了 郭文龙甚至还有一个想法 最好是比盟友更进一步 成为刘伟明的亲密伙伴 如果真是能够成为刘伟明发展中的伙伴 或者是手下 自己才算是真正的靠上大树了 郭文龙的到来就显得很是急切了 刘先生 刚从市里回来吗 郭文龙问道 看到刘伟明坐下了 郭文龙已经迎了上去 是啊 刚从市里回来 刘伟明和郭文龙握了握手 看到郭文龙先到了 刘伟明的心中就更有谱了 这个郭文龙是有意和自己靠在一起的 这是好事 两人并肩向里面走去 很快就在房间里面坐了下来 房间里面也没有其他人 两个人显得很是客气 刘伟明一看 这气氛感到不是太好 要想大家融入到一起 就得表现出一种没有隔阂的样子 老郭呀 宁君在早一些时候啊 就跟我说到了你啊 说是啊 一定要和你配合好工作呀 你这个人很好相处吧 刘伟明首先说到 果然 提起了宁君 两个人间的气氛就有了明显的改变了 刚才的那种生硬的气氛 也发生变化 宁秘书也跟我说起过你 说你这个人啊 是很好相处的一个人 是要我呀 跟你配合的 老郭呀 我们现在就在一个战壕里面吃饭了 大家往后 互相配合吧 郭文龙也笑了笑 我人生地不熟的 可以说呀 还得刘县长多指导啊 刘伟明倒满了杯中的酒 举杯对郭文龙说道 来 我敬老郭一杯啊 喝了一口酒 刘县长 我到了曹海县呢 我才发现呢 这里的治安并不是太好啊 老郭 你也别叫我刘县长了 就叫我伟明吧 那好 我可就叫你伟明了 这种能够促进双方关系的称呼 郭文龙并不排斥 他也希望和刘伟明之间 有着一种更为亲密的联系 是啊 你说得不错呀 曹海县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各个班子都陷于瘫痪 如果再不进行一些调整啊 我看问题不小 我的想法是 尽快把曹海县的各个班子 进行一些全面的调整 让所有的力量啊 都聚合在一起 只有这样 曹海才有个发展嘛 刘伟明刚刚说完 郭文龙立即说道 伟明啊 不错 我也是这样想的 郭文龙对这事 也早就有想法了 到了曹海县才发现 一切都是那么混乱 有一种有力无数使的感觉 刘伟明也说 我进了他的心里了 老郭 政法委系统啊 我看你应该好好地设想一下 如果需要我帮助的地方啊 我都会全力地支持和帮助的 刘伟明倒也是一个干脆的人 立即就进行了表态 刘伟明是有想法的 政法这块 郭文龙到来了 他不可能不动手 但是 凭着他个人的力量 根本就没有那种能力 如果自己全力支持的话 郭文龙操作起来就简单多了 在自己目前暂时无人可用的情况下 把政法系统交给郭文龙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郭文龙的眼睛就是一亮 他明白刘伟明的意思 刘伟明就是把政法这块 完全交给自己了 郭文龙到了曹海以后 他也想着一些调整 特别是对公安局进行一些调整 他也知道自己的力量 根本衬不住曹海县的政法系统 要想做一些事情 就得有人强力的支持 刘伟明现在 在曹海县的力量是最强的 有了刘伟明的支持 自己能够很快掌控住政法系统 这是刘伟明给出的一个最大利益了 郭文龙知道 自己的表态现在就显得很重要了 对方竟然给出了那么大的利益 自己就应该有所表示才是 其实 郭文龙也早就想明白了 正如宁军所言 哼着刘伟明走 对双方都是一件有利的事情 伟明 行 曹海的政法系统吧 你就交给我好了 这句话说的也有水平 你就交给我好了 一句话就表明了 他愿意听从刘伟明的指挥 这次啊 我到市里听到消息啊 胡言书记要进京了 宁军呢 将到黑兰市来任组织部长 大家都是熟人 许多事情 卷做起来也就顺畅了 郭文龙听到 宁军来任组织部长时 那心里的不安 也更多的散去了 这里和刘伟明达成了同盟的关系 上面又有一个宁军罩着 倒是能够稳得住了 卫明啊 下一步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 郭文龙也显得很主动起来了 刘伟明就把自己对曹海先发展的设想 讲了一遍 听完刘伟明的讲述 郭文龙就感到很振奋 假如真的如同刘伟明所述 曹海先的发展 那就是一大政绩 到时自己都会沾光不少 这样的事情肯定得支持 卫明啊 你放心 我一定支持你工作 老郭呀 我看啊 曹海先要想发展 关键还得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啊 在这件事情上 我认为政法系统一定要有所作为啊 郭文龙点了点头 两人在这几句话中已经把利益进行了划分 郭文龙获得了政法系统 他也表达出了权力对刘伟明工作的支持 倒是相谈甚观的情况 两人吃完饭握手散去之后 刘伟明坐在车上揉了揉太阳穴 感到自己在政法部门还是缺少一些人手的 下一步得加快在这方面人手的培养了 郭文龙的情况刘伟明还不太清楚 对于郭文龙刘伟明也存在了这种考察的想法 假如这个人的能力强又能够投到自己一方的话 倒是可以共同进步 如果这个人并不是可用的人的话 在曹海倩也就是一种盟友 绝不可能变成自己人了 那就要看他了 刘伟明对于今天这饭局还是满意的 郭文龙这一票算是抓在了自己手中了 温芳 陈索源 郭文龙 管玉贵 再加上自己 那就是五票铁票了 这是好事 对于十一个常委的曹海倩来说 那就是很大的一股助力了 有了这样一股强大的力量 无论如何进行合作都是居于主动的 才把掉心眼拉来 那就保险了 刘伟明经历一段时间的官场磨练 现在也慎重建立起自己的联合阵营了 他自己都感觉到自己正在发生着改变 坐在车上 刘伟明正想回去的时候 方一梅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刘伟明正 方便吗 我想向您汇报工作 方一梅的声音很小 也就只能是刘伟明听得清楚 刘伟明就看了一眼专心开车的司徒宇 微微笑 好的 虽然什么也没有说 刘伟明这句好字表明了他立即会过去 我在这里下车 你把车开回去就行了 刘伟明对司徒宇说道 看到前方有一家超市 司徒宇问道 刘伟明正想问事 庞费雨对刘伟明说道 刘伟明正想问道 我们就不管你了 去吧 看着车子开走了 刘伟明暗自点头 这个庞费雨倒是精明的很 在那超市里面逛了一阵 出来后刘伟明坐进了一辆低势 说了那小区的地点 车子快速开去了 刘伟明走进县委小会议室时 大部分县委常委都已经坐在那里了 目光在大家脸上看了一眼 刘伟明的心中充满了一种自信 这是自己以一个县长的身份参加这样的回忆 是全县的二号人物 刘伟明正想问道 刘伟明好啊 大家纷纷起身和刘伟明握手 刘伟明微笑着和大家握手问好 草友秘书庞费雨帮刘伟明把笔记本 水杯等物摆放在县长的位置上 看着庞费雨走了出去 刘伟明也坐了下来 刘伟明一坐下 大家就都静下来了 不知不觉中 刘伟明在这县里也有了很强的威信 踩着终点 县委书记江振权也走了进来 这次就没有刘伟明进来时那种热闹了 江振权只是和刘伟明和陈索元握了一下手 然后就坐了下去 在曹海县 大家都知道 还得是刘伟明来的强势 刘伟明的事情 大家可是听得不少 村刚厉害吧 那么厉害就能如何 最终还不是死了 人死了 孙刚的父亲来了 屁都没放一个就走了 谁能有刘伟明牛啊 这至华夏的一号牛人了 很自然的 大家心里面就把刘伟明看成了县里的一号人物 看到大家已经到位了 江振权清了一下嗓子 今天呢 这次的常委会 这次的常委会算是新班子成立后的第一次正式的常委会吧 估计啊 开会的时间会长一些 曹海的许多事情啊 都要进行研究吗 常委们都清楚 今天这次常委会对于下一步全线发展的走向有着指导意义 会前就知道了一些情况 知道刘伟明可能会推出一些方案 偏了几天了 刘伟明这段时间什么事情也没过问 一下子下乡 一下子到了市里 到省里的折腾 听说他正在搞一个大的发展方案 现在是要拿出来了 江振权的心态倒是不错 并没有因为会场的气氛而影响 呃 我们新班子啊 康康配上 大家呢 都还有一个磨合期 不过 时间不等人呢 伟明同志啊 跟我商议了一下 也征求了一些同志的看法 今天 开个会 有那么几件事 一是干部队伍的调整问题 各项工作要开展 这个明显就是第一要误吗 第二 就是由伟明同志啊 提出曹海县的发展规划 由大家进行审议 还有就是 大家的分工说明的问题啊 啊 每一件内容啊 都很重要 特别是曹海发展的规划 就更加重要了 会可能开的长一些 早已经安排了盒饭了 大家都没有说话 分工的事情 大家其实都知道 那是由上级定好的下发的 倒是没有研究 只是啊 在这样的会议上 公布一下 显示出正规而已 关键的还是前面两项 都知道 刘伟明今天要出招了 会前也就是 三人书记研究了一下 其他人倒是不太清楚 江振权看了 这样吧 还是先把市委批复的分工内容啊 轰步一下 说完 就拿起一份市委批复的文件 念了起来 大家也没有什么想法 只是静静的把内容听完了 听完以后 江振权说到 市里啊 已经把大家的工作内容都听好了 本来呢 得下去一段时间 再研究下面干部的工作情况 可是时间不等人啊 今天趁着这个机会啊 就把这个事啊 都定一下好了 呃 伟明啊 你还是先把曹海县的发展规划 向大家讲一下吧 江振权并没有说太多的话 说完这就看下了刘伟明 刘伟明拿起了 早已准备好的那份 曹海县发展方案 同志们 曹海县呢 就有一个大的发展 就得把发展规划做好 这是我根据曹海的情况 听说的思路 又征求了省里一些 城市发展专家的意见 更是切入县里的各乡镇实际 搞出来的这一个方案 借这次会议啊 大家研究一下 早有县委秘书长 管于贵 把那一份份打印好的方案 发了下去 刘伟明就开始讲述起了 自己方案中的内容 除了他对方顺章讲的内容以外 更是增加了许多 针对各乡镇实际而制定的内容 有的内容 还是到了自己曾经读书的大学和党校 请专家把脉以后搞出来的 常委们 这才知道刘伟明搞了那么一段时间 竟然搞出了这么宏大的一个方案 大家互相看了看 都被刘伟明的设想给镇住了 如果真能够按照刘伟明的规划进行 实现了的话 曹海仙就将变成一个宁海省举俗轻松的经济大县 其各项经济指标都远超现在的黑蓝许 盘算一下这设计的利益 大家知道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益 如果说春珠江是一个很大的蛋糕的话 这个规划展开以来 权限都会变成一个大开发政地 到了那个时候 其产生利益将会非常巨大 大家一边听着 一边翻看的那方案 刘伟明讲的很细 把各个发展阶段的内容都进行了说明 看着刘伟明在那里讲解 大家现在才发现 自己从心里面还是佩服刘伟明的 这个刘伟明肚子里面真是有才呀 讲完了方案的内容 刘伟明看向大家 曹海现在遇到一个难得的机遇 那就是省里对打通道路的决策 现在从春珠江到中阳省和南西省的公路 很快就会畅通了 到了那个时候 春珠江就是我们县的前沿 现在从县城到春珠江的砖山高速公路已经施工 到了那个时候 从县城到春珠江就只需要十分钟不到的车程 县城的空间将会进一步的打开 春珠江和县城可以变成一个城市 县城可以移至春珠江 这老城打造成一个精品的旅游大城 到了那个时候 曹海县也能够由农业县发展成工业县 旅游县和文化县 大家都被刘伟明描绘的蓝图所吸引了 据我所知 但是中阳省和南西省靠近春珠江的地方都不太发达 如果我们率先发展起来的话 春珠江也好 曹海县也好 在资源的利用上就走在前面了 到了那个时候 曹海县成为一个经济的中心 倒是变成了可能啊 我支持这个方案 廖新岩一边感叹着一边说道 廖新岩说这些事实还有些兴奋 他非常清楚 凭借着曹海县这些人的资源 要实现刘伟明的设想并不困难 刘伟明微微一笑 看见众人说道 这个方案呢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了 有力出力 有渠道的出渠道嘛 要知道 曹海县发展起来了 成绩是大家的 我认为啊 一个县的发展 关键还是班子的团结 我们只有啊 统一的思想 刺往一处使 团结班子 我们的事啊 才能够做好 刘伟明的话 说得大家心中高兴 刘伟明已经表明了 这成绩 他并不会一个人独吞 而是集体发展的结果 到了曹海发展起来时 成绩 大家都是有一分的 这个刘伟明倒是不错 有了成绩 大家得 现在大家就显得 更加重视起来了 常务副县长 李永卫 这个时候也说话了 我觉得这个规划很有起魄 曹海啊 就是要有一个大的起魄 每一个人啊 都是曹海的一份子 大家应该先去先策 把这个发展规划啊 进一步完善 同时呢 在规划展开以后 我们每一个人啊 都应该把自己的资源 投入进来 只有这样啊 曹海的发展 才会更加快速啊 这是李永卫 第一次表示出了 对着规划的支持 他是空降到来的人 肯定也有一些资源的 听到刘伟明 共享利益的话以后 他也想在这利益中 占一份大头 江政权心中高兴 自己是县委书记 如果取得了成绩 自己最少 也是第二大利益获得者 听到李永卫的话 江政权说道 永卫同志啊 说得不错嘛 这不是谁 一个人的事情啊 大家都要行动起来嘛 到时候啊 可是要顿功行赏的哦 大家也都笑了起来 李永卫看到大家热情 又跳动起来 他的心中很是高兴 自己之所以说明了 利益共享 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心 都拢在一起 只有这样 才不至于因为 拖后腿的事情 而影响到发展 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 曹海县的发展规划 是自己提出来的 自己又是县长 就怎么可能 少得了成绩呢 看看这些常委们 大家到来的目的 当然是 有着利益的争夺了 抢到了孙刚 六位明暗自喊他 孙刚就是想争夺的 春珠香的功劳 这才和自己进行了争夺 假如 孙刚当时表现出了 和自己利益共享的态度 他作为一个县长 又怎么可能 没有功劳在里面呢 做人 还得大起一些才好啊 由于有了共享的情况 刘伟明的发展规划 倒是很顺利的就通过了 大家都喘了一口气 有着刘伟明冲在前面 大家只需要跟着发展 政绩自然就会到来的 这种不承担多少风险的事情 倒是一件让人愉快的好事 大家都有一种尽快投入这个规划的想法 刘伟明的这个方案并不困难 大家都还是有一些资源的 投入到这里来 瞧瞧的一个早海线 又怎么可能发展不起来呢 到了那个时候 大家就都有了更进一步的政绩了 整个会议室 一下子显得和谐起来了 刘伟明案子也松了一口气 笑的就是团结 好那种争夺利益的事情 并不可取 坐在飞往京城的飞机上 刘伟明回想着常委会上的情况 由于推出来的那个曹海线发展规划 获得了大家的支持 再加上刘伟明在县里的强大力量 常委会上几乎被他完全掌控了 各项的干部提议 也以刘伟明一方占优势的情况下 得以通过 一时之间 一时之间 刘伟明的人就放到了各重要的部门 当然了 政法敲给了郭文龙 继位廖新岩把持 刘廖郭管 四方真正形成了盟友的关系 当然了 认真说起来 刘伟明 陈索元 温芳 郭文龙是一系的 廖新岩和管玉贵 是刘伟明合作的关系 刘伟明 吸取了孙庚霸道的教训 在利益的分配上 就更多考虑到了大家的利益 那几个人 虽然并没有和刘伟明联盟的人 同样 也多少获得了一些利益 倒是靠得一派详和 不管怎么样 在刘伟明 在刘伟明充分考虑到了江政权的利益的情况下 江政权也站在了他的一方 表面上看上去 整个曹海县呈现出了从来未有过的团结局面 大家都紧紧团结在江政权书记的周围 开展着工作 现在曹海县的人们都在围绕着自己搞的那个规划 展开了工作了 这倒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自从常委会以后 除了干部的调整中 有少数不同的声音以外 常委们倒是积极的工作 曹海县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平静过 刘家怎么突然要自己到他们家去呢 就想到了这次刘孟一打来电话的情况 就在县里的工作全面展开之后 刘孟一打一个电话过来 说是他的父亲抢见自己 刘伟明还真是不能不去经历一趟了 毕竟这是关系到自己和刘孟一婚姻的问题 刘伟明对于刘孟一的婚姻已经能够接受了 就拿田林喜的意思来说 有一个刘家的招牌 对于自己的发展肯定有着很大的帮助 和刘孟一的婚姻中 刘伟明已经知道已经不是太纯了 里面还是掺杂了一些政治上的考量 上次田老头和自己的对话再次回想在头脑中 田老头专门和刘伟明谈了一次话 卫明啊 你现在是县长了 有一个事情啊 你得重视 那就是家庭问题了 虽然组织上没有明白的提出婚姻问题 但是 有一个稳定的家庭啊 是干部考察的一个重要内容 家庭的稳定 才能够说明你是成熟的一个人呢 否则呀 他家还是会把你归结于那种 垂上眉毛 办事不劳的一群人中啊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结婚就无法进步了吗 这是刘伟明很疑惑的地方 哈哈哈哈 也不是不能进步 关键是啊 一个有着家庭的人呢 更被组织上看重啊 古人说 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 如果家都没有 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干部啊 如果你的家都经营不好 你就更加不合格了 这种事情 是一个考核的标准啊 你得考虑婚姻的事情啊 我看哪 你和孟一的事情啊 不要再拖了 听了田林起的话 刘伟明不得不重视 和刘孟一的婚姻问题 在这个感悟上 刘伟明发现 孟一对自己还是很纯的 他一心就是想嫁给自己 可是 自己呢 刘伟明发现 自己在经历了一些 这样或那样的女人之后 更希望的是有着一个 像刘孟一那样 并不是看中自己全世的女人 刘伟明感觉到 围在自己身边的女人中 可能除了魏雨昕以外 就刘孟一更加在意自己这个人了 全是可以吸引到各色的女人 但是全是却很容易把感情进行排施 这是刘伟明的一种切身的感悟 魏雨昕和刘孟一对自己的感情那是很纯的 认真说起来 魏雨昕还要纯一些 这两个女孩子的感情是刘伟明最为看重的 对她们难以割舍 看到刘伟明的质疑 天灵喜 当时也问起了刘伟明的想法 师父 其实呢 我现在很矛盾 也很犹豫 说着就把魏雨昕 一直喜欢自己的事情 讲了出来 天灵喜听完以后很严肃 啊 魏雨昕啊 有很多时候啊 一个人是无法见过那么多问题的 不错 那个魏雨昕倒是对你感情很深呢 但是啊 我要告诉你的是 如果你没有了权利 你就无法实现你的各种理想了 刘伟明能够给到你那些呀 师父 一直以来在我的发展中 刘伟明制造的问题也太多了 不仅没有帮助到我的发展 反而对我的发展产生了阻碍 哈哈哈哈 你还不是挺过来了吗 你啊 千万被小看刘伽的前世里啊 孟一他爸呀 也不是表面上看去那么无能的 刘伽是红四的家族 如果孟一他爸 真了下决心要动你的话 就算是我都保护不住你啊 这话说到刘伟明就有些吃惊了 难道 刘家还有什么大靠山 这不是靠山不靠山的问题 而是一个那个团体的面子问题啊 说了 你现在也不明白呀 华夏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些特殊的阶层了 每一个阶层啊 都有着他们的底线 触及到了他们的这个底线啊 你就会受到群起而公制的 你以为 红色家族这几个字是随便得来的吗 刘伟明这才是真正吃惊了 他多少有些明白了 虽然大家也在斗着 甚至还斗得很熏 但是 当外来势力真正触及到他们的底线时 他们必然会联手对歪 这是一个用田老头的话来说 是面子的问题了 看到刘伟明在沉思 伟明啊 我看得出来 孟一对你是非常在意的 娶了他 对你对他都是一个很有利的事情 反过来呢 如果你没能娶到他 那后果就非常严重了 案情是很容易发生变化的事情啊 许多年轻人啊 受得要生要死的 结婚一段时间 以后啊 就离婚的太多了 你是一个从政者啊 从政者 就是太多的感情 就是一定要受到敌人攻击的缺口 这是一个致命的替代 你必须克服 你的心肠也必须要变得硬起来 这就是政治家的基本素质 刘伟明并不是不喜欢刘孟一 差不多是千金小姐的刘孟一 愿意嫁给自己这样一个草根 这对于刘伟明来说 是一件自豪的事情 他只是排斥刘家而已 现在听到田林喜这样一说 刘伟明就知道了 自己必须下定决心娶刘孟一了 刘伟明也向田林喜问出了一个 很是疑惑的问题 那就是和魏雨昕怎么办的问题 田林喜当时只是撇了下阻 你掌握了权势 想什么没有啊 刘伟明听到这句话 这才发现 田林喜的心中 那种权势的重要性 是排在第一位的 刘孟一打来电话后 刘伟明也打电话 问了郑小柔 郑小柔告诉刘伟明 这是刘家人想再次对刘伟明 进行一次谈话 希望的就是 刘伟明真正成为刘家一个打手而已 郑小柔进行了这样的解释 伟明 有些事情啊 你根本不必在意 当你的手中拥有了足够的权力 反而可以利用刘家的力量 为你服务吗 刘家反而会成为你的打手 也难说 这次啊 我认为你还是尽可能的 要把刘萌一取到手里才对 全都是告诫刘伟明 权势的重要 刘伟明坐在飞机里面 想了太多东西 从机舱走出 刘伟明眯着眼睛 看了一眼机场的情况 为了自己的理想 那就好好的和刘家交流一下吧 一走出来 周伟明就看到站在那里 迎候的刘萌一 刘萌一很美 站在那里 本身就是一处风景 许多旅客都不时的把目光投向刘萌一 刘萌一也是显得俏里迷人 明澈的双眸 袖直的鼻梁 敲润的嘴唇和光洁的香腮 那么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了同一张青春脱俗的美艳上 还配合着一份让人无法抗拒的迷人气质 一身套裙 把他衬托得青春亮丽之极 看到站在那里的刘萌一 刘萌萌 心弦一动 娶这样一个女人做老婆 这一声也值了 萌萌 刘萌萌看到刘萌萌 惊喜地大喊了一声 听到他的喊声 太多的男人 把目光就投向了刘萌萌 感受到人们那种嫉妒的眼神 刘萌萌心情是一下子大好 孟一 是不是等了一阵了 嗯 还顺利吧 刘萌萌说着挽住了刘萌萌的手 两个人向着机场外走去 你挽着我走啊 不知道有多少双杀人的眼睛啊 正看着我呢 知道我的美丽了吧 嘿 你倒还是一点也不谦虚啊 用力在刘萌萌的手上掐了一把 哼 你是说 我不美丽 美 美的可以当饭吃了 哼 你就不能哄哄人家吗 两个人呢 就像是一对小夫妻一般 挽着手就走着 到底 是怎么一回事啊 那么急着 叫我来惊你了 刘萌萌萌就兴奋地说道 我爸妈呀 终于不再做那联姻的事情了 他们就想认真地了解你一下 这次叫你道经 就是我爸想跟你亲自谈谈 我们心里呀 那么多事情 万一又谈崩了怎么办 你这人真是的 想那么多干嘛嘛 行 这次啊 我就好好和老岳父谈谈 哼哼 你还真把你当成刘家的女婿了 怎么的 难道 你不想嫁了 刘萌萌就把刘萌萌的手 更紧地搂在一起了 你敢不娶我 我要你好看 两人一边说着 一边向着停车场走去 这是刘萌萌第二次到刘家了 气得上次 刘家的人差不多都不太爱见自己 这次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刘萌萌看着刘萌萌在那穿心地开着车子 心中就在寻思着这事 刘萌萌是真的在意自己啊 刘萌萌也不知道是怎么的 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恋爱了的那种感觉 心中有些怀疑 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了田老头所说的那种政治人物呢 在田老头的比喻中 政治人物在感情问题上 理智的让人吃惊 现在 自己更多的是在考量着婚姻的礼弊 而不是有着太多的爱情感觉 是没有那种对刘萌萌的爱吗 刘萌萌感觉自己还真是对刘萌萌有着爱意的 并且还很强烈 这种感觉就有一些像那种抱着女人正在亲日时说了一句话 你的皮肤有些粗糙 这样话的人 车子开进刘家大院 刘萌萌就看了一眼刘萌萌 你放心 我会跟你在一起的 他倒是比起刘萌萌更多了一些担心的想法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刘萌萌看到刘萌萌很自信 眼睛一亮 我感觉你比上次到我家里自信多了 看到刘萌萌这个样子 刘萌萌也笑了起来 你要知道 孙刚可都被我击败了 我怕过谁啊 刘萌萌还真是有着很强的自信 有了和孙家的对阵经历 刘萌萌萌还真是不再怕什么样的力量了 刘萌萌萌是红色家族 就能如何 搞不好还得靠自己支持 进入到刘萌萌 刘萌萌还是看出了一些变化 嘿 孟一 人接回来了 一个一身名牌装的年轻人 把目光不停的在刘萌萌身上扫视着 刘萌萌笑着对刘萌萌说道 刘萌 我三叔家的老二 嘿 孟一 你这话怎么说的 什么老二老二的 听着 让人不得劲 年轻人立即鼓着脸 你不去工作 天天往家里跑 我看你们县里的人呢 都差不多 快把你给忘了 两个人说起话来 显得很随意 应该是 枪处的很是不错的关系 刘萌萌萌微笑着站在那里 听着两个人说话 刘萌萌知道刘家有三兄弟 老三叫刘栋雄 是水利部的副部长 他有两个儿子都弄到了县里去培养 其中一个就叫刘萌 应该是这个人了 看看这个人的样子 刘萌萌暗自摇头 根本就不是一个把心用在工作上的人 估计从这是为难他了 刘萌萌这个时候 已经伸手握向刘萌萌 嘿 雅内杀手 终于见到你了 刘萌萌就摇头 他看得出来 这个小子是那种自然熟的人 一点都不客气 你乱讲什么呢 刘萌萌不高兴了 刘萌萌对这个小子 倒是有着好感 这样的人虽然自大一些 但却也很好相处 握住对方的手 刘萌萌 哎 什么烧不烧的 我就一个混吃等死的人 得了 京城啊 你不熟 把你淘满了事情 我陪你好好走走 我其他的不行 就是经理熟一些 说着这话 看向刘萌萌 嘿 苦尽该来了啊 刘萌萌一脚就踢了过去 恰得刘萌萌是飞快的逃去 看到刘萌萌 看向自己那脚上的眼神 刘萌萌 有些不自然了 看 看什么看 呵呵 没看出来呀 你还有着暴力的倾向吗 知道就好 往后啊 你搞三搞四了 看我不暴力给你看 刘萌萌也笑了起来 这个刘萌萌 在自己面前 很是温柔的样子 看来 他还是有着另外的一面的 看到刘萌那个样子 刘萌萌就算是明白了 刘萌萌萌 刘萌萌萌 果然正在发生着转变 至少态度上 就已经有了一个大的变化了 上次也是见到了刘萌萌的 这个小子 并没有主动上线交往 这次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说明了刘家人已经在想法上 发生了变化了 两个人向着里面走着 我怕今天呢 特别请了假在家里 一个水利部的副部长 能够专门请了假 在家里等着自己 这足以说明了他对自己的重视 这也让刘萌萌 那种排斥的心理 舒服了许多 走进客厅 刘萌萌萌就看下了 正坐在那里的母亲 妈 我们回来了 黄欣在全国总工会工作 并没有太多的事情 今天同样也在家里 等着刘萌萌的到来 对于女儿喜欢的这个人 黄欣也说不清楚 自己的感受了 开始是极度排斥 他就一心希望 女儿和孙刚结合 可是啊 孙刚这小子也太不成气了 不仅斗不过刘萌萌 反而是那样的一种死亡 知道了孙刚死亡的内情后 黄欣也有些后怕 那孙刚完全就是一个人渣吗 自己的女儿如果跟了那种人 指不定会出什么样的事情呢 重新对刘萌萌审视时 这才发现刘萌萌也不是一个一般人物 一个草根混得风生水起 这本身就说明了他的能力非常强的 这样的一个人又怎么可能是弱者呢 难得的对着刘萌萌一笑 啊 小刘来了 你先休息一下吧 这一态度 刘萌萌心里高兴 黄欣的态度说明了他现在观念正在转变 伯母好 刘萌萌也表现出了一种礼貌 刘萌萌一拉刘萌萌 就拉着他到了刘萌萌的房间 进了房间 刘萌萌一下子就抱住了刘萌萌 看到没有 我妈态度改变了呀 感受到了刘萌萌的快乐 刘萌萌在他额头上亲吻了一下 我也感觉到了 让刘萌萌把行李放好 来 先休息一下吧 不行 你爸呀 还在等着呢 刘萌萌萌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说道 嗯 我爸平时很忙 今天专门请假的 还是先去看看他吧 刘萌萌知道一个副部长 肯定事情多 人家老爷子请假在家里了 自己就不能够再休息了 反正也不累 在刘萌萌的带领下 两个人就来到了刘洞刘的书房 刘萌萌敲了一下门 只听到里面的刘洞刘说了一声 进来 打开门进来时 刘萌萌多少有些紧张 退着坐在那里看着文件的刘洞刘说道 伟明来了 刘洞刘这才抬起头来看向刘伟明 啊 坐吧 看着刘萌萌想陪着刘伟明坐下 刘洞刘对刘萌萌说道 去帮你妈呀 他们做饭吧 担心的看了看父亲 刘萌萌又看向刘伟明 只见刘伟明看向他点了点头 好 我就帮着做吃的 刘萌萌走了出去 门并没有关紧 刘萌萌萌的想法是 担心两个人争执起来 看到刘孟一走了出去 刘洞刘的目光再次移到了刘伟明的身上 对于坐在对面的这个年轻人 刘洞刘也是有了许多好奇 这是一个让人难以看明白的年轻人呢 想到孙刚当初到了曹海县的时候 刘洞刘都还在想着刘伟明在孙刚强大的力量面前 根本就不会有多少还手之力 可是时间并没有过去多久 孙刚竟然是那样的一种结局 谁都知道在这件事情里面 刘伟明是动了手脚的 可是谁都又无法拿出证据 是他在从中告示 那么年轻就有着这样的手段 这样的人不得不引起刘家的重视了 并没有说话 刘洞刘希望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来试探一下刘伟明 一般情况下 下面的干部到了自己这样的环境里面 偷有着一种压抑感 就会显得很慌乱 可是今天的情况让刘洞刘有些无奈 刘伟明并没有表现出慌乱的样子 坐在那里非常的沉稳 两个人都没有讲话 现在比着耐心 霍了一阵 刘洞刘知道 想用这种气氛压制对方 并不能够办到 正好说道 这次啊 请你来的目的是 想跟你进行一些交流啊 伯父 我也早就想跟你们进行一些交流了 作为父母 我们希望的是 孟一有一个好的归宿 这个你应该明白的 任何父母都是这样想的 现在刘伟明更加放松心情了 这次刘家对自己的接待方式 算是提高了许多 不再是那种冷言相对 很不错了 只要大家能够交流 那就是一种进步 你认为 你娶孟一有什么优势吗 刘洞刘突然问了一句 奋兰好好的气氛 被他这句话一下子打乱了 刘伟明一愣之下 看到坐在那里 潜得很沉稳的流动流 他就明白了 这流动流还想用这样的方式 再次压自己一下 让自己知难而退 当然了 也有可能是 有着其他的神医 不管是什么样的想法 刘伟明并没有自己是草根 就退缩的道理 看向流动流 刘伟明严肃地说道 我没有任何优势 但是 我会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我的能力 看着刘伟明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强大的自信 流动流是知道的 自己再说什么都无用了 女儿是下定决心了 要死要活的 非这小子不假 这个小子 又是那么强势 在那么大的压力下 都能够取胜 他所说的用行动来证明的话 并非没有道理可言 看来 真得好好地想一下他们两个人的事情了 这个刘伟明真的是刘伟明 他能控制的人吗 刘伟明的心中 背叛了刘伟明 再这样下去 刘伟明的力量可就玩完了 刘伟明虽然没有太大的发展 看人还是有一套的 和刘伟明进行一些交流之后 他的心中就有些担心了 对面这个年轻人 并不是那种 看到权势就靠上来的人 他是有着自己的理念的人啊 随着掌控力的下降 刘伟明的几兄弟对于培养人才 都有些担心了 花了大量刘伽资源 培养起来的人才 万一突然间盼了 这种打击就不是刘伟明能够承受的 刘伟明是有能力的人 又同时是有着主见的人 这样的人对刘伟明来说 就是无法预料的人才 我很想听听啊 你对于下一步发展 是什么样的想法 刘伟明这个时候 表现得很是亲切 伯父 我也正想啊 把我工作情况向您汇报一下 刘伟明显示出了一种尊敬 看着刘伟明在那里滔滔不绝 介绍着曹海剑下一步将会发生的变化 刘洞刘的眼睛中透露着 是一种更大的担心 惊叹 这是刘洞刘的感受 这个刘伟明也太能折腾了 一个春珠香就搞出了很大的动静 现在是要把权限都提升一大截 如果真的任由刘伟明把曹海剑发展起来了 这当然又是一个巨大政绩了 凭借着已经看到前几的春珠香园区政绩 才有了曹海剑的政绩 刘伟明的升迁就变成了可能 这年轻人的前途很远大 就算没有刘家的支持 这个年轻人迟早也会发展起来的 这样的人绝对是一个有着发展前途的人物 同时也是一个不容易控制住的人物 刘洞刘已经对刘伟明有了这样的认识 到底应不应该把孟一嫁给他呢 刘洞刘意识还真有些难以决断了 女儿嫁了这样的人倒是一件好事 对于女儿来说是好事 可是对于整个刘家来说 就并不一定是好事了 好不好刘伟明就会把刘家整个吞掉 难啊 刘洞刘感到自己很难 一边是女儿的幸福 一边却是刘家的利益 到底该过哪一头呢 刘家需要的是一个听话的人 是一个一切都按照刘家意志行为的人 刘伟明明显就不是这样一个人 把这样的人招来做女婿 对刘家来说到底是好是坏呢 双手泡着小肚子 刘洞刘不停地注视着刘伟明 刘伟明也清楚今天见到刘洞刘的情况 从田林喜那里早已知道一些情况了 从郑小柔那里就更是明白了 刘家需要的是一个听话的手下 并不需要自己有自己的主见 可是刘伟明有着自己的底线 他并不希望刘家把自己控制住 把自己思想借着这次的汇报 讲了出来 刘伟明也有着和对方摊牌的意思 你刘家如果真的无法容纳我 那好 我刘伟明就不伺候了 很理智 刘伟明自己都为自己的理智感叹 听完刘伟明的讲述 沉死了一阵 刘洞刘对刘伟明说道 啊 小刘啊 难得到京城来一趟吗 就在庆里多待一两天吧 这是一种态度 刘伟明也知道 自己这次见面并不会那么轻松 到底是显得平静 啊 曹海健事情较多 这次请假到了呀 许多工作都丢下了 我想明后天就赶回去 刘洞刘的眼神中 又透了一股锐气 心中暗想 这个刘伟明还真是一个有性格的人物 刘伟明这是有一种反抗的意思了 看上去刘伟明是真的不希望刘家对他产生较大的影响 这就是他表明的一个态度 啊 去吧 跟他们聊聊 难得到来呀 大家呀 这都熟悉一下嘛 刘伟明走出房间之后 就见那书房 还有着一套房间中 走出了刘家几个人 看向刘洞宇 刘洞刘说道 听到了吧 呵呵呵 很有个性嘛 哎 我看哪 不是一般的有个性啊 刘洞宇 臭着眉头说道 大家在京里开会 倒是走到一起来了 知道刘伟明要来 刘洞刘就把两个兄弟都叫来了 大家都想听听刘伟明的想法 现在亲自听到了刘伟明的想法 大家心中也都很是不平静 嘿 这个小子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啊 有着老田的支持啊 他倒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我们刘家不一定影响到他呀 如果说孟一嫁给这个小子 搞不好 还真是被他利用刘家来做事了 也不尽然啊 他可以利用刘家呀 如果他发展上去了 刘家又完全可以让他支撑一下 有这样一个过渡 刘家还是有希望的 刘洞宇说出了不同的看法 刘洞刘看了一眼两人 你们的两个孩子怎么样啊 孩子们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刘洞刘同样也知道 现在听到他这样一问 刘洞雄和刘洞宇都沉默了 大家也都知道情况 自己孩子也不错 但是和刘洞宇相比 那都差得太多了 从政的能力并不是谁都能够帮助的 这是需要一个悟性 两人的儿子都放到了县里 虽然是获得了大量刘家的资源 却并没有发展起来 反而是还有被本地力量排挤的情况 形势并不乐观 哎呀 老大问得不错 我们刘家难道就撑不起来了吗 刘洞宇叹了一口气 刘洞雄也担忧地说道 其他的我们都不怕 关键还是老谢家呀 一提起老谢家 大家都变得有些沉默了 过了一阵 刘洞宇才说道 老谢家 关键还是有着一个很好的接班人 正是有着接替人啊 老谢家才不至于散去力量 我们刘家现在 最缺的就是一个撑得住局面的三代人物啊 假如三代人物没有跟上 我担心 依附在刘家这颗大厨下的力量会逐渐散去 老大说得不错 我们三个人的能力啊 接下来就这样了 要更进一步 难度挺大的 现在 谢家老爷子还健在 谢家一直啊 都和我们刘家不对付 在和谢家的几次争夺中啊 我们刘家也是吃了亏的呀 刘洞宇说 这句话的时候 显得忧心忡忡 这几个臭小子 怎么就都不争气呢 如果我们退下了 他们还不被谢家的人给吞了吗 老大 有一个情况啊 你们可能还不清楚 开始谢家的谢意啊 在宁海 是要对刘伟明打压的 后来啊 看到刘伟明把孙刚干掉了 又看到了伟明的能力 最近是改变了策略了 派到曹海的谢美书记啊 和伟明合作得很好啊 难道谢家 把刘伟明想收纳过去吗 我看啊 谢意也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哎 谢家的人在这方面 做得比我们到位啊 在各个地方 谢家都尽可能的把我们的人 进行了收纳 这种战术 还真是大肆的削弱了 我们的力量啊 大哥 还是把举路找来研究一下吧 我看这个刘伟明啊 还真是一个人才 放过了他呀 我感觉到挺可惜的 刘伟明认真地说道 刘伟明并不知道几个人 正在里面谈论着自己 出了书房 就看到刘孟一 有些担心地看着自己 伟明 怎么样 也不顾自己母亲在那里 刘孟一已经问了起来了 脸上带着笑容 刘伟明并不想让孟一担心 我跟伯父谈得很好 汇报了一下 我在曹海的工作情况 刘孟一就拉着刘伟明坐下 忙着去泡茶了 刘伟明很有礼貌地 对黄欣打了一个招呼 这才坐了下来 孟一啊 你去陪一下小刘 我看看你爸去 说着就挤身 向着书房走去了 看到母亲进了书房 听我妈说了 我二叔三叔也在里面 还真是重视啊 不就是我和你结一个婚吗 搞得那么复杂 大不了 我们什么都不要 跟你去曹海把婚结了 看他们怎么办 看到刘伟明生气的样子 刘伟明心中感动 放心吧 无论如何呀 我也要把你娶了 哎 伟明 你想吃点什么 我叫人去买了做给你吃 只要是吃的就行 我不挑食啊 好了 别管他们 你去洗个澡就好了 一路也辛苦了 想睡就睡一惊了 吃饭还有一阵 吃了饭呢 我陪你在京城里到处看看 京城还是有着 许多值得看的地方呢 刘伟明听到这里 就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我想起来啊 两年前的一天趣事 快 快给我讲讲 两年前呢 我也到过京城 当时天冷 我就穿了一件军大衣 没想到啊 京城里面冬天呢 穿这种衣的人不少 看到我这样 皇上上的那些警察呀 就把我盯上了 因为啊 我是做了坏事的人 硬是让我把行李包打开了 像包里面呢 查看了一阵 还真是的 这几年经历啊 穿军大衣的人少了 看到你那样 搞不好认为你要自残呢 两个人继续说笑中 刘伟明还真是不见外 就去冲洗澡去了 晚饭吃饭的时候 刘伟明带回来一个消息 说这皇陵今天被人杀死了 正在吃着饭的人们 一下子静了下来 刘家难得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吃饭 刘伟明肥色舞的把这件事情讲了一遍 刘伟明就发现 大家眼神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看下刘洞刘等几个长辈的样子 他们仿佛松了一口气似的 不过很快的几个长辈互相看了看 眼神中突然流露出了一种凝重 再看着一直低头吃着饭的郑笑柔 他倒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反而是刘孟一 什么 死了 啊 你们吃吧 刘洞刘站起身来 向着书房走了进去 刘洞宇 刘洞雄和刘雨露 也跟随着进去了 刘伟明倒是第一时间就有了一种想法 这次皇陵的死去 会不会对刘家产生较大的影响呢 刘伟明知道 自己成为刘家女婿 已经没有太大的悬念了 他也分析过情况 对于刘家来说 有自己这样一个女婿 对他们家有着很大的好处的 至少田林喜的力量 就能够拉到他们一方 刘伟明今天并没有看到刘雨江出现 也听到刘孟一说过 刘雨江自从出了那个和皇陵的事情以后 为人就显得低调了 他本来有家 那伟家的人并不待见他 就住进了早些时日 扣着的一套别墅里 很少回来 刘雨江和他丈夫 为洪林已经形同陌路 据说刘家的人还发现 他和皇陵现在时常走在一起 显得很是亲密 一顿饭吃得有些不自然了 刘伟明当然明白这个消息的重要 刘雨江和那皇陵现在暗中还有来往 现在皇陵突然被杀了 到底是谁有这样的动机呢 第一个有嫌疑的就是伟政光这小子 看到几个老的都离去了 刘伟就显得活跃起来了 这下终于好了 狗日的皇陵 搞得我在圈子里面都抬不起头了 看了一眼郑小柔 刘伟突然想到了 郑小柔和刘雨江也算是一家人 憨笑了两声 郑小柔拎起包包说道 我走了 并没有看刘伟明 直接走了出去 刘伟明想到伟政光 既然对皇陵动手了 郑小柔也许会有危险 也不管大家有什么想法 就对郑小柔说道 你要小心了 郑小柔转身看了一眼刘伟明 微微的扁了一下头 刘伟明看到他在出门前拿出手机 打了一个电话 知道他可能是有所安排了 郑小柔也是一个精明的人 自己的提醒肯定也引起了他的重视 刘孟一并没有太大的表情变化 刘伟在刘孟一的脸上看了看 又看了看刘伟明 两年钟就透出怪异的表情 看到郑小柔离去了 刘伟对刘孟一说道 大家呀 猜测这事很有可能是 伟政光找人干的 刘伟明也有这样的感觉 真正有着这样动机的人里面 伟政光就是其中的一个 伟家人肯定是也有嫌疑的 到底是谁杀了黄灵呢 嘿 牙内杀手 我说呀 你们宁海真是花样多呀 什么人到了宁海都得出事 我可是不敢到宁海去了 刘伟用手肘碰了一下刘伟明 这个小子 现在一直就称呼刘伟明 牙内杀手 宁海还是安定团结的 这次宁海的省委班子 就得调整了 倒是要看看 又有什么样的人到那里栽了 吃完了饭 刘孟一陪着刘伟明 就在这经理逛着 伟明 现在刘家的情况很复杂 如果真是伟政光 搞出来的事情 你说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现在倒是没有去管 刘伟明和郑小柔的事情 反而是对刘家的情况 产生了一种担忧 刘伟明也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摇了摇头 这个 真是不太好说呀 如果真是这样 魏政光就要出事 到时候连带的 伟家对你大姑啊 也会有看法的 矛盾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 还有呢 黄龄的父亲 难道不会搞事吗 让我来看 关键还在谢家 碰到这样的机会 很有可能就会把大姑的事情 大肆宣扬 到了那个时候 大姑就算是完了呀 是啊 魏家也不可笑视 韦洪石现在还是 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 一大姑的事情啊 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丢脸的事 他能够忍下这口气吗 刘伟明摇着头 这刘伯家 真是事情不少 刘伟明发现 自从自己摘上刘伯以后 事情还是一件接着一件的 两人一边聊天 一边逛着 倒是还有那么一种恋人的样子 哎 对了 伟明 我感觉到 你们像那个普利仙呢 这是不错的女人 能力很强 她只是 没有机会而已 我有一个想法 随着你的发展 你总得有自己的经济后盾才行 我打算呢 划一个公司独立出去 由你来进行掌控 把普利仙培养一下 由他来为你操作 你看 怎么样 不得不说呀 这个刘孟一 是一心为刘伟明着想了 刘伟明想了一下 笑了摇头 这事儿啊 以后再谈吧 不过培养几个人 倒是应该的 他算一个 另外啊 那个君子也还是不错的 你帮我把这两个人培养起来吧 嗯 君子倒是对你死忠得很 这人不错 另外 君子最近呢 把他的不少战友啊 弄到去帮他忙了 我感觉 他在有意培养一个力量似的 刘伟明一惊 自己忙的 真是没有去管君子的事情了 看到刘伟明的这个表情 你放心 我让人呢暗中查了 这些人都是君子啊 嗯 同一个特种总队的人 后来退伍了 都没有好的工作 君子啊 这才把他们召集到一己 有这样一批人呢 帮你打理公司 相信不会出任何问题的 君子的药材收购公司啊 现在搞得不错 多亏你了 切 你跟我还客气 刘伟明就伸手 搂住刘孟一 当娶到你啊 我估计 前世是敲坏了不少沐鱼啊 刘孟一听得心中一甜 我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 心中啊 永远就得装着我 这种小女孩子的情话 说的刘伟明心中是涟漪大声 这个时候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刘伟明拿出石 就看到是郑小柔打来的 刘孟一也看到了手机上的情话 脸色就有些不好看了 用力掐了刘伟明一把 刘伟明这个苦笑啊 这个郑小柔什么时候打电话不行呢 偏偏这个时候打电话来 不过 他还是接通了电话 伟明 你们快回刘伟明一下 出事了 刘孟一是凑到手机边上听电话的 听到刘伟明又出了事的时候 他心中一惊 看到刘伟明拿着手机发愣 快 回去看看 两个人出来是 散步而行 接到电话后 只能打了一辆提示 赶了回去 操进刘伟明 两个人就看到刘伟明气氛 有些紧张的 就连那刘伟 也表现得很是严肃 怎么回事啊 刘孟一问道 大家都没有言语 刘伟明看到这是刘家的事情 自己还不太好插手 就说道 啊 我先进去了 说着他就走进了刘孟一的房间 关上门 刘伟明就斜靠在床上 黄灵死亡的事情 看来对刘家来说是一件大事了 想到这事会产生的影响时 刘伟明发现刘家是越来越有问题了 这样一个大家族是去支撑大局的人 真是要出问题的 过了好一阵 刘伟明都要睡着的时候 刘孟一心事重重的走着进来 看到刘孟一的样子 刘伟明赶紧问道 孟一 出了什么事了 伟明 事情有些复杂了 黄灵的被杀 确实是伟正光秘密回到国内 用钱买凶杀人的 黄灵死了以后 那杀人的人啊 很快就被抓到了 当警察赶到伟正光住的宾馆时 伟正光已经开枪自杀了 刘伟明恶然的看着刘孟一 伟正光就这样死了 还有一个事情 伟正光同样也买凶杀郑小柔 结果被郑家暗中派了保护郑小柔的人 把那凶手抓住了 说完这话 他看向刘伟明 不亏了提醒郑小柔 他继续了安排 这才没有出事 郑家现在恨是正怒 伟正光的死亡虽然让人吃惊 但是 细细一想伟正光的感受 对伟明对他的自杀也就无可厚非了 也算是能够理解 他的母亲和黄灵 做了那样的事情 老婆虽然没有证据 但是也猜到了和自己发生关系了 两件事情凑到一起了 他这样极度骄傲的公子哥 又怎么可能承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呢 把母亲的情妇杀了 同时也要杀了郑小柔 这个伟正光是下了决心 要和这两个与他有关系的女人一起去死啊 看向刘伟明 刘萌一继续摇头 事情搞复杂了 不过 据交代 伟正光并没有其他安排了 刘伟明知道 刘萌一说的其他安排 是指退赴自己的事情 这事 刘伟明是想过的 伟正光还没有时间去想着退赴自己 现在他完了 自己也安全了 的确搞得很复杂 首先就是刘家的名声彻底完了 至少是刘宇江的名声完了 其次是伟家对刘家的极度不满 定然爆发 伟家算是和刘家撕破脸了 失去了儿子 伟家还会容忍刘宇江成为他们一家人吗 还有就是 郑家在知道伟正光要买凶杀人的事情以后 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郑家态度的变化 这对于刘家来说 就是一个重创 万一郑家也站在退里面了 刘家还能够顶得住吗 真是太复杂了 刘伟明发现 自己的大脑都有些不够用了 这种事情牵扯面极大 难怪 刘家的几个家长全都是那么严肃 发生了这种事情 刘家的人们都有些心慌了 刘家的一些能够进入核心层的人都坐在了流动流的书房中 书房够大 大家四三的坐着 每一个人的脸上表情都显得很是严肃 以前都绕爷子顶着 刘家的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自从老爷子去了以后 他们才发现这个京城市完全变了样子 再也不是原来的环境了 到处都是陷阱 到处都是政敌 几年下来 几个人都已是筋疲力竭的喊去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刘栋雄的脸色很难看 看向众人沉生说道 哎 其实 这事我们都知道 迟早对发生 那伪政光在京里面根本就没有了脸面 只是他一直在国外 这突然就回来了 做了这样的事情 倒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啊 好在笑容那里没事 否则的话呀 事情还指不定搞得多大呢 黄欣也心有余悸地说了一句 大家都深吸了一口气 如果说郑小柔也出了事情 那可就真是问题太大了 伪政光啊 和郑小柔的事情 已经让郑家不满了 现在 伪政光死了 你们说 郑家 会怎么做呢 刘栋雄这个问题啊 一摆在大家面前 大家就有些 发晕了 这的确是一个摆在刘家人面前的大事 没有了伪政光 刘家和郑家的关系 就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就再也不可能是以前那么紧密了 这才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大家顿时就感到了问题所在 这事啊 还真是麻烦 都处理好了这样的关系啊 对我们刘家来说 就非常的不利了 正在说话时 刘雨露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切完电话 刘雨露的脸色大变 已经坐不住了 雨江不行了 啊 大家再次吃惊 刘雨江不行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刘栋雄就大声地问了起来 本来就一塌糊涂的情况 又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大家都稳不住了 说是 警察找到刘雨江协助调查时 到了他的住处 就发现他已经服了大量安眠药了 估计是不行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刘家的人又是一阵大乱 一辆辆车子朝外十出 得到消息以后 刘伟明也陪着刘孟一赶向了医院 刘伟明自己都感到来的不是时候 这刘家的事情还真不是一般的多呀 以前刘伟明只是想到大家族高高在上的 现在深入其中以后才明白 大家族和一般老百姓也并没有什么两样 伟明 大姑不会有事吧 刘孟一担心的问着刘伟明 刘伟明也只能呼啸 看来刘家的事情是越搞越复杂了 大家冲进医院时 才知道刘雨江已经自杀身亡 看着白布裹着的刘雨江 对伟明也感到了一种不真实 对于刘雨江的死 大家也都猜到了他的感受了 肯定是知道了 情妇和儿子都已经死了 再加上 喊到没有面子才活在这世上 就采用了这种自杀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刘家的人都显得很是悲戒 看着刘家的变化 刘伟明暗叹 再大的权势 也有着衰败的时候 想到当初见到刘雨江时 刘雨江高高在上的样子 现在再看看已经死去的刘雨江 对人生就有了更多的感悟 一阵忙碌中 刘家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刘伟明倒是帮着忙上忙下的处理后事 由于是自杀 警方还得对他死亡情况进行分析 刘家的人回到家里 已经快天亮了 大家都没有睡意 全都坐在了流动刘家的客厅 刘伟明知道 刘家的人肯定要商量一些事情了 和刘梦一说了一声 就进入到了房间中睡去了 不想参合刘家的事情 刘伟明很快就进入梦乡 这个时候 刘家人却坐在客厅里 互相望着 断了 过了好长时间 刘栋雄才说出那么一句话 虽然大家没有接话 却也是明白他这话的意思的 刘雨江和伟正光 是刘家和伟家和郑家联系的纽带 现在他们两个人死了 这条纽带就彻底断了 这种联系断去 对于刘家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 从此以后 伟家和刘家就必将形成陌路 那郑家虽然是 还有一个郑小柔的联系 但是 如果郑小柔有了其他的想法呢 这联系可就真的全部完了 现在的刘家无论如何 也不能失去郑家的支持了 郑家已经变成了 刘家最可靠的盟友 今天郑小柔只是到医院看了一眼 然后就回去了 并没有到刘家来 这已经很说明了问题 本来郑小柔和伟正光的夫妻关系 就不是很好 现在伟正光死了 他就更加有着种种借口离开刘家了 啊 怎么办 刘栋刘问了一句 是啊 怎么办呢 没想到伟正光的一次暗杀行动 搞成了这样一个结局 刘家难道真的要败王吗 你们小辈也累了 去休息吧 刘栋雨突然对着坐在那里的几个年轻人 说了一句 大家早就已经顶不住了 得到这句话 都纷纷地离去了 刘孟一看了自己母亲一下时 也起身来到刘伟明的房间 看到刘伟明已经睡下了 他也进了另一间房间睡下 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刘孟一感到心里有些憔悴 一倒在床上就一大睡 看到小辈们已经离开了 有些事情啊 我们得尽快决策 这事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的 如果处理的不好 我们刘家那就会出大事 刘栋雨说到这话的时候 显得很是严肃 刘栋雨看了看空旷的客厅 才行 看到大家没有坑气 刘栋雨继续说道 孩子们在的时候 有些话不太好说呀 现在当着大家 我看 我得讲一讲我的想法了 老二啊 现在到什么时候了 有什么话就讲嘛 二鹤 你该讲他就讲嘛 刘家的情况大家就都明白 自从咱家老爷子去了以后啊 就已经走下坡路了 再这样下去 刘家就很不妙了 现在大家也看到了 谢家在各地针对着我们刘家的人动手啊 官员嘛 谁又没有一点两点的问题呢 他们联合了一些势力 只要抓到我们人的证据啊 还真是下死手啊 现在搞得人人自危 如果我们刘家再没有一些手段 我看呢 跟着我们刘家的人可就要散了 说这话时 刘动雄的脸上 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是啊 我担心的不仅是谢家一家 你们想过没有 哎 现在我们刘家的情况更加危险了 其实谁都想过这事 郑家 郑家 都有可能一下子变成刘家的对立面 如果真是这样 刘家可就真的完蛋了 那 这可怎么办呢 黄金也担心的问道 他一直高高在上的 从来没有想到过 刘家也有一天会走到这个田地 亲中就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恐惧 如果 孟一和孙家的婚姻问题能够实现 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了 黄金想了一下 有些遗憾的说道 哼了一声 刘动雄瞪了黄金一眼 看到刘动雄瞪过来的眼神 黄金赶紧闭了口 老二啊 你继续说 刘动雄看向刘动雄 刘动雄看了一眼黄心 大嫂的话啊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过 和孙家就别想了 现在啊 我们要想的是 另外一种情况 大家都用心听起来了 我们刘家需要的 不外两个内容 一个是 能够支撑起刘家的人 另一个 就是盟友 不错 这两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老刘家最缺的东西了 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就把我们老刘家的问题 全部划解了 是啊 谈何容易啊 现在完全就是一个烂摊子吧 别说两个问题解决了 只解决一个问题都难呢 刘动雄的眼睛却是一亮 就盯住刘动雄说道 老二既然说出这个事 肯定啊 就有办法的 你说出来嘛 大家合计一下 无论话多大代价 都要挺过去 老刘家 绝不能在我们手上垮掉啊 有些话呢 说出来大家呢 可不要不高兴哦 老二 有话就说嘛 你这人真是的 刘雨露急了 大家也急了 对于刘家的危局 已经看得清楚了 这是一个刘家利益的大事 刘动雄看向众人 一字一句的说道 现在我们刘家需要刘伟明啊 谁也没有想到 刘动雄搞了半天 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黄欣也忍不住了 他就一个草根 跟他有什么事情啊 不要说是黄欣了 就是刘家的这些人 从先帝里面 也是看不起刘伟明这样草根的 现在刘动雄竟然说 刘家危局需要刘伟明 这事搞得 大家都有些疑惑了 刘伟明是一个草根 他能够解决刘家的危局 叹了一口气 刘动雄说道 唉 各位啊 说个泄气的话 刘家现在的危局啊 还真是缺不了刘伟明了 大家也都开始沉思了起来 刘动雄的话 对大家还是产生了一种震动 看到大家投过来的眼神 刘动雄的脸皮 也是一阵跳动 黄欣还是没有想的名字 就看向刘动雄 老二 你快说吧 怎么会是这样 看了一眼刘动雄 刘动雄 刘动雄谈道 唉 大哥 我早就说过了 让孟一嫁给刘伟明 我们刘家并不吃亏 这次啊 不是把他叫来了吗 谈的就是这事啊 哼 刘动雄对于自己老婆到现在还不明白的事情 有些不高兴 现在发生了这两次的事情啊 我担心的是老田那里啊 房间里面再次静了下来 这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大家都在这里谈着事情 窗外已经是亮光射了进来 一天又将开始了 刘伟明正在睡着的时候 还是被手机的铃声吵醒了 一看电话 发现竟然是田老头打来的电话 师父啊 那么早啊 你小子 昨晚上乱了一晚上吧 啊 是啊 才睡下不久 不要睡了 到我这儿来一趟 我在上次那个地点 刘家门外啊 已经有车子去接你了 行 师父 我这就起来 反正刘家的事情 自己也插不上手了 刘伟明感到 去到田老头那里 反而自由一些 刘伟明也感到奇怪 田老头 怎么也到了京城了 从房间中出来 刘伟明就发现 刘孟一已经起来了 他一晚上也没有怎么睡着 伟明 怎么起得那么早 看到刘伟明出来了 刘孟一就问了一句 看到刘孟一没有睡好的情况 刘伟明非常关心 孟一啊 你怎么不多睡一下 家里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我怎么睡得着啊 刘孟一显得心事重重 有长辈们操心 你啊 就别添乱了 伟明啊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我师父打了电话 说是他到了京里啊 要我过去见他 车子都在外面了 这里的事情 你也不要管了 去吧 刘孟一看了一眼 还亮着灯的书房 对刘伟明说道 行 我先过去了 有什么事情啊 打我电话 刘伟明就朝着门外走去 刘孟一把刘伟明送到了门外 看到刘伟明坐进车子 这才回到了屋里 进来就看到黄欣疑惑地站在那里 小刘去了哪里了 黄欣听到外面的动静 就看到刘孟一在送刘伟明出去 有些疑惑 他说他师父到京里了 一大早啊 就打了电话 让他过去呢 刘孟一说道 刘伟明走了 刘伟一却感到自己困得不行 之所以起得那么早 他是想到了刘伟明第一次住在自己家里 担心他不自在 现在刘伟明走了 他反而很想再去睡一下 妈 我再去闭一下 刘孟一再再进入到他的房间 看着女儿进去了 黄欣快速来到了书房 看到大家递过来的眼神 啊 是小刘走了 说是他师父打了电话 叫他过去的 黄欣并没有想太多的事情 可是这话落到大家的耳中 全都是心中一沉 什么 田林熙这时候打电话叫他过去 刘栋雄的脸色就有些难看了 哎 我们家的事情啊 又怎么可能瞒得过京里的有心人呢 老田这次啊 是不想让刘伟明参合到我们家的事情中了 刘栋雄更是感到有些不安了 放在椅子扶手上的手都在颤动着 看到大家这样的情况 黄欣不敢多言 就走过去坐在刘栋雄的身边 哼 我们老刘家 什么时候沦落到了这个田地 刘雨露哭笑了一声 刘栋雄同样心中发苦 看来 情况真是复杂了 大哥 刘栋雄看向刘栋雄 喊了一声 我们刘家的情况啊 已经非常明显了 如果说 不把快要散去的关系网重新维系好 下一步面临的 比较是对手们在全国各地的打击了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的人还能剩下多少 失去了根基 我们刘家想要再起 那就真的是难上加难了 他的这句话 说得大家心情都沉重起来了 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刘家 现在失去了一些助力之后 真的要出大事了 这些啊 我们都明白啊 还是说实在的吧 那好 我就说一下 为什么刘伟明很重要呢 别看刘伟明是一个草根 他现在啊 和田林奇完全是父子式的关系 我看田林奇对刘伟明啊 比对他自己的子女都在乎 这样一来呢 拉住了刘伟明 就同样拉住了田林奇的力量 有着田林奇的支持啊 你们要知道 田林奇的背后还会有谁啊 大家都是明白人 田林奇的背后 当然就是华威 那可是华夏强大武匹的力量 刘伟明的意思很明白 拉住了刘伟明 华威的力量 虽然不会直接过来支持 却也是会衬住一些人的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助力 甚至远超过孙湘军的力量 绝对不能小事了 刘洞宇看了大家一眼 又说道 据我所知啊 宁海的忽颜奥伯 很欣赏刘伟明啊 私交很好 忽颜奥伯这次 将到中纪委任中纪委副书记 虽然排名靠后 但是中纪委的力量 绝不可消失 有了刘伟明的存在 这个力量 是否能够对刘家产生助力的 这个就很难说了 至少不会站在推理念去吧 刘洞宇是刘家 对刘伟明研究最多的人 大家突然发现了 刘伟明原来呀 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 哎 真是没想到 这小子 对于营造关系网 很有一套嘛 刘洞宇也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 不得不承认 在人际关系网营造成 刘伟明是成功的 这些力量 虽然现在还看不出威力 但是 虽然刘伟明的发展 这些力量 必将产生强大的威力 是不容小失的一股力量 哎 这个刘伟明果然很有心 那么几个关系 都是很是强大的 也难怪 他能够发展得那么好了 哎 我们刘家子弟们 虽然都有着刘家庞大的资源 结果 却尽敲一些湖盆口友的 环境的时候 根本就起不到任何错语啊 刘伟明再次很有深意的 看了刘伟明两口进一眼 还有一个事情啊 要非刘伟明不可 那就是 小柔的问题了 本来这事在刘家人心中 就是一根刺 可是啊 现在刘伟明却有意 把这事拿了出来 看着那已经关上的门 刘伟明说道 刘伟明和郑家庞的事情啊 虽然是猜测 但是呢 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 我认为这事啊 肯定是有的 大家的脸上表情就有些尴尬了 黄心是指横了一声 哎呀 现在呀 已不再是追究这事的时候了 你们想过没有啊 郑小柔为何在伟政光出国之后 还留在刘家 并且 一改一前那种 不参与刘家事务的态度 我有意观察了一下 他其他的事情 基本上不在意 但是啊 每一次谈到刘伟明的事情时 他就会非常关心的 你是说 他对刘伟明也有意思 刘伟明吃惊地问道 是啊 我请人查了一下 郑小柔的通话记录 刘伟明就说出了一句 让大家都吃惊的事情 看到大家都吃惊的情况 刘伟明摇了摇头 你们可能没有想到吧 郑小柔经常拨打刘伟明的电话 每次啊 都是他主动打过去的 而且还是叛逆三更地打过去啊 这事儿更是让大家震惊的 在这事儿上 竟然还是郑小柔主动 不对吧 我怎么看到他们两个人 表现得很陌生的样子 大家看了一眼黄心 都在苦笑啊 这些啊 已经不是主要的了 我说出这个事情的目的 就是要告诉大家 两人还是 有着坚强存在的 这也进一步证明了 两个人是有过那事儿的 现在至少是郑小柔有了想法了 假如这个时候把刘伟明推了出去 我相信郑小柔很快就会离开刘家 相继的 郑家对刘家的支持也将失去 伟家和刘家作对 那是必然的了 我们现在绝对不能够再让郑家离开了 拉住刘伟明 我们再运作一下 郑小柔也就不会再离开我们刘家 到了那个时候 郑家就算是不帮我们刘家 也不会变成我们的敌对者 有了郑家这个亲戚的关系 又能够趁住一些人呢 刘洞宇分析完了这些情况 大家都叹了一声 现在刘伟明对刘家 果然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了 啊 那就让孟一啊 和他尽快结婚吧 刘洞宇终于是叹了一声 老二分析的对 没办法了 只能是同意他们的婚事了 再次苦笑了一声 我现在反而担心的是 刘伟明还会不会和孟一结婚的事情啊 你说什么 我们家孟一愿意嫁给他 他难道还不满意 大嫂啊 你们难道没有发现 田林喜一大早就把刘伟明叫走了吗 这里面呢 猪内情啊 我看呢 田林喜这是有意的 他就是看到了刘家的 面临了很多的危机 不想让刘伟明啊 再掺载刘家了 大家这时才发现 按照刘洞宇的分析 已经形势逆转了 拴住刘伟明 虽然成了刘家当前的一个大问题了 再说刘伟明 他接到师父的电话 来到上次到过的田林喜的住处 就见田林喜正在那里练着武琴戏 练着武琴戏的田林喜 非常是有精神的 刘伟明就有些相信 田林喜说的练习了他的武琴戏 能够脱活几年的说法 嘿 练一下我看看吧 田林喜看到刘伟明到来 对刘伟明就说了一句 好 师父 刘伟明走过去 气沉丹田就开始练了起来 田林喜站在一旁 看着刘伟明缓缓地练着 微微点了点头 对刘伟明的这套武琴戏 还是很赞赏的 看得出来刘伟明很用功 一套武琴戏练完了 哈哈 师父 我练得怎么样 嗯 你这水平太差呀 得加强练习嘛 我感觉不错了 师父 啊 伟明啊 知道我一大早 把你叫来的原因吗 不知道啊 哈哈哈哈 你这小子 也开始学得滑头起来了吗 走过去 坐在一把椅子上 是以为伟明也坐下 呃 你知道刘伟明现在的形势吗 我知道 刘伟明这个时候也显得严肃起来了 脸上并没有太大的表情变化 天老头继续说道 那你说说情况吧 我只能谈一下 我了解得到的一些情况 说嘛 走什么就说什么嘛 师父 我感觉到刘伟家现在情况很不明 孟一他大姑啊 是刘伟家目前关键的一员 他的死去 直接就是造成了伟家和刘伟家走到退离面 另外呢 和郑家的关系啊 就会产生变数 还有就是 谢家肯定不会放走这样的机会 四面楚歌呀 嗯 你分析的很多呀 既然是这样的情况 你还蹲在刘伟家干什么呀 刘伟家对你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 改天呢 我给你重新介绍一个清理的孩子吧 田林喜的话也说出来 对伟民就显得很严肃了 师父 我认为一个人 无论怎样发展 手中的就是诚信 还有就是 心中不能为周围的变化而影响 无论刘伟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既然我跟孟一已经相约要结合在一起了 我就绝不会放弃 我对刘伟家诠释 并没有太大看重 不错 以前 我的确也看重过 但是 我的发展过程证明了 就算是不需要刘伟家 我同样也能够发展起来 在刘伟家目前 众判亲离的时候 我就更应该站在孟一的身边了 双眼紧紧盯住刘伟明 田林喜的心中很是满意 这个时候 田林喜真的是非常高兴的 田林喜担心的就是刘伟明的心胸 一个干部的培养 手中的是心胸 如果说是一个随话不定的干部培养上去了 这对于华夏来说就是一个灾难 沉稳就是多方面的内容 这心胸就居于第一位了 刚才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 田林喜也多少也带着试探一下刘伟明心胸的疑问 他知道刘伟明是一个聪明人 肯定是看出了刘家的危局 这个时候谁都会感到刘家的危机 如果心机深沉的人可能会把婚事暂时推掉 假如刘伟明这个时候听到自己就要帮他介绍一个家庭更好的 调整更好的女孩子从而就推掉了刘家婚事的话 他必然会从此看清刘伟明 也将从此不再管刘伟明的事情了 现在看到面对着这样情况 明知道跟刘家站在一起 刘伟明的发展都会受到影响时 他还是坚定的站在刘家一方 这已经说明了 刘伟明是一个素养不错的人 是在任何时候都经了几考验的人了 嗯 你可得想好了 如果你跟孟一结了婚呢 这个时候各方对刘家打击又将到来 你必然会成为刘家的 称敌们首选的打击目标啊 很有可能你的仕途就将终止啊 看到田连喜讲的那么严肃 刘伟明仍然平静地说道 师父 人无心不力 这是我爸从小就告诫我的事情 我认为也是这样的 无论什么样的情况发生 我既然有了决定 就必将一走到底 最多不过失去限战而已嘛 哈哈哈哈 刘优家的运气好啊 很不错 很不错嘛 田老头哈哈大笑了起来 看到田老头这个样子 刘伟明是哭笑不得 这次又被这老头给耍了一次 哈哈哈哈 赵刘家呀 一直都是推三推四的 在你们的问题上是 左考察右考察 现在呀 我倒是想看看 他们怎样加快你们的结婚步伐呀 刘伟明多少有些不解 就看向了田老头 哈哈哈哈 刘家这几兄弟啊 其他能耐没有啊 嗯 算计起力啊 就是一把好手 在目前的情况下 刘家要支撑住危局啊 需要的就是一些强大的支持 你师父我呀 就是他们需要的助力之一 郑家同样也是他们需要的助力之一啊 现在你那个干亲戚 呼呀奥博 同样也是他们的助力之一 你拥有着三大力量在身呢 老刘家 不是在考察你的问题了 而是如何把你拉上他们那辆 破损战车的问题了 刘伟明被田老头这样一提示 脸上就是一红 抢到了自己和郑小柔的事情 田老头的话里已经透出了 他也认为自己和郑小柔的内情的事情 这个老头对宁海的事情还真是无孔不入啊 伟明啊 既然刘家在这件事情上 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阻碍 这次我们也不能让他们轻松了 随随便便就想把你拉上去 没那么便宜的事情 田老头显然很是生气的样子 刘伟明微微一笑 他当然知道这田老头可是一个含有胸襟的人 你现在啊 赶回曹海去 你的婚事我来问你看 出嫁嘛 这嫁妆的事情少不了 行 我这就赶回曹海 为人出事啊 要放开些 别死办 我知道了 师父 赵首长啊 都一直在关注着春珠香的发展 你这段时间表现 他也知道了 昨天啊 还在我面前夸你的 你啊 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只要出了成绩 你才有前进的资本嘛 刘伟明心中振分 没想到 华为一直都关注着自己 师父 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 虽然下定决心 要和刘家站在一起了 刘伟明对于下一步的发展 还是有担心的 毕竟自己还要面对一些 更加强大的对手 刚才啊 不是不怕吗 亲子 又怎么探亲起来了 师父 有一个愈爱 总是好的吧 再说了 有问题不找您 找谁呀 刘伟明也嬉皮起来了 哈哈哈哈 你小子 把我使的是团团转的 刘伟明赶忙起身 帮天灵系添了一些热水 在茶杯中 我呀 也只有在您老面前 才这样说话呀 哼 有几个人呐 你得注意一下 首先还是孙湘君 你看 他现在哑了 儿子死在了曹海县 又和你有着关系 你认为 他真的不记恨吗 错了 孙湘君这个人呢 我还是了解的 儿子的事情 他绝对不可能 善罢甘休的 这次宁海的 省委班子在调整中啊 他活动的 就很厉害 这是要把他的人啊 安插进去的意思 目的啊 你是应该明白的 刘伟明也是一惊 假如真是这样 自己在宁海 就会数以强敌呀 第二个 要注意的人是 谢益 这个人 虽然最近没有 权力对付你了 但是啊 只要你成了 刘家的女婿 他就必将再次 针对你 进行一次打击 谢家 绝不允许 刘家强大起来 这是他们老一辈之间的恩怨 到了现在 就必将变成 你们下一辈的恩怨 一时半会 就化解不了 两个都是庞然大悟 听到田林喜的解说 刘伟明感到 自己在宁海的处境 还是有些不妙的 当然了 你也别太过于担心 首先呢 你自己本身呢 需要过硬的 只要本身过硬了 就不怕风吹雨打 师傅 现在可不是 看本身的 工夫的问题啊 刘伟明其实 还是有些担心的 嗯 宁海省啊 我还是有两票的 胡言敖伯 进入中纪委 他离开时啊 自然还是会有安排的 这就占据了一票 另外呢 孟家力量 还是在宁海强大的 他们也不希望宁海 就这样出问题 我也会和他们 进行一些交换 省里面的事情啊 你不必太担心 他们不可能 敢随便去动你的 关键的还是看 视线一级了 那两个地方 还得靠你自己来搞啊 我相信啊 你一定能够搞定啊 听到省里 不会有太大麻烦 刘伟明倒是 多少放心了一些 视线一级 特别是县级 那里啊 完全就是自己的天下 倒是自己根本不怕 现在要考虑的 还是视级的情况了 听您这么一说呀 反正啊 省里是交给您了 我就专心 对付势力就得了 周伟明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还是那么一个道理啊 你要发展 关键还是政绩 有了政绩的话 谁也不能拿你怎么样 师父你放心 这次啊 我的曹海发展规划 将要实施 到那个时候 曹海必须有一个 飞跃式的发展 刘伟明对于自己的 发展规划 充满了信心 哈哈哈哈 做人啊 就得有信心 有了信心呢 你就一定能够 做出成绩来嘛 在这一点上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呀 和田林喜正在聊着的时候 刘伟明接到了 宁军打来的电话 两个人现在关系非常亲密 宁军在电话一通 就笑道 宁军 现在在哪啊 宁哥 有点事情到了京城啊 我正在师父这里 哈哈 我还以为你在县里呢 回来的时候啊 到我这来一下 刘伟明赶紧答应了一声 看到刘伟明打完电话 田林喜投过去一个 询问的眼神 是英军打来的电话 说着叫我回去 到他那里一下 田林喜略意沉思 嗯 沪亚奥伯呀 就将离开宁海了 估计是他走前呢 会有一些安排 我看 你就别在京城里待了 我让人呢 跟你买机票 今天就赶回宁海吧 刘伟明也在猜想着 宁军打来电话的真实用意 宁军这次算是从 忽业奥伯身边放出去了 虽然并不是一把手 组织部长 倒也是有着很重的权柄 听得出来 他还是高兴的 刘伟明也有一种感觉 宁军很可能到黑兰市任职 他要去黑兰市 肯定也得有自己的人马 自己毕然就成了他首选的心腹人员 这次啊 应该不仅是宁军 就是那忽严奥伯 也可能要欠自己的 哈哈 宁军呢 也要布局一下了 他到了黑兰市啊 不比在忽严奥伯的身边呢 以前有一个人顶着 他不知道情况 现在啊 一切都要由他自己去面对 他心里啊 没底儿哦 刘伟明想了想 这个说法还是很有道理的 就点了点头 也许是这样的想法 去吧 趁这机会啊 离开京城最好了 行 我去跟孟一说一下 记住啊 刘伟明说什么 你都推到我身上 就说 一切请我做主了 这次啊 我得让刘伟明 托赔点家众才行 刘伟明笑了笑了 知道这田老头 对刘家的一些做法 有看法了 这事儿 交给田老头 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 回到刘家 刘伟明发现 大家在对待自己的态度上 就有了一些亲的紧步 那黄心 更是显得热情不少 伟明 那么快就回来了 刘孟一迎上前来问道 啊 我接到宁军打来的电话 说是要我立即 到宁海和他一见 估计啊 胡言书记要离开了 他们 有一些安排吧 我师父啊 已经帮我去订机票了 刘伟明看向众人说道 听到刘伟明要走 他家也都是一愣 怎么搞的嘛 才来 怎么就要离开呀 黄心明显不高兴了 倒是刘洞宇 显得还是理解 胡言敖伯呀 这次到中纪委工作 应该是 有一些事情要交代的 刘洞刘也显示出了 从来没有过的理解 嗯 这倒是一件大事 不能影响了 林海胜啊 有了一些变化 你回去听听 胡言书记的安排啊 也是好事 只是 你和孟一的事情怎么办呢 我看啊 你们既然都有想法啊 我们长辈 就不会反对的 刘萌一就显得 很是高兴的 看向刘伟明 我师父也知道了这事 他很高兴 说是这事啊 他来操办 叫我交给他了 啊 刘家人的脸色 就是微微一变 这事 天老头果然要参合进来了 也不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想法 脸色微微一变之后 刘洞刘就笑道 哈哈哈哈 老田这个人呢 就是闲不住 也好啊 就他帮你操作呀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你呀 就放心吧 家里的事情啊 就别操心了 我来了经历啊 什么忙都没有帮到 这事啊 你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工作为重 现在啊 对你来说 正是关键的时候 一定要把心啊 放在工作上 有了流动流这个态度 大家对刘伟明都说道 不错 还是尽快赶回去吧 刘萌一开着车子 把刘伟明送去机场 在路上 刘萌一对刘伟明说道 你有意义 要回宁海吗 刘萌一也是一个明白人 开始时没有想到 很快就想到了关键的地方 听到刘萌一这样说话 刘伟明就知道 刘萌一已经有了一些想法了 想到他一直以来 对自己的那种情和爱意 也不想玩他 是 孟一也不算是有意 你们家的利益算计上 太多了一些 孟一 如果你愿意 到曹海前来 我们过一点 平淡些的生活吧 刘萌一听到这话 心中的不安 才算是花去了 知道刘伟明 并不是不愿意娶自己 而是对刘家产生看法了 他也知道刘家的情况 哎 伟明 我爸也不容易 那么多人跟着刘家 如果刘家撑不住了 大家该怎么办呢 权力啊 和义务是相伴的 跟随刘家的人 如果在这个时候 头部坚定了 那么 刘家要他们这些人干什么 刘伟明对于刘孟一这句话 还是有了看法 伟明 我也没有办法 知道她是一个孝女 对刘家很在意 刘伟明也没有说什么 过了一阵 刘伟明才说道 放心好了 我师父会把事情处理好的 你就准备嫁给我好了 刘孟一的脸 一下子红了起来 伟明 反正你必须要娶我 看到刘孟一那小女孩态的样子 刘伟明心中就更多了一些柔情 你敢不嫁呀 我就 打上刘家的门去 这句话 以前刘伟明是绝对不会有勇气说出来的 现在 却很自然就说了出来 刘伟一就笑了起来 气氛也就变得很是融洽了 走进到机场的时候 刘孟一鼓起勇气 趁着两个人在一个背景的地方的机会 就紧紧的抱住了刘伟明 刘伟明也和刘孟一相拥着 激吻起来 这是刘孟一第一次和刘伟明这样亲吻 整个人全身都被刘伟明吻得发软了 看着刘孟一内已经情动的样子 刘伟明也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也要把刘孟一取到家中 毕竟 这里是机场 刘孟一在积稳之后 带着一些修意 看向刘伟明 这是我的第一次 刘伟明就笑了起来 刘孟一更加的羞涩起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两个人就发现 对面走来三个人 孙林 刘孟一看到走来这个人 笑声对刘伟明说道 说话间 只见那个孙林 已经走到了两个人的面前 目光在刘孟一的身上看了看 又转到了刘伟明的身上 和孙林一道走来的 还有着两个中年人 姓刘的 看来 你活得还挺滋润的嘛 孙林的眼神非常阴了 刘伟明知道 自己和孙家的人 绝对不可能有着和平的可能 也知道 孙林现在心中对自己充满了狠意 我好不好 这事应该轮不到你去管吧 刘伟明很平静地说道 这个时候 就见跟着孙林从那边走来的两个人 看向刘伟明 两个人看向刘伟明的眼神中 都透了一种玩味的异味 很好 很好 我介绍两个人 给你认识一下 孙林阴冷一笑 对刘伟明就说了一句 孙林 你要干什么 刘孟一不高兴了 大声喊道 别拿你刘家大小姐的姿态对待我 我很怕 放心吧 你们家也长不了多久 孙林对着刘孟一就大声说道 看到孙林这样对待刘孟一 刘伟明显得很不高兴了 对付自己没问题 对付起自己女人来了 这刘伟明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双眼中透着一股锐气 孙林 你算个什么东西 有本事的话 就摆开架势 我刘伟明接着 你 我还没有给你介绍这两位 听到我的介绍 估计你就没有那么大的气势了吧 说着就指着其中一人 这位林白白 他叫林博成 下一步将会出任你们宁海省的宣传部长 怎么样啊 这话一说 那个林博成的脸色有些不好看了 孙林在一个下面的干部面前这样介绍 他感到完全没有必要 虽然自己是寿命于孙系 这小子也太不把自己当盘菜了吧 当然了 以他的原话并没有表现出不快的意思 还微笑着伸手握向刘伟明 啊 刘伟明同志啊 我叫林博成 刘伟明微笑着和对方握手 现在中央还没有正式的文件下发 他也装作不知道情况 孙林又指了另一个中年人 刘伟明 这个叫欧阳长阳 你们认识一下 下一步 他可能会到你们黑兰市任职的 啊 刘伟明也笑了起来 只能说明这个孙林果然是草包了 那么快就把孙家的两个人介绍给自己了 欧阳长阳双眼指使刘伟明 他就没有林博成那么沉稳了 握住刘伟明的手势 欧阳长阳皮笑肉不笑 哈哈 早就听说刘县长了 果然年轻有违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胆子很大呀 在这样的场合 也会抱着女人亲热 刘伟明微笑地说道 如果呀 你不喜欢看到 那就当做没看到好了 说到这里 对刘孟一说道 孟一呀 飞机快起飞了 我们那就不要和不相干的人废话了 走呗 刘孟一一搂刘伟明的手臂 两个人快步向着里面走去 孙林的眼睛中透着杀气 直顶住刘伟明的背影 我爸 最恨这种人了 林博成倒是没有太多表情流露 那个欧阳长阳就是微笑点头 啊 林少说的是 同样是在那个上次见面的高尔夫球场 刘伟明见到了呼颜奥伯和宁军 赶到了宁海 刘伟明联系到宁军 宁军很高兴 说是呼颜书记在这里 并且专门派了一辆车 接自己过去 呼颜奥伯看来是真的喜欢运动的 看到刘伟明到来了 呼颜奥伯显得很是高兴 微笑着看见刘伟明 伟明啊 从京里赶来吧 他是知道刘伟明到了京里的 也知道刘伟明肯定是到京里有大事 宁军打了电话 当天刘伟明就赶到了宁海 这已经足以说明了 刘伟明对于自己的重视 霍元书记 我到刘家谈婚事 刘伟明并没有隐瞒 嗯 不错 一个 重要的干部啊 拥有家庭是必须的嘛 这种言论 刘伟明以前还是不知道的 自从到了官城以后 才发现 这已经成了一个潜规则了 虽然呼颜书记向前走了 刘伟明也抬着一杆球杆 今天 呼颜奥伯明显没有想打球 是想和两个人聊一下的意思了 临走前 呼颜奥伯显得很是放松 他也没有了原来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有些和田老头相近了 宁军啊 你长期担任我的秘书啊 这次把你放下去 我的心中还是担心的 当着刘伟明这样和宁军说话 呼颜奥伯就是没有把他刘伟明当外人的意思了 刘伟明也明白 呼颜奥伯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亲信的人了 宁军知道自己的事情 他其实也心中七上八下的 既有对下一步外放的兴奋 又很是担心下一步会面临复杂的环境 在宁军的脸上看了一下 呼颜奥伯微微一笑 无论如何呀 你都得去面对现实 这次也是对你能力的一个考验吧 如果有什么处理不了的 也可以跟伟明商量嘛 这种话就更加亲切了 宁军倒是没有太特别的感觉 呼颜奥伯在自己面前一直都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刘伟明的头上有些冒汗 呼颜奥伯也是太看得起自己了 竟然叫宁军和自己商量 呼颜叔弟 宁哥的能力也是很强的 摆了一下手 呼颜奥伯很是严肃的看向宁军 能力啊 有多种 我知道你能力强 但是呢 他那种能力啊 是机关里面的能力 下一步啊 是要到地方啊 那面对许多事情啊 宁军啊 你也别不服气 伟明虽然只是一个县长 他的从政经验却很丰富 有些地方啊 你并不比伟明高明多少啊 宁军倒是没有其他想法 呼颜奥伯所说的这件事情 他也知道的 他是看到刘伟明的几次争斗的 他一个个的将对手都收拾了 如果是自己去搞 好不好 真要出大的问题 伟明 你就别谦虚了 说实话 书记说的是对的 我长期在机关工作 下面的一些门路啊 很不熟悉的 他倒是还没有进入角色 仍然以一个秘书的口气说话 咱们一家人说话 就没那么见外了 呼颜奥伯说了一句 这句话说得大家都没有再多言 这话对于刘伟明就更是不同了 呼颜奥伯用这样一句话 进一步的确定了一家人的关系 我这次啊 讨京城 对于你们啊 就有些鞭长莫及了 许多事情啊 还得你们自己来操作 这次中央会让张远祥同志啊 来接我的工作 有什么事情啊 你们可以找张远祥同志啊 刘伟明并不知道张远祥是谁 只能是听着 刘伟明并不知道张远祥是谁 只能是听着 看到刘伟明不明白情况 乌颜奥伯微微一笑 文祥同志啊 一直都是在省纪委工作 能力呢也很强 是我的老部下了 刘伟明就会心一笑 天老头分析果然是有道理的 乌颜奥伯走了以后 还是把他的人放在了纪委书记的位子上 有了这个张远祥的存在 不要不仍然对银海会产生的影响 伟明啊 你们那个曹海倩的发展规划 我看了很有起魄 很好啊 如果真的够按照你们的设想搞出来的话 曹海倩 会是又有一个跳跃式的发展 现在大家不很有信心呢 刘伟明自信的说道 嗯 人呐 就得要有这样的精神 无论什么样的时候 都能够有着充足的自信 要顶得住任何的压力 虽然我离开了银海啊 但是如果碰到什么问题呢 你们还是可以来找我的嘛 就是一个承诺 今天 忽颜奥伯并没有摆出纪委书记的架子 而是表现出了一种情和力 大家坐下后 忽颜奥伯突然对刘伟明的婚事情况感兴趣起来 哈哈哈哈 伟明啊 你跟我们说说你和那个小刘的情况 我可是听说呀 他们两个人感情不错 这次啊 应该是能谈成了吧 刘伟明心中一动 知道啊 肯定是忽颜奥伯想进一步了解 刘家的一些情况 这对于他下一步的判断就有帮助了 想到忽颜奥伯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关心 就说道 啊 情况是这样的 这次刘伟明有意的把整个刘家情况讲了一遍 忽颜奥伯听得很深认真 听完以后 看向刘伟明 呃 伟明啊 既然你有了选择呀 就要一直朝前走 你说得很好啊 做人就得有诚信 做人还得讲底线呢 很好 宁预还是第一次听到刘伟明那么详细的把刘家情况讲出来了 脸色就有些变化了 伟明 形势不乐观呢 如果真是这样的 现在刘家情况并不妙 四面楚歌 你一脚踏进去 谁也不知道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不说别的 这宁海省的各种打压就将到来呀 你下一步的发展很难的 这伟明早已想开了 倒是也没有什么顾虑 我永远认为啊 华夏是党的天下 只要我们把事情做好了 就一定能够杀出一条血路 好 忽颜欧伯赞道 做人就得这样 又是艰难的环境 就能够把一个人磨砺出来 伟明啊 这是一个困难时刻 同时啊 这是一个 促你成长的机会 如果你真的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 成长起来 你就要有了 面对一切的信心和勇气 我希望你能够保持本色 勇于进取啊 刘伟明感受到了 胡言傲伯的支持 用力把头一扁 请胡言书记放心 我会勇往直前的 伟明啊 很好 我也支持你啊 宁君也严肃的说道 胡言傲伯 看下刘伟明 突然问道 伟明啊 这次到京里 见过华老没有啊 这次时间紧 就没有去了 不过听我师父说过 华老也关注着曹海的发展 说是我们搞出来的 曹海发展规划 他知道了 很是高兴 胡言傲伯听到这里 脸上露出笑容 嗯 伟明啊 好好干吧 一切啊 都要以工作为主 其他的事情 你都不必太在意 在这宁海的地界上 并不是谁都能够随便参合的 宁君的眼睛也是一亮 刘伟明搞的曹海规划 既然得到了华威的赞赏 那么谁对刘伟明 那就得面临着华威的震怒了 华威是谁啊 那可是在滑下跺下脚都会引起震动的存在 刘伟明现在已经入了他的法眼了 刘伟明看着重新起身去打球的胡言傲伯 对于这次胡言傲伯把自己叫来的用心仿佛也明白了一些 其实呢 胡言傲伯应该是对自己情况也是有了一些了解的 临走前 需要判断对自己的支持力 权衡对方力量的对比情况 现在 胡言傲伯应该是更加有信心了 有了田林喜的支持 有了他的支持 到时候 再由他们两人分别再拉到一些力量 就算是有人想搞事 也要看他们是否同意了 通过对华威的了解 胡言傲伯可能还有可能和田林喜 进一步的加强合作 毕竟田林喜的背后 有着内华威的存在 这是谁都不能小事的一个强大力量 胡言傲伯啊 来一看 胡言傲伯对刘伟明说道 刘伟明只好走了过去 看着刘伟明沉稳的样子 胡言傲伯看了一眼身边的宁君 啊 宁君啊 其实呢 我最担心的还是你了 黑兰师 并不想看上去那么平静啊 你常年在机关工作 到了黑兰师 面对的问题较多呀 对于他这个跟了自己多年的秘书 胡言傲伯表现出了太多的关心 让书记费心了 宁君很感动 哎呀 宁君啊 你别看伟明面临的问题啊 那么多 其实呢 他同样有了许多助理 只要他行的正 别人呢 就不可能拿他怎么样 他的事情 我反而放心了 倒是你的事情啊 这次之所以把他叫过来呢 我希望的就是 你和伟明之间呢 一定要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也许以后 伟明对你的帮助 也会很大的 宁君细细品味着 胡言傲伯的话 想到刘伟明背后 还有着华威的存在 就明白了胡言傲伯的意思 胡言傲伯更看好刘伟明身后的力量啊 书记 你放心 我会和伟明啊 加强联系的 嗯 胡言傲伯点了点头 我对你们都很看好 下一步 就看你们的了 刘伟明并没有太去想太多的东西 他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了 他知道 无论做什么都要靠自己 欠了太多的事情 刘伟明对于许多事情 已不是看成是无缘无故的事了 回到曹海县 已经好几天了 刘伟明也不再去管其他的事情 全力投入到了曹海的发展中 还真是忙得是一塌糊涂的 有意思的还是 曹海的这些班子成员们 都在全力的开展着招商工作 仿佛都不想落后于他人 看到这样可喜的情况 刘伟明当然非常高兴 这样的发展情况 能够对进一步的促进全新的发展 这是一件好事 明军打了电话时 刘伟明正在一个乡里检查工作 曹海县全县的野生药材资源 非常丰富 刘伟明所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 希望把曹海县打造成一个 全国最大的药材批发集散地 这件事情 刘伟明已经受益 杨军来进行操作了 当然了 资金不够的情况下 还是存在的 只能是从刘孟一那里先借下来运作了 灵芝的种植在全县也推开了 除此之外 还有杨军他们来运作 从全国各地请了一些 种植药材的专家来进行各种的辅导 有几个厢更是建起了药材的种植基地 除此以外 围绕着 春珠香食材的发展 各厢也进行了一些探查 食材资源也在陆续的开发 接电话时 刘伟明已经坐在了灰千里的车上 伟明啊 黑兰市的班子已经定下来了 宁君多少还是有些兴奋的 虽然说是他要到黑兰市任组织部长 这事还得会上研究通过才行 这次算是正式通过了 宁哥 你说我听着 啊 曲富杰调走了 楚轩升任书记 这是大家知道的事情 赵一贤任市长 方顺章任副书记 我任组织部长 军分区政委还是原来的卢景彪 纪委书记山泽木 常务副市长常文祥 市委秘书长贵大松 政法委书记刘大江也没有骗话 只是不知道啊 从哪里来一个叫欧阳长阳的人啊 任了宣传部长 听到欧阳长阳的名字 刘伟明就想到了 那天在京底机场见到的那个中年人 立即就明白了 孙将军这次还是下了功夫 把他的人投到了宁海 有了欧阳长阳的到来 相信省里的情况 又会发生一些变化 宁哥 谢谢你了 下一波啊 我都在你的领导下工作了 哈哈 韦明啊 我们之间呢就搞得别那么生分了 你可是知道我的情况的 胡言书记也交代我 我有什么不到位的地方啊 还得请你多多指出来才是啊 您可放心 我会做到的 刘伟明听得出来 现在宁军同样也是心中无敌 两个人聊了几句挂了电话 挂了电话以后 刘伟明快速地分析着 黑蓝事将会发生的变化 欧阳长阳是孙家弄来对付自己的 这事没有悬念 下一步 欧阳长阳肯定会采用各种手段来对付自己 到时要想办法把这小子搞掉 想到欧阳长阳再次把黑蓝事的阵营情况抢了一遍 方圣张是靠向了田林喜的 他必然是自己的一助力 宁军肯定会站在自己一方 这样一来 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就站在自己一方了 纪委书记詹泽牧是廖书记的人 现在廖书记的儿子又和自己站在一起 他同样也会变成自己一个助力 抢到这里 刘伟明拿起手机拨通了田林喜的电话 这个时候田林喜还是在经理的 接到刘伟明的电话就说道 哈哈 知道了你们市里班子变化了吧 刚知道 啊 我知道啊 你要向我问卢景彪的情况 没错 他是我的人 听到这话 刘伟明就松了一口气 这个平时不声不响 在会上完全就是弃权票的投票者卢景彪 竟然是田老头的人 这样一来 自己这方能够获得的支持就很大了 明白了 刘伟明说了一句 哈哈 你放心 无论黑兰市怎么变化 市里和省里啊 都不会给你制造多少麻烦的 谁如果不开眼呢 你直接顶上去吗 田林喜很有霸气的说道 我呀 真怀疑啊 是您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吧 我呀 正想打电话给你呢 今天我和刘仲刘谈了一次 结果很不错 想不想知道啊 看到田林喜玩心又起 事情啊 交给师傅了 我放心的很啊 你是不会让我吃亏的呀 你那岳父啊 现在是真的是急了 我同意啊 把他带到老首帐那里去一次 刘伟明的眼睛一亮 直到这个条件 对于刘栋刘来说 那可就是拥有一个巨大诱惑力的了 刘栋刘听到这消息 估计啊 亲都快跳出来了吧 哈哈哈哈 你想 你那岳父啊 想的是什么呢 我很清楚啊 他已经同意了我的一个要求啊 于是刘家的一些产业 划给孟一 算是你的一部分 另外呢 刘家资源呢 必须和你贡献啊 第三呢 刘家要把你啊 当成和亲的人来培养 不能搞成外围 如果呀 你能够发展起来 刘家对你的支持啊 还是进一步加大了 师傅 我倒是没想那么多 我相信呢 一切都能够创造出来的 谈完这件事情 天灵喜又说道 这次呢 孟家失利了 孙将军也向孟家发起了猛攻 没办法的情况下呀 孟家不得不让出一些地盘呢 孙将军倒是打击了省委了 这事你知道就行了 想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田灵喜不说这事 刘伟明也猜到了 倒是没有意外的地方 车子快速行进 刘伟明想到了 下一步县里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变化 如果自己娶了刘孟一 就表明了和刘家站在一起了 只要这事传出去 曹海倩的政局 肯定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县委书记江振权 别看他现在不怎么说话 但是有一点是很重要的 他是谢益秘书的出身 到了自己和刘家真正站在一起的时候 谢益的态度还是会和原来一样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刘伟明是完全可以肯定 作为一直以来和刘家对头的协议 他肯定得再次展开对自己的疯狂行动 江振权也必将成为他的先锋 市里的市长赵一贤 是否也会有对自己的手段 如果谢系和孙系的人联合在一起 这事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现在在双方力量对比上 到时大家都在排兵补阵 关键的是下一步自己在这个地方的力量 是否稳得住的问题了 难怪胡言奥伯在离开的时候 表现出了一种担心 他是担心宁军他们稳不住阵营啊 无论是省里还是市里的情况 都处于平衡情况 省里有田林喜的运作 应该出不了太大问题 现在关键还是市里了 方顺章和宁军稳不稳他住呢 万一他们被人按算了拉下马的话 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方顺章倒是一个老官游子了 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主要还是宁军 他一个夯从大机关出来的人 玩得过那些官场游子吗 抢到一些大机关出来的人 很快就出了问题的情况 刘伟明也在为宁军担心起来了 呼颜奥伯其实想得更远一些 甚至不惜指示宁军向自己请教 其担心就是宁军出了问题以后 也会连累到呼颜奥伯呀 越想就越加明白了呼颜奥伯的想法了 还是先看看再说吧 走进县长办公室 刘伟明还没有喘口气 廖心妍倒是先打了电话过来了 廖心妍倒是很是直接 伟明 室里呀 做了一些变化了 你知道了吗 哦 我也刚听说呀 两个人最近倒是站在一起了 我安排一个地方 大家吃一顿饭 你看怎么样 行了 那你安排吧 刘伟明同样也在分析着廖家情况 省里肯定得发生一些变化 廖老爷子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和田林喜的关系 面对这样的情况 廖老爷子也得想下一步的政局变化 多一个盟友就会多出一条路 还是希望通过儿子的关系来加强大家的联系了 中组部长王锡林是廖家的靠山 仅凭一个中组部长 廖家应该还不算太稳 如果能够通过自己的关系和华威拉上一些关系 这应该才是廖家老爷子的想法 不管廖老爷子是一个什么样想法 自己能够在这个时候 多一些廖家的助力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了 刘伟明现在就是希望 把尽可能能够争取的力量 争取到自己一方 刘伟明也明白 面对宁海市的新变化 大家都在布局 自己也得进行一些布局才是 就算是上面有了田老头他们顶着 这曹海仙也绝不能够发生任何的变化 现在的发展局势很不错 有了这样一个局面 就得稳住 这同样也是一次考验自己的机会 江政权肯定会站在自己队里面了 那空降到来的常务副宣长李永卫态度并不明朗 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都是楚宣一系的人 下一步 楚宣系的力量可能还会有些增长 这些都是不可估量的因素 在这样的情况下 自己就得把自己力量完全掌握住才行 自己一票 温芳 陈索元 廖行妍 郭文龙 管玉贵 六票在手 暂时不会有太大变化 倒是 看对方如何出招了 刘伟明竟然有了一种立即开战的战役 想到自己那心中涌动着的战役 刘伟明自己都感到有些吃惊 自己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好战了呢 想到自己那心中涌动着的战役 刘伟明自己都感到吃惊 自己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好战了 全县乡镇经济发展会议 在县城府报告厅举行 全县十五个乡镇的乡镇班子成员 全部参加 县里四套班子成员也都参加了 县政府的所有班子领导也都参加 大家知道 这次会议 虽然班子领导们都参加了 其实却是刘伟明要杀出第二把刀的意思 全厂气氛显得很是严肃 书记江振玄前讲了几句话以后 他主要讲的就是要团结在县委周围 万众一新 把全县的经济工作搞上去 随后都是刘伟明讲话了 虽然刘伟明是那么年轻 谁也没有想过把他看成一个年轻人 刘伟明走过了他家大半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虽然省市的调整已经展开了 刘伟明却并没有去管那些事情 曹海县的时机会好 现在对于他来说 就是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每一个人手上都发了一份 曹海县县发展的规划 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曹海县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 把一个县的全面发展方案进行规划 这份规划做得很细 哪一个时段发展到什么程度 大家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都一目了然 大家都当了那么多年领导了 第一次发现工作的开展需要这样严谨的规划 看到里面规划着的内容 大家显得有些兴奋 如果真是这样发展 曹海可就要踏遍样了 环视了一下坐在下面的领导们 刘伟明把话筒移记了一些 同志们 今天召开这个会议啊 是曹海县班子研究后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现在开始 曹海县发展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我们全体干部都要团结在一起 为曹海县的发展献金献策 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力 一定要用最快的时间 把我们全县的经济发展起来 贫困县的确能够获得国家的扶贫资金 但是那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要证明我们有能力 也有信心把工作做好 曹海县发展的方案中 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新农村建设 同志们啊 每次看到我们的农村那样贫穷落后的情况 我就感到脸红 我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全力把农村工作做好 要让农村有一个大的改变 在这件事情上 春竹兴已经走在了前面 各村呢 都已经进行了多种的尝试 效果很好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县委为了加快全县的发展 对全县的班子成员呢 都进行了分辨负责 县委领导都会亲自画片 指导发展 这项工作有一个硬性的达标条件 假如啊 天级考核中没有发展 或者是发展不利 开拆帽子的就一定要拆帽 刘伟明的话说得很大声 把后面的一句话 把本来无所谓的官员们 趁的是全都重视了起来 拆帽无小事啊 从刘伟明口中说出来 那可就是一件大事了 刘伟明看了看大家 心中暗想 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同志们 曹海的发展方案 提出了以新农村为核心的发展方向 在这项工作上 要探索高效率的工作推进机制 要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 整合各部门的资源 建设新农村 真正建立起各进其职 各计其工密切配合 高效运作的工作推进机制 二要 探索多元投入机制 建设新农村 投入是关键 必须坚持多管其下 多元投入 解决投入难的问题 同志们 在这项工作上 县里只是基于政策的支持 具体该怎么做 那就是你们想办法了 如果感觉到压力大 能力不足以胜任 县里可以同意退下来吗 另行安排 如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 那就要 一定做出个样子来吗 又是一个更大的压力了 全场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了 大家心中暗想 这事儿 说得简单的 就本身 你刘伟明来搞好了 刘伟明仿佛也知道 大家想法 微微一笑 我知道啊 大家在骂娘 身为我刘伟明 在逼大家呀 也肯定有人啊 说我刘伟明 慌说不恋 有这想法就对了 我也告诉大家 我刘伟明在这件事情上 却不落于人后 曹海县城 现在仍然破旧落后 在方案中 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 把县城发展起来 这项工作 我亲自负责 做得不好 我也自情处分 刘伟明的话 说得很是平静 可是听到他这样一说 大家反而不敢吭声了 曹海县城的情况 是什么样子 大家都是知道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亮点 要发展起来 谈何容易啊 其发展难度 是大家的无数倍 刘伟明把这项最困难的工作 揽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谁也没有话说了 看到会场中 静了下来 刘伟明又说道 同志们 目光不能只盯在 你们的一亩三分地上啊 要多花些心思 来把事情做好 除了你们运作以外 县里分管的领导 也都是有责任的 做得不好 县委会根据其分工的情况 向市委进行报告 请求市委对他们 也进行处理 大家是倒起了一口凉气 这一招 把千尾的领导们 都带进去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些千尾的领导们 同样是坐不住了 看着坐在上面的 千尾领导们 大家并没有看出 领导们有着急的表情 心中都有些疑惑 看到大家表情 六位民心中一乐 千尾领导的想法 又怎么是 下面的人能够猜到的 自己在县委会议上 是承诺过的 曹海的发展是 集体的功劳 谁做出什么样的功劳 都会记录在案 在上报的材料中 都会点名 谁主持 发展了什么样的项目 谁在这次的发展中 功劳最大 到时要排一个名字 有了这个承诺以后 大家的心就活络了 刘伟明更是知道一点 套来的人们 都有着不少的资源的 分管那些内容的 也进行了精心的研究 合理分配 相信只要他们能够发挥 主观能动性 把他们手中的活计做好 就没有问题了 江政权是书记 又是谢义的秘书出身 他资源肯定不少 李永卫是空降来的人 可见其背后 有着大量关系 把他资源弄一点 到曹汉来 就足以把他的 那一块工作做好了 廖心炎 郭问龙 管玉贵 都是有资源的 他们那里 同样不必操心 温芳负责园区 现在园区的发展 同样不是一个问题 反而是陈索源这里 自己需要帮助他一下了 不过帮他自己并不费力 至于韩敏 曹延平 这两个楚宣的人 刘伟明也想过 楚宣现在是一个市委书记 要帮一下他们 并不难 曹海发展起来了 对于楚宣这个市委书记 也是有利的 他不可能不支持 曹海的发展 付出就会有收获 付出多少 收获也就是会有多少 这是成正比的 大家之所以来到曹海县 目的不外 就是想获得一个政绩 有这样的条件 只需要把拥有的资源 提供到曹海县来 对他们 并不是一切无法接受的事情 会议开得很是成功 任委明在会上 把整个曹海发展规划 进行了讲述 特别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容 更是谈得很细 围绕主题就是 让农民有衣穿 有房住 有饭吃 手中还要有那么一点钱 谈到这里的时候 特委明很有感情 同志们啊 许多人都看到过 我们欠村民的情况 我们公务员拿着工资 吃着公家的饭 倒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啊 可是 我们的农民兄弟 他们仍然还是那种无衣 无犯的情况 子女想读书都无法表征 不知道啊 你们是怎么想的 反正啊 我是睡不着觉啊 在我们这一届政府里面 如果无法改变这样落后的情况 我们就不合格 我们就不称职 就该摘了这顶帽子 从现在开始 先例将专门建立工作督察组 随时随地对各乡镇的工作进行抽查 在这项工作上 谁的情面也不讲 工作不利 就是不称职 那就 患有能力的 愿意为农民做事的人来承担这项 带领群众致富的工作 什么是霸气外露啊 大家现在就看到了刘伟明的霸气 看看刘伟明这强硬的样子 再看看 坐在那里面面无表情的江政权 大家进一步明白了 刘伟明在这曹海已经是强大的存在 江政权的话可以不听 刘伟明的话那就不得不听了 在刘伟明面前得小心一点才是啊 更多人心中都在盘算着 如何筹策资金进行发展 如何在各村发展项目的问题 这次刘伟明是 要动真格的了 当然了 也有一些人认为刘伟明跟以前的那些领导一样 不过就是说说而已 并没有太忠实 看到下面人的表情不同的情况 刘伟明的眼睛再次散发了光芒 同志们 在曹海仙脱贫的这项工作中 我很想处理几个典型出来 谁想当这个典型 那就拭目以待吧 这是刘伟明磨刀的声音了 大部分的人心中就是一脸 刘伟明所讲的典型 当然是有好的典型 也有不好的典型了 刘伟明是要拿一些不好的典型来开刀的意思 这事儿 绝不能马虎了 万一被他弄成了第一刀杀下去的典型 找哭的地方都找不到了 看着坐在上面大谈发展的刘伟明 大家就感到压力下来了 会场的气氛也就凝重起来了 刘伟明的杀气很足啊 坐在车子里面 刘伟明已经在这县城里面绕了几圈了 车子停在了一处河边的空地上 刘伟明下了车子 向着四处看了看 秘书和驾驶员都没有敢打扰刘伟明 直到他正在思考着大事 会议开过了 自己也放出大话 必须要让曹海的县城尽快有一个改观 说的倒是简单 可是真正要实施起来 其实难度并不小 在县城里面已经看了好几圈了 虽然这个县城一山傍水的 城里就有了不少的小河道 但是整个的县城看上去还是明显破旧 最重要的还是县财政上讲 并没有多少钱 要想在这样的地方进行发展 其难度并不是一般的大 也难怪大家听到自己承诺 要改变县贸 就没有再讲话了 谁都明白这事的难度 自己是一个县长 如果说 光让别人来看 自己却不去做事 谁还服务自己呢 必须要真正做一些实事才行 重新坐进车内 县城 我们曹海县的风景 其实非常优美的 如果曹海发展了 这里本身就是一个 旅游休闲的好地方 刘伟明微微点了点头 他对庞飞宇的这个话 还是比较赞同 他当然也在想着这事 不过具体要怎么去搞 一时间倒是没有头绪 到春珠香园区 刘伟明说了一句 车子向着春珠香驶去 刘伟明这个时候想到了 刘伟明很推崇的常悲珍 这个女人不简单 也许 她能够给自己一些提示 也难说 车子开进园区时 接到电话的方一梅 早早就等在那里了 现在温芳提为副县长以后 负责的事情多了 方一梅其实已经成为了 园区的实际主持者 权势也很大 看到刘伟明到来了 方一梅的眼睛里面 透着一种惊喜 很快又隐去了 两人已经又有好长时间 没有单独在一起了 大家都忙 都有着自己事情要看 反而把那种男女之欲 放得淡了一些 和方一梅 装模作样的握了握手 刘伟明笑道 圆区看上去发展很不错 刘先生 自从修路的施工队展开以后 大家都看到了我们春筑乡的前景 最近前来洽谈投资的商家又增多了不少 还是原来定的方针 一定要全好企业 我陪刘县长去四处看你 县里的发展就要展开了 县城的建设也是一个关键 我想找常卫珍聊聊 方一梅立即明白了刘伟明的想法 常总倒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能力很强的人 问问他呀 还是有很大好处的 毕竟两个人是那样关系了 说几话来也少了一些顾虑 说的就直接了一些 在方一梅的陪同下 刘伟明就来到了常卫珍的办公室 现在的常总 常卫珍的办公室 已经搬进了一幢建好的楼房 看着装修得非常不错的 在这办公室 刘伟明笑道 建设的速度非常快 常卫珍看到刘伟明来了 欢迎刘县长 光临指导工作 常总 我们刘县长就交给你了 方主任却忙着 放心 你们刘县长在我这儿是安全得很的 常总啊 说实话吧 我这次到你这里来呀 是来求教来的 刘县长请说 只要我知道的一定会说出来的 刘伟明就把曹海县城需要大力发展的事情讲了一遍 讲完以后 刘伟明说道 曹海的发展呢 最重要的还是资金 现在曹海的财政极度困难 资金上难度相当多 如何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 把整个曹海县城牵涉好 这可是一个难题呀 听完刘伟明的讲述 常卫珍的脸上露出笑容 刘县长 我感觉啊 你其实还是没有跳出固有思维的圈子 其实呢 许多事情只要跳出那个固定的模式 眼前就会一亮 刘伟明听到常卫珍仿佛有办法了 啊 你还真有办法吗 我的办法啊 也并不一定对 但是 倒是可以给你们一些启发吗 指着这办公室外面 常卫珍微笑着说道 刘县长 你对这春竹香有没有信心呢 对春竹香啊 最有信心的应该就是我吧 这里的一草一木 都是和我有着深厚感情了 想到自己来到春竹香以后 春竹香从无到有的发展 刘伟明的心中很是感慨 常卫珍也知道刘伟明的心情 既然啊 你对春竹香都那么有信心 为什么不把目光从县城 转到这里来呢 这事啊 在县里的规划中 已经说明了它 春竹香会成为县城的副城的存在 县城啊 将会向春竹香方向啊 拓展 真正发展起来以后啊 春竹香可能会比现在的县城还要大呢 嗯 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 下一步春竹香必定成为通往三省的中心 这个体位现在已经没有疑问了 并且啊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春竹香和另外两省的距离都不远 到那个时候 只要略微运作 这里啊 必定成为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啊 这是必然的 刘伟明点了点头 看到刘伟明那么有自信的表情 常为真心中也是按赞 这个刘县长真是厉害 那么短时间就运作出了那么大的一个局面 真的是非常厉害了 不知道刘县长想过没有 如果春竹香那样发展 这里的人流量会不会增加 土地会不会大幅升值呢 刘伟明顿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了 自己怎么就没有像这方面想呢 看到刘伟明仿佛有些明白了 常为真又说道 现在春竹香的土地啊 还算便宜 并没有多少生家想到这事 相信 要不了太长时间 房地产商们就会涌入这里 这里将会是一个开发的宝地 是啊 你说的不错 下一步啊 这里将会开始繁荣的 说到这里 刘伟明眼睛一亮 看向常为真 你的意思是 用这里的土地的收益 和县城的发展来互动 嗯 是这样的 土地的收益中有一部分上交国库外 地方上还能留下很大的一笔 何不与开发商们进行一次交换 春竹香的土地由开发商获得 把这里的钱呢 投入到县城的发展当中 刘伟明 微微皱眉 现在 春竹香土地啊 倒是不怎么值钱 可是 以后升职起来 老百姓啊 就得骂娘了 说我们呢 建卖了土地了呀 如果是 开发商 统一用曹海嵌城的土地价来获得去这里的开发权呢 常为真问道 听到这话 刘伟明的眼睛就是一亮 这个呀 只要程序合法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说到这里 刘伟明就笑道 不会有这样开发商吧 刘县长 其实呢 你不来找我 我都想去找你了 我对春竹香的发展非常害好 我们已经商议过了 打算大家啊 再筹一笔资金 投入春竹香的房地产 我们算过了 就算是以 现在现成的土地价 我们获得土地后 下一步啊 只需要进行一些宣传 相信春竹香房地产的 会有一个大升值的过程 我们呢 并不亏 刘伟明微微皱眉 房地产呢 最重要的还是资金链 你们投入那么多了 会不会出现一个资金链断裂的问题啊 看到刘伟明虽然缺钱 并没有想考虑钱的问题 而是先考虑到了投资商的利益 常为真的眼睛里面 就有更多的一些赞赏之情了 他感到刘伟明这个人 还是一个很厚道的人 你放心好了 这事啊 由我来运作 参与的人呢 也都是各家的人 大家 别的朋友 就是有那么几个闲钱 就算是 有什么事情发生 自然 就在上面的人顶着 看到刘伟明非常不解 常为真不易笑的说道 孟一这次啊 可是要全力帮你的意思了 你不知道 刘伟明虽然啊 画给了他不少的资源 我跟他研究了一下 借这次机会啊 把一些你将来可能会用到的资源呢 整合一下 都是一些姐妹 衙内的 有他们参合起来 谁也不敢拿这事来说事 并且呢 有了他们的参合呀 对于各方面的发展来说 会带来许多的方便 刘伟明这才明白过来了 好了半天 刘梦一已经和常为真进行一些运作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 自己倒是可以放下许多心了 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常委会上形成一个会议纪要 这可是集体研究的结果 刘先生 曹海仙 注定会是一个精品旅游度假型的文化城市 在这方面 挖掘现场文化就成了一件大事 这个也应该跟上才是 我最头疼的呀 就是资金的问题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 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 除了这里啊 弄到一些钱以外呢 我们还会进行一些置换 比如啊 谁如果修建了城内的道路 那道路两旁的广告位置啊 倒是可以换取一定的年限的使用权呢 等等 各种有利的双方尝试都可以进行 不过 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啊 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公开 透明 公平 要放在阳光下 只有这样 才不至于出问题啊 刘伟明本身对钱财的问题 就很是注意的 听到常委真这样一提醒 这事儿你不说呀 我们都会重视了 现在已经在左手这方面的工作了 在春竹乡跟常委真聊的时间有些长了 刘伟明就到乡里面去看了一下 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 在乡里吃了饭后 刘伟明就回到了自己在中学的住处 吃饭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刘伟明的习惯 根本不敢在酒桌上拼酒 最多是一瓶酒 大家点到为止 所以呢 跟刘伟明一起吃饭 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儿 大家也没必要搞得那个个个大碎而归 吃得也快 两碗饭一直完 刘伟明就主动离席了 走在这乡里的路上 明显已经看出了这乡上的大便样 进入到学校 更是看到了一派热闹的场面 孩子们在那学校操场上 玩得是相当高兴 刘老师 正在打着篮球的杨玉欣 把他手中篮球就朝着刘伟明扔了过来 刘伟明在学校也是一个喜欢打篮球的人 接过篮球 一个三步跨篮就把球 凑进了球筐里面了 学生们看到刘伟明 竟然在这篮球场上也是那么厉害 全都兴奋起来了 非要刘伟明跟他们打一场球 把衣服一脱 崔岳兰已经过来 把刘伟明的衣服接过了 崔岳兰和杨玉欣都在打篮球 跑得急了一些 到了刘伟明面前 丰满的胸部 急促的起伏着 好长时间没有打球了 刘伟明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于这些学生们就在这操场上打了起来 大量的学生都来看着刘伟明他们打球 整个操场上是一派热闹 大家都在为刘伟明加油 奔跑在这球场上面 刘伟明全身都是大汗 那种爽快的感觉再次出现 打完球 刘伟明向学生们挥挥手 就朝着自己住的那间宿舍走去了 虽然到了县里任县长 他的这间宿舍并没有人来收回 同样留在了这里 学校下一步可能会撤了这个房子重建 刘伟明来到春秋香 还是喜欢住在这里的 走进宿舍时 杨宇欣早就已经帮刘伟明 把其连水打来了 手中更是拿了一块毛巾 崔月兰也拿着刘伟明的衣服走了进来 刘老师 没想到你篮球也打得那么好 杨宇欣崇拜的眼神看着刘伟明 在他们的心目中 这个刘老师真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了 把刘伟明的衣服放进去 崔月兰就看到刘伟明把他的那件衣服脱了 整个人就光着上身在那里擦着身上 刘伟明有这样一个习惯 以前打完了篮球啊 就会打一盆水在那里擦拭身体 倒是没有去想 有两个女孩站在那里看着 长期坚持练武琴戏 刘伟明的肌肉很是健壮 脱了上衣以后 那身上就显得欠条格外分明了 刘老师 我帮你擦后背吧 崔月兰一把抢过刘伟明的毛巾 就帮着刘伟明擦了起来 杨宇欣的眼睛里面透了一种后悔 心中就在想 自己啊怎么没有想到帮着老师擦身上呢 看着刘伟明那身上的肌肉 杨宇欣竟然有一种心跳加速的感觉 崔月兰在母亲的教育下 明白了许多事情 心里面早就把刘老师看成自己的男人了 看到刘伟明那矜持着的后背 在擦的时候 那只手就有意无意的 在刘伟明的后背上浮动了几下 手和刘伟明的后背一接触 崔月兰不知道怎么的 立即就有了一种心跳的感觉 全身上下竟然有了一种愉悦的感觉 很坚壮 也很有力量 刘伟明开始并没有想那么多 心中在想不就是擦个背吗 可是啊 抬眼看向杨宇欣时 就发现杨宇欣的表情有了变化 那双眼睛就看向崔月兰的手 才感受到崔月兰的小动作 刘伟明还真是吓了一跳 揍起眉心中就在想 这个不理心啊 把孩子交成什么了 转身去抢毛巾时 崔月兰下意识地一挥手 刘伟明的手竟然就抓住了崔月兰的手 崔月兰本来心中就有着这样的想法 被刘伟明一下子抓住手了 脸上顿时一红 哼 快洗 睡凉了 杨宇欣大声对刘伟明说道 刘伟明这个时候 已经拿过毛巾 有意地转移视线 你们两个啊 学习现在谁好一些啊 一听这话杨宇欣就高兴了 看了一眼崔月兰 自然是我的学习好了 就好那么一点点 我都快赶上了 好一点点也是好吗 眼看着两个女孩子 又要撑起来了 你们哪 马上就中好了 你们两个都得加油哦 一定要考到县仪中去 没问题 我们老师说了的 以我现在成绩啊 县里面就是排前面的 刘伟明脸色一沉 严肃地说道 无论是什么时候都不能骄傲啊 许多人啊 就是因为骄傲毁了一生啊 刘老师 我可是一直听你的话的 你放心 我一定考虑信仪中 到时候又得跟你在一起了 杨宇欣听到刘伟明的批评 只好认真说道 刘老师 我听你的 一定再努力 说话是多少有些委屈的样子 这就对了嘛 你们的路啊还很长 一定要把握好自己 别一天啊 竟想没用的东西 以后你们成才了 刘老师啊就高兴 刘老师还想着 看到你们有一天 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呢 我毕业以后 也去考公务员 到时候就能够帮到你了 杨宇欣大声说道 好啊 我就等着 那么一天了 刘伟明高兴地说道 刘老师 你回来了 正说这话 就见普立仙 一身很漂亮的裙装 从学校外面走了进来 可能是 生活条件好了的原因 这个普立仙 现在那种美艳 完全显入出来了 这个女人也会打扮 走在那里 就是一道非常出色的风景 哦 普立仙啊 我正在跟两个孩子聊天呢 月兰啊 拿凳子给你妈帮坐 刘伟明说了一声 普立仙的目光 就看见了 刘伟明那 矜持着的上身 眼睛中 透着一种莫名的意味 刘老师 跟孩子们谈什么呢 崔月兰这个时候 已经把一把椅子搬了出来 刘老师啊 叫我们好好学习 争取到现役中读书 正在谈着这件事情呢 刘伟明这个时候 也发现了普立仙 看向自己上身的目光 急忙急误 去拿衣服穿上了 看到刘伟明穿衣出来 刘老师 你的工作呀 就真是够忙的 忙了一天回去啊 还没有一口热饭吃 看得我都心疼呢 哈哈 奇怪了 也没什么的 刘老师 我有一个事情啊 想了好长时间 一直不想找机会跟你说 你看 是这样的 月兰呢 这不就要参加中考了吗 我估计啊 他现在成绩应该能够考上县里高中的 到时啊 他一个人到县里面 我也不太放心 我就想了 刘老师现在的角度不同了 肯定不会再和你的父母住在一起的 应该有一个做饭的人 我这个人呢 其他本事没有 做个饭 洗个衣服什么的 倒是很拿手 如果刘老师看得起的话呀 到时候 我来给你当保姆什么的 只是希望 刘老师能够允许月兰呢 也跟我住在一起就好了 刘伟明听到这话 迟惊地看向普利仙 这普利仙竟然想到这事了 刘伟明赶忙说道 我现在啊 在我爸妈家住啊 暂时呢 还没有在外面住的打算 月兰他们呢 应该会住校的 上次啊 刘小姐来过春珠香了 我见过了 她人真好 你们应该快要结婚了吧 啊 是的 这事呢 也差不多了 刘伟明也有意 要把这事挑明了 他发现 这个普利仙的想法有些多 听到刘伟明说 要结婚的话 杨玉仙和崔月兰 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他们早就被家里教育过了 反而为刘伟明高兴 我也见过刘姐姐了 她长得好美啊 打算在哪里搬酒席啊 这个倒是没有定啊 到时我去帮忙 好啊 普利仙说着又看向崔月兰 要听刘老师的话 你这孩子啊 那么大了 也没有学会关心人 快去 把家里炖的乌骨鸡汤 给刘老师端来 那可是山里的土鸡汤 老远呢 就能够闻到香味的 城里啊 哪有这样的好东西 看到崔月兰要去端堂 啊 算了 下次吧 我今晚呢 还得赶回县里呢 就在这个时候 方一梅已经找了过来 笑着对刘伟明说 刘先生 你俩要回县里吗 我呀 想蹭下你的车 去县里办点事情 知道方一梅是想找机会 和自己私会 同时也有些怕着普利仙了 刘伟明就点头说道 那好啊 放着人啊 你就坐我的车吧 又交代了两个女孩 好好学习的事情 刘伟明这才和方一梅 一道向外走去 普利仙看着方一梅和刘伟明 肩并肩地说笑着走去的背影 那身材 应该是破了身子的 有名他 看了一眼两个女孩 普利仙微笑地说道 你们呢 也要努力了 再不努力的话 与你们的刘老师 就越来越远了 我这次 一定能够考上县衣中 这孩子啊 怎么就不懂事了 普利仙摇了摇头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扭着身子就走了 全市四大班子的领导们 都来到了市里了 今天将由省里正式传达 黑兰市干部调整的文件 套来的是 宁海省的组织部长 宁宝国 一排新的市里领导 都坐在上面 刘伟明坐在下面就看到了高居在处席台上的欧阳长阳 今天的欧阳长阳就一打扮了一下 那头发梳得向后而去 一个标准的领导干部 大奔头形象 身上的西装也鼻挺 打着领带 整个人看上去 还是有几分模样的 同时也看到了宁军 看到宁军的样子 刘伟明就感到有趣了 这个宁军呢估计一直当秘书 还很少这样作为领导坐在那里 感觉他有些手足无措似的 看到宁军这个样子 刘伟明就有些担心 以宁军的情况 他能够捆得出大局吗 宁军的安全与否 这是和刘伟明有着关系的 整个会议倒是并没有出格的地方 中规中矩的进行了宣布 不过有一点还是能够看得出来 作为梦系的议员 宁军国退于黑兰市的这次班子调整 是不高兴的 细细盘算了一下被调整的室卫班子 刘伟明发现一个情况 那就是杨勋并没有进入到室卫里面 这真是有些奇怪了 如果说以前许夫杰是杨宣的人 杨宣还掌控着黑兰市的话 现在根本就没有一个杨系的人 进入市委的班子了 孟家这次是让出了利益较多呀 想到孟家对宁海的掌控出了问题 刘伟明进一步也感受到了 田林喜所言的孟家示弱的事情 黑兰市那么重要的地方 孟家都舍去了 这只能说明 孟家在这次多家公事的面前出了问题了 这次省委的领导班子 不知道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整啊 想到省委宣传部长将由孙系的人来担任 刘伟明知道杨勋在省里的工作 难度正在加大 会场里的气氛还是严肃 下面的干部们坐在那里 都在盘寸着下一步的势力格局 开完会以后 是由势力组织进行会餐 大家坐在一起吃一顿饭 以便加深感情的意思 和刘伟明走在一起 陈作员小声说道 现在啊 许书记走了 势力啊 有没有杨书记的人呢 他现在是紧跟着刘伟明 看到新来的一些市委领导 心中有些不太放心 他知道杨轩对刘伟明还是看好的 刘伟明算起来是属于许福杰的人 也是属于杨轩的人 现在许福杰走了 新来的领导中并没有看到许福杰的人 情况很复杂 这次啊 没有杨书记的人 两人呢 都是说点小声 并不担心会被其他人听到 那怎么办 这天呢 我们去拜访一下 市委方副书记 方部长和卢正伟 刘伟明小声说了一句 陈所元在听到刘伟明这样一说以后 眼睛就是一亮 他明白了 刘伟明在市里仍然有着助力 三个常委的助力 这也不算是一只小的力量了 难怪刘伟明表现得那么沉稳 果然还有着后手啊 陈所元这个时候 进一步感到紧跟上刘伟明步伐的重要 温芳倒是很会做事 每次在人们面前时 他都有意的和刘伟明保持着一种距离似的 并没有表现出两人有着关系的情况 大家以前也怀疑过温芳和刘伟明的关系 现在通过许多人的观察 这种想法竟然打消了 很少有人去怀疑到 两人有着那种男女情况了 刘伟明也算是一个名人了 一走进餐厅 大家都争相 上前和刘伟明交流 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 都会上前和刘伟明聊上那么几句 官场中就是这样 人脉的关系越来越重要 多一个朋友 多条路 大家都看好刘伟明的发展前途 都想和刘伟明 形成一个好的关系 曹海县的人除了班子成员外 还来了四套班子中的一些参会人员 就坐了两桌 刘伟明作为县里的二号人物 很自然的就和常委们坐在了这桌上 看了一眼其他地方的情况 大部分也都是各县做各县的一桌 领导们为了表达出与民同乐的意思 也为了加深和大家的熟悉程度 亲到的市委常委们并没有坐在一桌 而是分开坐在一桌 有意思的是 那个欧阳长阳正好就分到了曹海这一桌了 面对欧阳长阳的到来 曹海的领导们都起身欢迎他的到来 欧阳长阳走去 看了一眼众人 脸上满是笑意 然后就看到同样微笑站起来的刘伟明 只是他眼睛里面瞬间透出一道寒慌 又快速隐去 欧阳部长 请坐 江振权起身上欧阳长阳坐他的位子 欧阳长阳就拍了拍江振权的肩膀 就走到了刘伟明的面前 欧阳长阳的意思还是明显了 就是要坐刘伟明的位子 刘伟明知道欧阳长阳来的目的就是要整自己 现在既然知道了他的目的 也就不想再有什么礼貌了 一屁股坐下后 踏上对众人说道 哎呀 大家都坐下吧 他这坐牌 根本就没有把这欧阳长阳放在眼里的意思 本来欧阳长阳今天就是想来杀杀刘伟明的锐气 按道理 他是没有分到刘伟明他们这一桌的 是他自己要来到这桌的 到来以后 以他的级别 左江政权的位子是合适的 自己却为了杀杀刘伟明的锐气 跑来和刘伟明争位子 结果被刘伟明搞这么一下 顿时有些尴尬了 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了下来 大家都看出些名堂了 看到这发生的情况 虽然只是一件不注意 并不能够发现的小事 可是啊 都是人精一样的人物了 顿时也就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以陈索元为首的一些刘系的人就明白了 这个欧阳长阳啊 是刘伟明的对头 既然是刘伟明的对头 那就是大家的对头了 一愣之下 听到刘伟明喊坐下 陈索元就笑着说道 啊 对对对 大家啊 还是坐下吧 说着 他先坐了下来 温芳看了一眼刘伟明 再看看欧阳长阳 也想到了一些情况 我们呢 听刘县长的 都坐下吧 他也坐了下来 管玉贵 郭文龙 自然是跟着刘伟明走 也都坐了下来了 廖心眼有趣的 看了一眼欧阳长阳 很快想到了 父亲介绍过的情况 直到这个欧阳长阳 是孙系的人物 这小子看起来 是要对付刘伟明来了 很有趣啊 他也微笑着坐了下去 他倒是并不怕 这个欧阳长阳 自己的父亲 还是省委常委呢 有意思的 还是那个林海生 对着欧阳长阳说了一句 啊 欧阳部长啊 随便坐 说完这话 他也坐了下来了 江政权吓了一跳啊 忙一把拉住椅子 扶着欧阳长阳 就坐在了他的椅子上 江政权身边的人 很快架了一把椅子 让江政权坐了下来 一个位子之争 就搞成这样 欧阳长阳坐下后 双眼就看向刘伟明 不阴不阳地说道 刘伟县长 很有号召力啊 啊 欢迎欧阳部长啊 套我梅桌来 指导工作嘛 刘伟明 微笑地说道 欧阳长阳本来是想杀杀刘伟明的锐气 没想到 自己没有动手 就被刘伟明用座位之争 来搞了自己一下 心中憋着一口气 很是难受 看向江政权 欧阳长阳严肃地说道 啊 江政权同志啊 你是曹海县的书记 对曹海的发展 就要负责 你要记住一点 无论什么时候 党领导一切 拉帮结伙 山头主义 这些歪风邪气 就是我们各级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 出了问题造成的 江政权心中 顿时就有些生气了 你说你和刘伟明斗 关我什么事 用这事 来说曹海的党组织 牵手问题 心中有气 江政权安却就不管了 心中在想 你们呢 哎 爱怎么斗 是你们的 我不参合 没见到江政权迎合自己的话 欧阳长阳就有些不自在起来了 本来到了这一桌之前 欧阳长阳是想好的 拉一批人 打压 刘伟明一下 让大家知道 自己站在刘伟明的退敌面 好让大家 对刘伟明支持少一些 从而 削弱刘伟明的力量 以他一个堂堂市委常委的威势 来做这件事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的 没想到现在 刘伟明本身就是一批人 其他人的 要不吭气 就如同在看笑话似的 搞得他唱独角戏 这有些难唱了 欧阳长阳更加感觉尴尬的是 还是自己是市委常委 假如这事传了出去 大家会把自己看清了 一个曹海县的班子 自己都压不住 往后还会让人们 怎么去心服啊 不行 今天无论如何 要显示出市委常委危言 欧阳长阳脑中 瞬间就 转出了许多的想法 想到临来黑兰市 前去见过孙湘军的事情 欧阳长阳就明白 这次如果不能够 在打压刘伟明的事情上 取得成效 自己就无法取得孙湘军的支持 这是关系到自己发展的大势啊 刘伟明这个时候 却有意和大家说笑着 更是和大家倒酒喝了起来 根本就没有把这欧阳长阳 当成一盘菜似的 太有趣了 大家看到这样的情况 心中对刘伟明是暗叹不已啊 这个刘伟明 真是牛人啊 竟然没有把一个堂堂的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当一回事 真正明白内情的人毕竟是少数 大家只是看到了表面的东西 廖心炎却感受到了 黑兰市的战火已经被点燃了 他知道许多内容 他就明白 刘伟明是采用这样的办法 来对孙家的攻势进行了反击 孙家和刘伟明的战斗又开始了 欧阳长阳在刘伟明面前受挫了 瞥着一口气 回到了市委宾馆 他的压力其实也很大 孙林催得紧 非要叫他用最快的速度 收拾一下刘伟明 出道黑兰 本想用市委常委的权势 压刘伟明一下 可是啊 他突然发现一个关键的问题 刘伟明在曹海纤维班子里面的力量 非常之大 怎么办 欧阳长阳尽量饭吃得少 憋了一口气 又无法泄出 坐在宾馆就发着愣 大家都是新到的人 暂时就安排住了这市委宾馆里 欧阳部长 需要什么服务 你请打个电话告诉我 一个专门负责欧阳长阳这间房间的女服务员 近来微笑着说道 脸上露出笑容 欧阳长阳看着这个长得很甜的女服务员 亲中竟然有了一些异动的想法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卢洪 是 刚到市宾馆来工作的 是叫卢啊 坐下坐下 我们聊聊 欧阳长阳表现得非常亲切 卢洪是农村人 是通过朋友介绍到这市委宾馆工作的 他知道坐在对面的这个中年人 是一个有着很大权势的人 听到对方要自己坐下说话 迟疑了一下 这 我们有规定 不能这样 诶 谁说不行啊 听我的 就是你们的经理来了 他也得听我的 卢洪就坐了下来 啊 小卢啊 哪里人呢 欧阳长阳关心的问道 在问的时候 欧阳长阳在卢洪的身上不断的骚拾着 他发现 这个女孩长得很甜 人也挺漂亮的 更重要的是在自己面前表现的很淳朴的样子 那种小女儿的样还是吸引人 整体上这是一个吸引人的女孩 听到 我是曹海人 一定又是曹海人 欧阳长阳就皱起眉头 他现在对曹海没有太多的好印象 不过 心中一动 欧阳长阳还是问道 啊 小卢啊 我刚到黑兰市啊 听说你们先有个刘伟明很是霸道啊 你跟我说说这个人 吴红听到询问刘伟明 听到 你可能不知道啊 刘县长到曹海 可有微信了 只要是他说的话 大家伙都信 现在啊 曹海已经变样了 大家的生活正在一天停的好起来 大家都说了 只要刘县长再一天 曹海的老百姓就有饭吃啊 欧阳长阳更加不高兴了 嗯 一个地方的发展 怎么能说是某一个人的功劳呢 这是集体努力的结果 卢红看了欧阳长阳 有些不高兴了 就坐在那里 有些不安了起来 看到卢红的样子 欧阳长阳 微微一笑 啊 当然了 这事跟你们没关系 你呢 跟我说说 刘伟明在曹海县呢 是不是很霸道啊 卢红搞不明白 欧阳长阳的状况 只是知道 引导的话不能反对 咬着嘴唇 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 欧阳长阳看到卢红这一套 就明白了 看来刘伟明在曹海 还是很有手段的 拉帮结果非常厉害嘛 在卢红的身上看了一阵 欧阳长阳正想说什么的时候 这个时候 手机响起来了 打起一看 竟然是村林打了的铁花 又在卢红的身上看了看 这才向卢红摆了一下手 卢红急忙从房间中走了出去 出门以后 用手拍了拍胸口 感觉到这个领导 仿佛对那个刘县长很不满意似的 他同样也发现了欧阳长阳 几次注意自己的目光 卢红以前由于家境不好 早就到了黑兰市里面当过小姐 对于男人看人的事情 很有一套 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他也是一个有着心机的人 他之所以想到办法 花了一些精力进入到市卫宾馆 就是听说这里的服务员 如果能够把领导勾上 就很有可能转为正式员工了 还有几个是混得非常好的 这次黑兰市新领导来了 卢红采用了一些手段 这才分到了为欧阳长阳服务的光荣使命 他的目的当然就是要勾上欧阳长阳 在门口响了一阵 卢红对于自己能够勾上欧阳长阳 又多了几分信心 才叫把劲儿 应该就把这头肥猪勾上了 欧阳长阳并不知道卢红有着这样的想法 别看他在刘伟明面前那么嚣张 其实却是一个怕老婆的人 以前被老婆管得紧 平时看的黄色小说或者是电影之类的 还真是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欧阳长阳一直以来都是属于那种有心无胆的人物 这次一下脱离了老婆的视线 她的那心思就动了起来 面前不时闪现卢红是那么甜美的模样 这对于欧阳长阳还真是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卢红也厉害 在欧阳长阳面前表现的是那种很淳朴 仿佛并没有经过男人的那样 这就更加吸引了欧阳长阳了 欧阳长阳在卢红出去后 调整了一下心情 这才把孙林电话接通了 啊 李少啊 我刚才在卫生间呢 欧阳长阳马上进行了说明 欠到那小子没有啊 孙林对刘伟明不是一般的统恨 他感到就是这个刘伟明把自己一家都毁了 啊 见到了 我 我试他了一次 看上去啊 这小子在曹海县的力量很强啊 欧阳长阳就没有太大的把握了 嗯 欧阳长阳 我告诉你 能够让你当市委宣传部长 同样也能够把你拿下 你自己天亮吧 说完这话 孙林就把电话挂了 本来就是憋着一口气 现在就搞成这样 欧阳长阳拿起手机就想砸到地上 比了一下 最终还是没有砸下去 心中对孙林那是敢怒不敢言呢 一晚上 欧阳长阳是辗转难免 无法睡着 心中盘算的是收拾刘伟明的事情 他知道 如果自己无法很快就收拾刘伟明 村家对自己可能就要收拾了 既然刘伟明里有着一整套的人马 是否可以把刘伟明的人分化呢 欧阳长阳突然间就感到自己 思路有些大开了 对 把曹海的人员调一些 离开曹海 如果能够那样 刘伟明的势力就必然会得到极大的削弱 第二天一早 欧阳长阳就赶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坐在办公室里 欧阳长阳又把自己的想法盘缀了一遍 赶到自己既然是一个市委常委 提出一些人事上的调动 可能还是会有一定效果的 欧阳长阳有一个想法 他很想了解一下黑兰师的情况 果然 刚坐下 市委办就通知 召开市委常委会议 大家都是新搭配在一起的班子成员 楚勋作为市委书记 当然要开这样一个会了 说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大家都坐在小会议室里 楚勋把持了整个会议的进程 本来就没有太重要的事情 不外就是认识一下 然后根据省委的指示 把大家的分工说一下 楚勋在把这些事情说完之后 就想可以散会了 现在楚勋心情很是不错 自己坐上了书记的宝座 想到下一步 只要有了政绩 自己就能够更紧一步 楚勋的干劲很足 楚勋正是打算说散会时 欧阳长阳却插嘴了 啊 楚书记啊 我想说点事情啊 大家的眼睛就朝着欧阳长阳看了过去 大家也多少知道一些情况 知道这个欧阳长阳是属于孙系人员 是直接空降而来的 听到他在这样的会上要说事 大家的心中也是一愣 楚勋也是脸色一沉 今天这个会本来就是一团和气的会议 班子刚搭配好 他希望的是先进行磨合 别搞乱 现在这欧阳长阳突然要说话 他难道会说一般的话吗 有几个常委突然就想到了 昨天吃饭时 欧阳长阳在酒桌上发生的事情 都是一些有眼线的人的 昨天发生的那件事情 就怎么可能瞒得住大家 大家也都是听说了一些情况 这就要干起来了吗 欧阳长阳很是严肃的说道 同志们啊 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啊 就是要在班子中啊 形成民主的气氛嘛 我虽然呢 刚来到黑蓝市 还是听说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啊 据说有些人呢 在县里打搞山头主义 一言堂的情况啊 这样的事情啊 我认为是绝不能允许存在的 其他地方我还不了解 我谈一点 我昨天呢 参加曹海县班子吃饭的感觉吧 曹海县的县委书记 江振全同志啊 在曹海县呢 没有什么微信可言 反而是刘伟明同志啊 一无百应的 我认为长此以往 曹海就会出现政府压过县委的情况 对于曹海县的发展是不利的 我有一个想法呀 市委是否应该全面研究市里的看部情况 在全县范围内 对一些存在的问题地方啊 进行一些调整啊 这果然是要对刘伟明通手了 宁军一听欧阳承阳这样说话 知道这事儿 绝不能够任他乱搞 欧阳部长 干部的事情 你的手伸得长一些了 宁军的话说完 方顺章一板脸 干部的任用和调整 其实随便能够乱搞的 欧阳长阳同志 黑兰市的工作 楚书记非常清楚 我建议你最好啊 还是先了解了情况再发言吧 楚轩也是不高兴的 自从许夫杰要调走的消息传来 许多干部调整都是由他说了算的 欧阳长阳说是有问题 这就是在打他的脸了 看到副书记和组织部长说话了 他当然就站在方顺章他们一方 长阳同志 你负责好 你那一块工作就行了 今天这个会议 我看就到这里吧 说完这话 楚轩就宣布散会了 大家纷纷向外走出 留下的却是欧阳长阳脸色 不断变换的情况 他这才发现 孙湘君的背景在黑兰市 仿佛并不好使 欧阳长阳有一种极大的受挫感 自从欧阳长阳在常委会上受挫 他仿佛也明白了黑兰的情况 暂时就没有再有什么动作的打算 一切都显得很平静了下来 通过酒桌上的事情 刘伟明在曹海的权威更深 许多工作都很好处理 只需要一下命令下去 下面的人没有人敢不尊崇的 曹海各项工作倒是很快就离顺了 刘伟明早已从宁军那里知道一些情况 想到孙家的行为 他可不敢大意 孙湘君是那么精明的人 特别是那次在机场上见到了 那个叫林伯承的人 刘伟明就感觉到 那个人有些阴 表面上和气得很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抢的 认真说起来 刘伟明对欧阳长阳倒是并不担心 反而是担心那个林伯承 那人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不过现在中央还没有正式的文件 宁海省也还是原来的样子 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刘伟明也有着更多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忙了一天 刘伟明回到家里 洗了一个澡 坐在沙发上 看着宁海的新闻 父母都坐在一旁 看着电视 对于儿子的发展 两个老人现在真的是满意的很 才多长时间呢 刺激到儿子已经是这曹海倩的县长了 一想到儿子当县长的时候 孙志芳就有一种不真实案 这也太让人难解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 儿子那么厉害 这对于两个老人来说就是一种安慰 刘航成现在的地位 刘航成现在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大家见到他的时候 叫声刘师傅就很尊敬了 现在就完全不同了 到来的那些县里领导们见到他时 谁不是叫一声刘老啊 抢到这个称呼 刘航成就暗笑 刺激什么时候和这样的称呼都摘成别儿了 慧明啊 你看 你老大不小了 还是一个县长了 你的个人问题啊 是不是该解决一下了 孙志芳最关心的还是儿子的婚姻大事 妈 这事啊 不急 我会考虑的 考虑什么呢 现在啊 天天都有人来家里啊 介绍女孩子的 你妈呀 都偷偷去看了好几个 刘航成说道 我又不是找不到老婆 你们呢 操那个心干什么呀 到时候 肯定能够带回来一个就是了 一天白白的家英倒是不错 前天陪着他妈呀 又来了一次啊 我看哪 家英这孩子 还是喜欢你的 听到又是天家英 刘伟明就头疼了 妈 你们不了解天家英的 怎么不了解了 那孩子啊 是我看着长大的 知根知底的 多么淳朴的一个孩子 孙志芳说道 刘伟明暗笑一声 那天家英真是那么淳朴啊 正聊着的时候 刘伟明摆在桌上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打起来一看 就是刘孟一 打了的电话 孟一啊 是什么事情啊 刘伟明问道 伟明 是这样呗 我妈刚才啊 又跟我谈了 想让我们尽快结婚 你是什么样的想法呀 刘家想要尽快结婚 刘伟明就明白了 刘家现在估计是有些顶不住了 希望通过自己和刘孟一的婚姻 来拉拢上一些力量 啊 行啊 你看什么时候合适 我们就什么时候结婚好了 不过呀 你到曹海来 见见老人吧 刘伟明知道 和刘孟一的婚事 已经没有了悬念 天老头该谈的 都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话上电话 刘伟明就看到自己父母 疑惑地看着自己 直到两人 已经听到了一些内容 既然决定了 这事啊 还得跟两个老人讲一下 才是 爸 妈 其实呢 我早就谈了一个对象的 刘伟明笑着说道 孙志峰的眼睛就是一亮 哦 难怪我们在这里着急呀 你倒是不急了 你快跟妈讲讲 那孩子是什么样的人呢 家庭情况怎么样 这个时候 门打开了 大姐刘盈也走了进来 看到刘伟明坐在那里 刘盈的眼睛里面 就是一亮 哟 刘县长回来了 招打 自己的弟弟也这样喊 村志峰笑着骂道 刘盈就走了过去 坐下来说道 你们是不知道啊 现在小弟当上县长了 我都水涨船高了 哼 我告诉过你多次了 如果你敢乱来 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爸 你把我看成傻瓜了 我明白的 他们对待我那么好 不过就是看中了小弟的权势 我明白他 你们哪 以为那厂长在利用我 哼 他那点花花肠子 我还不知道吗 放心好了 我绝不会给小弟添麻烦就是了 听到这话 刘红成这脸色才是一环 嗯 明白就好 你弟弟啊 别看是县长了 官场的事情谁也说不清楚 说上也快 说下也快 你看看曹海的新闻 这几年里面 曹海的县里 领导走马换灯似的换着 逃去的人还少吗 如果伟明说了事情 你们厂里 你还能走得开吗 知道了 知道了吧 伟明啊 被你打岔一下 正事差点忘了 快告诉妈 你那对象 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为明探对象了 快说一下 大姐啊 给你参谋一下 小弟啊 你现在是近着 一些小门小户的人呢 就不要考虑了 妈也是的 近在这场里看人 你得找一个门当户队的才是 他叫刘孟一 刚说出这个名字 刘颖就惊喜地说道 都在传言 说是 二弟有一个女朋友是 江里大家族的子女 我还正想问这事呢 是不是 他们说的情况啊 不错 刘家是 红色家族 他们家呀 是这样的 刘伟明就把刘家的大致情况 说了一遍 听完刘伟明的介绍 刘鹏城就有些激动了 刘家那个开过元勋 我是知道的 果然 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如果是他们家呀 那可就是 京城的一个大家族了 伟明啊 我们小门小户的 人家能看上咱们吗 孙志峰听到刘伟城这样一说 也有些胆怯地说道 伟明啊 他们有着那么大的背景 你娶了他们的孩子 会不会受气呀 刘颖也知道 刘家的大致情况 难怪大家说 小弟是靠着刘家发展起来的 如果真是刘小姐 愿意帮助伟明的话 不要说是一个县长 更大的官也能当上去 伟明啊 既然是这样的家庭 就没什么说的了 一定啊 要尽快把这婚结了 要知道 女孩子如果嫁给了你呀 她就会全虚全意地帮着你的 刘颖考虑的 就是走进一步利用刘家力量 要让刘伟明发展起来 刘伟明并没有解释 现在刘家的情况 这种事情 解释了自己父母 也并不一定能够理解 难道说 刘家现在是有求于自己 说了父母 也不相信呢 孟一啊 明后天就会 到我们家来看我们 刘伟明说了一句 孙志峰一看家里的情况 就急了 伟明啊 人家刘小姐 是多么金贵的一个人啊 到我们家里 看到这种情况 会不会嫌弃啊 刘颖一看到家里的情况 那这样吧 我立即通知一下 请厂里的一些姐妹 来家里帮下忙 总得把家里啊 搞得像样子一些才行 别让人啊 把我们家看扁了 看了一眼刘恒成 孙志峰皱眉 老头子 你那头发胡子 你得去搞一下嘛 快去理发店 搞搞 刘恒成 自从听到刘家 是这样的大家族 亲中也有些发虚了 那好 我去理个发 说着 也起身向外走去 看到一家人 动了起来了 刘伟明有些无语了 没事 孟一啊 这人很好相处的 别搞得那么复杂 他家人是嫁的我 不是嫁的房子 这事啊 你就别管了 我们来处理 你忙你的工作好了 刘伟明摇了摇头 召集了自己的房间 这事 自己真得好好想一下了 如果娶了刘孟一 那就正是确立了 刘家女婿的身份 有了这样的一个身份 借力的地方 看定多了许多 不过同样和谢家 这样的一些 刘家的退头 站在了腿里面了 到时候 自己将会面临更大的打击 迟疑了一下 刘伟明还是拨通了 郑小柔的电话 郑小柔仿佛正在睡觉的样子 有些睡眼朦胧 什么时间了 刘伟明有些无语 这女人的时间观念并不强 半夜三更呢 精神倒是很好 现在还没有到睡觉的时候 她倒是先睡了 问了一句 可能 这也看出了刘伟明的电话 就是精神一震 笑了起来 就知道你会在这个时候 打电话过来问情况 我告诉你吧 刘家现在有些困难了 各方的助力不多 好几个地方的留系人员 都出了问题 他们需要你尽快介入刘家 只有有了你的进入 田林喜那里就算是拉上了 有着田林喜的介入 田林喜背后的华老 就是一个威慑 这对刘家来说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护身符 能够松一口气 还有啊 姨妈郑家呀 听到刘伟明说这样话 郑小柔就半天没有言语 过了一阵才说道 孟一的妈妈单独找我 谈了一次话 她找你单独谈什么话呀 刘伟明很是不解 郑小柔又过了一阵才说道 算了 这事就不跟你说了 你安心娶孟一吧 我支持你 这话说的刘伟明 是这儿和尚 摸不着头脑 心中就在想 刘孟一那个势力的母亲 到底跟郑小柔谈了什么话呢 第三天 刘孟一就到了曹海 同行的还有刘孟一的母亲黄心 他们是先到了省里面 黄心又去扮回了田老头 这才到了曹海 田老头这次也一起来到了曹海 一前一后开了两辆车子过来 田老头一辆 刘家母女一辆 车子都是田林喜提供的 到了这宁海省 田老头比起刘家的人就有权势多了 刘伟明接到他们的时候 田老头看着这曹海县城的情况 不停地点头 伟明啊 不错 现在的曹海啊 看上去整些多了 没有以前那么混乱了 最近呢 我们加大了城市的整治 各部门协同进行 我们认为啊 一个地方要想发展 给我的第一观感呢 非常重要 如果整个城市看上去很脏 很乱 城市的舒适度又不好 前来考察的人 心中的投资欲望就会削弱 这样不利于发展 下一步啊 我们就将掀起 城市改造的工作 您老啊 下次到来 整个的曹海 就将是一个新的样子咯 看着刘伟明说话时 那种指点江山的样子 田老头就笑了起来 伟明啊 就是这点非常不错 有信心 一个人 只要有了信心啊 无论什么时候 都是不可战胜的 黄欣海是第一次来到曹海 站在这里 地势较高的地方望去 感觉到是曹海县城 也是一个风景不错的地方 看到这里的情况 对于刘伟明的工作 也多了一些认识 伟明啊 早就听孟一说 你们曹海县不错 这次看到了这里的情况啊 我也感觉到不错 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建设的话啊 没准是一个风景区啊 是的 这事呢 我们正在搞 就是 想到曹海县呢 打造成一个旅游城市 黄欣看到刘伟明的样子 心中在想 这小子看来很自信嘛 女儿嫁给了他 应该啊 也能够过得好吧 黄欣这次是带着任务来的 刘家需要刘伟明的事情 已经成了大家的共识 这次他的任务就是一个 无论如何 也要把亲事定下来 只要定下了亲事 刘家就要在京城里面宣传了 到了那个时候 想对刘家不利的人 也得看看华威是否答应了 刘家需要主力 并且很迫切这次 一定要把事情谈成了 无论对方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都得应允 这是临行前丈夫很凝重的表情 说出来的 过过了安逸的生活 黄欣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好日子 出现了危机 那么急着还来操海 就是不想刘家出现什么问题 阿姨 要不先安排你们住下吧 卫明问道 黄欣看了一眼田老头 田老啊 是否先去卫明家看看 啊 说得对 应该啊 先劝劝 卫明的父母了 我一直啊 都还没有见过呢 有了他们两个的意思 刘卫明也就只好带着他们 向着自己的父母家行去 接到电话的刘皇城和孙志芳 一身很得体的衣服穿在身上 正坐在家里等候着刘家母女的到来 开始的时候 他们还以为 只是刘孟一一个人到来 后来才知道 刘孟一的母亲也来了 心中就有些紧张 又听到说刘卫明的师父来了 这事儿 他们就更加重视了 对于田林喜这个人 刘家的人都还是知道的 对刘卫明的帮助非常大 刘卫明有今天的发展 和田林喜这个人是分不开的 刘和成也早就想去当面感谢一下 田林喜了 刘盈就更加兴奋了 把林飞也叫着 在家里面等着 一家人都显得很是迫切 黄仙很少来到这样的小区 车子使进小区 黄仙就微微一臭霉 这个小区也太破旧了吧 想到自己女儿是嫁给这样一个家出身的孩子 黄仙多少有些不舒服了 更不舒服的还是刘家几个核心人物 私下商议过的对郑小柔的事情 想到这事儿 黄仙就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 前天还有意在自己女儿面前说起了那个事儿 没想到女儿是表现出了无所谓的样子 唉 黄仙叹了一口气 刘家怎么就沦落到这种地步了 再想到大家族还是有些欠不得人的内容时 黄仙也只能暗叹了 看了一眼田林喜 黄仙是立即把自己的想法收起来了 这个老头也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看似一样都不明白 其实啊他什么不清楚啊 进入到刘伟明的家里时 刘恒诚和孙志峰早已迎上前来 大家又是一些客气话 刘孟一今天倒是显得有些不自然的样子 想到是来谈亲事的时候 刘孟一的脸上满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刘盈也是厉害的人物 第一时间就拉着刘孟一说这说那的 刘孟一本来就是一个有钱人 这次为了讨好这刘家呀 每一个人都花了大的钱 购置了不少的东西 拿出来的几套衣服和包包 瞬间就把刘盈给收买了 刘孟一本来就是一个很有长相 还有气质的大美女 现在又拿出那么多的礼物来收买人心 没费什么劲就把刘家的人全部给降服了 刘盈没事也喜欢研究一些时尚品 刘孟一拿出来的那些东西把它美得满心欢喜 心中就在想 这才是应该进入刘家门的弟媳妇啊 看到刘孟一的那做派 刘为明一暗笑 这刘孟一呀 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刘恒成倒是上来和田林喜聊得很不错 两个人也找到了一些话题 刘孟一在那里聊着 聊了一阵呢 黄心忍不住先说道 啊 亲家母啊 我们家孟一呀 什么都好 就是不会做饭呢 往后啊 还要你们担待一些才是 孙志芳在刘孟一一进门的时候就看钟了 刘孟一本身就是出身于大家族 特别是人长得很美 又非常有气质 孙志芳在心中 把刘孟一和自己看过的一些女孩子 比较了一下 觉得其中也有几个女孩子长得不错的 倒是可以跟刘孟一比一下 不过 她们却是在气质上 根本无法和刘孟一相比 想到这个女孩子就将是自己的儿媳妇了 早已满意的不得了 现在的孩子都这样 没有什么 只要孩子们自己喜欢就好了 到时我们家卫明啊脾气降了一些 跟她爸一样 还请亲家母啊 多多贪贷一些 两个人很快互相用亲家母来相称了 看到黄欣一改一改那种高高在上的样子 和自己母亲相谈甚欢的样子 刘伟明的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他完全能够想到黄欣现在的想法 越是这样就越是明白了刘家现在的处境非常的艰难 亲家母 你们对于孟一嫁到刘家的事情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黄欣问道 那有什么要求 只要孩子们呢 自己过得好就行了 孙志峰倒是无所谓的说道 黄欣看了一眼田老头 亲中多少有些郁闷 人家刘伟明的亲身父母是那么好说话的人 这个田老头从中插了一杠子 想什么事啊 田林喜说道 哈哈哈哈 两个年轻人呢 能够走到这一步也是不容易的 这事好好得操办一下吧 在京里 省里和曹海啊 都得办一次就席 有些关系啊 也得给伟明他们介绍一下 别到时候啊 一家人在一起时啊 并不知道情况啊 刘恒成还是有些不明白 那多麻烦啊 随便请点邻居们就行了嘛 人情事故 孙志峰明白一些 感激的对田林喜说道 田老啊 我们家伟明啊 这是麻烦您了 一路都是您在帮着他 也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 哈哈哈哈 我这个人啊 是不容易啊 看一个人顺眼的 伟明从大学的时候就不做 对上眼了 我不帮他 谁帮他呀 是啊 没有你的帮助啊 我们家伟明 哪会进步这么快啊 伟明啊 你要记住 不能忘记啊 说到这里 看下刘伟明 要牢记啊 你师父的恩情啊 爸 你放心好了 这事我从来没有忘过 田林喜心中高兴 脸上还是表现出了不高兴的样子 我如果图你啊 把恩情积在心上 我就不帮你了 我只是有一个希望啊 就是希望你永远都不能忘记老百姓 心中装着人民的人啊 才能够走得更远啊 刘航成也暗自点头 田老说的不错 做人呢 就得搭气 这搭气两个字啊 就是要求胸怀天下 说的直白一些啊 都是要实实在在的 为老百姓做好事 做实事啊 大家是你一眼我欲语的 说着话 倒是显得很是热闹 把婚事完全定下来以后 刘孟一就面带 修意的看向刘伟明 他知道 从现在开始 自己和刘伟明之间的一切障碍 就算是没有了 抢到所走过的路程 刘孟一有一种想哭的冲突 吃了饭 刘伟明就把黄欣和田丽熙等人啊 安排了住下 这才来到了刘孟一的风险 一进门 刘孟一就一把抱住刘伟明 泪水就流下来了 伟明 我终于能够和你在一起了 感受到了刘孟一的感动 刘伟明也紧抱住刘孟一 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你放心 我们会越来越过得越好的 话是这样说的 刘伟明心中却已经在思考着 下一步自己将如何面对谢家的问题了 以前谢义并没有为难自己 现在和刘家成了这样关系 谢义的打击肯定就将到来 这事儿得和田丽熙商议一下才行 也不知道省里面现在是什么样的变化 就在黄欣他们来到曹海县的时候 县美书记江政权也知道了这事儿 听到经理刘家来人和刘伟明商议婚姻的事情时 江政权坐在办公室里面就皱眉 叹了一声 江政权自语道 看来曹海又要有事情了 江政权知道自己到来的一个内容 那就是作为谢习的钉子插在这里 谢义曾经和刘伟明是出现过一次针对的 后来谢义又改变了做法 当过谢义秘书的江政权太清楚谢义的心思了 只要是他对了某一个人有看法了 那种打击会很快的进行呢 刘伟明已经成了刘家的女婿 也就是说刘伟明在站队的问题上 是选择了站在谢家的对立面了 如果是这样 谢义还能够放得过刘伟明吗 想了一阵 江政权还是拿起电话 拨通了市长赵义贤的电话 啊 赵市长 我向您呐汇报一下工作 都是谢习的人 江政权就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情况 向赵义贤报告了一遍 听完了江政权的报告 赵义贤也在皱眉 他是多少知道了一些 谢留两家市退投的事情 赵义贤不敢怠慢 挂了电话就立即拨通了谢义的电话 同样把事情向谢义不回报了一下 这个时候谢义心情还是不错的 正在办公室里面看着文件 接到赵义贤的电话 本来很好的心情 一下子消失了 点了一支烟 坐在那里想着事情 对刘伟明这个年轻人 谢义还是欣赏的 他认为刘伟明这个人很有前途 如果发展得了 前途不可限量 正是有了这样的想法 谢义才不再打压刘伟明 目的就是想收归以挤用 吐出一个烟圈 谢义就想到了刘家现在的情况 京城老刘家 现在已经被谢家孙家两家联手打的事 基本上无还手之力了 有几个地方的刘家高官 更是被采用了一些手段拔除了 再加把油 刘家就将被打下了 在这个时候 刘家竟然搞出了这样一招 这就让谢义不得不重视了 妙招啊 谢义叹息了一声 老刘家的这一招真是来得及时啊 别看着只是一个简单的刘伟明 渠道刘孟一的行为 其中包含着的手段 明眼人谁看不出来啊 这刘家还是跟华威联系在一起了 想到华威 谢义不重视都不行了 看了一声 谢义知道 这次对刘家的打压估计时 谢家无法进行下去了 谢义同样快速拨通了老爷子的电话 这事啊 我也是刚知道 华威请我过去坐了一下 谈起来这事 听到这话 谢义就明白了 果然是华威发话了 那 就这么算了吗 先观察一下吧 老爷子的话中 也是透着 没有多少底气的意思了 谢义听得出来 老爷子看在华威发话的面子上 暂时不想动手了 打完电话 谢义坐在那里半天不想动 作为谢家的一个重要人物 谢义亲自参与了谢家的许多行动 在打击刘家的事情上 许多事情他都是知道了 眼看着刘家已经要倒下了 事情却出现转机了 还是出现在宁海 这让谢家那些人怎么看自己啊 越想就越加心烦 大好的局面 就因为这个刘伟明和刘萌仪的结婚 而发生变化 这事让谢义还是郁闷 谢家的人私下争得也很厉害 谢家的那些人啊 会不会借这种事情来针对自己呢 想想都感觉到谢家的人 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想到刘伟明时 谢义竟然产生了一种痛恨的感觉 都是这个刘伟明搞出的事 让自己在谢家试了分了 爬的一下 挨在桌子上 谢义有一种叫打人的冲动 听到房间里面有动静 秘书急忙赶过来问道 谢书记 有什么事情吗 我没事 看到秘书进来了 气压了一下心火 秘书这才小心地走了出去 心中还是想着 谁惹得谢家老爷子生气了 看到门重新关上 谢义那整治刘伟明的想法就淡去了 田林喜是个户短的人 自己如果真的动了刘伟明 还不知道田林喜会搞出什么样的情况来 华为既然能够专门把谢家老爷子请去 不外就是 田老头做了一些工作 整治了刘伟明 搞不好 华为就要震怒了 自己的父亲都得让华为一些 整了刘伟明 华为的震怒就绝对小不了 到了那个时候 谢家就把华为给得罪死了 难哪 谢义感到自己这口气啊 真是没有一个发泄的地方 很快 又想到了孙祥军和刘伟明的过节 谢义的脸上就露出笑容 自己无法针对刘伟明 何不把孙祥军的人搞成先锋啊 抢到了赵义贤报告的 有着欧阳长阳在市里和刘伟明的一次交锋的情况 谢义就摇了摇头 这欧阳长阳明显 只是孙祥军东西要搞刘伟明的人 不过 这个小子的能力仿佛并不怎么样 让他冲锋倒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需要的就是这种不按章法出牌的人 想到这里 谢义再次拨通了赵义贤的电话 啊 义贤啊 上次你说过 欧阳长阳同志啊 提出了调整各县班子的事情啊 我认为啊 他这个意见还是很好的 你要支持吗 赵义贤听到谢义这样一说 心中发苦啊 谢义贤 黑蓝室的情况很复杂 不复杂的话 放你在黑蓝室干什么呢 啊 谢义贤说的对 赵义贤感受到了谢义的不满 义贤哪 要团结同志工作嘛 接到了谢义这个电话 赵义贤除了苦笑外 还真是有些找不到话来说了 谢义在接到自己的电话之后 打来了这样的电话 谢义的心意啊 就不难明白了 这事啊 既然说了是欧阳长阳的意思 就是表明了 谢义对刘伟明不满了 这是要配合欧阳长阳搞事的意思 其实呢 赵义贤对刘伟明也是欣赏的 感觉到曹海在刘伟明的手上 可能真的会有一个大的改观 他还正准备到春珠香 现在 接到了谢义的指示以后 他就明白了 在对待刘伟明的事情上 已经有了改变了 谢义并没有说要动刘伟明 不过却是要把欧阳长阳那样的人 定在前面去冲锋 自己要做的一项工作 就是把欧阳长阳那些想法 变成现实 市里面的方顺章 宁军摆明了 是要支持刘伟明的 一个副书记和一个组织部长 这全是已经不小了 据说廖书记的公子和刘伟明 相交非常好 纪委书记詹泽木 那一票也可能是投到支持刘伟明一方的 这已经是三票了 一股很强的力量 楚宣书记也是三票 这就去了六票 自己虽然是市长 毕竟在黑兰市的根基上前 并不占优势 到现在还没有拉到一个盟友 一想到这里 赵义贤就明白 谢义对自己是不满了 一个市长的权威 竟然在市里没有力量 说句话来 调也不值吗 就算是自己支持欧阳长阳 也不过是两票 这样的力量 能起什么事情了 一个书记和一个市长 只要联手了 痛刘伟明 那就没问题了 可是关键的还是楚宣的态度 楚宣最近 对刘伟明的观念也在改变 仿佛对刘伟明 很是信任的样子 能获得他的支持吗 难度明显很大呀 本来书记和市长都存在着一些争权夺利的问题 要真正获得楚宣的支持 赵义贤感到有些难度 先争取一下其他人再说吧 这个时候 田林喜和刘伟明 也在田林喜的住的房间里面 看着事情 微笑着看向刘伟明 啊 既然和刘家呀 形成这种关系了 你就是刘家的一员了 你要知道啊 正是因为你娶了孟一的事情了 造成了经理的种种骗术啊 一些人对你啊 就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看法 你将要走的路啊 是更加艰难了 别人啊 别人都是娶了大家族的子女沾光 怎么到了我这里啊 就变样了呢 哈哈哈哈 现在反悔呀 还来得及吗 是不是 后悔了 师父 后悔什么呀 我就是感慨一下而已 你放心 切家在明面上 是不敢动你的 最多呀 搞点小动作而已 你要对付的还是 孙家的人 这事啊 需要你自己去面对吧 我现在讲的是 楚轩的事情啊 如果他和赵市长联手了 我就只能到了举手投降的份了 你知道 楚轩的来头吗 田林喜很有深意的看向刘伟明 这话 问得刘伟明也有些疑惑了 市里 还是有着许多传言的 谁都说不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头 楚书记这人呢 还真是稳得住 不论面对什么样的情况 他最终都能够转危为安 许多人啊 并不知道楚轩的情况 就算是省里有许多人 不知道他的情况啊 我恰好 就是知道一个人 大家看到的楚轩啊 这是一个 一般的草根发展起来的 谁又能够知道 他的来头同样很大呢 我听说 楚书记的家庭一般 并没有后台啊 哈哈哈哈 表面上的确如此啊 你知道楚轩的父亲是谁吗 我哪里知道啊 你想想 副总理那里面 是否有一个姓楚的人呢 刘伟明的眼睛就真的老大了 难道是楚为奇 嗯 当初啊 这个楚为奇啊 和一个女人发生一段情缘呢 结果就把楚轩生下来了 楚轩虽然到现在 也没有回归楚家 但是呢 楚为奇对这个儿子 可是上心得很啊 你想一想 有着这样的背景 楚轩又会在乎什么样的人呢 楚轩也是一个做事的人 他需要的是强大的成绩 他需要向楚家的人 证明自己的能力啊 刘伟明那紧张的心情 一下子松懈了下来 他明白 楚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了 在看向田林喜那很有深意的眼神时 刘伟明更是知道 也许田老头和楚轩都已达成了某种协议了 什么 你到曹海了 坐在办公室里 就接到了郑小柔的电话 刘伟明的眼睛是真的老大 刘伟明根本就没有想到 郑小柔这个时候会跑到曹海 听到郑小柔到了曹海 还要求自己去接他的时候 刘伟明的脑袋都大了 怎么的不来接接我啊 郑小柔笑着问道 这事还真是要命 刘伟明现在可就在曹海 郑小柔跑来干什么呢 最近和郑小柔聊天中 两个人的话题也深入了许多 甚至还会开点带伞的玩笑 在电话中聊天是一回事 如果真是发生的事情 这事就有些让人头疼了 好 我这就过来 刘伟明知道自己不能不去接他 也只能是走一步 算一步了 当然了 刘伟明通过了和田林喜的一些交谈 多少也有了一些猜测 心中已经是七七八八的了 挂了电话 刘伟明想了一下 觉得这事还得让刘孟一知道才行 正在和刘家谈着结婚的事情 自己偷偷跑去会乘下柔了 这事有些不地道吗 刘伟明感到这事如果放在以前 瞒着刘孟一是可以的 但是人家刘孟一和母亲都到了曹海来谈婚论嫁来了 并且婚事进展的还那么快 在这个时候 跑去撕毁一个曾经和自己发生过亲密关系的女人 这对刘孟一就太不公平了 无论如何也得让刘孟一知道 这事刘伟明不打算瞒着刘孟一 孟一啊 郑小柔到了曹海了 刘伟明想了一下 就直接对刘孟一打了电话 把郑小柔到曹海的事情讲了出来 这个时候刘孟一并没有在刘伟明的家里 而是和郑小柔坐在了一起 两个人其实已经砍了好一阵了 郑小柔打电话叫刘伟明来接 这个事情还是刘孟一要求的 他想看看刘伟明会不会背着自己 撕毁郑小柔 郑小柔也很想知道 在这件事情上 刘伟明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算是两个人联手要考验一下刘伟明的意思 接到了刘伟明的电话 听到刘伟明如实地告诉自己 郑小柔到来的事情 不知道怎么的 刘孟一的心情是一下子大好起来了 在电话中对刘伟明说道 啊 他来了 你就过来吧 我跟他在一起的 听到刘孟一这样一说 刘伟明拿着电话就在发呆 搞什么吗 这两个女人 虽然不了解他们在玩的是什么样的招数 刘伟明还是向着郑小柔住的宾馆赶去 就在刘伟明赶去的时候 刘孟一指着手机说道 他告诉我 你来了 郑小柔的嘴就嘟了一下 但是小鬼 刘孟一的心情好了许多 看向郑小柔 嘿 你可凶露出来了 郑小柔脸一红 马上拉了一下衣服 在郑小柔的身上看了一阵 刘孟一哼了一声 颤了起来 记住你的话 刘孟一说道 难道你真的不介意 郑小柔脸上就一红 又能说何的 两女互看了一眼 刘孟一就说道 谁叫大家都需要你呢 说完这话 刘孟一站起身来 房地产的事情就由你来操作了 看着刘孟一走了出去 郑小柔的脸上表情变换不定 就在刘孟一走了不久 刘伟明就赶到了这里 快速向着屋里面扫尸了一下 走掉了 郑小柔娇沉地说道 刘伟明强笑了一下 走过去坐了下来 看着这个曾经和自己 发生过亲密关系的女人 刘伟明发现 这个郑小柔更加美艳了 刚刚沐浴过后 全身上下 散发着一种很肉感的吸引 看到刘伟明正在看自己 郑小柔的脸上一红 拉了一下衣服 会是谈得怎么样了 还好 双方的老人都已同意了 进到京里办酒席 然后呢 省里师傅呢 就会办一个小行李 然后到县里来办 两个人虽然在手机里面 说得很露拱 可是啊 现在对面坐着说话时 两个人都显得有些不太自在了 刘伟明更是感到 很是尴尬的样子 看到刘伟明显得很是紧张 郑小柔本来对刘伟明那一点点不满 也散去了 看下刘伟明 没想到 我到了曹海 先是孟一知道的吧 提起这事 刘伟明已经想明白了 这是两个女人有意在试探自己心意的情况 搞得那么复杂 刘伟明也装作不高兴似的 看到刘伟明仿佛有些不满 郑小柔也怕刘伟明不高兴 这可是啊 孟一要求他 他想看看 他在你的心里面有多大的地位 不过 是来你做的挺让他满意的 刘伟明也已经明白了 刘伟明的小心眼 开始时倒是有些不高兴 不过 很快就理解了刘伟明的想法了 刘家现在的许多事情 刘伟明也能猜到一些了 特别是田林喜进行了一些暗示以后 刘伟明就更加明白了一些东西 看看黄欣这次到来 那么急的想和自己的父母谈婚事 更是在许多问题上都征求父母的意见 这和他以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口傲完全不同 通过种种的事情 刘伟明就明白了 刘家在针对郑小柔的事情上 做了文章 想到这种可能性 刘伟明竟然感到自己心中有着一种兴奋 不过 刘伟明也还是怀疑这事的 看向郑小柔 刘伟明试着问道 你这次来曹海是为了什么事情啊 瞪了一眼刘伟明 郑小柔的脸又有些红了 说实话 郑小柔长得那么大 还真没有谈过恋爱 跟伟正光的婚事 也是两家人操作的结果 当时刘家老爷子还健在 刘家比起郑家的权势来说 是强大之极 谁也没有想到 事实无常 刘家那么快就倒下了 反而是当时处于危惧的 郑家翻身了 与伟正光之间根本就谈不上感情 反而是和刘伟明之间的 通过那件事情以后 郑小柔就再也忘不掉刘伟明了 经常在电话中通话 郑小柔就有着一种恋爱的感觉 现在看到刘伟明在装样 他心里面很是不满 明明很聪明的一个人 硬是要装作不明白 这让郑小柔很是生气 刘伟明看到郑小柔这个样子 就明白了 自己猜测果然是这样的 心中对刘家的行为 多少还是有些鄙视的 不过 想到刘家硬要促成这事 刘孟一和他母亲 又都不在意 刘伟明也有些吃惊了 这些大家族 真是让自己看不明白了 哎 家族的利益啊 真那么重要吗 不知道怎么的 刘伟明就问出了这么一句 没想到刘伟明突然会说出这么一句话 郑小柔一冷之后 神情却也一安 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 估计家族的利益啊 并不算个什么事情 影响到的 这是一家而已 但是 套了刘家这样的高门大户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看到刘伟明疑惑的眼神 哎 恰如刘家岛了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那就不是刘家的事情 而且是整个刘系的事情 一直以来 靠在刘家这条大船上 有着太多的人 太多的家族 并不是表面上看上去 刘家一家的情况了 你最近注意到媒体没有 不时出现了一个某某人 因某种原因被双规 某人又以某种原因道歉了 你明白情况吗 大部分都是刘系的人呢 刘伟明的心中就是易经 以前呢 还真是没有注意到这事 到了他们那个层次 你以为他们的情人就没有吗 他们就不存在一点问题吗 为什么以前没有事情 反而是现在就有了事情了呢 一个个询问过来 刘伟明第一次发现 郑小柔并不是外表看上去 那种不关心事情的人物 他了解的内情太多了 刘伟明第一次有了一种 要把这个女人收下的想法 有着这样的一个女人按住 自己的路会走得更顺一些 哎 刘家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候 再不有一些行动 估计梦一他三叔 那个水旅部的副部长就要出事了 到了那个时候 一连串的牵扯下去 孟一他爸也会出事 到那个时候 刘家就算是彻底完了 他们现在是真的需要你了 刘伟明听完郑小柔的这些话 才总算是明白过来了 这次的刘家斗争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特别是有了孙家的加入 刘家已经失去了反抗的力量 如果刘家完了 跟随刘家的太多人 都要受到牵扯 到时候调官冒事小事 搞不好真的会搞出大事的 大家都在逼刘家吗 你要知道 刘家代表的是一大批人的利益 大多数人不希望刘家倒下 刘家的压力太大了 如果刘家不来保护大家 到时候大家就会抛弃刘家 这是走到那一步 刘家在上上下下都没有好日子了 刘伟明第一次发现 刘家到了这样一个危险边缘 难怪以黄欣那样高傲之人 都不得不放下架子 来了曹海 看来一个人到了一定程度 他就要受到许多的制约了 刘伟明多少有些感慨 为了刘家利益 刘家的人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 郑小柔这个时候看向刘伟明 那你爸是什么态度呢 刘伟明好奇地问道 脸上再次一红 我爸觉得他欠我的太多 刘伟明就明白了 看来郑小柔的父亲 在对待刘家的事情上 关键的还是要看郑小柔的态度 有了郑小柔在刘家 郑家就不会和刘家成为对头 刘家真是把什么情况都算计到了 怎么突然来到了曹海啊 虽然知道了刘家的用意 对于郑小柔来到的事情 刘伟明还是有些不解 就问了一声 你不希望我来吗 郑小柔说着就看向刘伟明 看到郑小柔眼神中透着一种委屈的样子 哪有啊 我当然希望你来了 只是有些意外而已嘛 是孟一姐叫我来的 刘伟明就睁大了眼睛 她感到这事透着的太怪异了 刘伟明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把郑小柔叫来呢 常伟真不是跟你谈了房地产开发的事情吗 刘伟明这才想起了常伟真和自己探讨过在春珠乡 大面积开发房地产的事情 看向郑小柔 怎么 你也想参合进去了 卫明 你不比其他人 你刚开始发展 你想过没有 这事孟一是不能参进来的 要操作 也得其他人才可以的 你们俩人呢 如果是一旦结婚 你想一下 你老婆在春珠乡考房地产 无论结果是什么样的情况 最终 你也会因为这件事情而被人拿来说事 啊 我也在考虑这事 虽然在整个的开发中啊 政府和群众并没有吃亏 但是 如果真是孟一搞的 的确存在问题啊 许多事情啊 有预谋才行 现在孟一还没有嫁给你 倒是可以操作的 但是 如果她嫁给了你 情况就变化了 到了那个时候 这事就必然成为你的一个缺口 到时 别人想拿来说事的话 就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现在把事情做完满了 就算有人拿这个说事 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小柔 让你费心了 刘伟明能够感受到 郑小柔他们 在这件事情上的用心 你跟我还客气 郑小柔说着 读了一下嘴 刘伟明发现 郑小柔就很喜欢读嘴 那个动作 很是诱惑人 看到她这个样子 刘伟明就有种 倾他一口的冲动 他们赶忙 移开了眼神 这事啊 我们研究过了 这次孟一的钱 并不在我那里 由我来组建一个公司 然后由常维珍 来进行运作 到时候 跟你的关系就不大了 刘伟明思考了一下 感到这也是一个办法 虽然郑小柔 也是刘家的一员 但是他毕竟明面上 和自己没有关系 现在郑家那么强大 就算是郑小柔来搞项目 也只能是郑家的行为 再说了 郑小柔的父亲 也没有插手这事 跟郑家 也不太可能扯上关系的 倒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刘伟明明白了 这件事情 刘孟一应该跟郑小柔 他们都商量过了 这样变下操作的方式 最多是让大家以为 郑家打入到了宁海 并不会再把自己扯上 这倒是一件不错的事 你们家 进入宁海 不会有困难吧 刘伟明问了一句 是我进入 娇沉的看了一眼 刘伟明 郑小柔有些不高兴 看到郑小柔这个样子 刘伟明就更加明白了 其实这产业 最终还是自己的 您还省 我们郑家 还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 你放心好了 公司的事情 已经操作的差不多了 各项的关系 也没有问题 明后天 你只需要把我带着 介绍给江振权就行了 怎么 谁打算呢 常驻曹海啊 不错 这个项目 虽然是常规尊在操作 但是 你可能不知道 里面呢 有着不少人的股份 通过这个项目 就能够拉出一个 大的关系往来 对你的下一步发展 是有好处的 再说了 有着那么多人参与进去 就算有人想搞事 他们也得看看 这些人能不能动了 现在刘伟明才算是彻底把心放了下来 这个郑小柔也是一个人精 有他来操作 还真是不太可能出事情的 一谈到项目的事情 郑小柔的精神头也上来了 用手比划着 在说着这事 本来就穿着宽松的衣服 这动作一大 他那身上雪白的肌肤都透了出来 特别是他的沟壑 也是一颤一颤的 本来就和郑小柔做过那种事情 现在看到郑小柔这样有人的风景 刘伟明就感觉到 自己心火有些躁动了 再这样下去 自己可能真的要忍不住了 知道了大家的想法 刘伟明就明白了 这个女人亦是自己的人 有了这样的想法 刘伟明要忍耐着 自己心中的那种欲情 就有些吃力起来了 想到刘孟一刚才从这里离开了 刘伟明心中的欲情也大了几分 他明白 现在根本就不是机会 指不定刘孟一正在想着 自己和郑小柔的事情 来都来到曹海了 去家里看看老人吧 郑小柔其实同样也感到有些吃力 刘伟明到来时 他就有一种扑进刘伟明怀里的冲动 只能是借着说话 尽可能的不去想那事 刚才说话时 自己的衣服出现了一些状况 他其实也察觉到了 却有意不去演刘伟明的眼神 心中多少还是有些小得意的 正在心中忐忑不安时 刘伟明就提出了 到家里去的意思 郑小柔就多少有些扭捏起来了 刚才那种狱情也快速散去 心中就在想 这是去见公婆了 去不去呢 虽然来之前也在心里想过这事 现在却又有些迟疑起来了 不过最终还是说到 应该的 刘伟明出来坐在车上 等了一阵 才见到打扮得很美丽至极的 郑小柔走了出来 看到精心打扮的郑小柔 刘伟明暗叹一声 竟然就这样的事情 这个刘家的安排也真是让人母语了 可能只有刘家 才会有这样的安排吧 也可能只有郑小柔这样的女人 才会同意刘家的安排 伟明 开我的那辆车吧 郑小柔对刘伟明说道 刘伟明这才看到 郑小柔开着的是一辆 画着省政府牌照的奥迪车 车子开上去并没有特别的地方 郑小柔自动坐在了副驾驶上 我不认识路 刘伟明开着车子就朝着家里走去 车子到了家门口 郑小柔对刘伟明说道 伟明 你帮我拿下东西吗 打开后备箱 刘伟明就看了一眼郑小柔 这一眼看到郑小柔是脸上就是一红 搞了半天 这郑小柔是有预谋的 礼物都已早已准备了一大堆了 带着郑小柔拿着那一大堆的礼物 两人放肚啊 就一起回家的小两口 看到进门的刘伟明和郑小柔 刘孟一的脸色一缓 在刘孟一的想法中 这两个人 现在应该在宾馆里做那种事情了 没想到并没有做那种事情 心情反而好了很多 同意了父母的意思 也知道刘伟明和郑小柔 还是有过实际的夫妻那种事情的 现在看到郑小柔 也到了刘家 刘孟一的心中是多少还是有些不得气的 不过 抢到了母亲向自己述说的刘家巨大危机 需要郑小柔和刘家同仇共进时 刘孟一在心中也暗叹了一声 黄新正在和孙志芳聊着事情 他最近倒是把心放平了 和孙志芳倒是谈得很是融洽 看到一个美得不得了的少妇和儿子一起走了进来 刘恒成和孙志芳都感到很奇怪 全都把目光看下了郑小柔 不得不说 这郑小柔就是美艳 加上又精心进行了打扮 看得大家就是眼睛一亮 刘盈更加吃惊了 就紧紧的盯住了郑小柔 刘盈这段时间完全请假在家 厂长当然是听到县长和岳母在谈婚事 立即提了刘盈的架 郑小柔有些胆怯的躲在刘伟明的后面 硬着头皮 刘伟明对自己母亲说道 爸 妈 这个呀是刚从厅里来的 是孟一的嫂子叫郑小柔 她呀专门来看你们来了 听到刘伟明的介绍 刘家两个老人才诗然了 咱们好意思的 大小远的还过来看我们 刘伟明对郑小柔介绍说道 小柔啊 这是我爸和我妈 刘伟明一介绍完 郑小柔就非常恭敬 有爸爸好 有妈妈好 听到郑小柔的这个称呼 所有人都是一愣 刘伟明在郑小柔的旁边 听到的那个流字就非常小声了 只是听出了爸爸和妈妈这几个字 只能是摇头 郑小柔真是一个有礼貌的人 现在呀就有意的把爸爸和妈妈都称呼上了 刘梦仪就看了一眼郑小柔 她当然也听出来了这郑小柔的这种称呼 黄心的脸色也有了一些变化 刘家的人倒是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着这样的一个内情 孙志峰一把拉住郑小柔 你这称呼好啊 我喜欢 以后啊 常来家里 刘皇城只是感到怪异 这称呼啊 还真是有些不太习惯呢 好 我听刘妈妈的 刘妈妈 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一些礼物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说着就开始分发着礼物 郑小柔也是一个有钱的主 礼物同样很丰富 到了刘盈面前 刘伟明对郑小柔说道 我姐刘盈 姐你好 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 郑小柔忙着把礼物往刘盈的手里塞 他是把姐也喊上了 把东西发完 孙志峰笑着对黄心说道 小柔啊 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孩子 你们家的人呢 都很不错呢 啊 小柔不错 黄心勉强的笑了一下 就在刘伟明他们在谈着婚事的时候 田林喜也在和孟明君通着电话 知道田林喜来到了曹海县 孟明君有意打了这个电话来询问情况 孟明君一直以来都和田林喜私交甚好 天老啊 你什么时候能够到京里来一趟啊 田林喜如何不明白孟明君的意思 现在孟家也有些挡不住政敌的攻势了 这是希望自己到京里相处的意思了 哈哈 放心 郑城中同志啊 很快就会到你们孟家呀 去看孟老爷子了 孟明君一愣 一时也想不明白京城市委书记会主动到自己家里去 你放心吧 没事的 田林喜的话语中竟然有着一种一切都在掌握中的意思 有了田林喜的话 孟明君这下多少放心一下了 想到宁海的事情 孟明君又有些担心 孙将军逼得很厉害 非要大量参合进人不可 看来还真得同意他参合了 不过让他参合的话 进去的人就会针对刘伟明的 这老头又肯定不满 这事儿真是很难啊 京市市委书记 郑成忠是一个相当强势的人 能力很强 最近更是有着更进一步的呼声 接待了外宾回到了盘工室坐下 郑成忠揉了一下太阳穴 多少还是感到有些匮乏 斜靠在椅子上 看着秘书李明使 在恭敬地夹着热水 您是啊 有什么事情吗 郑成忠随意地问了一句 李明使是知道郑成忠的习惯的 喜欢抽空了解一下自己听到的一些动向 大的事情倒是没有 只是有一个事情 郑成忠本来无神的眼神 一下子锐利地起来 啊 什么情况啊 书记 是这样的 小柔 住在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名字叫 天泽房地产 他现在啊 已经到了宁海去了 据说 要到宁海去发展房地产 郑成忠坐在那里 没有言语 过了一阵才说到 随时把他的动向 告诉我 看着秘书走了出去 郑成忠常常地叹了一口气 为了郑家的发展 当初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有刘雨江主导 女儿嫁给了魏正光 这事儿 一直都是郑成忠的心病 他那么一个强势的人 为了家族的利益 不得不搞的一个联姻的事情 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耻辱的事情 想到女儿一直以来 都郁郁不欢的情况 郑成忠就感到难过 刘家这次在各种打压中 其实郑成忠是推了一把 长久以来的一口气 堵在那里 他也想报复一下刘家 在他的想法中 魏正光死了 女儿就能够名正言顺地改嫁 以自己现在的权势 女儿嫁给任何人 都比这块墙 可是啊 事情并没有按照郑成功的想法 激情 女儿不仅没有离开刘家 而且还帮着刘家 说起了话来了 这段时间 轰得最猛的谢家 开始收兵了 听说是华为发了话了 事情怎么会发展到 这种程度呢 郑成功发现了这样的情况 就一直在暗中探查和研究着 华为发了话 不仅是谢家收兵了 韦家现在也没有了渡情 就是那孙家 也同样是眼气息鼓了 刘家怎么就有那么好的运气啊 竟然转危为安了 郑成忠能够担任京中的市委书记 他又怎么可能 没有一些消息来源呢 很快 大量的消息就汇聚到了他的这里 了解到情况 再经过分析 郑成忠顿时无语了 亲中把刘家骂了一遍 这刘家的人也真是阴得狠啊 通过一个曹海县的县长 就把这危局给化解了 情况已经明了了 刘家把女儿嫁给了 那个田林喜的弟子 通过田林喜 就和华为划上了关系 这个还不是让郑成忠吃惊的 让他最吃惊的还是自己女儿也被刘家给利用了 让他郁闷的还是女儿对于刘家这种利用还是非常高兴的样子 哎 这个小柔望 郑成忠从桌子里面拿出一个文件袋 打开时 里面就是一张放大了的刘伟明的相片 看着相片中的帅气 充满了锐气的刘伟明形象 郑成忠看了好一阵 刘伟明的简介内容都在这文件袋里面 是全都有的 郑成忠已经不止一次的看过 有关刘伟明的事情 用手在文件袋上轻轻的敲击着 郑成忠比一般人看的都更加深入 别人看不出刘伟明发展情况 有过多年基层经验的郑成忠 却是完全能够理解出刘伟明是怎样走出来的 这小子一直都在走钢丝 并且还没有掉下来 也真算是一个异类了 郑成忠摇头叹息 拿起相片看了看 心中就把伟正光和刘伟明 对比了一下 嗯 这小子长得真是不错 放下相片 郑成忠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 就想到了 材料中自己的女儿和刘伟明 在那房间里面发生的事情 虽然材料中只是具体的描述了外面的情况 并没有去猜测让人是否真的发生了点什么问题 但是以郑成功的暗中观察 他早就发现了 每次在提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 女儿那本来没有多大情感的表情都会发生变化 双眼中就散发着光芒 凭着自己看人的眼力 郑成忠心里明白 两个人肯定是发生那种事情了 不发生那种事情 女儿自从嫁人后 失去的那种活跃就绝对不会再现 再次分析了一下 女儿一直不离开刘家 还尽可能的帮着刘家说话的情况 开始时 郑成忠还没有想明白 现在听到秘书说了 女儿住去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要到宁海发展 一切就能够想明白了 刘家能够酸住女儿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女儿也和这小子混在一起 一想到这里 郑成忠的太阳穴就狂跳 刘家真的他娘的不要脸了 这样的事也错得出来 想是这样想 郑成忠却根本没有办法 女儿看起来已经铁了心 要跟这小子了 就算是暗中跟着 他也要跟了 自己难道会再去反对吗 欠女儿的太多了 郑成忠叹了一口气 到了他现在的这个层次 连不连姻倒无所谓了 郑成忠也想过 直接就跟刘伟明谈谈 不必娶刘家的女儿 自己干脆把女儿嫁给他好了 可是啊 这刘家也忙得快 直接就把黄秦派到了曹海 听说是婚事已经定了 那田老头也不知道是有意的 还是无意的 就硬是跑去参合这事 有了田老头的参合 自己现在想什么都没有办法了 郑成忠完全就怀疑那老头是有意的 凭着田老头那人精似的智慧 他又怎么可能看不出几家的情况呢 嘿 这个老头 郑成忠暗骂了一声 这件事情里面 自己也被这个田老头算计了一下 田老头肯定是明白了刘家的想法 有意让那小子娶了刘家的女儿 然后把自己女儿也拉上 最终就把自己也变成了那小子的后盾 真是可恶的很啊 不得不说 田老头那暗中的算计 还真是把自己算计到里面了 自己现在就是一种有利也无处使的情况 得了 现在女儿啊 舔了心的在帮那小子了 再看看相片 然后把刘伟明经历想了一遍 郑成忠不得不承认 这个叫刘伟明的人 还真是一个有能耐的人 春珠乡 那贫困的地方 都能被他打出一片天地 现在又提出了曹海迁的发展规划 这个规划 自己看了都感觉到很有前途 如果给他一些助力和时间 这小子 没准还真是能够发展起来的 强到这里 郑成忠发现 自己仿佛也并不排斥这个小子了 那么年轻 就能够凭着自己的一些走钢丝的行为 爬到新人们鼻子上 谁又能说得出 这个小子下一步会发展到什么样的高度 比起许多大家族的子弟好得太多了 唯一让郑成忠气闷的就是 自己的女儿不明不白的 跟着这个小子的事情 重新把秘书叫了过来 于是啊 小柔的房地产公司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书记 我了解了一下 嗯 经理好些人的子女啊 都入了股道 应该是股份制 郑成忠算是明白了 微微点了点头 这是女儿和刘家研究过的 让女儿来挑头的意思 看来自己啊 得进一步的支持一下了 那孟家呀 最近怎么样 孟家老爷子 最近多病 孙家就不断向着孟家攻击 宁海 也舍出一些利益了 作为郑成忠的先父 李明使对京城的情况 了解得非常突彻 他多少有些明白了 郑成忠的想法 眼睛就瞟了一眼 桌上的那张刘伟明的相片 心中暗想 这个应该是被老板认可了的 不见光的女婿了 想到这事 李明使的心中 也有一些怪异的想法 郑小柔 真的愿意做那不见光的女人 当然了 他也就是想一下而已 心中既然已经有了决定 对于这个刘伟明 必须重视才行 这样吧 备撤 跟孟家联系一下 我要去看望一下孟家老爷子 李明使点了点头 走了出去 坐在那里 郑成忠又想了一下 宁海看来啊 还得由孟家掌控才行 只有这样 对那小子 才能有更多的助力 借女儿的 只能尽力帮他们一下了 郑成忠相信 只有自己有了态度 那些针对孟家的攻势 就会减弱许多 这个时候 郑成忠才发现 刘伟明那小子 竟然是整个京内争夺的 重要一环了 有了他的参合 整个京里的局势 竟然一改 心中多少有些不太舒服 郑成忠就感觉一切 都已被田老头 算计到了似的 江叔姐 这位是京城房地产的郑小柔 刘伟明看向江政权进行的介绍 啊 欢迎郑小姐啊 到我们 先来进行投资啊 江政权摆出了书记的夹子 矜持一笑 与郑小柔握了握手 看到郑小柔的这个样子 江政权心中暗赞一声 这个京城来的房地产商 真的是很是美一样啊 招呼着郑小柔坐下 江政权就看了一眼 刘伟明 心中在讲 这个刘伟明啊 怎么什么人都带来这里啊 就算这妞长得很美 你县长搞定不就行了吗 郑小柔微微一笑 从包内拿出一套房地产开发方案 对江政权说道 江书记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有一道 春秋香进行房地产开发 这是我们的方案 和我们公司啊 在各方面的材料 请江书记查看 并没有多坐停留 郑小柔递了方案 那我就不打扰了 你们先了解一下 我明天过来 送走了郑小柔 江政权并没有急于去看方案 而是不解的问道 伟明啊 经济的事情啊 要你们县政府来负责就行了 你就可以定吧 刘伟明就有些为难了 江书记啊 这事儿 我还真是不太好插手 你可能不知道啊 我和这个郑小柔啊 多少有点关系 嗯 什么关系啊 江政权疑惑地问道 他是真的不太明白这事了 刘伟明只好说道 啊 小柔的父亲是京中的侍卫正书记 啊 江政权心中一惊 快速回想着自己是否有所怠慢的地方 心中多少有些后悔 郑小柔到来的时候 自己并没有表现出很友好的样子 想到郑书记的权势 江政权就看了一眼 刘伟明 你们有关系 你可能不知道 我最近呢 不是和刘萌一谈结婚的事情了吗 郑小柔啊 是刘萌一的嫂子 虽然 跟我们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啊 但毕竟呢 有着这样一层的关系嘛 所以啊 这次她的投资事情啊 我看 还在江书记啊 还操心一些了 我就不介入你 要不然呢 还真的难以说得清楚啊 江政权这才明白 刘伟明带着郑小柔来的原因 心中就有些疑惑了 难道那房地产开发中 刘伟明和郑小柔之间 有什么猫腻吗 啊 这样吧 把这份投资方案啊 印出来 让每一个常委啊 都拿一只 大家看看以后 明天我们开个常委会 集体研究一下吧 虽然担心有什么猫腻 江政权还是真不敢得罪 郑城中 这样一搞 还是让常委们来 研究一下好了 出了问题 自己也不会有责任的 刘伟明严肃地说道 江书记说得不错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曹海的发展啊 一切都必须要透明 必须让大家监督此情 就算是跟我有些关系啊 就绝不能有任何的特权 看着刘伟明 江政权一时之间 还真不清楚 刘伟明到底是怎么想的 魏魏就点了一下头 看着刘伟明走了出去 江政权的目光 就放在了桌上的那些材料上面 拿起那些材料 江政权认真地看着方案 看完以后 江政权就感到有些疑惑了 从方案内容来看 这家天泽房地产注册资金很庞大 实力就没得说了 股东又是一大批人 看着那些股东的情况 差不多 江政权有些疑惑 这天泽公司提供的资料 也太详细了一些吧 竟然把公司的那么多的股东的名字 都写在了上面 越看就越加不明白了 从这方案看 天泽公司根本就没有想要占县里多大便宜 一切都很明白 特别是在土地的费用上 完全就是和县里差不多 也就是低那么一点点而已 这样的价钱 相比起春株香 现在的土地的价钱 谁都能够看得明白 那就是高的太多了 应该说是县里占了便宜的 看不明白之下 江政权就想到了最近谢一的态度 想了一下 就打通了谢一秘书的电话 把这件事情跟谢一的秘书说了一下 打完了电话 还没有当江政权喘口气 谢一亲自打过来电话 要求把那份股东名单传真过去 江政权哪含怠慢的 快速的把那名单就传了过去 并且还把方案也传了过去 时间一点点过去了 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以后 谢一的秘书打了电话 对江政权说道 这事啊 进来促成吧 江政权想不明白 其为什么有这样的态度 只能是叫下面的人 把那材料印出 然后下发给每一个常委 说是明天下午开会 研究这件事情 第二天下午时 所有的常委都汇聚到了 县委小会议室 看到刘伟明果然请假 没有来参加 江政权看了大家一眼 同志们啊 今天开这个会啊 主要有这么一个庞大的房地产啊 开发方案 是京市的天泽房地产公司提出来的 这事啊 我已经叫下面的人印了好了 送给大家 相信大家 也研究过方案 今天呢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事 常委会上 怎么没有见伟明同志啊 这事呢 就是伟明同志要求的 他表示啊 不参加这个会议了 因为投资商的代表啊 是京方的郑晓柔女士 伟明同志说了 郑晓柔女士啊 是他现在正要娶的刘孟一小姐的嫂子 你们看啊 这事搞的 伟明啊 这是要避嫌的意思啊 大家也都露出了笑容 伟明同志啊 一时都是这样 很注意影响嘛 刘先生 也一直都很正直 江政权也不想听这些人 赞予刘伟明 郑晓柔女士啊 提出这个方案很大 只是不知道 他们的公司的整体实力啊 跳心眼微笑的说道 实力啊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昨晚请人了解了一下 郑晓柔这个人啊 是京市市委郑书记的女儿 天泽公司啊 里面的股东中 有几个呢 我能查出都是 一些京城有头有脸的 大家族子女啊 这个公司 无论是经济实力 还是政治实力啊 都没有说的 他们能够来草海投资啊 说个不好听的话 就是啊 给我们献面子了 唐欣言的话 说的大家都是一愣 几个刘系的人 更是精神一振 看来 刘伟明的实力 还有着不少隐藏啊 江政权微微点了点头 啊 既然是这样啊 公司的实力问题呢 就不必去研究了 关键的这个方案 到底行不行得通的问题啊 常务副县长李永贵 谈到 呃 我昨晚呢 研究了这个方案 也请了几个专业人士啊 一起来研究 还真是没看出 这方案中啊 有什么对我们献不利的事情 如果我们先得到这么大的一笔资金 就能够啊 做太多的事情了 嗯 刘县长跟我谈过啊 这笔资金的用途啊 他说啊 如果能够谈得成啊 先就是春珠乡房地产呢 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其实呢 就是县城的改造啊 就有了关键的资金 我们的刘县长啊 真是能人啊 通过这样的一次置换式的操作 不仅是春珠乡能够得到发展啊 县城的资金问题也解决了 上次在会上 刘县长说他 来负责县城的改造等事实啊 我还在担心资金的问题啊 现在不是就解决了吗 春珠乡下一步将要大发展 居住条件就得加快步伐 有了专业性的公司集团来负责这事 对春珠乡的发展是一个提速的过程 我看了法案中的价钱的内容 我认为啊 天泽公司的目光长远 他们看中的并不是现在的曹海情况 而是看中了春珠乡的下一步发展 现在是吃了一些亏 他们只要把房地产呢 运作起来 他们还是能够赚一些钱的 当然了 我们不能因为企业下一步 可能赚钱就把价钱抬得高高的 我们呢 也应该有一种大开大展的胸襟 要积极促成这次的合作 县委宣传部长曹延平这个时候也非常赞同 我同意大家的意见 从这个方案中看呢 短期天泽公司的确并没有赚钱的意思 他们更多的是着眼于未来 未来呢 虽然注定他们会赚到钱 但是呢 他们也同样承担了风险 我认为这事啊 无论放到哪里去说呢 都说得过去 刘先生根本就没有必要避嫌嘛 这对于曹海县的发展啊 是一件好事 江政权也得到了协议的指示 本来就没有阻拦这事的想法 看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 支持天泽公司的方案 他就顺水推舟 那就大家表决一下嘛 这事啊 自找透明化好了 刘伟明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会上表决的结果 这个时候 刘伟明正和郑小柔刘孟一 坐在一起聊着发展的事情 行了 常委会上啊通过了 刘伟明看向两个女说道 郑小柔就微微一笑 这样就好了 成绩是你的哟 由于是常委会上集体讨论 加上你啊 又没有在场 有些人也无法拿这事啊 来指责你什么 特别是啊 我把股东的名单给了他们 虽然这份名单呢 大家也查得到 但是拿给他们的话呀 我相信啊 一些有些人呢 看到里面这段势力啊 就更加不敢动了 哎 想拉点资金呢 就得注意一下 还真是让人痛苦啊 混观场就是这样 每走一步路 都得前后左右的看看 我感觉 你大姐不再适合留在曹海 这样吧 我安排一下 我南方有一家公司 让她去当经理好了 相信她能够胜任 哎呀 她行不行啊 你也太小看你姐了 她只是啊 没有见过世面而已 只要她见了世面 相信 她就会有一个大的改变的 这事儿 你就别管了 有我和孟一 去跟她谈 你姐啊 你姐夫 也是一个不错的人 我觉得 放在场里是可惜了 一起安排好他们 你也少一些后顾 看着两个女人 刘伟明真是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了 目光在江政权 和刘伟明的身上看着 耳中听着刘伟明 对曹海规划的汇报 楚勋的心中 暗赞了起来 这个刘伟明 果然是一个能折腾的人 抢到刘伟明的发展情况 以一个一无所有的情况 来到了鸟不生蛋的春珠香 仅用了很短的时间 就把春珠香搞得方生水起 这里面已经证明他的能力了 现在又有了新的目标 要把一个县都发展起来 魄力很大 也只有他这样的人 才没有把曹海看成是一个贫困县 曹海在刘伟明的规划中 已经不会再是以前的情况了 假如按照他们的这种方式 跳不了多长时间 曹海就毕竟是一处投资的热度 全市经济的发动机啊 这是楚勋的结论 想到曹海如果发展起来 这对于全市的贡献时 楚勋对刘伟明 已经不再是那种欣赏了 而是倚重了 有了刘伟明的存在 就算是对自己 也是一个巨大的助力 如果说以前楚勋对刘伟明 多少还有些偏见 认为他完全就是一个 靠女人发展起来的话 通过对刘伟明的种种了解 楚勋是早已没有了这样的想法了 看得出来 刘伟明这个人 就是凭借着自己的能力 凭借着超人一等的运作成长起来的 如果说是靠着后台发展起来 还不如说是他这个人 很会运用各种力量 为他所用 曹海的整个发展规划 楚勋早已看了多次了 今天是专门把两个人叫来 向自己进行汇报 听着听着 楚勋的思想就有些走神了 想了更多的东西 楚勋的心中 有着自己的痛苦 母亲和那个人的一段情缘 生下了自己 凭着自己的努力 才混到了副县长的位子 也就在自己成为副县长时 那个人才找了过来 虽然有着楚家的支持 可是楚家完全没有任何的认同感 他需要的是一种强大的政绩 他要向楚家人证明 自己是有能力的 现在是市委书记这一切 还是那背后的人支持运作的结果 楚勋心中极不舒服 他最想做的就是自己通过自己的力量 去证明自己 既然要证明自己 就得做出一些出色的成绩出来 现在曹海的刘伟明就搞出了 这样的一档规划 如果曹海的发展规划实现了 曹海的发展就成为可能 从而还能够把全市的经济 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这是楚勋希望看到的 自己担任市委书记以后 除了这样的政绩 自己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领导 想了那么多 楚勋发现这个刘伟明 其实是一个和自己 有着同样目标的人物 钱不管别的 只看工作的态度 刘伟明就比太多的人 好得太多了 这种想做实事的人 如果自己都不支持的话 还真是退不住自己的良心呢 刘伟明是扬轩一席的人 其实观察了那官员 也不能够简单的划分阵营 谁又不是党领导下的一员呢 许夫杰走了 现在市里面的方顺章等人 虽然级别比刘伟明高 但是看看他们的做派 因为田林喜的原因和刘伟明之间 更多的还是一种盟友的关系 再想到田林喜和自己的一次密谈的情况 楚勋知道田林喜是把自己的想法摸清了的 田林喜说得非常不错 刘伟明是想做事的人 自己也是想做事的人 其实两人合则两利 分则两损 只要对刘伟明支持了 刘伟明就能够全力展开工作 自己呢 也能够得到田林喜的全力支持 刘伟明的工作成绩是自己的 田林喜的支持对自己 又将是一个极强的助力 这样的条件下 自己难道还要推掉这样的支持吗 早就把这事盘算了一阵 楚勋喊到田林喜的意见是正确的 大家联手把工作做好才是关键 三个人都是有着各自的想法的人 江振权和刘伟明虽然是汇报的人 大家同样也在想事 看了一眼仿佛并没有认真在听的楚勋 江振权也在想着事情 刘伟明的发展规划 对于全新的发展 就是一个大的政绩 从内心里面 江振权是赞成的 做出了成绩 自己同样也有一份功劳 这是好事 可是从政治上来谈 刘伟明的成绩大了 他的发展前途就圆大 这次呢 又和谢习的利益是发生冲突的 从自己了解到的情况看 谢义是不希望刘伟明有太大的发展 刘伟明发展起来了 对谢习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虽然谢习说了可以支持 支持不过是郑小柔那个项目 对于刘伟明这个规划 谢习迟迟迟迟没有发表言论 有的时候 不说话就可以理解为不同意了 这真是让自己难办得很啊 想到自己曾经听到过楚勋 对刘伟明不太待见的说法 再看到楚勋那种 仿佛并没有认真听的神情 江政权就在想 也许可能利用楚勋 对刘伟明的不待见 来做一下文章吧 就算是刘伟明想要做的事情 得不到市委书记的支持 他也是无法做成的 也不知道最近省里面的调整 做得怎么样了 中央到现在 也没有一个说法 刘伟明一边回报 一边也在看着楚勋的表情 他同样看到了楚勋的那种表情 但是由于猜测到 楚勋可能和田老头有了某种交换 刘伟明倒是不担心 楚勋坚决的反对 只是猜想着 楚勋在想着某种事情 有了正想揉他们的 这个春秋香的项目 县城发展的资金 就解决了一部分 有了这笔资金 再设法筹集一下 相信就很快会掀起一个 全县的发展的 各种服务功能都得跟上 有了一个好的环境 潮商就更加方便了 刘伟明把整个的规划方案 向楚勋解释完之后 丑书记 曹海县的发展 春秋香就是一个龙头 我们打算 下一步把县委县政府 都搬到春秋香去 现有的曹海县城呢 就把它变成一个 提旅游 休闲 度假 娱乐为一体的精品城市 有了这样的一个城市出来啊 曹海县就能够把人留下 下一步 随着政府机构 向春秋香的转移啊 春秋香可以向四处进行拓展 到了那个时候 春秋香会变成一个 即可贡帽为一体的地带 到了那个时候 整个现象在春秋香经济的态度下 快速发展起来 农民的脱贫就有了希望了 楚勋这个时候 才从自己的各种想法中 回过神来 锐利的眼神紧紧盯住刘伟明 县委政府的办前呢 需要的是一大笔的资金 你们现在 财政有着能力吗 这话 问到了关键的地方 刘伟明微微点了点头 楚书记 现在我们的确没有这个力量 不过 明年三条道路就将逞通 春秋香远去的不少项目 都能够投入生产销售 这一切 都是以一个巨大财政收入为来源的 许多事情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种严谨的分析 这次呢 我们把几家银行都请去了 对春秋香的发展中的还债能力 进行了评估 各大银行评估了以后啊 都对曹海倩的财政充满了信心呢 我瞒你说啊 现在啊 不是我们去求银行啊 而是银行啊 急于带钱给我们呢 哈哈哈哈 很好嘛 市委对你们曹海的发展呢 是充满了信心的 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大的改变呢 这是楚轩表示出了 对曹海规划的支持了 刘伟明松了一口气 有了楚轩的支持 事情就好办多了 现在的市里面 有着方顺章等人的支持 现在再加上楚轩的支持 那个欧阳长阳 暂时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了吧 江政权却是满腹的心事 看到楚轩并没有表现出 对刘伟明不待见的情况 就感到这事有难度了 这事得尽快向谢义汇报才行 没有得到谢义的指示 自己还真是有些难办啊 看着刘伟明和江政权走了出去 楚轩坐在那里 再次把曹海的规划内容 拿出来细细的研究 看了好一阵 楚轩又把那份 郑小柔房地产发展方案 找出来研究着 楚轩更多的是在研究着 那份天泽公司的股东名单 这份名单是父亲储备天 不知道怎么拿到的 专门让秘书对了名单上面的那些股东身份的调查发过来的 从这份名单中也能够看得出父亲储备天对自己的关心 楚轩的脸上表情一下子复杂起来了 看了一声 楚轩将那份名单中的每一个人的背景都看了一遍 就在那个秘书特别点名的郑小柔的所有关系情况上看了一遍 楚轩已经明白了 刘伟明除了表面上的各种力量以外 这份名单上的这些人搞不好 下一步也将会成为刘伟明的一个助力 有了这样的一些助力 刘伟明只要再有了政绩 相信走得会更远 现在已经不能把刘伟明单纯的看成是自己的下属了 可能啊 还应该把他的价值提升一些才行 由于了解到了其他人不了解的内情 楚轩对刘伟明已经不敢轻视了 也许省里的情况也会在田林喜的运作下发生变化 楚轩有了一种感觉 田林喜这个人太不简单了 许多事情在其他人还没有搞明白状况的情况下 他就已经有所准备了 除了示威 江政权说是去拜访一个熟人就离开了 看到江政权的样子 刘伟明就已经想到了江政权的为难 这个人认真说起来并不算是很讨厌的那种 对自己的工作还是支持的 只是啊 作为谢一以前的秘书 他还是得看谢一的脸色形式 现在自己成了刘家女婿这事 应该谢一早就知道了 就是不知道谢一有什么样的想法了 江政权估计啊 是要去向谢一请示一下 从田林喜那里 刘伟明也听到了一些情况 谢一虽然不会公然对付自己 派一些人来找事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现在的谢一还在观察中 他对于下一步中央对宁海的调整 要非常重视 如果一切都平静了下来 谢其的人对自己的留系人员 还会展开各种的针对 倒是要重视这样的事情 站在大院里面 就看着从各地到来的小车 推满了这大院里面 刘伟明多少有些感慨 一个是 这有着那么多的高级小车 如果把这样的一些购车钱 用在老百姓的生活上 不知道会把多少地方发展起来呀 不过啊 刘伟明也知道 这是华夏的国情 自己根本就没有这个力量反对 猜出了 自己不是也是坐着车道来的吗 心中多少有些无奈 庞飞宇看到刘伟明出来了 快速迎着上来 刘县长 刚才有几个电话打来 庞飞宇把刘伟明手机递了过来 切过手机 刘伟明看到了 有那么几个 是县里的人打来的 一一回了电话 回完那些电话 就看到一个电话是 顾明中 那个在市公安局的小姨妹 鲁一香打来的电话 看到是鲁一香的电话 刘伟明就感到很惭愧 顾明中临走的时候 把鲁一香交给自己 让自己关照一下 忙这忙那的 差点把这件事情给忘了 想到这里 刘伟明急忙就回了一个电话过去 顾一香啊 你看 最近忙着的事情太多了 我对你关心的不够啊 刘伟明有些欠你的说道 刘伟明 我知道你到了市里了 有没有时间 我请你吃饭 哈哈 没问题啊 还是我请你好了 你说地方 我请你 刘伟明想想 今天也没有其他事情了 就满口答应 看了一眼 庞飞宇和司徒宇 你们呢 朝我地方休息一下 自己安排吧 两个人知道 刘县长有私事要办 庞飞宇感冒说的 刘县长 你忙你的 我们会自己安排的 对着市里的情况 刘伟明就已经很熟悉了 接到了 刘伟明安排好的地点后 开着车子 就朝着那个地方赶去了 刘伟明赶到的时候 就看到一身警服的鲁一香 正站在那里 四处张望着 这身警服穿在鲁一香的身上 把他那挺翘的身材 衬托得非常动人 从车里看去 刘伟明就看到了 不少的人都会 向着鲁一香去看一眼 更是看到有两个 年轻的男女经过时 那男人看了鲁一香一眼 结果被挽着 他的女孩子 用手给掐了一阵 刘伟明很快 就把整个操作情况 想了一遍 想完以后 才发现 鲁一香看到自己的眼神 有些不对 坎坷了一声 这样吧 我先给你们的局长 魏北打个电话 反映一下这事情 他知道这事的 鲁一香小声的说道 许多的事情啊 打电话的人不同啊 得到的结果也就不同 鲁一香若有所思的 看着刘伟明 六哥 我听你的 点了点头 刘伟明拿起电话 拨通了市局魏伟的电话 对于这个魏伟 刘伟明还是知道一些的 说起来 他是属于杨宣一系的人马 虽然他并不想得罪 那蓝文书 现在啊 有了自己这个电话 应该能够乱他们一阵的 魏伟并没有想到 刘伟明会打这个电话 他这个时候 正在陪刚从省厅到来的 蓝淑文在吃饭 看着这个老头 魏伟就浑身不得劲 蓝淑文现在是到黑兰市 倒是来得勤了 几个陪着蓝淑文的人 都明白得很 这个老头现在啊 是对局里的小鲁 有兴趣了 蓝淑文在全省都是有名的人物 这老小子好色 想到鲁一香 是顾名中的小姨妹时 大家开始啊 有些人情抹不开 可是啊 看到蓝文书的吃相 大家也知道 这老小子 仰看着要退下去了 他有那种老子要退了 只要最后吃一口的样子 惹了他 这的一身麻烦 却有些不值得了 退于要退下的这些人 大家更多的是不想招惹 顾名中和大家有着交情 就能如何呀 最多就是打个电话 去把这个事情向他说一下 蓝淑文是省厅里面来的人 你顾名中有本事 你自己搞定吧 大家是没有办法了 酒倒是喝得很高兴 喝到痛快出啊 蓝淑文就微笑地说道 小鲁啊 怎么还没有来啊 魏魏就哭笑 这老小子 真是急色的人呢 啊 小鲁请假了 说是有事啊 刚才进来啥 我仿佛看到 小鲁站在外面等人似的呀 分局的副局长 宁钱友 感到是刚好看到了 鲁一香站在外面 今天这事啊 还真是有些巧了 鲁一香是想要请刘伟明吃饭 就得找一个好一些的地方 恰巧 这里就是系统的人最爱来的地方 鲁一香啊 就选到了这里 他根本就不知道 那个蓝淑文 今天又跑这儿来了 局里还安排在这里接待 他来的时候 那些人早就已经进去了 由于是公款消费 他家都没有开警车过来 而是坐了一辆中巴过来的 鲁一香倒也没有发现情况 听到 宁钱友这样一说 蓝淑文的脸色就是一沉 小鲁会朋友 魏北就瞪了宁钱友一眼 这个宁钱友啊 搞什么嘛 宁钱友也是发现情况了 差点扇自己一耳光 没事啊 抄惹蓝淑文看什么呢 这老小子 看来对鲁一香 请假会朋友的事情 很不满了 宁钱友是大气都不敢再坑了 这可能是凑巧了 副局长方向林说道 蓝淑文就看向魏北 啊 小魏啊 呃 制局啊 还得要严一些才是 我们有些同志啊 不安心工作 没事就找借口出去玩 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同志嘛 魏北对于蓝淑文 称呼自己小魏这事儿 一直不太高兴 真是不想跟这老小子扯翻脸而已 套了一杯酒 啊 我们哪 喝酒吧 哎 我是快要退下的人了 零退前呢 还是能够说些话的 啊 小方啊 你的能力是很强的 我很看重啊 蓝淑文手握酒杯 说道 这话也说出来 魏北的脸色就是一片 蓝淑文是省政法委书记谢益的人 现在 谢益强势得很 省委阳书记都要让他一些 得罪了蓝淑文 他到谢益那里去搞一些事情 虽然也不一定能把自己怎么样 不过 如果真是那样了 还是存在一些麻烦的 算了 就不必管他吧 正在想着事情 刘伟明的电话就打来了 看到是刘伟明的电话 魏伟一愣 却也很快的接通了电话 魏伟是局长 当然就知道许多外人不知道的事情 对于刘伟明更是他重点关注的对象 知道刘伟明的背景深厚 所以啊 对待刘伟明的事情上 魏伟就多了几分小心 刘县长 你好啊 听到魏伟的声音 刘伟明就说道 魏局长啊 就一个事情啊 我想向你反映一下 魏伟看了一眼栏书文 起身走到了一旁去接电话 啊 刘县长请说 啊 魏局长啊 顾明忠同志啊 跟我相处的很是好啊 林总是把小鲁托付给我啊 今天我才知道一件事情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事儿让我很震惊啊 就想打个电话 快来问问 听到刘伟明说起鲁一箱 这魏伟就明白了 魏伟一箱靠上刘伟明了 这件事儿 刘伟明这是要插手了 魏伟装作不知道情况 刘县长 具体什么回事啊 刘伟明也不知道 魏伟在装样 还是把情况说了一遍 说完之后 严肃的说道 这件事情啊 我很想知道市局的意思 难道说我们成了可以认人为所欲为的人了吗 如果真是这样 相信上级会来调查的 魏局 小伙不会答应吧 魏伟一听到这话 却有一些冒汗出来了 刘伟明的话说得很明了了 如果真的把鲁一箱搞到下面去了 刘伟明肯定是不一了 想到刘伟明背后的力量 魏伟暗叹一声 这样的事情 咱们能跟刘伟明扯上关系了 啊 刘伟长 这可能是道听途说的事啊 市局正打算重点考察小鲁的 可能是误会的 我相信呢 魏局会公正的处理这件事情的 这事啊 等一会儿我向上天的魏正高厅长反应 魏伟就感到自己的压力有些大了 眼睛就看下了坐在那里的蓝书文 其中在想 这事儿两边都是人物 得罪哪一方都不好啊 干脆把他们两方弄到一起 汤面来解决这件事情 想到这里 魏伟就对刘伟明说道 刘先生是在市里吗 我们市局啊 正在接待蓝副厅长 一起来吃饭吗 刘伟明心中一愣 魏伟怎么突然说出这事儿 我跟小鲁啊 正在冰水楼吃饭呢 刘县长真是巧了 我们也在冰水楼啊 我等一会儿过来敬刘县长一杯啊 刘伟明已经明白了 魏伟的想法 这是啊 想把事情撇开啊 大有试一下自己 看看自己是否敢于和蓝书文 当面对碰的想法 刘伟明也是心中一动 也许倒是可以通过这事儿 碰一下西医也难说 魏伟啊 这样吧 我和小鲁呢 一会儿过来啊 给大家敬酒啊 刘伟明打算去碰一下这个蓝老头 走 我们呢 去见见那个蓝老头 刘伟明打完了电话 对卢一乡说道 这是第一次 有人把一个堂堂副厅长 称为老头 卢一乡就是一笑 看到卢一乡脸上还有着泪痕 刘伟明说道 擦一下你的脸 别让人以为啊 我欺负你了 一听这话 卢一乡急忙从包内 拿出一套化妆的工具 在那里快速修饰着 看到卢一乡那极乱的样子 刘伟明就是一乐 其实啊 却没怎么修饰 这卢一乡本来就是 美得冒泡的人物 只是啊 把那些泪痕之类的好掉而已 在镜子里 左看看 右看看一阵 卢一乡就抬头看见刘伟明 有些羞涩 刘伟明 现在怎么样了 不错 卢一乡仿佛抛了一个媚眼 才不错呀 刘伟明并没有去在意这事 就在卢一乡修饰的时候 刘伟明又把这次针对蓝书文的事情 抢了一阵 现在 既然和谢家成的对头了 针对性就是必然的 就算自己不动手 谢家的人也不可能让自己好过 所以啊 借着蓝书文是谢义的人 这次就搞蓝书文一下 乱大之后 就自然有杨宣这些人去接受了 刘伟明相信杨宣是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势的谢义存在的 如果真能够从蓝书文的身上搞出一些东西出来 到时候很有可能把谢义也扯在里面 别看这事儿 只是为了卢一乡而做的事情 其实刘伟明的目标已经对准了谢家的人了 平时找这样的机会都很困难 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倒是要好好地利用一下才是 走吧 刘伟明站起身来 刘伟明 这样行不行啊 他可是副厅长啊 卢一乡有些担心了 虽然顾明中这个姐夫也是市委书记的秘书 但是啊 毕竟只是一个秘书 跟厅级干部还有着很大的差距 卢一乡对于去见蓝书文的事情就有些担心 自从姐夫离开了黑蓝市 卢一乡才发现黑蓝市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也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 经过许多事情以后 他也算是成熟起来了 这才发现拥有一个强大靠山的重要 看到刘伟明那种风清云淡的样子 卢一乡的心中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卢一乡也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 只是感到有刘伟明站在自己身边 自己啊就非常安全 没事 有我在 这句话说的卢一乡就看了一眼刘伟明 看到的是站起来高大帅气的刘伟明形象 心中突然间有一种感觉 这个男人 他是那种能够遮风挡雨的人 嗯 卢一乡答应了一声 就跟着刘伟明走了出去 问了服务员以后 刘伟明带着卢一乡就走去了魏伟等人所在的那间房间 魏伟自从接到了刘伟明的电话 心中就有些不安 他是了解刘伟明的情况的 这个刘伟明现在是生猛的很 孙湘军的儿子被他搞得死了也没事 现在蓝书文也不过是一个副厅局 难道蓝书文还能弄得过刘伟明吗 魏伟担心的还是在自己地盘上闹了起来 自己这个局长不好当啊 蓝书文看到魏伟打了电话就心神不定的样子 心中多少有些不快 自己是一个堂堂副厅长 还是封管着黑蓝市的副厅长啊 魏伟就算是杨宣一席的人 面对自己看上去服务的并不好啊 一个小小的景花都搞不定 这样的局长是要不得的 不称职吗 看了一眼副局长方向林 蓝书文心中已经有了想法了 这个方向林啊 一直对自己都不错 也算是自己的人了 把这小子弄成局长 自己啊退下来的话 还是有着一两个能说得起话的人的 魏伟倒是没有告诉蓝书文 刘伟明要来的情况 蓝书文自从见到了鲁一香 心中就吃痒痒啊 眼前不时会浮现出鲁一香那种痛人的风情 一想到鲁一香那丰满的身材 蓝书文在心中就有着一种冲突 这样的女人才是极品的女人嘛 如果能够把她压在下面 那种感觉肯定是爽透了 喝了几口酒蓝书文也放开了 对方向林说道 啊小方啊 既然小卢啊在这里吃饭 去把她叫过来嘛 大家在里吃呢 要热闹一下 魏伟亲中暗闹啊 这老小子真是到了要退下了 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嘛 眼睛就瞟了一眼门口 陆伟心想 到了刘伟明来了 这事就得有好戏看了 方向林听到蓝书文这话 就点头啊 我去 我把她叫来 她倒是铁得很 有了蓝书文的知识 根本就没有考虑到 卢一乡有什么样的感受 嗯 哈哈 如果呀 有其他的人呢 也一起叫来嘛 我也想 是什么样的人呢 叫小卢 陪着吃饭嘛 大家听得出来 这个蓝书文的语气中 充满了一种醋意 大家都在暗叹 那个陪着小卢吃饭的 年轻人看来是要有麻烦咯 蓝书文这个人不讲规则 就说呀 有一次就把自己一个看上的女人的丈夫弄得进去了 要不是那女人同意陪老头子睡了一觉 好不好 她丈夫就很难出来了 大家还在为陪卢一乡吃饭的人叹息时 只见一个年轻人走在前面 后面跟着卢一乡 两个人已经走了进来 嘶 刘伟明 是刘伟明 许多人都是了解刘伟明的 一看到陪着鲁一乡进来的是刘伟明 大家就有些吃惊了 有的人就看了一眼鲁一乡 心中暗想 这鲁一乡啊 原来是靠上刘伟明了 难怪看不上蓝书文 刘伟明是什么人啊 那可是曹海的衙内杀手级的人物 衙内都能干得掉 你一个副庭长 在他面前就能顶得住啊 嘿 这一下子倒是有好戏看咯 蓝书文看到刘伟明 脸色就显得不太友好了 他只是感觉到这个年轻人 有些眼熟 喝了几口酒后 并没有去认真想刘伟明的情况 看到的就是帅气的刘伟明 和美艳的陆一乡走在一起 两个人是那么的般配的情况 心中就充满了一种极强的处意 啊 刘县长 你来了 魏伟先站了起来 其他一些人要纷纷起身迎上前去 别看刘伟明只是一个小小的县长 市里面想跟他拉上关系的人太多了 大家看到刘伟明出现了 其他事情都放到一边 争相上前和刘伟明握手问好 魏伟今天我陪着小鲁在这里吃饭 听说大家也在这里 就拉着小鲁来向大家敬一杯酒 不会打扰到大家吧 刘县长能来赏光 这是我们的荣幸 高兴还来不及呢 魏伟哈哈大笑 看了一眼鲁一香 魏伟就笑道 小鲁啊 这来是请刘县长吃饭的 位居好 魏一香恭敬地问好 又向局里的领导们问好 刘伟明的脸上表现出了一种严肃 大家都知道 我和小鲁的姐夫啊 顾名中同志啊 是朋友嘛 老顾连离开黑兰市的时候啊 怕小鲁啊托付给我 说来惭愧啊 既是忙于工作 对小鲁的关心啊不够啊 今天呢 翘不是有点时间把小鲁啊 叫来吃饭呢 我还真不知道 小鲁啊 这里还发生了点情况 哎呀 大家都是老顾的熟人了 我想啊 大家也不希望啊 看了小鲁吃亏不是 这话呀 完全就是打脸的话了 卢一香的事情 就有几个人不知道啊 今天蓝树文 硬是要把卢一香叫来陪酒 那种存心 大家又怎么可能不清楚呢 大家的脸色都有些不太好看了 想当初顾名中菜的时候 由于顾名中是许富杰的秘书 大家对顾名中那是捧着的 欠在人家一走 小姨妹就被人欺负成这样了 这是刘伟明在责怪大家的势力了 蓝树文听到了大家的称呼 这才想了起来 这个人是刘伟明 他也知道一些刘伟明的情况的 看到是刘伟明 蓝树文的脸色就变换不定起来了 自己是一个副厅长不错 可是啊 那刘伟明也是有着身后背景的人呢 怎么办 怎么办呢 蓝树文其实也是明白人 欺负一些没有靠山的人还行 碰上真正厉害的人物了 他并不会轻易碰上去的 特别是碰到的是 全省都有名气的刘伟明 蓝树文却有些迟疑了 刘伟明是一直都在观察着 蓝树文的情况 本来就是来找事的 看到蓝树文脸色变换不定的情况 刘伟明心中暗想 这老小子 估计是想撤退了 却不能让他就这么轻松退下了 刘伟明上前一步 双眼就看见了蓝树文 你就是蓝副厅长 脸上现出一丝笑容 蓝树文竟然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向伸手握住刘伟明的手 就在他伸手时 刘伟明说道 蓝天长 我听说有人想要用权势威逼小鲁啊 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并且还放出话 说是如果他不听话的话 就要如何如何的 听到这事啊 我非常震惊啊 我们的领导干部中啊 竟然有着这样的害群尺码存在 还请蓝副厅长了解一下 如果有这样的人存在啊 就算是捅到中央 我也是绝不放过 刘伟明的话很有气场了 当着蓝树文的面打脸 还打得那么响 他有你蓝树文想搞事 那就放马过来的意思 所有人都很吃惊 就把目光看下了蓝树文 现在人家刘伟明强势了 你老小子到底还有多大勇气反击啊 看到刘伟明已经出招了 大家就看下了蓝树文 鲁一香也没有想到 刘伟明一上来就那么强势 直接就针对了蓝树文 鲁一香根本就不明白 刘伟明的想法 现在的刘伟明反而更希望 蓝树文能够跟自己顶起牛来 只要蓝树文敢于和自己顶起来 到时候就要好好的操作一下了 没事他要搞点事情出来 鲁一香这个时候 心里面竟然产生了一种甜甜的感觉 刘伟明这是为了自己 才针对蓝树文的 为了自己 刘伟明竟然连一个副厅长都敢顶 这样的男人才是靠得住的人啊 虽然站在背后 鲁一香看下刘伟明后背的目光中 就更多了许多的情意 刘伟明并不知道 鲁一香心情的那么多变化 双眼就看向蓝树文 颤在那里 手是伸出一半 却并没有握上刘伟明的手 蓝树文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局面 顿时是尴尬至极 怎么办呢 蓝树文如何不明白刘伟明说出那些话的意思 这完全就是来质问的了 在一些没有势力的人面前 蓝树文强势的很 可是啊 碰到了真正强势的人物 蓝树文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底气 刘伟明的情况 他其实也是重点进行关注的 刘伟明的背后有着田林喜 这事儿蓝树文也是知道的 那田林喜是什么人呢 在宁海省 那可是有着很强话语权的人物 不谈刘伟明背后的其他人物 就是那里田林喜 要出手收拾自己 那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的确自己要退休了 如果这要是真的惹了刘伟明 哎呀 好不好啊 自己得到牢房里面去过退休的生活了 想法一多 刚才还有一些的酒意 顿时就失去了 蓝树文的身子就有些颤抖 那是吓得发抖的情况 看到蓝树文的身体抖动的情况 大家心中都在想 这老小子看来是气得发抖了 很快他就将和刘伟明退上了 站在蓝树文身边的一些人 有意无意的退了一步 希望的是 不要因为两个人的争执 而波及到自己 这两个可都是大人物啊 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有 结果就完全出乎了大家的意料 只见蓝树文上前一步 把刘伟明的手 一下子用双手握住 还有感情的说道 啊 刘先生批评的对啊 我们的队伍必须要纯洁嘛 绝不容许啊 有害群之马 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害群之马 就你相信我们厅里啊 绝不会放过呀 啊 大家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见过脸皮厚的 还真是没有见过脸皮厚成这样的人 明明人家刘伟明是打你蓝树文的脸 你蓝树文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还说得正气凛然的 刘伟明的眼神也是一宁 就认真的看了一眼蓝树文 轻重暗响 这老小子还真是一个人精 直到顶不住就退让 倒是有些不太好整他了 刘伟明并没有想放过对方的意思 看到蓝树文又是双手紧紧握住自己的手 这个时候便说道 蓝树长啊 听小柳说呀 你们黑兰市局的方向林副局长啊 跟他谈了话 说是啊 你受益的 如果他去陪你呢 就提拔他 否则的话呢 要调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啊 这个刘伟明又紧追了一步 听到刘伟明这么说 大家心中暗叹 什么是强势啊 看看人家刘伟明 这才叫强势 那个蓝树文都怂了 他还紧逼不放 这是要和蓝树文对着干呢 这下子就更加直接了 再重重打蓝树文的脸了 蓝树文的心中一惊啊 他就想到了许多流传于宁海的事情 谢书记和刘伟明不对路 这次刘伟明看到自己退让了 都不让 这事看起来是刘伟明想借这事来生事了 一不注意啊 自己就陷入到了谢义和刘伟明等人的战斗中 自己都是要退下的人了 如果卷入到车里面 这倒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刘伟明倒是不会怎么样 他背后的那些人 都是和谢家一个级别的人物 他家都是强大的存在 别搞得他们大战了半天 把自己打落凡尘 这事无论如何自己都得避开啊 绝不能参赫 就算是被人说怂了 也得退 想到这里 蓝树文正气凛然 嗯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 黄小林 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当着大家把事情说明白 我蓝树文行得正 错得多 你搞事 怎么把我也带进去了 我只是认为啊 小鲁工作积极肯定 要你多关心支持一下嘛 怎么 到了你那里就变了样了 真是气死我了 说着这话 蓝树文就拍起了桌子 众人再次感到恶然 这个蓝树文在最关键时候 把一只忠心跟随着他的方向林都抛弃了 方向林也没有想到 战火是一下子烧到自己身上 顿时就站在那里发愣 这个机会 魏伟当然不可能放过 方向林有着蓝树文的支持 一直都在谋划着夺自己的位子 现在好了 蓝树文抛弃了方向林了 那就到了自己出马的时候了 看向蓝树文 魏伟惭愧的说道 啊 蓝方厅长 我也误会你了 这件事啊 我也听到一些情况 方副局长的 的确是找小鲁谈话的 但是呢 小鲁就向我奉扬了情护 我以为啊 还真的是你受益的 没想到 竟然是真有人假尽你的权势 来逼迫我们警察 做一些不该错的事情 都是我领导无方啊 蓝树文这个时候 亲切的看向鲁一乡 小鲁啊 你是知道我的 我还欣赏你的能力吗 上次就谈过话了 我以啊 要求市局对你重点进行培养 没有想到啊 下面的人会念歪经 竟然搞成这样 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困扰啊 这倒是我的责任啊 我特别向你表示深深的潜意 鲁一乡毕竟只是一个刚工作不长时间的女孩子 看到副厅长表现出的挨的那么诚恳的道歉态度 一时间就有些慌了 啊 没什么 没什么 刘伟明听到鲁一乡这样一说 暗叹一声 这个蓝树文老尖俱华 几句话就把责任推得是一干二净 蓝树文心中这个时候也松了一口气 暗想 对付一个小女孩倒是简单的 再看了一眼鲁一乡 蓝树文还是暗叹了一声 这女孩子跟了刘伟明 真是可惜了 自己是别想了 小罗 你怎么能乱说话呢 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那样跟你谈话的 嗯 方向林这个时候也反应过来了 就看向鲁一乡问道 鲁一乡的确也没有什么证据 亲中就有些发慌了 刘伟明也知道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有任何证据的 方副局长 无论是否有证据 我看呢 还是调查一下好了 听到刘伟明说调查时 方向林的心中就更感到吃惊了 现在的公安局领导们 又有几个人屁股上 不夹着屎大 自己做的事情 自己是知道的 如果真的有刘伟明鼓动着去查的话 搞不好 自己跟鲁一乡谈话的事情还没有结果 其他的事情就会把自己送进监狱了 查是绝对不能查的 想到这里 方向林对鲁一乡说道 哎 小鲁啊 可能啊 是你理解我的话 有了误会 我找你谈话呢 是说得很明白的 这是啊 蓝副厅长在对你的关心 这是啊 你希望蓝厅长来的时候 你多敬他几杯酒嘛 并没有其他意思 另外呢 我也谈到了 组织上对你重视的内容 要相信 组织上会对能力强的统治 啊 重用的吧 说这话时 方向林看见鲁一乡的表情中 透着一种 求求你了 别整我了 行不行啊 鲁一乡就看了一眼刘伟明 他现在也明白了 有着刘伟明出面 这事还真是摆平了 看到蓝副厅长那么强势的人 在刘伟明面前都赶紧提头 鲁一乡有着一种很强的自豪感 自己也是有靠山的人了 刘伟明也知道 今天的事情也只能这样了 这个蓝淑文连脸都不要了 表现出了怂的样子 自己啊 再搞事的话就有些过了 再说了 这事看来就只能这样 卫伟倒是没有想到放过这事 这个时候 卫伟说道 柳厅长 既然你反映了这样的事情啊 我们局里啊 肯定会给你一个说法 这事局里啊 会当上一件大事来抓 我们呢 就会及时把调查的情况反馈给你啊 又看了像蓝淑文 蓝厅长 你看这事啊 在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 是否先让方副局长啊 停下手中的工作呢 蓝淑文郁闷得很 今天呢 算是把自己的一个亲信都抛弃了 蓝淑文更明白一件事情 不给刘伟明一些交代 搞不好刘伟明就针对着自己强攻不放 到了那个时候 这真是要出大事的 既然都抛弃了 那就彻底一些好了 回想了一些和方向林交往的情况 蓝淑文感到 除了这些啊 方向林帮自己安排了几次女人 女人外还真是没有经济方面的牵扯 整了也就整了嘛 想明白之后 严肃的一点头 我们党啊 在干部队部的建设上 历代是重视的 发现问题 得认真对待 严肃处理 这事儿我也会跟踪的 希望你们能够把事情搞清楚 刘伟明这个时候看向众人 不太好意思啊 本来呢 是想敬大家一杯酒的 搞出来一些事情 让你们为难了 蓝淑文的脸色是一展笑容 刘县长能够在了解情况时啊 当面指出 这也表现出了刘县长的梗直啊 对于你指出的问题啊 我蓝淑文啊 代表省厅表示感谢 这杯酒啊 我敬刘县长 说完这话 蓝淑文端起酒杯 一口就干了下去 刘伟明并没有配得干 而是把酒杯朝众人一笔说道 我也请大家一杯 说完这话 刘伟明也是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 事情只能是这样摆平了 刘伟明多少还是有些遗憾的 本来想借着这件事搞点事 没想到 蓝淑文就不上当 这人看起来是活成精的人物了 几次有意去学蓝淑文的面子的事情 都被蓝淑文以满脸的微笑挡住了 刘伟明这才发现 官场中人并不是那种 孙刚那样的火爆脾气 许多人并不是那么好打发的 看了看蓝淑文 刘伟明迟疑了一下 最终还是决定不再针对他搞事了 这小子那么精明 看来从他这里也搞不到惬意的什么事情 刘伟明从中也学到了一些城府方面的内容 以前不知道怎么样装扬 现在啊 刘伟明对于装扬才算是有了真正的体会 官场中混 看来能取能伸的能力 这个蓝淑文已经学到了极处了 难怪这小子有那么多问题 他同样活得好好的 哎 小鲁啊 都是你们系统的人 你留下陪大家吃饭吧 我就先走了 刘伟明做完自己的事情 却有了离开的想法 刘先生 难得见到你啊 大家一起喝几杯嘛 别急着走啊 说着就拉着刘伟明往椅子上请坐 那个方向林看了看这里的情况 暗叹一声 知道自己算是被蓝淑文抛弃了 留在这里也没有了失差 也没有说话 转身就朝着外面走了出去 谁也没有去管方向林的事情 对于他这种很快就失事的人物 靠近他那都是极度危险的 大家反而把刘伟明围在了中心 由于刘伟明的关系 卢一声同样也得到大家的重视 就两个女警官就拉着卢一声说着 只有他们才知道的一些事情 这个蓝淑文更是完全把脸面放了下来 就陪坐在刘伟明的身边 亲热的和刘伟明有话没话的聊着 坐在蓝淑文的身边 刘伟明有了一些感悟 他算是明白了一些官员 虽然不喜欢对方 却也要表现出喜欢的样子 自己和蓝淑文可能就是同样的情况 双方都看不上对方 可是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亲密 通过这件事情 刘伟明自己都没有发现的是 他从政经验也更多了一些 再也不是那种 把任何事情都摆在脸上的人了 这个蓝淑文也总算是 敲毁了自己一些东西了 魏伟是众人中最高兴的人 一直以来 那方向林都在蓝淑文的支持下 和自己作对 没想到通过刘伟明那样搞来的一件小事 就彻底把方向林给打倒了 虽然下一步 自己要想把方向林彻底打倒 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但是经过了今天这件事 局里的人又有几人会跟方向林站在一起呢 就算是市里的那些领导们 看到刘伟明插手机来了 又有谁还会护着方向林 这刘伟明真是自己的福星啊 由于有了对刘伟明的好感 魏伟就多了一些新的想法 木光快速地在鲁一香的身上 扫持了一下 魏伟心中就在想 看起来 鲁一香是靠上刘伟明了 以刘伟明那种帅气和权势 他对女人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的 这个鲁一香跟着刘伟明 可能性就变得大了起来了 虽然魏伟有着杨萱的关系 但是啊 毕竟距离有些远了 如果能够和刘伟明这样的牛人拉上关系 许多地方的助力就大了 一边喝酒 一边观察着刘伟明和蓝树文的情况 看到开始时 刘伟明还和蓝树文针锋相对 现在呢 却在一起有说有笑的 魏伟也暗自点头 这个刘伟明啊 别看年轻 已经有城府了 这样的一个人 其发展前途不可限量啊 方向林不是给了鲁一香两条路吗 这事倒是一个启发 如果自己把鲁一香放到办公室去担任副主任 也许真的能够和刘伟明形成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也难说 呃 刘县长啊 其实呢 有一件事情啊 大家还是说了的 刘一香同志啊 虽然参加工作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呢 他在各个方面的能力啊 都是很强的 蓝县长啊 也时常指示我们要大胆的使用年轻干部 啊 局里啊 正在思考了这件事情 打算呢 在局里大胆启用一些年轻的干部啊 小鲁就是其中之一嘛 魏伟严肃的对刘伟明说道 刘伟明就很感兴趣了 这事啊 我们线里也在进行 下一步的发展 年轻的统治啊 肯定是挑大两的人呢 我们线到时候啊 还来跟你们市局取经的 到时候畏惧啊 可不能保密啊 哈哈哈哈 小魏啊 说的非常对 我们呢 是老了 未来嘛 就是属于年轻统治的 趁着啊 我们还能动一下呀 要大力培养一批 年轻的干部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早就说了嘛 黑兰市局啊 要在这方面多做探索 魏伟看向其他的班子成员说道 我们大家啊 一直都在讨论这件事情的 有了魏伟的这句话 大家也都微笑了 是的 市局啊 需要一股清新的力量 出出才行 刘伟明并没有去问他们 对鲁一乡的提拔情况 他明白的很 有了这样的一些话 鲁一乡很快就会得到提拔了 气氛一下子融洽起来 大家你一杯 我一杯的 就互相敬其酒来了 鲁一乡成了重点对象 大家看在刘伟明的面子上 都在向他敬酒 鲁一乡又如何经历过这样的事啊 这里的人 哪一个的级别 不比他高的太多 加上他本身又没有多少经验 很快就有了醉意了 看到了鲁一乡的这个样子 刘伟明知道他是不能再喝下去了 微笑的对魏伟说道 各位领导啊 下次到了曹海的时候啊 我们再痛饮几杯 还有些事情 我得走了 本来就有些顶不住了 鲁一乡也站起身来 鲁一乡站起来的时候 身子就有些晃动 好在身旁的一个女警 扶了他一下 魏伟也是精明的人物 看到鲁一乡这种情况 就知道 再喝下去 鲁一乡肯定得醉了 如果把鲁一乡搞得醉倒了 刘伟明那里 就有些不太好看了 微微笑的对鲁一乡说道 小鲁啊 往后办公室接待的事情啊 少不了的 你这样喝酒可不行啊 别没招待好客人啊 先把自己搞醉了呀 大家也是一笑 鲁一乡的脸上也是一红 康侠一时激动 就多喝了一些 现在全身发软 鲁县长 护送小鲁的事情啊 就麻烦你了 这事搞得 下次见到 找顾的时候啊 大家都会不好意思了 在大家的相送下 刘伟明和鲁一乡 一前一后走了出去 在大门口 刘伟明和魏伟他们 互相握手告辞 蓝树文上前一步 紧紧握住刘伟明的手 刘县长啊 你放心 你说的这件事情啊 我们一定会进行调查 一定会给你一个 满意的交代啊 你是打车来的吗 刘伟明看到风中的鲁一乡 有些顶不住的情况 就问了一句 鲁一乡多少还有些清醒 我打车 我回去就行了 你住哪里啊 我送你吧 两个人走到刘伟明开来的那辆车上 刘伟明启动了车子 尽可能的缓慢开着 迎着风一吹 鲁一乡就更加顶不住了 坐在车上就有些坐不稳了 喝了一些酒了 刘伟明也浑身有些发热 今天喝的酒还是专门泡制的路边酒 喝了那么多酒 两个人全身都散发着热量 在鲁一乡的指示下 车子就开到了一处小区 看到这是黑蓝式的一处小区 刘伟明就有些疑惑地说到 这个小区不错 姐夫他们的房子 走了以后 就让我搬来了 鲁一乡说道 就感到酒劲上涌 其实啊 他喝了那么多酒 全身也都是发热的 今天发生的事情 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一件天大的事情 就由于刘伟明的出现 而发生了变数 想到刘伟明在面对着 蓝书文史那种强势 再转脸看下 帅气的刘伟明 如一乡的心情 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了 小区很近 可能是顾明中附近 也希望有一个安静的环境 才买这里的 刘伟明的车子刚停下 顾明中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接到电话 刘伟明就不高兴了 明中 你搞什么吗 除了事情 也不去处理 小鲁吃了亏的话 我看你怎么办 不明啊 其实 我明白得很啊 这件事情上就是 人走茶凉的事情啊 我在黑兰市啊 也就只能有你这样一个 朋友帮忙了 也只有你能够 解决这样的事情 靠别人 是靠不住的 把一箱啊 托付给你 我很放心 顾明中说了一大堆好话 没事了 今天我当着 来说我的面 说了这事 以后啊 应该不会发生了 顾明中是满口的谢意 这个时候 顾明中的老婆 也接我电话 啊 刘先生啊 我们家小妹啊 就拜托你了 给你添麻烦了 刘伟明正要和顾明中的老婆 说话时 就见到那 鲁易香 朝着自己怀里 就倒了过来了 更让人要命的是啊 这个鲁易香 一只手就抓在了 刘伟明的下体 关键部位 更加让刘伟明 吃惊的还是 鲁易香的头 就倒在了 他的腿上 把脸 又紧贴在了 刘伟明的关键部位上 这姿势 搞得暧昧至极 怎么了 电话中出来 鲁易香姐姐的声音 刘伟明被鲁易香 是搞得是头上毛汗 忍着疼 啊 小鲁喝多了 我正在送她回家 哎 小妹也真是的 喝那么多干什么 又得麻烦刘县长了 我这就送她回去吧 挂了电话 刘伟明就感到 鲁易香的手 还一紧一松地拿捏着 真是要命啊 刘伟明是喝了太多的路边酒啊 被这样一搞 就感到自己内物有抬头之势 刚刚走出小区 刘伟明就接到了田林喜打来的电话 田林喜现在倒是还在曹海县 但也并不能够影响到他对省里情况的了解 伟明啊 省里的调整啊 有了消息 田林喜开口就说道 本来心情还沉浸在鲁易香的事情当中 刘伟明的精神位置一振 这段时间中央对于宁海的班子调整是一直在进行着 只是没有结果而已 外人不清楚 刘伟明却是知道的 这事儿倒是牵动了各方的心 更有着一些争夺 现在结果也出来了 也就是说 各方争夺和平衡已经有了结果了 师父 这什么情况 你办完事情就回来吧 我想起跟你说一下 这事儿还真有些复杂 田林喜说完这话就挂了电话 刘伟明看看四周的情况 想不到自己在市里也没有什么事情了 就拨打了庞飞宇的电话 叫他和司徒宇等着自己开车过去 三个人要连夜往回赶 很快三个人就会合在一起了 车子由司徒宇开着 刘伟明就想到了宁军 拨打了宁军的电话 接到刘伟明的电话 宁军倒是非常高兴 伟明啊 我正想打电话给你啊 就担心你有事啊 宁哥 省里面就说有消息了 宁军就是一惊 他并没有得到这样的消息 心中就有些着急 伟明 是什么情况啊 啊 我也不知道 我正赶回你去曹海 宁军知道田林喜在曹海 知道刘伟明是去曹海和田林喜交流去了 更清楚刘伟明打这个电话过来 是表示和自己亲密的意思 心中很高兴 伟明啊 你尽快赶回去 有什么情况 我们及时交流啊 刘伟明打这个电话过去 多少也带有让宁军也自己找胡言奥伯了解情况的意思 打完电话 刘伟明就坐在车子里闭目沉思着 庞飞语开始也不知道刘伟明为何急急要赶回曹海 听到刘伟明和宁军的通话 他这才明白过来 好半天是省里面出大事了 第二天一大早 刘伟明就来到了田林喜处的宾馆 是在一处绿色植物较多的地方见到田林喜的 师父 做完我就回来了 想到大晚上 请没来打扰你啊 啊 先练一会儿再说 田林喜没有停下招式 继续运动着 刘伟明外衣一脱 也展开身形练了起来 田林喜练完后 就站在一旁 看着刘伟明在那里打着武亲戏 不时微微点头 一整套的动作打完之后 刘伟明微笑的转向田林喜 师父 怎么样 嗯 看来啊 您没有中断过呀 不错 说完这句话 田林喜一招手 对刘伟明说道 走 我们回去说话 在宾馆里 起了把脸出来 啊 这次通过各方的努力 宁海的局面 总算是稳定下来了 短时间内 不会再有任何的变化了 是啊 宁海的确不能再乱了 刘伟明想到了自己的发展 想到了曹海好不容易才有这样的局面 也感到应该全力的发展经济 这次啊 孟家得到了一些支持 也算是把宁海的力量大部分抱住了 刘伟明心中明白了 这事儿肯定和田老头参赫有关 师父 见到华老了 我虽然是帮了一点忙 不过 并不是全部由我帮他 郑家在这件事情中啊 也是出了一些力啊 刘伟明的眼睛一亮就明白了 刘伟明最近也没有少琢磨这事 你明白了 田林喜有趣的看向刘伟明 这一眼看的刘伟明就有些不好意思了 他明白 田老头完全就是那种人老心不老的人物 自己的那点事儿 估计啊 这老头都看明白了 装作不明白 哎 哎 我真是没想到 郑家会帮助孟家的 田林喜笑了笑 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继续多言 有了郑家的介入 本来孙家和谢家 全力打入宁海的局面呢 就被破坏了 这次宁海的调整并不大 只是碰了一个省长 省长朱刚升任福顺省的省委书记 新来的省长呢 是杨生海 这个人呢 是正习的人 啊 刘伟明多少也有些意外了 这次郑家的人看来是强力打入到宁海了 看了一眼坐在那里微笑着的田林喜 刘伟明就明白了 郑家能够把孙谢两家本来的力量 想夺取的这个位子给夺去了 看来华为那里是发了话的 现在这样的情况 对刘伟明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局面了 省长是正气的 至少不会和孙谢两家合在一起 才成自己了 有了这样的局面 自己的危局才算是真正解开了 这样好啊 我就有精力去发展曹海了 不错呀 大家的想法呀 是希望为你营造一个发展的环境 老领导啊 很希望看到曹海的发展 他可是表了态的 明年呢 会到曹海去走走看看呢 刘伟明的心中一震 知道华为绝不可能是随便说说 这次省里有了这样的变化 除了是田林喜的帮助外 最关键的还是华为 也希望看到曹海的发展 假如曹海发展了 自己肯定就会进一步 获得华为的好感 如果曹海并没有发展起来 问题可就大了 华为那老头 那个时候不仅不支持了 还将会沉怒 不过 刘伟明也就是想想这后果而已 他对于曹海的发展 还是有着很强的信心的 伟明啊 现在曹海的发展环境有了 一切就看你的了 师父放心 就像是有人想搞事 这曹海也得以经济发展为主 看到刘伟明那信心满满的样子 呵呵呵 一个省 并不能够由一家独大 这是必须的吧 所以啊 在宁海的情况 就表现出了一种平衡 正习的力量进入 对于中央来说是乐见的事情 到了新班子成员呢 全部到位后 各种制衡下 某些人就是想搞点事情啊 力度也不会太大 省里面你就不用去管了 权力发展 权力发展曹海 现在是你五文一一的工作呀 说到这里 天林喜的脸色非常严肃 看一下刘伟明 现在你和孟一的婚事已经定下来了 这就表明了你成了刘家的女婿 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 你下一步的发展 就得重新进行一些规划才是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规划 这对你的发展 必将产生许多影响啊 刘伟明最近也多次想过这事 师父 你看我 该怎么做才好啊 刘东刘那里啊 我会带他去老领导那里一趟 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我还得看他自己啊 不过 就算是老领导不支持他 大家也不会再往死里整刘家了 刘家有了重新的布局 喘一口气的时间还是会给的 田林喜这话语中 刘伟明还是听得出来 他对刘东刘并不看好 估计啊 也就是去见见华威 获得支持的可能性并不大 如果是这样 刘家的威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刘伟明沉思了起来 田林喜过了一阵才慢声说道 刘家呀 清零了那么多年 虽然现在示弱了 但是根基还在 资源也较多 不谈别的 就说这您还什么 刘家其实啊 也还是有那么几个人的 下次你到了省里啊 就为你引荐一下好了 什么 您还要有刘夕的人 你以为啊 像刘家这样家族 就没有一些底蕴吗 如果真是那样 我就不会赞赏你 去刘家的女儿了 至至现在啊 刘家的几个人 无能罢了 搞得人心不齐啊 贵明啊 我认为你进入到刘家 并不是当女婿去的 而是去收拥 刘家的力量去的 如果有一天啊 你真的能够把刘家的力量 为你所用 你就是明白了 那也是一股 不容小事的力量啊 刘伟明这才明白了 天灵系的算计 他是希望自己 变刘家的力量 为自己的力量 师父 我明白了 我一定努力 不过 一时啊 还真是无从着手 婴海啊 有一个副省长 叫卢江 你知道这个人吧 听说过 这个人啊 平时很低调 不过 据说能力 倒是很强的 他就是刘系的人 不过 这次啊 要过一道关 靠刘家 根本没有机会啊 刘伟明的眼睛一亮 师父 能够帮他 渡过这个难关 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嘛 只是心意 才整他而已啊 刘家的人 没想过帮他吗 想过又能如何 刘家自身 都无法保证啊 那就 全力保他下来 这人啊 搞不好还会成为 一枚重要的棋子啊 哈哈哈哈 你一个小小的县长啊 把副省长不当人物了 就算他没进常委啊 比起你啊 可是大得了不得的人物啊 不是有师父你吗 啊 已经快啊 到省里头 我安排一下 你们呢 先见一个面 看看 相处的如何 再说了 知道这是田林喜 想看看那卢江的态度 再行事的意思 最终目的就是 看那卢江 明不明白事理了 行 我随时听师父召唤 伟明啊 从现在开始 你的角色已经转换了 有些事情啊 你应该站在刘家的高度去想 打造出自己的力量 比什么都重要 这也是 许多人关注的地方 听到田林喜的这句话 刘伟明感到自己的压力 一下子大了起来 上面的关注 有时并不是一件好事 没有一个教人的成绩 自己就无法有更大的发展 曹海对自己来说 就是一个发展的机遇 全县大发展工作会议 在县政府大礼堂举行 曹海县三级班子干部们 齐聚在一起 刘伟明高聚在主席台上 解决了后顾之忧 刘伟明感到这样的机会 太过难得 立即通知 召开这次会议 由于是经济工作 刘伟明只是请示了一下江振权 那江振权找了借口 并没有前来开会 刘伟明也是明白的 现在的江振权很为难 也就没有强求他做什么 刘伟明通知开会 权限的干部们 没有人敢不重视 所有的班子成员 都快速赶到 看着坐在下面的人们 刘伟明的心情也是很激动的 自己争取了那么长时间 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 如果不把握住这个机会 以后就很难有这样的发展环境了 同志们 今天开这个会 主要内容啊 就是发展 只有发展 我们才能够摆脱现在的贫困情况 只有发展 我们的日子好过呀 刘伟明的开场白并没有特别的地方 汉部们是早已听过了领导这样的讲话 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情绪 刘伟明也知道他家的想法 环视了一下四周 发展是讲了许多年的话题了 大家的耳朵里面呢 肯定是也听出了老姐呢 但是 今天这个会议可能就不同了 我们通过和京市房地产企业的协议 由京市的天泽房地产运作 春珠香的开发 同时 我们又获得了一大笔建设的资金 有了这笔钱呢 我们就能够做出很多的事情 曹海建 下一步将成为三省的中心城市 现有的格局就显得很小了 我们已经制定出了一个庞大的规划 就是要把 曹海向春珠香的方向拓展 下一步 曹海建的经济重心将移至春珠香 而现有的曹海将成为一个集文化 休闲 娱乐 商贸为一体的精品城市 我们从现在开始 就将大力度的启动这个规划了 下面的干部们听到刘伟明的讲话 精神都是为之一振 曹海建讲了许多年的发展 一直都是不死不活的 自从刘伟明出现了 这曹海的政治经济生活 全部在发生变化 现在又有了新的发展方向了 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发展 相信曹海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刘伟明在台上一点点讲述着 曹海的各方面发展 同时也进行着各种的安排 上次就开过会布置过工作了 由于各方面的制约 发展并不如人意 这次完全不同 随着省里的新格局生成 自己的制约就小了 整套的发展方案 全部都是请到国家有名的专家们 进行不断的论证之后出来的 这套规划起点非常高 也多亏了刘家的人帮助 在这事上 刘家的资源也就显示出来了 整个的发展规划中 现有的曹海县城政治重心地位 将转移到春珠乡 把整个方案讲完 刘伟明又说道 从现在开始啊 我们所有的干部职工 必须紧紧围绕大局展开工作 如果谁掉了链子 那就是跟你的自己的帽子过不去啊 大家听到刘伟明这句话 心神都是一脸 现在的刘伟明在曹海 那可是比江盛泉还要强大的存在 假如真的出了问题 估计刘伟明是绝不会手软的 专门制作好的新曹海警官图 摆放在了主席台上 刘伟明提身走了过去 指着那警官图进行的介绍 看着那美不胜收的警官图 曹海县的干部们眼睛都瞪得老大 这完全脱离了大家的想法呀 以前的改造不过就是 在原主的基础上进行一些修补 如果按照这个规划 曹海县城完全就是一个风景如画的美丽城市 并且新的城市在现有的基础上 扩大了无数倍 春珠厢和周围几个厢 都纳入到了新城之中 难做事吗 一些干部小声问着 需要的资金啊 太大了吧 曹海县哪有那么多资金啊 也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各种各样的疑问一下子就出现了 大礼堂里面潜得热闹起来 刘伟明走过去 坐下听着大家的讨论 脸上并没有太多的表情存在 曹海需要的是一个思维开拓过程 汉部群众们就有的思想观念制约着大家的想法 许多人并没有那种含想感慨的心态 太大家议论了一阵 刘伟明轻咳了一声 随着刘伟明的轻咳声音传出 大家目光再次注视向了刘伟明 大家突然想起来了 坐在上面的这个刘先生绝对是一个能人 他既然能够搞出这样的方案 肯定就有这解决的办法 要扩大发展啊 就得有一个大的思想解放的过程啊 我们有不少干部 看问题仅看到了困难的地方 并没有去看到困难背后的机遇 许多困难情况 如果反过来去看是 何尝不是一个大的商机呢 这次的发展啊 我们将引入一些新的做法 新的观念 这次会议上啊 我都会为大家详细的讲解 一定要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啊 待大家消化了一下自己的说法之后 刘伟明看向坐在下面的水草厢厢长李大刚说道 李大刚啊 我就谈一下你们水草厢的发展吧 大家目光一下子就转向了李大刚 这一下李大刚得意了一只腰 喊说到自己受到了刘厢厢的重视了 刘伟明继续说道 一个地方的发展啊 关键是大的环境 有了大的环境啊 地方的发展才有保障 就说你们水草厢吧 湿地较多 各种的发展都存在问题 想发展的确很难啊 但是啊 你们要知道啊 随着曹海县的三省中心 城市地位的确立 随着春珠厢成为一个大的经济发展区的形成 随着我们曹海县打造精品城市的工作完成 你们的湿地会变成一处宝地啊 相信有实力的投资者会看中你们的湿地资源 水草厢难道不能打造出一个高规格的湿地公园吗 有了这样的一个湿地公园呢 加上你们的湿地里面啊 存在的污泉资源 还怕没有人去游玩吗 随着湿地公园的打造 各种上下游的产业也能够生成 你们说一下水草厢是否能够变困难为机遇呢 被刘伟明这样一分析 李大纲等人的眼睛就是一亮 李大纲更是在想 三回后啊 得去找找刘县长了 刘县长有着那么多的大陆版朋友啊 搞不好真能鼓到说一个好的项目来的 刘伟明是一个一个项的 见明讲述着各项的发展情况 有药材资源的 有植物资源的 有水资源的 食品资源的 花木资源的 等等不一而足 许多在大家看来没有多大发展前途的资源 在刘伟明的讲述中 竟然有着很多的潜能 许多人开始的时候 看到县里花了重金要打造县城 感到是一种浪费 现在通过刘伟明的讲述 大家的想法也得到了改变 终于想明白了刘伟明的想法 吵了半天 还是人家刘县长看得远呢 有了大的环境 乡里的发展才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 这才是发展中的重点 看到大家都有了一些理解 刘伟明心情也不错 现在就是要对大家进行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 没有思想上的解放 他们在工作中就会束手束脚 找不到方向 这次的三级干部会议开了三天 两天的时间里面 全部由刘伟明在讲解 他把整个规划中的所有内容讲得很透 看不满 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 以前只是上级布置下来工作 大家被动式的去把工作完成就行了 这次就完全不同了 两天的时间由刘伟明讲完以后 留下了一天就完全由大家根据刘伟明的讲述进行探讨 通过又一天的互相探讨 大家的思维终于打开了 一个个信心增强起来了 第三天会议结束时 江胜权也露面了 这三天 江胜权都在关注着这个会议的发展情况 本来他是有意避开这个会议的 免得谢义对自己有看法 更是借口要到省里办事 到了谢义那里 去把刘伟明要做的事情汇报一下 一边在躲避 一边就在了解着县里的情况 看到本来是一堂死水的曹海县 被刘伟明一下子点燃了大家的激情 江胜权也有着一种被抛到一边的感觉了 要不是怕切意责难 自己根本没有必要避到一边吗 曹海的发展 就会有自己的重重的一笔 现在好了 所有人都知道 刘伟明在操作曹海的发展 而是自己呢 有些难过的江政权 在最后一天会议要结束时 终于忍不住来参加了被目视 刘伟明已经讲了几天了 他是知道江政权的难处的 并没有为难江政权 而是严肃的说道 懂得吗 曹海的发展规划 是县委集体研究的结果 希望大家紧密团结在县委周围 同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啊 听到刘伟明把县委摆在很高的位置上 江政权心中暗叹 这个刘伟明现在是越来越成熟了 再看看县委班子的成员时 江政权也明白了 通过刘伟明的各种运作 大家的心都都妥热了 从现在开始 大家毕竟把刘伟明看上是指挥者 都会围绕着刘伟明为他们自己挣挣气了 自己再不融入的话 就会被排挤到一边去了 暂时也不取向协议的态度 江政权在最后发言中严肃的说道 曹海的发展规划 刘县长已经讲的太多了 我就要不再重复了 我只是提出一点 这是集体的行为 大家一定要在这项关系到 曹海未来发展的大事中 要勇于开拓 积极进去 谁如果跳了链子 县委将追究其责任 随着这次会议的召开 刘伟明坐在一家黑兰市高档的酒楼上 两人碰杯以后 宁军感慨的说道 这次刘伟明到了市里来开会 宁军就招待他在这里吃饭 看到宁军选的是这样的环境 刘伟明在心中就有些不喜 他心中在想 这一顿饭啊 估计能吃掉曹海贫困家庭的 一年的收入还多呀 想到了黑兰市官员们那种奢侈的作风 刘伟明也有许多无奈 不过 刘伟明也只能是 把这样的想法埋在心里 宁军 现在啊 你看得不错吧 两个人的关系 虽然说是上下级 更多的时候 还是表现出来 一种朋友的关系 哎 以前当秘书的时候啊 总是认为地方官威风 前后后庸的 自从到了黑兰市啊 才发现 我们看到的 这是表面的一些东西 有苦心中明白啊 刘伟明笑了笑 没接话 宁军的情况 他是知道一些的 现在宁军的日子 也不是太好过 要不是有着方顺章 他们的盟友关系 宁军 现在就更加难过了 秘书出身的宁军 毕竟缺了一些实战的经验 以前有互颜傲博的 呵护 威风倒是威风的 现在独当一面之后 他的许多不足 又跳入出来了 哎呀 我记着啊 欢迎你们操海现在发展 最近 最近 就拉到不少资源了吧 这次啊 的确是又有了一些项目 班子倒是团结的 他家 都在拉项目 那个水草香湿地的项目啊 是 李永卫拉来的 他封管水草香 这次啊 湿地的项目很大 运作起来 配合着曹海强的精品工程啊 项目应该 没问题的 牛结香搞的那个 灵果基地 也很有特色 廖新岩多次跑到省里 请了农学院的专家来考察 最后呢 形成了一个 和省农学院的 合作的开发项目 农学院的许多校内技术啊 都会运用到牛结香 下一步 产学一体化实施以后啊 经济效益就出来了 可香现在都在努力 最重要的还是 农民有了实惠啊 听到刘伟明的介绍 哈哈哈哈 伟明老弟啊 还是你厉害 瞅到哪里啊 都能折探出一些东西来啊 兔子里有财呢 哈哈 宁哥呀 没办法啊 曹海仙太贫困了 不想一些办法啊 就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呀 好在大家团结 挫起工作来啊 并不算费力 我知道你的想法啊 说实话 大家对你工作方法还是赞赏的 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你能够放权 这一点呢 就比太多的人强了 讲到这事 刘伟明抬了起头 我一直啊 都是这样认为的 既然我没有那么多的 谋取私利的想法 就何必 非他掌握那么多利益呢 把大家积极性 跳动起来 大家一起努力 这样啊 才能把工作做好 细细琢磨了一阵 刘伟明的话 英军微微点了点头 说得不错 只要心中无私 就没必要掌握太多的利益 不过 盘子里面的话语权啊 还需要掌握啊 绿维明微笑不语 现在的曹凯仙 自己掌握的话语权 那是大得很 绿维明多少也是有些感觉 英军这个人的争权心 还是很重的 什么都想掌握 却又暂时没有那个能力 两个人坐在楼上 降下 就是停车场 刘伟明点燃了一支烟 吸了一口 无意中向楼下看了一眼 目光就是一宁 凝军感受到了 刘伟明的表情变化 也向下一望 看到下面的情况 凝军臭眉说道 欧阳长阳 啊 是孙林 刘伟明说道 再一看时 凝军果然看到 孙林和欧阳长阳 一起向里面走来了 刘伟明看到孙林出现了 心中就有些不爽 这个小子 竟然跑到黑兰来了 如果是他来了 这黑兰市的情况 肯定又得发生一些变化 这个倒是头疼的事情 伟明啊 孙林来了 黑兰市 估计又不平静了 宁军是知道 刘伟明和孙家的矛盾的 看到孙林的到来 立即就想到了 孙林到来的目的 欧阳长阳 是孙家派来给自己找麻烦的人 最近倒是没有什么动静 现在突然间看到 孙林和欧阳长阳 绑在一起了 刘伟明不得不警惕这事 欧阳 最近有什么情况吗 如果是其他人 刘伟明肯定不可能这样问 面对的是宁军 刘伟明反而问得很直接 听到刘伟明询问 宁军也没有摆什么组织部长的架子 说来也真奇怪啊 他最近开会啊都不发言了 也没有什么态度 表现的就像是没有他这个人一般啊 刘伟明暗自点头 这个欧阳长阳 也明白黑蓝的情况 并没有像开始到来的时候 那么张扬 他刚到黑蓝市的时候 就是想借他权势来压自己 后来才发现 他的那点权势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所以 现在采用的办法就是观察 相信这段时间观察和安排后 欧阳长阳也默契了情况 不出手则罢 一出手 这次欧阳长阳的招数 肯定就比之前不同了 这次的孙林应该是来督战了 刘伟明对孙林的心态 有了一个新的人士 看到孙林到来 刘伟明相信 孙林必然是看到自己 活得是风生水起的 坐不住了 亲自跑来 退赴自己 哎 伟明啊 现在省力的情况 算是稳定了 省里应该 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有些人呢 肯定也明白 他们一定要 捣乱的话呀 紧随其后的就是 一些对手力量呢 在动 牵着面就大了 所以呢 省里面的压力啊 你暂时不必考虑 现在就是 视线一击的情况 刘伟明微微点了点头 我感觉这次啊 他们的地步 并不一定是我 宁军开始时 并没有注意 细细一品味 心神一尘 你是说 他们想 先把你的后台撤了 嗯 县里面 不会有任何事情 他只能从 势力来运作了 宁军也明白了 这是刘伟明的一种自信 现在的曹海县 被刘伟明经营的 铁板一块 欧阳长阳几次想打入 都没有办成 所以 从曹海县去 攻破刘伟明的阵营 根本没有可能性 再说了 刘伟明这个人看上去 还真是没有态度的缺点 不贪不战的 有了好处都会送出去 经济上根本没问题 现在他又做得那么好 欧阳长阳 就算是想退步他 也没有那个可能 既然无从从 曹海县对付刘伟明 那就 先要把市里的台子撤了 把刘伟明的后台们打乱 是要市里面的 刘伟明后台没了 到时 再动曹海县的班子 真是到了那个时候 对付起刘伟明 那就好办了 认真盘算了一阵 黑蓝式的情况 宁军的心中就是一惊 看向刘伟明 伟明 难道 刘伟明微微点了一下头 宁军一拍桌子 骂了一声 情况很明显 方顺章他们现在 是田林喜的人 对方知道 动他们的难度较大 肯定不会选他们 作为目标的 再说了 那方顺章等人 都是长径式的人物 又怎么可能被对方找到茬子 既然 动不了方顺章他们 当然就会另外寻找目标 忽言书记离开了宁海省 自己就失去了强大的助力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方选担的目标 肯定就会是自己了 其实啊 宁哥 只要你没做出什么事情 就应该没什么情况了 宁军听到这句话 脸色就微微变了一下 看到宁军的脸色变化 对伟明一愣 心中就有想法了 难道说 宁军真的有什么情况 我怎么可能有情况吧 宁军强笑着说了一句 看到宁军这样 刘伟明更加担心起来了 宁军现在是黑兰市任组织部长 对于自己来说就是一大助力 如果他那里出了岔子 自己的黑兰市后台就破坏了一环 这事倒是得注意一下才行 刘伟明第一次对宁军不放心起来了 两个人吃完了饭以后 宁军匆匆离去 想着宁军匆匆离去的背影 刘伟明感到这事还真得重视 想了一下 坐在车里 刘伟明拨通了田林喜的电话 田林喜现在已经回到了省里了 接到刘伟明的电话 听了刘伟明把今天见到的情况 和自己的一些分析讲了一遍 嗯 伟明啊 从你的观察可以看得出来 宁军那小子肯定有事 这是不知道啊 什么事情而已啊 他应该会尽快把事情搞定 有这个问题吗 这样吧 这事我来安排 我找人啊 暗中查一下 宁军这一晚对你来说是 非常有用的呀 知道田林喜在全省都有很大的力量 查一个明军 问题应该不大 才说了 是暗中进行 主要就是坐在欧阳长阳他们发动之前 只要把事情消灭在事情爆发之前 相信孙林他们也就失去了撤台的可能了 想到孙林到来对黑兰市的影响 刘伟明绝不敢大意 孙林是吃过亏的人 他这次既然跑来了 肯定就会有一些和自己不同于以往的事情 他难道还会冒失吗 刘伟明相信 既然是孙乡军同意孙林到来了 就是进行了指点的 商里有着林博城的支持 市里又有欧阳长阳这个先锋 如果泄系再参合起来 黑兰市的乱局就将展开了 打完电话 刘伟明坐在车上响了一阵 到市委吧 刘伟明想到了一招妙棋 那个市委书记楚轩是有着背景的人 现在的发展局面肯定是楚轩需要维护的 如果有人想要破坏的话 相信楚轩也会不答应的 这次倒是要借一下楚轩的力量了 从市委出来 刘伟明的心情不错 这次借着向楚轩汇报工作的机会 把孙林到来的事情点了一下 当时楚轩虽然没有太多的表情 刘伟明还是观察到了 楚轩眼睛里面透露的一种特别 并没有坐车 刘伟明打算在外面小吃店里来碗面 然后随便对付一碗 在这街道上走着 刘伟明也在想着这次见楚轩的事情 刘伟明是感受得出来的 楚轩对自己是很欣赏的 想到田林喜所说的楚轩的情况 刘伟明知道 只要自己在工作上努力 楚轩就必然会护着自己 楚轩这个人话并不多 平时表现出来的也是一种阴沉的感觉 不过刘伟明倒也看得出来 楚轩是真的希望做出一些政绩 对于能做出事的人 楚轩表现出来的态度 那就是支持 最近曹海森的发展 是楚轩最为关注的事情 在汇报的过程中 楚轩提出了许多的问题 听到自己的解说 楚轩是相当高兴的 现在黑兰市有着方顺章 宁军 卢景彪 张文祥这些田系的人 加上 詹泽牧这个盟友 自己的后台已经够强大了 现在楚轩对自己态度 就彻底发生了改变 他也会支持自己工作的 黑兰市表面上是 田系的人占优势 其实 还有着楚轩的支持 想到孙林的到来 刘伟明倒是不太担心了 孙林并不知道楚轩的想法 欧阳长阳 应该也不知道楚轩的背景 这些人 暂时是不知道楚轩的背景 既然是这样 在大家的看法中 楚轩这个人之所以能够生上去 主要还是 靠他自身的能力了 想到那楚副总理的做法 刘伟明也是暗中佩服 不声不响中 就把楚轩弄到了 市委书记的位子上 还没有让人察觉到 他和楚轩有关系 真是一个厉害人物 想到楚轩 刘伟明走路的时候 身形一顿 他发现自己 仿佛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内容 也许 孙林这次到来 并不是专门针对自己 也难说 如果孙喜向彻底打入黑蓝市 有了谢喜的人 拿下了市长的位子 如果再把楚轩弄倒 再拿到书记的位子的话 谢孙两方联手之下 抢动自己 可就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了 难怪 楚轩听到孙林到来时 表情是那么特别 刘伟明摇了摇头 自己这次看来是歪打正着了 抢到楚轩 也是有着多年的从政经验的人时 刘伟明相信 楚轩在知道这事的第一时间 肯定是想到了孙家的目的所在 原来 楚轩的眼睛里面 透出来的表情 是这么一回事 刘伟明有一种恍然大悟般的感觉 自己在这件事情上 有些过于主观了 只想到孙林来对付自己来了 并没有想到他还有着其他目的 有意思了 考不好孙家针对的目标中 已经把楚轩列为了首选 抢动楚轩 刘伟明越想 却越感到有意思 如果说 孙林在不知道楚轩现在的情况下 就朝着楚轩动手 真不知道会是一种什么情况 刘哥 想着事情 刘伟明就听到有人喊自己 这里是一条小巷子 倒是有着不少的小吃 刘伟明每次都到这里来吃特色小吃 花的钱并不多 却能填饱肚子 味道还是不错的 转身看去时 刘伟明的眼睛一亮 现在正是五点半钟的时间 天气有些热 面前站着的是两个打扮的花质招展的女人 如果不是其中一个长得更丰满一些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 两个人都是那么的相像 啊 你们是来吃饭吗 刘伟明脸上带着笑容说道 站在刘伟明面前的是 鲁易仙和鲁易香两姐妹 这次啊 两人穿的完全就是时尚的裙装 手挽着手走着 倒是成了一道风景 提点小白套 齐齐小短裙 高小的身材 漂亮的凉鞋 如果不是 头发的颜色有所不同 一个是淡紫色的披肩发 一个是黑色的披肩发 还真是有可能被认为是同一个人 虽然上次也看到了过啊 鲁易仙这次再看时 这女人却又是另外的一种风情 两女看到刘伟明都透出一种惊喜 刘伟明 你也是来吃饭吗 啊 是啊 刚从侍卫出来 想看啊 想在这里啊 对付一顿 自从上次和鲁易香 有着那种暧昧的情况后 这是刘伟明再次见到对方 看见鲁易香时 只见那鲁易香脸上就微微一红 可能也是想起了那天的事情 鲁易仙显得倒是非常高兴 巧笑着对刘伟明说道 没想到啊 在这里碰到刘县长 我们家小妹多亏你照顾了 她都跟我说了 要不是你的帮助啊 只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啊 没事了吧 刘伟明还真是没有时间过问这事 只是接到过 微微打过来的一个电话 说是黑兰市局的副局长方向林 存在危机问题 已经停止检查了 听到问起这事 鲁易香的眼睛就是一亮 刘伟明 我现在是调到了办公室 魏局长跟我说了 说是要提拔我任副主任 好事啊 我明白的 都是刘伟明的 刘伟明的关系 鲁易香小声的说道 小妹 你们局长啊 是看在刘县长面子上的 鲁易香上前一步 就挽住了刘伟明的手 柳哥 我知道什么地方有好吃的 我请你 刘伟明急忙向四处看了一眼 看到刘伟明紧张的表情 鲁易香也发现自己做得很貌似 走吧 说着 手也放开了 鲁易香看到小妹这个样子 眼睛倒是一亮 心中暗响 还是小妹有手段啊 再看看刘伟明那阳光的样子 全身上下充满了一种男子汗的味道 鲁易香不知道怎么的 就把自己丈夫和刘伟明进行了比较 不比较还好 这一比较 鲁易香是暗踏了一声 鲁易香是当然不明白自己姐姐的想法 挽住姐姐的手 翘着对刘伟明说道 我可是请不起你吃高级餐 这种小吃啊 还是能够请得起 小卢请客啊 这饭肯定得吃啊 这伟明本来啊 就是来吃饭的 三个人说笑中 向着一条小巷子走入 你不知道 这个地方我熟悉得很 我认为啊 吃东西还得到 这些有特色的地方才行 那些大馆子啊 明确是有 不过 味道不一定比这里好吃 鲁易香显得还是活泼 不断的向刘伟明进行的解说 刘伟明倒是很赞同鲁易香的说法 说道 啊 这话说的在理啊 有些特色小吃啊 是我们黑蓝市的特色 嗯 需要进行挖掘啊 刘哥 你看我和我姐 长得像不像 鲁易香笑着对刘伟明说道 呵呵呵 刚才啊 我一眼看到时啊 还以为是一个人呢 刘伟明说话时 向着两女看了一眼 我姐和我从小就长得像 长大以后啊 我怕和我妈 时常会把我们两个认错 你当然难以认出了 呵呵呵 现在啊 应该不会认错 说这话时 就向着鲁易香那 丰满的身材望了一眼 除了身材外 头发让鲁易香是染成了淡紫色的 鲁易香却是黑色 当然不形同了 刘伟明只是一种比较 可是 她的目光落到了鲁易香的眼睛里面时 搞得鲁易香就有一种心跳加速的感觉 她感觉到 刘伟明在自己胸部停留了一下 两姐妹倒是那种无话不谈的情况 这次鲁易香回到黑蓝 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做自己小妹的思想工作 要让她接受刘伟明这个男人 可是啊 当她跟小妹一聊起刘伟明时 就发现了状况 在她不断的追问下 鲁易香才红着脸 把自己引诱刘伟明的事情讲了出来 两姐妹聊着这事 鲁易香更是红着脸 把自己在门口和车上搞的那些小动作说了出来 没想到 小妹根本不必要 自己做工作就已经动手了 鲁易香也感到松了一口气 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鲁易香就想到了 这事难办了 现在问题来了 并不是小妹不愿意 而是人家刘伟明并没有那种想法呀 俗话说 女追男隔层指 小妹都做到那样了 竟然还没有拿下刘伟明 这事 真是让鲁易香伤了脑筋了 想到顾名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悲观 鲁易香也有些着急起来了 这事 看起来自己得帮小妹想想办法才行 为了进一步了解刘伟明的情况 两姐妹没少了解这刘伟明的事情 聊到密切时 鲁易香更是小声 把刘伟明变化的情况 都告诉了姐姐 这样一来 把这个以为人妇的鲁易香 也引得全身发热 头脑中不时会浮现出 刘伟明的样子 看到那刘伟明 投过来的目光 鲁易香第一次对男人的目光 充满了一种特别的感受 眼睛也向下 瞎了一眼 刘伟明 照个位子坐下 等一会儿啊 人就多了 鲁易香并不知道自己的姐姐有什么想法 进了这家小店就忙着去安排了 刘伟明 微笑着对鲁易香说道 啊 我们呢 找个地方坐下吧 看到这里 还是古典的样子 刘伟明 抬头向着四周观察 心中在想 下一步曹海的餐饮业要发展 这种小店 倒是可以借鉴 如何挖掘曹海的资源 这个倒是一个大的课题啊 想着这事儿 刘伟明的思维也拓展开来了 雅妮暂时就没有去想着 面前坐着一个美女 鲁易香找到这个地方果然不错 小吃的味道非常和刘伟明的口味 吃的刘伟明是大家赞扬 怎么样 我就说这里不错吧 鲁易香笑颜颜的问道 啊 不错不错 我还真是没有发现啊 有这样的好的地方 以后啊 倒是又有了一个吃饭的地方了 刘伟明显得很是高兴 小妹啊 就是喜欢找这样的地方吃饭 刘先生每天应酬较多 哪里啊 有时间来这样的地方啊 也不然啊 其实啊 我就喜欢这种有情趣的地方啊 一家人坐在这样的小馆子里面 吃这种啊 不必花多少钱的小吃 那才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啊 两女都看向刘伟明 被刘伟明这种说法引起了深思 鲁易香显得很是高兴 哼哼 刘伟明啊 跟我想的完全一样 我们也不如什么 就图这样的一种温馨 鲁易香并没有说话 只是那眼神中透着一种淡淡的优越 刘伟明并没有去看两女的情况 吃完了饭 抹了一下嘴 这地方啊 吃东西啊 吃得饱啊 刚说完这句话 包那手机响了起来 刘伟明拿起手机一看 看到的竟然是欧阳长阳打来的电话 看到是欧阳长阳打来电话 刘伟明先是一愣 很快的 他就接通了电话 欧阳部长 我是刘伟明 明面上 刘伟明还是表现出了尊敬 啊 伟明啊 回到曹海没有啊 啊 我还在市里 明天回去 啊 那好 那好 我们现在在水汽园 你过来一起坐坐嘛 今天有些反常的欧阳长阳话语中 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客气 刘伟明听了出来 欧阳长阳的语气中 透了一种清晰的味道 欧阳长阳 今天不是和孙林在一起吗 他怎么就突然间约见自己了 毕竟是市委宣传部部长 他叫自己过去 如果不去的话 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刘伟明迟疑了一下 好 我这就过来 说完这话 刘伟明有些不好意思的望向良女 呃 市委领导啊 叫我过去一趟 刘伟明 你去吧 领导叫你去啊 是重视啊 刘伟明笑了笑 重视不重视 他倒是无所谓 陆一乡忙过去帮刘伟明 把衣服拿过来 递给刘伟明 刘伟明 刘伟明 到了市里 一定要联系我哟 那是肯定的 就美女只眼吃饭吧 大家都笑了起来 靠此两女 刘伟明向着欧阳长阳所说的水沁园地方赶去了 坐在出租车内的刘伟明就在想着欧阳长阳的用意 这次把自己叫来难免会和孙林碰在一起 到时候自己该怎么应对呢 刘伟明突然间发现自己对孙林的想法有些不太明白了 这个孙湘君到底在玩什么样的花招 水沁园是一个建在水上的古色古香的娱乐园 里面的消费非常高 刘伟明赶到时 就见到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早已等在了那里 刘伟明 欧阳部长啊 已经等在里面了 办公室主任方大中和刘伟明握着手说道 啊 都有什么人 刘伟明随意的问他 刘县长进去就知道了 看到对方口方不露 刘伟明就看了一眼方大中 看来这个小子是偷到了欧阳长阳一方了 看到刘伟明望过来的眼神 方大中的眼神就躲闪了一下 别看他是市委宣传部的办公室主任 面对刘伟明的时候还是有了一些压力的 谁不知道刘伟明的厉害 他并不知道孙将军的儿子这次为何要见刘伟明 他一路到了门口时 啊 刘县长 里面请 把刘伟明往里一送 方大中快速离开了 看到方大中快速离开的样子 刘伟明就是一笑 自己有那么可怕吗 女服务员把门打开时 刘伟明看了的竟然只有欧阳长阳和孙林两个人坐在那里 哎呀 欧阳部长 我没来往吧 有许多时候 人就是那么无奈 经常会与自己最不想跟其坐在一起的人吃饭 官场中就更是如此了 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一种邪称 里面那个人都不是刘伟明想和他们一起吃饭的人 现在没办法了 只能进去和他们坐在一起吃这顿饭 听到刘伟明的招呼声 两个正在说话的人全部抬起了头了 孙林的眼睛里面显示闪烁了一下 透出了一丝杀气 很快就把这种眼神挪去了 欧阳长阳就不同了 脸上完全就是一种亲切的微笑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嘿嘿嘿 伟明啊 还以为你回草海了呢 啊 刚才啊 在侍卫前面的小巷子里啊 吃了一些小吃 正好就接到了部长的电话 孙林这个时候也站了起来 上前伸手握住刘伟明 刘县长 我们又见面了 发现孙林竟然主动伸手握了过来 刘伟明心中一愣 感觉到今天的事情越发怪异了 毕竟对方主动和自己握手 刘伟明也是有兔量的人 脸上带笑 也伸出手和孙林的手握在一起 林少之子到黑兰市是有事 刘伟明问了一句 哈哈哈哈 不瞒刘县两说 这次啊 获来到黑兰市啊 本来就是想到曹海先去的 家伯说是一直以来啊 对刘县长误会太多了 叫我来向刘县长道歉的 刘伟明的心中诧异至极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孙林这次到黑兰市 竟然是这样的目的 专门来找自己道歉 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刘伟明握住孙林的手 就有些僵直了 不过刘伟明很快就清醒过来 哈哈哈哈 其实啊 许多事情啊 还真是误会造成的 有了孙书记的这种看法啊 我就放心了 北明啊 最近你们曹海先的工作 我也看到了 干得不错嘛 示威打算全力加大 对你们曹海先的宣传呢 欧阳长阳微笑着说道 今天的事情弄得太出刘伟明的意料了 他一时之间真的有些想不明白了 这孙家到底玩的是哪一出啊 虽然并不明白对方的做法 刘伟明还是表现出了一种理解的样子 和两个人愉快的聊着 刘企长 说实话呀 我这个人做事啊 时常冲动 听到大哥去了 就以为是你搞的 心中一疾 就说了和做了 许多对不起你的事 现在想起来啊 我的心中啊 真的是后悔的很啊 父亲已经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啊 还要请你多多原谅才是 说到这里 举起桌上的一杯酒 对着刘伟明说道 刘伟明 家父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要求我一定要到黑兰市 取得你的谅解啊 这杯酒 算是我赔礼的酒了 我干了 说完这话 孙林一口就把那杯酒喝了下去 呃 伟明啊 小刚是我看着长大的人 说个实话呀 我听到他去了事情以后 心中也是悲伤的 就做了一些过急的事 好在没对你造成什么伤害呀 小林的话也是我的话 我也请你一杯啊 说完 欧阳长阳也端起杯 干了杯中的酒 一上来就搞出这样的事情 刘伟明看了看两人 一时之间也想不明白 两人到底是玩的哪一处 看到欧阳长阳都干了杯中酒了 刘伟明感冒说 我这个人呢 年轻了一些 经验缺乏 有欧阳部长啊 这样的领导经常提点一下 这是我刘伟明的福气 还要请部长啊 往后多多指导 我也干一杯吧 看到刘伟明喝干了杯中酒 欧阳长阳还是高兴 小林啊 我就说过 卫明同志啊 是一个有大量的人 绝不会把那些小事啊 记在心上的嘛 刘伟明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 这次啊 家父让我过来主持 那汽车城的项目啊 最近因为许多事情啊 项目的进展并不大 下一步 我会督促各方 加快进度 另外呢 这次我来到黑林 还有一个项目 想和刘先生谈一下 就是我们集团公司啊 打算为曹海县城啊 拓展几条主城干道 到时啊 只需要把街道两旁的广告牌啊 叫我们集团公司三年就行了 刘伟明的眼睛是一亮啊 这件事一直都在考虑 有企业投资减街道 街道两旁的广告设施 作为一种转换的方式 提供给企业 这事上 刘伟明也让人计算了一下 给曹海的情况 要收回成本 企业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的 孙林表示 只要三年 这就是一种让利的行为了 这个孙祥军在搞什么 这是出钱争取自己良解吗 到底 是存在什么样的想法呢 刘伟明这个时候 看向孙林 想到这事 反正对曹海是一件有利的事情 曹海先啊 欢迎林少到曹海先去投资 孙林看了看刘伟明 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来之前啊 我心中还忐忑呢 现在才明白大家所说的事情了 刘先生啊 果然是一个心怀宽广的人呢 往后 我到了曹海啊 还要请刘先生多多关注才是啊 曹海啊 一直以来都欢迎有志于帮助曹海脱贫的企业家 林少能够在曹海啊 最需要的时候 去到曹海县参与发展和建设 这是一种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事情 我代表曹海人民呢 感谢林少 整个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融洽起来了 刘伟明虽然和两个人在说说笑笑 心中却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事 不过 刘伟明感觉到这样也好 至少孙家暂时不会搞事 自己又多了一些发展的时间 就这个问题 刘伟明尚没有跟田老头打电话咨询 反而是田老头率先把电话打过来了 伟明啊 听说苏林到了黑栏了 你见到没有啊 刘伟明是真的吃惊了 没想到田老头的消息那么灵通 师父 今天欧阳承阳啊 把我请去吃饭 同桌的还有孙林 刘伟明就把整个情况向田老头讲了一遍 哈哈 伟明啊 弄明白情况没有啊 我正在疑惑中啊 孙林是吃错什么药了吗 田老头现在已经在省城了 消息从来就没有断过 刘伟明也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下情况 啊 有一个事情啊 你可能不知道啊 上次老领导和孙将军打电话 让他把这一届干完就退下 那 这个孙林到来有什么关系吗 哈哈哈哈 谁说没有关系啊 孙将军的诉说 还能更上一层啊 现在让他退下 他的心里面不甘呢 你的意思是 他想通过这些做法 松动一下对他的控制 你啊 可能不知道一个关系的地方啊 你知道孙将军啊 之所以能够起来 原因是什么吗 像这种高层的事 刘伟明还真是不知道 我哪里知道 那么一些事啊 一直以来啊 老书记其实啊 都非常欣赏这个孙将军的 刘伟明心中一震 原来真是这样 看在孙将军的儿子死了的情况下 有些事情还真是难说了 明白了吧 最近孙将军基本上啊 就在京城住着 老书记家里的门口啊 都被他踏破了 虽然说田林喜讲的夸张 刘伟明还是从中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如果孙将军说通了老书记那一关 他重新复起的可能性并非没有 从内心里面 刘伟明是不希望孙将军起来的 这老小子太阴了 到时候 自己还真不一定就是他的对手啊 权力的差距太大了 苏阿说的 解灵还需气灵人啊 孙将军明白一个关键 事情的起因呢 是什么地方 他就在什么地方爬起来 老书记那里啊 估计被他说的也差不多了 老领导那里呢 还有一关卡 如果老领导那里啊 这一关不解开 他就没有任何的希望 您的意思是 他想通过在沙海的事情 做给华老看 呵呵呵 自从你到了京里啊 把沙海的贫困情况 说给了老领导们听啊 老领导就一直关注着沙海的发展 如果孙家的人能够花重金 花大力气 参与到沙海的建设中 特别是不计个人利益 无私的奉献 你认为 这样做的结果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现在刘伟明也算是恍然了 考了半天 孙将军派孙林到沙海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解套 在沙海的事情上 孙家不怕花钱 怕的是 自己不接受 如果孙将军努力为 沙海的贫困做事 至少在华为那里的心结 就会解开一些了 这种心结 虽然无法全部解开 倒是可以借这事 试探一下华为的想法 也有可能 是一些人为孙将军 说好话的借口 这事有用吗 刘伟明问道 华为他们那样的人 哪个不是精明至极的人物啊 又怎么可能提出 孙将军这种手段 刘伟明不相信 华为他们看不出来 现在看看田林喜的情况 他就非常清楚知道了 孙将军的想法 既然这样 孙将军再做这样的事情 就仿佛失去了意义 吻得好啊 田林喜先是赞了一声 按常理呢 这事应该意义不大 但是啊 上面有些事情啊 并不是你们能够明白的 你要知道 华老退下那么久了 刘伟明更是心神一动 他算是明白了田老头的想法了 这件事还是涉及到了上层的一些博弈 也许老书记也在为孙将军说话了 师父 我只想知道一点 短时间内 会不会影响到曹海的发展 这个才是刘伟明最关心的事情 他其他的事情并不想太关注 只是想了解一下 这件事情搞出来之后 孙将军会不会对自己动手 伟明啊 事情有了许多变数 你只需要知道一点 老领导在一天 你只要认证工作就行了 田林喜的意思更加明白了 有华为在这个时候 孙将军无论是怎么样做表面的工作也好 他都只能是做到一些对曹海有利的事情 绝不会来破曹海的后腿 更不会允许破坏曹海的发展 好 只要能够促进曹海的发展 他们要怎么斗 就由他们好了 我说过的 你现在想参和到上司的事情中 也是不可能的 你唯一的想法呀 你就把曹海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只要曹海的事情做好了 就没有谁能够拿你怎么样 想到孙林表现出来的那种积极参与曹海前程改造的事情 卫民笑道 师傅 孙家既然有这样的想法 不利用他们一下 就算推不起孙家了 不错 孙将军就是想花大钱做给大家看看 既然这样 你想敲他们一下就敲吧 他可能还会很高兴啊 曹海的发展 需要大笔的钱呢 孙家的家底还是很厉害的吧 刘伟明就笑了起来 这世界上的事情啊 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搞了半天 孙将军还没有死心 正在做着一些他富起的事情 看似难度很大的事情 看来孙将军运作的已经差不多了 只剩下华为那一关 也不知道华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如果华为因为老书记的原因松了口 孙将军倒是真的可能负气了 孙将军果然是一个能屈能伸的人物 刘伟明发现 自从自己搞了一个春珠香圆区之后 竟跟一些超高级的高手较量了 虽然都取得了胜利 现在也都是田林喜暗住的机会 叹了一声 师父 我就是想认认真真做点事情 没想过跟孙将军那样大人物对上啊 怎么想甩都甩不开呢 微明啊 各种的事情发展到现在啊 你就更加不可能甩开了 下一步 你和孟姨结了婚之后啊 你要面对的事情会更多 一定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才行啊 你认为我该怎么办才好啊 其实啊 你现在的做法很简单 你自己做你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谁也不要去在意 谁的力量踏不大 也不必去管 把你那一亩三分地儿啊 滚好 工作搞上去 谁也无法拿你怎么样 您的意思是 让我率性而为啊 哈哈哈哈 不错 各方便都是牵制之的 牵一发而动全身 谁也不会轻易开战呢 在这样的前提下 你们下面的人啊 爱怎么做 那是你们的事情吧 谁败了 那是他无能吗 您啊 这样一说 我就明白了 这个我在行啊 哈哈哈哈 你这小子 你要明白啊 现在处处处被牵制当中 宁海的发展啊 谁做大了都不行 我们更多的插手啊 对你们的成长 并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啊 下一步 主要还得你们自己去运作呀 我相信 黑蓝室那些事情啊 你应该能够摆得平的 发挥你的能力 现在 到了你自己操作的时候了 知道田林喜帮着自己挡了许多事情 也是花了大力的 师父放心 只要省以上级别的人呢 不来搞事 我还是能够应对的 我明白啊 上次 说起宁军那事啊 我让人查了一下 是这样的 宁军到了黑蓝室以后啊 暗中抛影了一个女人呢 这个女人是一个做生意的女人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 宁军可能是迷上了这女人了 在他身上花了他笔的钱 很有可能啊 宁军在经济网来上啊 存在问题啊 听到田林喜说是宁军的事情 刘伟明皱紧眉头 如果这种惊喜上的事情 真的出现问题了 被郑敌一抓到把柄 问题就不会效了 宁军啊 宁军这小子啊 在省里那么精明的一个人物 到了黑蓝室 就以为没有人管得了他了 这种人你和他相处的时候啊 还得小心一些才是啊 要不要跟忽燕书记说一下这事 这个事情你就别管了 我会和忽燕奥部沟通 宁军如果出了事情啊 他的面子上也不好看嘛 打完了电话 刘伟明就在想着宁军的事情 包养了一个女人 花了大笔的金钱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刘伟明忽然间发现 自己在市里的心腹并没有形成 看来应该把自己的人 弄到市里来就行了 想到这里 刘伟明就想起了 王道国差不多已经学习亲满的事情 拨了一个电话 给市公安局局长薇伟 薇伟接到刘伟明的电话 也是高兴的 听到刘伟明专门就 卢一乡的事情 表示感谢时 魏伟的眼睛一亮 心中就在想 自己刚刚把卢一乡 调到办公室 刘伟明就知道这事了 看来 这个两个人呢 果然是亲密的关系 这条线 必须要危险好才行 刘伟明 不瞒你说呀 卢一乡统治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我们局里面呢 一直把他的作用当成一件大事 下一步 我们会给大家干净的 啊 魏局长 我还有一件事啊 是这样的 我以前有一个驾驶员叫 王报虎 他已经在省里学习去了 很快啊 就能学生回来了 魏伟一听就明白了 卢先生 好事啊 我们市局啊 很需要人才嘛 我过问一下 把他调到市局来工作好了 刘伟明就进行了感谢 把王报国的事情搞定了 刘伟明就在想 市里面 自己从现在开始 也应该预设一些人员了 听到刘伟明说起 孙林将会在曹海投资参与 曹海县城套路建设时 常委们互相望望 每一个人的脸上 都透着一种怪异 今天这事 真是让人奇怪得不得了了 孙家什么时候和刘伟明 就搞到一起来了 江政权挠了一下头 今天开会啊 本来讨论市里面 安排的一些工作 临散会了 刘伟明说出了这个 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搞得他也是满头雾水 不要说是江政权了 就连不少的人 都在寻思着这件事情 同志们 孙林的公司啊 叫做环海集团 这次啊 又一到曹海县来参加 城市街道的改造 这是一件大事啊 我们现在呢 应该重视这事 有了环海集团的帮助啊 加上我们自己 筹筹的资金 相信曹海县的城市道路 会有一个大的改观 我们既然呢 就把曹海县城打造成一个 高品位的城市啊 道路就成了一项重点嘛 我们在充分利用曹海的 原有的道路进行改造 有的地方啊 可以改成双向四车道 有的地方啊 也可以搞成双向八车道嘛 看到大家表情怪异 陆卫明继续说道 原来呢 我们对县城改造的规划呀 我感到是格局小了一些 这次呢 我们要把原有的格局扩大 一步到位 啊 就别分几步走了 环海集团的实力极强啊 相信他们 对于支持我们曹海建设 是真诚的 是 京城的村林 陈索元不确定的说道 刘伟明看了一眼大家 是我们孙刚同志的弟弟啊 是一个心中装着 曹海发展的企业家呀 孙林 回来曹海搞这事 不要说他不理解了 大家就如何能够理解这件事 谁都明白 如果按照刘伟明所说的情况 孙林肯定是吃错药了 花了那么大的一笔钱 来投到曹海 不过就是帮着刘伟明搞一个大的生计 做成这件事情以后 孙林仿佛不仅赚不到多少钱 甚至还有可能亏本 这样的事 搞得大家是满头污水 孙家的人 会跑来花钱帮刘伟明 啊 同志们 这件事啊 孙林总是亲自跟我谈过的 现在啊 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把这事儿落到实处的事情啊 听到这里 大家心中一惊 心中在想 这事儿 还是别沾边好啊 谁也不知道 刘伟明和孙林之间 又在玩什么花招 还是让刘伟明自己去谈好了 常务夫县长李永辉 真的是怕这事儿 落到自己身上 我认为啊 这件事情啊 刘县长竟然一手操作 还是要刘县长 亲自来操作好了 大家认为怎么样啊 刘伟明的人们 都看向刘伟明 江振卷也在想着这事儿 越想又搞不明白 他们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事情 急忙接话说道 嗯 永辉同志的意见啊 很重要 我也认为啊 这个项目很大呀 还得伟明出马才行啊 看到自己这边的人 都没有说话 就伟明笑了 这事儿 我也没有把握 不过孙总有意啊 那么我看 咱们还是促成这件事好了 既然江书记都点将了 我也就硬着头皮 去和孙总谈一下好了 大家都明白的 曹海建伟明图志啊 能折腾 也折腾得好嘛 还得啊 你再折腾一下才行啊 大家也都笑了起来 行 我就服从县委的安排 再去折腾一下咯 一口一声 把县委摆在第一位 刘伟明的这种做派 看得大家是按束拇指 这个刘县长 现在呀 是真的学到了许多东西了 开完会出来 刘伟明刚刚进入办公室 温方就走进来 有些担心 刘县长 这事我怎么没有想明白呢 俩人经常都会借工作之便 说一些自己人才说的事 这次啊 孙林是真的要投入资金的 温方更加不解了 那孙林吃错药了吗 不是吃错药了 而是啊 这药他得施啊 由于没有外人在这里 刘伟明翘着说道 哼 你不告诉我情况 我今天呢 就无法入睡 那个不好 女人睡不好笑啊 那可是会影响美貌的 刘伟明开了个玩笑 哎 孤枕难眠呢 温方递了一个媚眼给刘伟明 刘伟明想的好长时间 都没有和温方那样了 就在他身上看了一眼 看了看外面 笑着点了一下头 温方就明白了 刘伟明的想法 拿在手上的手机 比了一下 刘伟明这个时候 表现得很严肃 有些事情啊 并不能看表面的 指了一下 天上如刀 这事 你不必过多了解 反正孙林到来了 我们就得重视嘛 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曹海 这对于曹海的发展 就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我会凑成这事 温方这个时候 才算放心下来 那就好 看着温方出去了 刘伟明拨通了 孙林名片上的 那个联系电话 这次啊 孙林和刘伟明 一道来到了曹海县的 既然下了决心做这事 孙家人的效率就是挺高的 两个人联系了谈事的地点 刘伟明把陈索源叫着 两个人就向着曹海最豪华的 一处宾馆赶去 伟明啊 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没事 孙林呢 是来送钱的 以后我们单独交流 虽然是副书记 陈索源想的明白 只有跟着刘伟明才会有出路 行 我听伟明的 刘伟明来到了宾馆时 那孙林和带来的几个 应该是他们集团公司的人 早已等在那里了 看到刘伟明和孙林表现的 非常亲热的握着手 陈索源暗叹一声 还以为啊 自己的道行算是很高的了 现在才明白 也有自己看不明白的东西啊 在曹海县班子的这些人心目中 刘伟明和那孙家的人 就是一个死敌 现在看起来 还真是有些不明了了 看看那孙林的样子 对刘伟明他有些恭敬了 再看看刘伟明这样子 对孙林表现的 也真是过于客气了一点 啊 孙总啊 刚刚召开的县委常委会上 县委委托我呢 来跟孙总啊 谈曹海县城道路建设的事情 县委认为啊 环海集团在曹海最需要的时候啊 参与建设 这是对曹海发展的大的支持 要求我代表曹海县委啊 也要帮助曹海的发展的 哎呀 是啊 孙县长也是一直希望我们的县 有一个大的改变 这次呢 我们曹海的规划中啊 本来是分几步走的 逐渐筹措资金 滚动发展 现在有了 环海集团的投入啊 那就节省了我们 大量的时间了 我们打算 借环海集团的投入啊 全线的道路建设呢 是一步到位 全部进行 相信啊 几个月的时间 就会让曹海的道路 发生一个大的变化呀 刘伟明就把差不多 整个县城的道路建设项目 都说了出来 这完全就是 整个规划中 全部道路的建设任务了 陈索元 咋叭了一下眼睛 心中暗想 这个刘县长 真是在打敲竹杠啊 人家来支持啊 你倒是好了 一张嘴 就是要求孙林投入巨资 把整个县城的街道 都进行改造 这资金可就太大了 别说三年收回资金的想法 再多一个三年 也不一定能够收回资金啊 孙林也没有想到 刘伟明竟然狮子大开口 眼睛中再次透出了一股杀气 不过很快 还是把这股杀气引去了 来的时候 父亲谈得非常严肃 也分析了孙家的情况 假如父亲就这样下去了 孙家失去了保护伞之后 自己的那些庞大资源 还能否保住都成问题了 到了那个时候 失去保护的孙家 就成了各方争夺的地方 随便搞出一些事情来 搞不好 就是要命的事情 孙将军谈得很细 这次的曹海投资 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 就是希望能够引起意外的效果 促成父亲的付出 如果能够付出 所有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 孙家也就会更加兴旺 假如无法付出 这曹海的舍利行为 就是孙家的一道保护伞 大家看到孙家获得那么大的利益 并没有独吞 而是不计利益的 投入到了一个虔诚的发展中 这就是摆在明面上的保护伞了 有了孙祥军的要求 来的时候 孙林就已经做好了 被咬一口的准备 可是啊 他还是没有想到 刘伟明的胃口会那么大 如果按照刘伟明这个规划 孙家投入的资金可就太大了 这竹杠 被敲得很是心疼啊 孙林的心中 把刘伟明恨得是直痒痒啊 可是啊 他又知道 再大的竹杠 都得任由刘伟明敲 还必须表现出很乐意的样子 不过 孙林心中还是有些不甘的 啊 看到曹海的情况啊 我们发现 广告的收益三年 还是有些不够啊 孙总是一个 有着前瞻性的 有经验的人啊 你肯定是看到了 曹海 下一步成为三省中心 啊 这个现成的地位而来的 一些城市啊 也有了成功的经验 我相信贵公司啊 一定也会运作的很好 说实话 有着孙总的庞大资源啊 把国内外的公司都找来啊 啊 曹海大梦透 相信啊 你回收起来 就会非常的快捷了 孙林的心中叫苦啊 刘伟明把自己的想法都摸透了 自己的确就是打着这样的主意 这样一搞 其实又是帮曹海拉来的企业 还是一种变强的帮助曹海发展的事情 看向刘伟明 孙林知道自己在刘伟明面前还是别算计了 先把这一关过了再说吧 刘伟明说的不错 这事啊 就这么定了吧 感谢孙总啊 对曹海的大力支持 这事我们一定要请市委进行宣传啊 孙林又是气门了 刘伟明就算不说 欧阳长阳也必将会当成大事来搞 这话白说了吗 和孙林谈判还是顺利 刘伟明明白了 孙家有意要来送钱 当然就不会客气 想到县城道路的问题一下子解决的时候 心情自然是不错的 在谈完事情之后 刘伟明有意表现出 要请孙林吃饭 这个时候 孙林又怎么可能有吃饭的兴趣啊 立即就拒绝了 知道啊 他还得跟孙将军报告这事 刘伟明心情不错的 走了出来 出来的时候 陈索元看到 刘伟明啊 我现在咋晕乎乎的 看了看时间 到了吃饭的时候 老陈啊 我们到街上啊 随便找一家小吃摊 把饭吃了 你看怎么样 陈索元是铁了心 跟着自己的人 刘伟明还是很注意做好 和他交流工作的 曹海县的人都知道 刘伟明这个人不好吃 经常就会拉着人到街边随便 退付一顿 我知道一家小馆啊 便宜啊 味道不错 我带伟明你去吧 那好 我们哪 边吃边谈 两个人坐在一家小吃店里 一人要了一碗面 就坐在那里边吃边聊 看到陈索元仍然疑惑的样子 老陈啊 有些事情还真是不太好 说明白 你只需要知道一点 有些人呢 想通过这事来实现一些目的 陈索元接触的层次 还是低了一些 想到上层的事情 心中才多少有了一些明白 原来啊 还有这样的事情啊 老陈啊 我们曹海的发展 需要的是大笔的资金 就了他们到来啊 道路的问题就解决了 这是一笔啊 很庞大的资金注入 到时候呢 我分你一半 你就超额完成任务了 陈索元这才想到自己的任务 我这任务啊 完成的倒是轻松啊 刘伟明笑了笑 这个任务啊 我是帮你解决了 关键的还是 下一步的具体工作 你也是老曹海了 曹海现在情况 你是知道的 许多工作都得做 我们呢 必须要给外来的人一个 全新的曹海 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 涉及到方方面面 特别是我们的城区环境 非常重要 陈索元看了一眼 这个市场的环境 你看看这里啊 整个的就是一个 苍润差的情况 如果不进行整治啊 外来的人一看 就有一种混乱的感觉啊 对于招商引资 那可都是一个问题啊 刘伟明现在外面看去 果然是一片混乱 是啊 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城市要改造 人们的意识形态 也得改变 要不然 就会成为那种 外表光鲜 内在不行的情况了 说完这话时 刘伟明的眼睛就看见了 正对着他们的小管子的地方 只见 喊打喊杀声音传来了 刘伟明说不出了 从店里面就冲了出去 陈索元赶忙付了钱 也紧随而去 快速赶到跟前 只见一个老太太 被打倒在地 一个小姑娘 跪在地上哭着 一伙手持刀子 混荡的年轻人 还在大喊着 跪下 跪下 看到这一情况 刘伟明沉声大喊 你们干什么 没想到一个年轻人会大喊 其中一个头上染了金发的年轻人 把手中的刀子 抑制刘伟明 给老子跪下 刘伟明真是震怒了 在这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顿时就感到自己脸上无光了 想到自己一个县长 来到城里会碰到这样的事情 他都有一种 要找个地方钻进去的想法了 此处看看 并没有一个警察出现在这里 就连那市场方面的管理员 都没见到来 你们是干什么的 刘伟明沉声对着那年轻人喊道 给老子打 那年轻人也不硬打 一指刘伟明 指挥着年轻人们就冲了上去 陈索元吓了一跳啊 看那么多年轻人 就朝着刘伟明冲过来了 赶忙拨打着县公安局副局长 方伟明的电话 方伟明是前段时间 接替王林松担任局长的人 是市里指派到来的局长 这时也是刚刚来到馆子里吃饭 身边倒是前呼后拥的一大帮人 更是有一个 刚跟方伟明连衣上的套上人物 接到了陈索元的电话 方伟明被震得不轻 有一伙年轻人正手持凶器 在围打流血 他愣了一下 方伟明怒断了那个套上 叫洪拳的那个套上人 你们干的好事 扔下这话 方伟明就急着 朝着陈索元所说的方向赶去 一路上更是不断的打电话进行安排 方伟明感到时 看着的情况 让他更感到震惊 只见刘伟明一边用手 握着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姑娘 一边拿着一个小板凳 挡着对方的凶器 拿下这些人 方伟明朝着跟来的几个警察大声吼着 他自己一时率先冲了上去 几个警察冲上去 很快就控制了局面 看到方伟明到来了 刘伟明瞪了他一眼 本来刘伟明就强势 这一眼就瞪到方伟明感到不妙了 方伟明 发生什么事了 狗日的 谁在闹事 看我不收拾他们 那个和方伟明在一起吃饭的道上人物 这个时候也赶到了 看到抱头蹲在地上的那些年轻人 心中一乐 方伟明 都是我的几个小兄弟 如果有什么冒犯的地方 我让他们拿给你们赔礼去 这话不说还好啊 说出来以后 方伟明真是郁闷之急了 最近和这洪泉倒是相处的不错 洪泉也有意识好 在那洪泉控制的夜总会里面 方伟明最近都是住在那里的 每天都是换着花样玩的小姐 很是爽快 可是啊 现在不是一般的事情啊 刘伟明还站在那里看着 他更是发现 刘伟明在听到洪泉对自己说话时 又瞪了自己一眼 警车不断的响着 很快一批警察已赶到了 刚才方伟明一阵电话打过去 整个县的警察们都惊动了 一批批的警察向着这里赶来 看到里三层外三层的警察赶来了 刘伟明转身就走了 看到刘伟明话都不说 就向外走去 方伟明的心中是一片冰凉啊 他也没有想到会发展成这样 看着看热闹的群众也是一大堆人 知道这次啊 在刘伟明的心目中已经严重失分了 刘伟明 方伟明喊了一声 刘伟明这个时候看到人群中穿着警服的汪林松 汪林松上次的事情也受了不少的牵连 现在并没有查出经济和其他问题 只是降了职 成了排名靠后的副局长 平时他也基本不到局里 今天正好自己的一个老部下通报这事 汪林松就感到自己的机会又来了 第一时间赶到这里 刘伟明看到汪林松 想到这人还是自己的人 能力也很强 并没有对方伟明说话 直接对汪林松说道 汪林松这事你来处理吧 汪林松心中激动 知道自己机会是真的来了 立正举手尽了一个礼 请现场放心 我一定把这事处理得圆满 好 处理好了 弟弟向我报告 说完这话 刘伟明和陈索元一事 一前一后的走了出去了 看到刘伟明的背影 警察们的心情就完全不同了 方伟明想到自己一个堂堂的局长 竟然被刘伟明甩到一边 根本就不理自己 反而是那个倒下的汪林松 被刘伟明安排的重用 想到汪林松叮嘱自己的情况 他就感到浑身发冷 汪林松等待着刘伟明离去 这才转身看下警察们 汪林松能够担任公安局长 手下又怎么可能没有几个人呢 本来随着汪林松的倒下呀 许多汪气的人都感到无望 现在突然发现峰回路转了 大家都是听到了刘伟明的安排的 汪气的人一个个精神打掌 都火热的看下汪林松 这次汪林松非常明白 刘伟明是给了自己一个机会了 这个机会能否把握住 就得看自己的了 考得好自己能够上去 考不好哪里来哪里去 既然明白了刘伟明的用心 汪林松再也不用去装样了 把自己的人一个个的叫来安排着任务 根本就丝毫没有在意 方伟明的存在 两个人这是完全对上了 陈索元和刘伟明离开以后 陈索元说道 这次要看看汪林松的 汪林松的能力还是强的 主流还是好的 刘伟明说了一句 方伟明是刘伟明亲自安排的人哪 刘伟明明白陈索元的意思 那刘伟明是市政法委书记 是楚宣的人 拿下方伟明 刘伟明那里并不好交代 曹伟明叫发展 谁不作为就得拿掉谁 刘伟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行 是该换一个亲得过的人了 说到这里 陈索元说道 我担心的是汪林松那里 你小看汪林松了 刘伟明相信 汪林松肯定能够 手上啊 已经掌握了一些 能够除掉方伟明的材料 这样的机会 他都搞不定 自己啊 也就没必要启用他了 刘伟明现在想得很是清楚 就是要借一些机会 把整个曹海的社会环境 整治一下 要做这些事情 一些关键位置上的人 就得由自己信任的人去把握 只有做到这样 才能够正令畅通 只要汪林松能够拿出实在的材料 自己就可以去应对楚轩 在发展的问题上 相信楚轩的想法和自己是一样的 工具呢 坐在刘伟明的对面 汪林松也记不得有多长时间 没有这样紧张过了 看着坐在对面 看着材料的刘伟明 汪林松的心中才叹气 曾几何时 自己比起刘伟明来说 还是高高在上的情况 现在才多长时间呢 自己一定需要靠着刘伟明来翻身了 不过 这种想法 他即是瞬间的事情 他太明白了 自己要想重新翻身过来 除了刘伟明 还真是没有谁能够 蹦得了自己 希望刘伟明看待自己 还能帮他做事的情况下 帮自己一笔 刘伟明详细地方看着 汪林松拿来的厚厚的一叠材料 里面除了文字 相片外 还有着录制的内容 看到着一大堆的内容 刘伟明暗笑 这个汪林松还真是一个有心人 估计为了这一天 是准备了好长时间了 看到这一堆有关方卫民的材料 刘伟明明白 方卫民是谁也保不住他了 你这东西啊 得可信度 刘伟明有意 询问了一下 请现场放心 已经都有据可查 请得起调查 那母女两人呢 是怎么回事啊 据了解 那女孩子 先是跟其中一个年轻人好上了 结果又吹了 那年轻人呢 认识他们这些套上的小混混 就招起这些人呢 来逼那女孩子 女孩子的母亲呢 跟着来说理 这些年轻人就不干了 结果呀 就把老太太推倒在地 还说要到女孩子家去砍杀呢 老太太没有摔伤吧 刘伟明关心的问道 老太太都是没伤到 不过吓得够呛 刘伟明的脸色就是一尘 想到了那个后来到来的人 看起来这些小混混 还是她的手下 这个倒是刘伟明并不意味 意外的 还是洪权竟然和方伟明很熟 一下子就让刘伟明想到了 警匪勾结的事情 现在 方伟明和那洪权联系得很紧密啊 刘伟明再次看了一眼 桌上的材料 微微点了点头 老王啊 你的能力我是知道的 要相信组织 就这样吧 王林松知道刘伟明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了 心中激动 他也是一个成精的官场老游子 直到这个时候 如果不表态的话 搞不好就没机会了 县长 您放心 只要是你交给我的事情 我一定认真去做 就是挡枪子 我王林松就绝不含糊 刘伟明从椅子上站起来 走过去轻轻地拍了拍汪林松的肩柄 好好地干吧 下一步 曹海现在治安工作呀 还得你们这些人来抓呀 我希望看到一个各方面都有明显进步的曹海局面 亲长 我保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这个时候 王林松真的不是激动了 他很明白 自己的春天又来了 只要有了刘伟明的帮助 还怕没有出头之日吗 想到陈索源就是出狱 紧跟着刘伟明 现在都已经是副书记了 王林松恰定决心 这一次绝不能跳退 无论如何也要紧紧地跟上刘伟明的步伐 看到王林松出去了 刘伟明的脸上露出笑容 曹海前的情况他太清楚了 虽然自己掌控了整个曹海前的局势 但是一些关键的位置 由于前妻的一昧的妥协 并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特别是公安局这样的关键地方 这个地方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 事情就难办了 王林松这个人 女色上可能真是有些问题 不过 重在他对自己应该是铁了心的跟随 有他这样的一个老公安在曹海公安局里 自己的许多操作便更加顺利了 再次看了看桌上的内容 刘伟明拨通了纪委书记廖新言的电话 廖书记啊 有点事情 啊 我去你那里一下 行 我还等着刘县长啊 两个人的关系现在是越发亲密 廖新言刚刚才听到了 刘伟明在街上和一会儿小混混打了一架的事情 想到刘伟明一个人对上那么多手持凶器的小混混 都没有受伤 廖新言也是安叹 我们这个县长啊 真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啊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廖新言明白 刘伟明不可能不抓住这个机会 刘伟明到来的目的 他一差不多猜到几分了 跨端电话 亲中就在想着父亲和在和自己通电话时讲的内容 父亲说的好 刘伟明注定是不会长久在一个县待很长时间的人 有了春珠乡的政绩 现在又有了曹海的发展规划 只需要操作一下 然后宣传到位 很容易刘伟明就能够高升上去 既然这样 就一定要和刘伟明搞好关系 只有这样 曹海间的政绩才会有自己的一份 这完全就是一个双赢的事情 想到这里 廖新言就在想 对卫明看来是想用汪林松的 方卫明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倒是应该好好地配合一下刘伟明 话说这个时候 汪林松出了县政府以后 看着那天空的情况 感到一切都重新好了起来 坐进自己的车子 车内就有几个铁杆的手下 这些人 自从汪林松实施以后 都有些不景气起来了 现在看到汪林松又有起色时 大家的心思又活了起来 就坐在车子里来到了县政府 几个人的眼睛都紧盯住县政府的大楼 就想看着汪林松的表情 现在看到走来的汪林松春风晚面的情况 大家明白了自己的老板这次可能就成功了 老板怎么样 不要问怎么样了 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 还一听住的人给我听住了 汪林松严肃地说道 他知道这次的机会是刘伟明创造的 自己如果无法把握好这个机会 那就真的完了 几个铁杆的手下 亲力也明白汪林松的成败就直接关系到大家的成绩 都表现得严肃起来了 老板 你放心 局里那些人呢 就几把刷子 我们又不是不知道 刘先生需要的是一个安定团结 有利于草海经济发展的局面 我们呢 就应该向着这个方向去做工作 希望在这草海前的大发展中啊 你们中啊 没人掉退 汪林松虽然说心情不错 也还是想敲打一下自己这几个手下 车子一路就开到了公安局 这个时候 情况已经不知不觉中有了变了 曾经汪林松也是这里的主人 可是啊 随着失事 他变成了一个很闲的人 亲属的时候 没有多少人和他打招呼 现在再次进来的时候 汪林松对于全市的体制 又上了一层 要珍惜啊 汪林松提醒了自己一句 站在楼上的窗前 局长方为民就看到了前呼后拥中 走进来的汪林松 脸色一下子就发生变化了 这次 刘伟明打了自己的脸 就把汪林松给抬了一下 靠着汪林松上蹿下跳的 这是要夺位啊 昨天方为民就打了个电话 给市政法委书记刘大江 委屈的把刘伟明在整自己的事情讲了一遍 当时刘大江并没有任何的表示 只是说了一句 知道了 以方为民对刘大江的了解 刘大江现在心情肯定是不爽了 想到刘大江是楚系的人时 方为民多少有些放心起来了 既然是楚宣任市委书记 刘伟明想动自己 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以方为民的消息来源 他多少还是知道一些情况的 直到县委书记江政权并不是和刘伟明一席的 江政权曾经还当过谢仪的秘书 想到这事儿 方为民就有了新的想法 在县里还得找一两个能够帮自己说话的人才行 准备车子 我要到县委去汇报工作 方为民对办公室主任说道 很快 方为民就进入到了江政权的办公室 发生的那些事情 江政权同样也是知道了 看着坐在自己面前的方为民 江政权微微的抽着眉头 他也想得出来 看起来刘伟明是想把公安局也拿过去了 这件事情真是有些不太好办 江政权最近也不敢打谢仪的电话 每次从谢仪那里得到的答复都很模糊 猜不透谢仪的想法 一切还得自己来搞定 听完了方为民汇报工作 江政权的心中多少还是有些犹豫的 在公安局长是否换人的事情上 江政权也拿不定主意 安慰了一下方为民 江政权就在想着 是否把刘伟明找来交换一下意见时 秘书进来小时候说道 书记 刚才刘先生到了廖书记的办公室 两人谈了一阵话 廖书记还是严肃的出来了 然后拿着一个黑包 想势力赶去了 继委的工作有其特书记 江政权知道 那廖新岩做着省委副书记的背景 一直以来在对待廖新岩的事情上 都是显得很客气的 现在听到秘书说 刘伟明和廖新岩密谈了一阵后 廖新岩就去了市里 直到现在是刘伟明谋定而后动 出来 方为民真的是有问题了 唉 不管了 江政权叹了一声 在这件事情上 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阻挡 刘伟明夺取公安局的步伐了 楚娟会不会顺应刘伟明的想法呢 江政权正在猜测着这件事情 想了一下 江政权还是拨通了市长赵一贤的电话 把这事向赵一贤报告了一遍 赵一贤同样也没有任何表态 也是说了一句 知道了 就挂了电话 知道了 想到谢义也是说这样的话时 江政权就只能摇头 由市委宣传部操作 在县政府专门搞出来的一个签约仪式上 孙林的黄海集团 与 曹海县九城区道路的建设进行签约 媒体记者们都是来了很多 省委宣传部长林博成 专门带队 前来参加签字仪式 到来的 大大小小的国内媒体 比任何时候都多 林博成倒是 虽然有些夸张 却也知道大家想得通的事情 孙家花了那么多金钱 不可能简单去完事 这事本来就是孙家要做给一些人看的 不吵吞一下就不合理了 由于林博成是省委宣传部长 他的到来倒是惊动了楚轩等人 市里的领导大大小小的都跑来了 当然了 曹海县也做出了一种积极的样子 很是配合的把这事情搞得很热闹 看着这么大的阵仗 刘伟明暗笑 孙家这次的炒作 警长 一切安全的保卫工作 都已到位 王林松现在心情不错 他也刚刚正式成为了 曹海县的公安局长 所有事情都是刘伟明在运作 他也只是提供了一些材料 就坐上了这样的一个位置 王林松明白得很 从现在开始自己头上算是打上了刘伟明的印记了 一定要紧紧跟着刘伟明的步伐走 这次啊 他来的媒体替着叫多 多盯住一下 刘伟明小声说道 省市的保卫人员都来了 刘伟明还是不敢答应 再次交代了王林松一下 先生放心 这事我盯着 刘伟明这才点了点头 县里就是服从省天的指挥而已 就算有事情发生 也轮不到曹海来承担责任 只是 刘伟明并不希望发生什么事情 看着王林松快速离去 刘伟明还是满意的 有了这样一个有经验的人带着维护治安 在曹海就能够展开治安的整治了 想到曹海现在治安情况 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时 刘伟明 可是下了决心 要整治一下了 这样一搞啊 对他们是否太有力了 温芳虽然没有指出是谁 这话中还是点出了孙家霍的名声的事情 他这个时候走到了刘伟明的身边 这事上的事情啊 如果太过于计较 那就一样也做不成了 我们的目的啊 就是要让曹海的人民生活好起来 只要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做的事情啊 我们都应该支持 我担心的是下一步 事件的事情啊 谁能够说得清楚呢 你就认为没有变数吗 再说了 曹海先发展起来呀 我已经很满意了 温芳就看了一眼刘伟明 他算是明白了刘伟明的想法 这个男人根本没有在意他自己的官位 他的心里面装着他的目标 并且为了这个目标 他是把他个人的利益放到一边的 刘先生好 在一些人的簇拥下 孙林笑容满面的走了过来 见到刘伟明就老远的打着招呼 刘伟明也表现出了一种亲热 紧紧的握住孙林的手 孙总啊 能够支持我们曹海先的城市建设 受贿的是广大的曹海群众 我代表全县的人民啊 感谢孙总啊 啊 应该的 应该的嘛 孙林知道 反正大笔的钱都花了去了 这事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了 回去以后 孙林细细算了一下 操作了曹海先的道路改建以后 环海集团几年以来的利润 一下子就去掉了二分之一 心中是肉疼的不得了啊 这次的媒体宣传之事 全都是父亲孙祥军一手在背后操作的 除了国内的媒体外 国外的媒体也联系了一些 这次孙祥军的目的就是要 全方位多层次 多巧兔的 对环海集团的参与建设的事情 进行宣传 目的就是想表现出 孙系企业的回报社会的行为 两个人握着手 一些记者把他们高兴握手的情景都拍摄了下来 两人握手以后 林伯成在市卫领导的陪动下踏步的走了进来 正在走着的林伯成 突然看到了和孙林站在一起的刘伟明 脚步一顿 然后就朝着刘伟明走了过来 只见林伯成主动伸出手去握抢刘伟明 刘伟明也急忙伸手握住了林伯成身握的手 在人前 刘伟明对孙家这个省委宣传部长也表现出了一种尊敬 小刘同志 曹海的发展很快吗 这次啊 环海集团的参与建设啊 对你们的心来说又是一个机遇啊 要好好地把握住这样的机遇吗 媒体的记者就站在这里啊 刘伟明明白 林伯成有意在夸大环海集团的作用 话语中仿佛是有了环海集团 这才是有了曹海的发展 对于林伯成的有意引导的事情 刘伟明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接受了的话 下一步曹海的各种发展就会踏踏折扣 微微一笑 刘伟明说道 曹海就成的改造啊 只是我们曹海整个发展中的一个很小的一部分 我们的规划中啊 是要让权限都发展起来 我们正在向着这个目标迈进 孙总他们啊 在这个时候积极投入到曹海的发展中来 这表明了 环海集团是一个有眼光的企业 我们坚信啊 凡是有眼光的企业 在这个时候投入到曹海的发展中啊 都会随着曹海的发展而实现他们的利益啊 这是一个空赢的过程啊 这话具有水平了 刘伟明一下子就把环海集团的投资行为 变成了一个企业的参与行为 把那林伯成有意扩大的环海集团错用 变小了许多 林伯成也没有想到 自己有意搞出来的那夸大行为 被刘伟明这么一说 就变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眼睛里面 瞬间爆发出了一道非常锐利的眼神 随之又散去了 心中就在想 这个小子果然有些难缠啊 哈哈 啊 几个地方的发展呢 关键还是火车头的作用啊 曹海县城的改造成功以后啊 火车头的作用啊就体现了 环海集团 正如小刘同志说的 这是一个有眼光的企业 他们明白 这火车头的作用啊 不是根本 随着现场的发展 相信曹海的发展会 进入起飞的状态啊 今天呢 林伯成倒是带着任务来的 目的就是一个 无论如何 也要坐实了环海集团的强大作用 看到刚才刘伟明转移了自己的话题 现在又再次把环海集团的作用提了出来 刘伟明看到记者们都围在这里 微笑着看了一眼林伯成 林伯成的指示很重要啊 我们曹海下一步的规划中 县城将向春竹香方向拓展 随着春竹香成为整个曹海县的中心之后 有着曹海县园区的强大动力的支持啊 整个县的经济啊 必将植入起飞的状态 到了那个时候 曹海县的旧城将会变成一个 极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精品城市啊 相信一两年以后 大家再到这里时啊 这里的情况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记者们都是精明的人物 颤在一旁听着这个曹海的县长 面对着一个省委宣传部长侃侃而谈 并没有任何举色 并且还两次把部长有意营造的主题给抹去了 大家立即对这个县长就赶起了兴趣了 林伯成知道自己想减弱曹海有成绩的想法 在刘伟明这里是无法实现了 只能微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嗯 就要有这样的心态嘛 要有发展的眼光啊 两个人结束了对话 这个时候 楚璇微笑着走上前去握住了刘伟明的手 楚书记好 刘伟明恭敬的说道 啊 很好啊 在发展问题上啊 就得要有自己的特色嘛 这话说的让人猜测了 刘伟明转任间就明白了楚轩的想法 这次林伯成的到来 他是出于礼貌才到这里的 林伯成的话 楚轩也是听着明白的 不断向削弱曹海以前的成绩 这事有些过了 肯定是楚轩也不起了 这句话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支持 随后的就是签字仪式 这次啊 市委宣传部也插手了这事 欧阳长阳专门安排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在记者招待会上 刘伟明和孙林围绕着环海集团参与建设的作用 又是一番的暗斗 对于这事儿 刘伟明是坚持的 孙家想利用曹海来做文章 这本身就已经占了便宜了 还想弱化曹海的成绩 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的 这次 刘伟明准备的更加充分 曹早就把曹海的各种规划和理念用各种方式递到了记者们的手中 随着曹海的各种规划方案的提供 记者们仿佛突然间发现了一个新闻的亮点 争先采访着曹海一年来的变化内容 看到随着刘伟明的引导 媒体开始把视线转移到了对曹海发展的了解时 方一眉笑着对温芳说道 刘伟明的视线转移得很好啊 温芳的心情也大好 有些人想去环海集团来扩大影响 他们并没有想到 这事反而成了刘伟明的一个进一步宣传曹海的机会 相信随着记者们的离去啊 曹海一年来的巨大变化 就会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了 楚宣这个时候也有着和温芳同样的想法 他也知道一些孙家的目的 这次到来进一步看到了刘伟明的手段 借着孙家的宣传力量 反而把曹海宣传了出去 这个刘伟明果然是有些道行的人物啊 楚宣就在想 用好了刘伟明 对于自己想把黑蓝市发展起来的想法 是有利的 倒是应该好好地支持他一下才是 曹海倩的确是迎来了一个亲的发展机遇 虽然王海集团对曹海县城的道路 建设的签字仪式的劫复 曹海县城就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拆迁的问题了 孙林笑眯眯的走进了刘伟明的办公室 一进门就大声说道 刘伟明 我们的人马呀 整装待发了 你们的拆迁工作呀 进展不大呀 刘伟明就看了一眼孙林 看了的是 孙林的眼神中透出来的得意 拆迁一直都是一个关键性的工作 在车里面 涉及到的是家家户户 更有一些人 要价很高 这一切都阻碍了拆迁的工作 如果曹海现在拆迁工作没有跟上 这就严重地制约了施工的进行 在签约的时候 由于没有想到这个难度 其中是加上一条的 就是曹海县如果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迁 曹海县政府就将赔偿环海集团的务工损失 如果因为曹海县的原因而造成无法施工 环海集团可以退出曹海 这个条款是孙林要求加上的 江政权也同意了这事 刘伟明也没有争执 现在看来孙林是想在这个事情上做文章的 起身上前和孙林握了握手 孙总放心 这件事情啊 我们一定会很快的解决 孙林黑黑一笑 听说呀 中央最近在研究一个不能强制拆迁的东西 如果是那样啊 曹海的拆迁工作可能真是会出现问题啊 孙总放心 这个事我知道的 那刘先生 今晚要不要我安排一下 我们去放松一下呢 孙总是盲人的 我就不打扰了 晚上啊 还有其他事情 那拆迁的工作呀 刘先生操心了 要加快速度 看着孙林走了出去 刘伟明的脸色就沉了下来 这小子 今天是有意来说竅的 孙家的想法 刘伟明不用猜也明白了 现在媒体狂轰乱差的 把环海集团将在曹海参与 改造县城的事情 宣传了出去 环海集团是有名了 在上层那些大佬的眼里 谁家有点什么样的事情 大家都很清楚 虽然是环海集团 大家明白得很 这都是孙家的企业 目的已经达到了 孙家在这件事情上 就算是做完了 虽然不会说不干活 到时他们会借口 曹海没有把活干好 并不是他们不用心 一来而去 如果能够在孙湘军达到旗 重出目的之后 还没有把拆迁事情搞好的话 到时孙家可就真的是要撤出去了 无论如何也要用最快的时间 把需要拆迁的工作完成好 正在想着事情 王林松打了电话 刘先生 发生了一件事情 一个钉死户 把他身上都浇上汽油 说是死要动他的房子 他就自杀呀 现在 双方正在对峙 先控制局势 我这就赶过来 刘伟明一拍桌子 沉声说道 怕什么就来什么 刘伟明这个时候 多少有些头疼了 倩礼的出发点是好的 在拆迁的问题上 是一赔二了 这种待遇 在许多地方都达不到 可是啊 仍然有那么一些人 是人心不足 总想在这事里面 要占些便宜 车子开到了拆迁现场时 刘伟明的眼睛里面 就是一宁 他发现 已经有不少媒体记者 正在这里拍照 看到这样的情况 刘伟明就有一种想法了 这事看起来 并不是表面上看上去 那么简单 或许 是有人在这件事情上 做的文章 刘县长来了 看到刘伟明的车子开来了 不知是谁喊了一句 虽然那声音传出 记者们一下子就围了上来 刘伟明并没有去管记者们的询问 就看见了那站在一堆 砖瓦上的一个五大三粗的年轻人 只见他的身上果然是浇了油 手中拿着一个打火机 虽然有些距离 刘伟明也看出了那年轻人双腿有些抖动的情况 看到有县里领导来了 那年轻人仿佛是松了一口气 大声说道 我要以死抗争 只见他说着就狂躁了起来 记者们这个时候也大声的问了起来 刘先生 你对这事怎么看 刘先生 强制拆迁很不人道啊 刘先生 如果出了人命 谁来负责这事 刘先生啊 曹海仙在建设中是否存在违规的地方啊 请大家放心 我们呢 等一会将在这里举行一个记者发布会 我们呢 会全面回答你们的提问 汪凌松让警察们把记者们拦住了 走到刘伟明面前小声说道 刘先生 我观察了 那个人应该没有自杀的勇气 刘伟明就看了汪凌松一眼 他相信 汪凌松在观察人上是自然有他的一套的 再说了 刘伟明看见那年轻人也发现了这样的情况 刘先生 这小子提出了一赔次 他要求啊给他一间临机的门面啊 刘伟明严肃的说道 如果大家都这样无理的要求 我们还干不干工作了 看了看那平静下来的年轻人 刘伟明大声说道 我是县长刘伟明 有什么话 我们都可以坐下来谈吧 你的这样行为 是对你自己生命极度的不负责 我不管 你们政府乱搞拆尽 不答应 我的要求我就自杀 刘伟明接过汪凌松拿着的那个小脸 曹海的发展 套路的改造和扩建是必然的 一赔二已经是经过县委的研究定下的 我们绝不能有任何的妥协的余地 你可以去调查一下 也可以问一下现成的记者们 我们在这件事情上 是否有过分的地方 询问一下 你提出的要求是一赔次 这要求 可以以前临机的扑面 这个要求是否过分 刘伟明的声音很大 一下子就把对方的要求点了出来 群众们开始并不知道这事 毕竟现在老百姓啊 都有着一种从众的心理 更是很自然的就会认为 政府做得过分了 看到有人自杀 就主观的认为 这事是政府方面把人批击了 现在听到刘伟明 当着那么多人大声说出来 那个听走户的要求 一下子就指责起了那个人 刘伟明继续说道 相信这段时间 大家都从各种渠道上了解到了 曹海先城市建设的内容啊 我们的曹海是要发展的 就是要大力的发展 在发展中 我们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我们都有信心把事情解决 拆迁是必须要进行的 对于无理的要求 我们也是绝不能贪定的 这就是刘伟明对那钉子户的答复了 听到刘伟明这样一说 那个年轻人又激动了 又跳又闹 在那里骂着 看到对方小丑一样的闹剧 刘伟明说道 你既然不听劝小自杀 这件事上是谁也阻止不了你的 为了避免大家说我们政府 漠视人的生命 今天呢 我就陪你自杀好了 你不是手中有汽油吗 那好 我现在就以一线支掌的身份 走过来 你在我身上泼上油 我陪着你一起去死好了 说完这话 刘伟明就把那小喇叭 朝着汪林松手中一扔 脉步朝着那年轻人走了过去 刘伟明走得很平静 脸上表现出了一种淡然 你别过来 再过来 再过来 我就自杀了 那年轻人 真的没有想到刘伟明会这样走 惊慌中又大声的喊了起来 你都下定不了决心自杀了 那好 我就下决心跟你一起去死 我过来 就是陪着你一趟去死的 大不了 我们一起死而已嘛 你没必要那么担心吗 刘伟明的手心是捏着一把汗的 他相信自己的判断 也相信汪林松的判断 这下子可热闹了 记者们才发现 今天有了一个大新闻 曹海谦的县长要陪着一个年轻人自杀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 一千人想到了刘伟明说的那些话 想到刘伟明的目的是发展曹海 心中多少也有些感动了 对那年轻人的同情一下子就没有了 更多人是鄙视起了那个年轻人 王林松看到情况提醒了自己们 好了 如果刘县长到了那里啊 那小子真的不和刘县长汽油池 给我把他射杀了 一切责任 我来承担 王林松也是急了 眼看着刘伟明一步步走近 那年轻人的气息瞬间都失去了 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我不自杀了 我不自杀了 快把我实际的油洗掉啊 刘伟明这个时候 一个箭步冲上前去 一脚就把那打火机给踢飞了 这个时候特警们早已冲到前面 把那年轻人给控制住了 看着那年轻人被带走了 刘伟明就站在那地方 面前的人群说道 曹海要发展 肯定会碰上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嘛 对于合理的要求 我们一定会和群众协商 对于不合理的要求 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人 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行为 我们都绝不会放任 曹海县已经建立起了县里的网站 县里会把整个的曹海发展情况 公布在网上 我们更会把各项目的所有情况 都进行公布 欢迎大家的监督啊 在曹海的发展中 我们一定做到公开 公平 透明 曹海的明天会更好啊 对于刘伟明刚才的做法 大家虽然有着各种评价 也有人认为他一个县长这样就表示出了和那年轻人同此的做法很过激 可是啊 曹海县的老百姓却感到很过瘾 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县长不为死的形象 在互相谈话中 老百姓都会伸出一个大拇指 说一句 牛 他们发现自己的县长强势的不得了 这个县长死都不怕 想用死来威胁 那真是错的不能再错了 大家也看出了那年轻人无理取闹的行为 更加鄙视了 远处的孙林看到这事儿 没有任何进展 一跺脚 骂了一句 才快速离开了 县委宣传部长韩敏 公愿地坐在刘伟明的办公室 他现在对刘伟明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刘县长 现在网上就是这样的热闹 说完了话 韩敏的双眼看向刘伟明 等待着刘伟明说话 看了一阵电脑上的内容 刘伟明并没有气恼的样子 自杀县长 很有意思 听到刘伟明这样说话 韩敏感到自己真是看不透刘伟明了 刘县长 现在网上议论纷纷 对你表示要和那年轻人自杀的事情 非常不理解 有的人认为你漠视生命 也有人认为你是英雄 看来啊 情况是越吵越热了 我们县里啊 应该有一个应对办法才对啊 言论自由嘛 媒体啊 想炒作 他就让他们炒作好了嘛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刘伟明笑着说道 在做那些事的时候 刘伟明就已经抢到了这情况 这样也好 对曹海的知名度也是一个提高 沉死了一下 既然媒体啊 对我们曹海那么感兴趣 我们就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全方位多角度 宣传一下曹海的发展 要把我们曹海的新面貌啊 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吗 韩敏的眼睛就是一亮 看到刘伟明这个意见很不错 我们也想过这事 就是感到有些难以着手 你们啊 把材料尽可能的准备 这事我来操作 刘伟明也打算 好好地借这事宣传一下了 看着韩敏出去了 刘伟明思考了一下 韩敏的态度后 暗自点头 从现在的情况看 韩敏应该是希望曹海发展的 作为楚宣一夕的人 韩敏和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 拨通了郑小柔的电话 刘伟明开口就问道 小柔啊 宣传部门 你那里有没有熟人啊 上次虽然没有做什么 大家却是心知肚明地明白 刘家在郑小柔和刘伟明的事情上 是有了一种促成的想法的 对于这事 无论是郑小柔也好 刘伟明也罢 两个人都没有推辞的意思 这样一来 两个人间的关系 就变得微妙起来了 接到刘伟明电话 郑小柔心中很是喜悦 有的 你打算做什么 刘伟明听到了郑小柔说有关系 就多少放心了一些 郑小柔能够表明有关系的人 肯定绝不是一般的人 而是有权势的人物 这样就有利于自己的运作了 媒体的炒作情况 你看了没有 不听到刘伟明询问还好 听到刘伟明的这个询问 郑小柔这才想到了 刘伟明搞那种自杀的事情 刘伟明 以后我可不能这样干了 君子无力于微墙之下 你是一个堂堂县长 怎么能干那种事情呢 你要知道 这样做 在官场都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成熟也好 不成熟也好 我已经做了 并且啊 再出现一次 我还会那样做 你 哎 你呀 郑小柔叹了一口气 他也不知道 还说什么好了 从这件事情上 他也感到了 刘伟明的强势一面 既然呢 大家对我那么感兴趣 那就接着这事 加大对曹海的宣传好了 刘伟明说道 最近孙家呀 也是大力宣传着 你们曹海的城市建设 你再这样搞一下 你们的曹海 不出名都难呢 反正啊 这是大家想看的吧 炒作就炒作呗 行 这次啊 就把你的形象 完全树立起来 刘伟明又拨打了 田老头的电话 把自己想法树了一下 田老头还是赞成 现在啊 省委宣传部长是林伯成 他是孙系的人 宣传孙林的公司啊 他倒是上心 如果要宣传你的话 估计啊 他可不会上心呢 这事儿 我还是从经理着手吧 刘伟明把自己和郑小柔的商议情况 说了一下 嗯 这事儿 郑家还是有门道的 就这样办吧 刘伟明打完电话 就来到了江振权的办公室 看到刘伟明进来了 江振权微笑着和刘伟明握手 伟明啊 现在媒体吵得厉害啊 你有什么想法啊 他倒好啊 只要有事就推给刘伟明 江师姐 既然大家对我那么上心 那就 接着这个事情啊 我们要全面的宣传一下 曹海一年多以来的成绩好了 曹海县 也需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宣传 江振权 虽然属于泄系的人 和刘伟明不太对路 但是 作为一个县委书记 他也是希望做出一些成绩的 他经常都在想着曹海发展的情况 他看得出来 如果按照曹海现在的发展 相信要不了多长时间 曹海的各个方面情况 都会有一个大的转变 政绩是必然的 只要谢义没什么新的指示 他倒是希望就这样发展下去 两个人商议的一身 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后 刘伟明就开始操作宣传的事情 随着京城一些主流媒体 对曹海发展情况的宣传 随后的几天中 曹海的各种情况 也深入的挖掘了出来 刘伟明他们都不知道的是 这个时候 经理高层也都看到了 媒体上的情况 华为坐在椅子上 认真地读了一阵 有关曹海发展的报纸内容 闭幕坐在那里沉思着 这个时候 田林喜也坐在华为的对面 两个人就这样坐着 并没有说话 换了一阵 工作人员进来报告说 副手鹤来了 听到副手鹤的到来 华为那闭着的眼睛睁开了 站你身来 赢了出去 副手鹤的经历 明显没有华为好 三个人走进来后 都坐了下来 看到副手鹤的样子 我看你还是跟我学着练一些武琴戏好了 走个路都还喘大气 你那个东西我玩不来 还是算了 两个人一直相处的是非常不错 聊了几句话 副手鹤就笑着 看见田林喜 林喜啊 你的那个徒弟啊 可是一个能折腾的人啊 才一个县长啊 就折腾的 全国都知道 有他这号人喽 这话呀 田林喜还真是不太好硬打 一时半会儿 也没有想到副手鹤的意思 倒是华为说话了 华为指了一下 桌子上的那些专门派人 到曹海派来的相片 啊 老书记啊 你也看看曹海的这些照片嘛 副手鹤就拿起那些相片 一张张的喊了起来 拍摄的人也细心的 把每一个场景的对比 分类都放在了一起 第一张打开时是原来的情况 第二张就是现在的情况 华为闭幕坐在那里 并没有说话 任由副手鹤翻着 副手鹤看得很慢 每一张都会看好一阵 看完了相片 副手鹤的脸上 也出现了一些动容 啊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啊 曹海的整个面貌 就有了那么大的改变呢 副手鹤虽然也知道刘伟宁 却也并没有太过去了解刘伟宁的情况 现在看到了这些 有很专业的人员拍摄来的照片 他闭上眼睛 就能够从各处的角度 了解到曹海现在变化情况了 小刘同志 小刘同志现在的争议也很大呀 华为这个时候 说了这样一句话 华为的话说完 副手鹤又看了一眼桌上的照片 如果 真是相片中的那些情况 我倒是认为啊 小刘同志是一个不错的同志 能够沉下心来插势工作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呢 就把曹海发展成现在的情况 也是难为他了 唉 我倒是了解了一下呀 在小刘同志的发展中啊 他更多精力并不是用在发展上 而是用在其他的方面嘛 智肘太多呀 副手鹤那是多么精明的人呐 从华为这句话里面 就听出了 华为对于那些 智肘流伟明的人 是多么的不满了 副手鹤也是一个 心中装着国家发展的人 当然也不满意 那些智肘的人了 不过 有些事情不满意 是不满意 却也必须要去这么做的 套了他们这个层次 有些话不必说 大家也都能够理解 两个人就坐在那里沉思着 过了一阵 副手鹤说道 年轻的同志啊 叫成长 只有经过磨练之后 才能够有更大的发展嘛 华夏需要培养一些 后辈的人才 这些人才啊 不能够把他们放在温室中 需要的是一种 复杂环境的磨练啊 华为这个时候 眼睛睁开了 看了一阵副手鹤 磨练的环境 也不能差别太大 有些人啊 就是不知道自己 坐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乱伸手啊 相信应该不会吧 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 中央还是能够制约的 田老头坐在那里 听着两人的对话 他知道 两个人在交换着 孙祥军的使用方法的看法 田林喜心中也暗自高兴 从两个人的对话中 两人对刘伟明 都有了重点培养的想法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孙祥军被放出来使用 就成了可能了 到时候 孙祥军估计会成为 刘伟明进行磨练的对手 不过 华为也看到了 不能够级别相差太大的问题 这就是不允许孙祥军 不顾身份乱来 副手鹤也表态了 若孙祥军不顾身份的 乱打压刘伟明 他也不容忍孙祥军的行为 曹海的发展经验是可取的 宣传力度可以大一些吗 不错呀 小刘同志做得非常好 是应该全方位进行宣传吗 华为看向田林喜 林喜啊 一告诉小刘 一个人做事情就得有一股气 心中啊 有着这股士气啊 就能够不为任何压力 就得有一种拼命的精神啊 师父 卢江副省长说是要到 曹海县春秋香调研 刘伟明打了一个电话 给田林喜 接到副省长卢江要到来的事情 刘伟明就想到了 田林喜说起 卢江是刘喜的人 就打电话向田林喜说了这事 也想了解一下卢江到来的目的 田林喜现在正在高兴中 听到刘伟明说起这事 呵呵 看来啊 卢江也坐不住了嘛 上次啊 我听你说过 他是刘喜的人 不错 卢江啊 是刘喜放到宁海的一员看家 是刘老头在的时候啊 就重用的人 他曾经还是刘老头的秘书啊 与老刘家亲得很 只是 他到了宁海以后啊 刘老头就去了 搞得他呀 一下子失去了强大的支持啊 几句话就把卢江的情况进行了交代 刘伟明听完这些 那 按说他还是刘家的铁杆 刘家怎么没有保他呢 哼 有些事情啊 你不清楚 我只告诉你一下 刘宇江啊 和他不是太对路 欧了一声 刘伟明没有再问这事 他已经明白了 在对待卢江的事情上 刘家内部也存在着分歧 以前刘宇江在了的时候 以他在刘家的强势 肯定刘家人就不待见卢江的 现在刘宇江不在了 这事就有了转机了 唯明啦 卢江这个人是一个挺不错的人 对刘家呢 还算是忠心 你好好的和他相处吧 你是这话说的呀 人家是副省级 虽然没进常委 可是大人物啊 我算老几啊 师父 刘伟明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也别把自己看得清了 作为刘家的女婿 你现在的分量啊 还是有的嘛 伟明啊 你牢记一点 曹海的发展 才是你发展的根本 无论任何时刻 你都要把曹海的事情 当成头等大师来抓呀 刘伟明感觉到有些话 天老头并没有说到位 这里啊 只是要求自己 要把曹海的事情做好 联想到 田老头最近 又跑了一趟京城时 刘伟明就有了一些名物 虽然卢江只是一个 没进常委的副省长 他的到来 还是引起了 市县两极的高度重视 由常务副市长张文祥陪同 一行人就来到了曹海县 江政权和刘伟明 为了表示重视 也都是在县界进行了迎接 看着几辆越野车到来 江政权和刘伟明就迎了上去 卢江并没有坐在车内不下来 而是很亲切的走了下车子 与江政权握了手 聊了几句闲话 卢江的手就伸向了刘伟明 两个人都是互相知道的 但是并没有打过交道 对于站在对面的刘伟明 卢江可谓是如雷贯耳啊 抢到此次来的目的 卢江的脸上是不满笑容 啊 是刘伟明同志吧 卢神长好 刘伟明双手握住了卢江 喊说到刘伟明的热情 卢江的心神也是一度 嗯 这个年轻人真不错 刘伟明同志啊 早就知道你们春珠香的发展啊 这次呢 我来的一个主要目的啊 就是想进一步的对春珠香的发展模式 进行调研 我们省里的一些乡镇的发展啊 很是之后啊 就是想要寻找一条适合乡镇发展的路子 你们春珠香现在被媒体炒作的很厉害啊 或也想到现场 真实的进行调研一次啊 看到这样子 谁都明白了 好了半天人家卢副省长 是为了刘伟明站台来的 没大家什么事了 一行人很快就来到了曹海县 再经过了一些接待上应有的程序后 卢江住进了县尾宾馆 卢江先和江振权谈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秘书就出来了 说是卢副省长要把刘伟明 单独谈工作上的事情 进入到房间的时候 卢江起身主动和刘伟明握了握手 示意刘伟明作家后 卢江看向刘伟明 孟姨啊 每次到宁海都会到我们家去一趟的 以后啊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这谈话的方式就显得很特别了 根本就没有见外的意思 一下子就拉近了两者的关系 刘伟明心中赞了一声 这个卢江的谈话方式很是特别 这样就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事态 虽然并没有从刘孟一那里听到 有关卢江的事情 刘伟明还是微笑的说道 早就听说了 卢省长啊 是老爷子的秘书 与刘伟明很亲呢 卢江就哈哈大笑起来了 哈哈哈哈 我一直啊 都关注着你的发展 伟明啊 做得不错 这句话 进一步表达出了 卢江和刘伟明的亲近之意 一直都在关注着刘伟明的成长 这就表明了 他一直都在心中装着刘家的事情 后面又对刘伟明进行了赞扬 这就是看好刘伟明之意了 果然是秘书出身 几句话过后 和刘伟明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统一战线的情况 倒是还要请卢省长啊 去参加我们的婚礼啊 卢江点了点头 这是好事吗 我一定要参加呀 接触下来 双方对对方啊都感到满意 卢江看到刘伟明的情况 心里是满意的 作为曾经的老爷子的秘书 卢江明白 自己和刘伟明已经无法割开了 刘伟明的发达才有自己的发展 看到刘伟明现在的情况 他也是急在心头 现在好了 看到刘伟明的那种冲劲 他知道刘伟明应该就是刘伟明新一代的领军人物 有了这样的一个各方面出色的领军人物 刘伟明的力量才不至于散去 这是一件好事 听说啊 田老是你的师父 是的 大学的时候啊 偶然的际遇 师父就教了我武情戏啊 对我很好 这是好事啊 田老这人苦到热肠 看对了眼的人呢 他可是会下大力气 帮助的呀 是 师父啊 就是这样的人 卢江也笑了一下 卢生长 这次到来啊 重点是想了解一些哪方面的内容啊 我们好安排 这次卢江来得突然 曹海县也没有太多的准备 啊 这样吧 如果不影响的话呀 这几天呢 就有你陪着我到处看看 我想看到一个真实的曹海呀 刘伟明也在琢磨着这个卢江 感觉到这个人 这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物 如果刘伟明能够把他放在关键的位置上 也许能够发挥出一些作用 并且这作用也会是非常巨大的 想到这里 刘伟明又想 也许刘伟明还有着许多力量 这是存在着一种整合的问题 从兵馆出来 刘伟明一直都在想着刘伟明力量的问题 感觉到刘伟明的几个掌舵者 真正的有效无能 放着那么一些人才不用 搞得四分五裂的 自然是有办公室人员 负责卢江的服务工作 刘伟明倒是没有去管这些事 回到办公室时 刚抽了一支烟 田林喜就打了一个电话 感觉怎么样啊 卢副省长这人很好相处啊 我认为啊 最主要的还在于他的能力 你认为啊 如果他能够进入到宁海省委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 当然好了 有了他进入宁海的省委啊 相信宁海的力量啊 就会有一个大的变化 刘伟明的力量就会打入宁海 鲁江啊 不会在宁海进入常委的 但是可以运作一下 让他呀到南西省去任一个常委副省长吧 南西省 刘伟明就沉思起来了 伟明啊 可能你不知道 南西省一直都是刘家的主地 不过前段时间出了一些问题啊 刘家的力量受到打压的极准 在省委里面只占了一个位子啊 现在上层啊 有些事情可以进行一些平衡 孙家应该会答应啊 从南西省退出 到那个时候 鲁江就可以补进去了 只要有着他的进入啊 南西省刘家的力量就重新得到增强了 孙家会同意退出吗 他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 打进南西啊 卫明啊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 孙将军可能 这一届干完以后 还将再看一届啊 如果卫明听到田林喜这样一说 就完全明白了 通过一系列的运作 孙将军付出有望 想想孙将军的情况 他现在不过就是受到一些限制而已 金陵市委书记的职位并没有变化 本来换了戒会自然下来的 现在政治生命就是延续下去了 难怪孙将军会接受一些条件了 看来又会有不少变数了 刘伟明发现上层友谊 不想让自己有好日子过时的 这里刚刚喘了一口气 孙将军却又跳了出来 没听到话筒中刘伟明说话 一把宝剑不磨一下 又怎么能够锋利起来呢 伟明啊 眼光一定要放得长远一些嘛 我就是在想吧 会不会影响到曹海的发展 其他事情倒是没有太过于重视 刘伟明说道 好啊 伟明啊 既然和刘家都谈好了 我看你抽时间呢 都经理他 你父母呢 也得去认认门嘛 这是你的终身大事 尽快解决才是啊 行 师父 现在曹海各方面呢 已经走上正轨了 我也在想着 把这件事情处理一下 我明啊 有些事情你要明白一些啊 你现在虽然是刘家的女婿 但是 这是准女婿啊 如果你真正成了刘家的女婿 那就是刘家的新一代核心 这是两码事情啊 刘家 也需要注入生命利益 第二天 在飞机上 魏明 这孟一的家很大吧 坐在飞机上 母亲孙志芳有些紧张地 看向儿子 这次不同一班 适应刘孟一的父母的邀请 全家人到京城 去进一步确定结婚的事情 对于刘家来说 就不是一件小事了 刘恒成也穿上了自己 很少穿的那套非常正规的衣服 显得有些同样紧张 你们也真是的 搞得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他们刘家不就是住在京里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刘伟明最爱听这话 是啊 还是大姐明白啊 你们呢 也别搞得那么紧张似的 以后啊 就是一家人了 看着这机场的情况 刘伟明心中多少也有一些感慨 这次是刘家请自己家到京城谈婚事 这可是不一般了 这个时候 刘伟明心中充满了一种豪情 草根同样也有所发展 其实啊 从心底深处 刘伟明还是多少带着一种草根的那种自卑的情绪的 正是有着这样的情绪在里面 在人前 刘伟明就表现出了一种强势 怕别人看清了自己 随着一天天的发展 刘伟明那种自豪感也在增强 今天出了机场 刘伟明就感到自己的心灵仿佛得到了一种解脱了 那种一直存在于自己身上的自卑情绪 竟然是完全消失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后 刘伟明再看向自己的这次结婚 那种心情就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了 已经多少带着有一种傲然之气了 他家族又能如何 自己就算是一个草根也不弱于他们 伟明 一出机场 刘伟明就看到刘孟一和一个看上去是司机的人 微笑着站在那里 刘孟一更是挥着手 本就漂亮的刘孟一一喊 许多人都看下了他 喊完了刘伟明 又喊着刘恒成和孙志芳 喊的竟然已经是爸和妈了 刘盈急不上前挽住刘孟一的手 等急了吧 看到大姐的这个样子 刘伟明也在暗笑 大姐还真是那种没见过世面 只要见了世面就会改变的人 看他现在情况就知道了 他现在已经逐渐的进行了改变 这是好事 草除机场 是两辆小车 父母和大姐坐在那个司机开着的车内 刘伟明就坐在了刘孟一开的小车 爸妈今天请了假 家等着他 最近挺累吧 刘伟明看到刘孟一有些疲乏的样子 欢心地问道 都是自己的事情 累点没关系吗 听到刘伟明关心的话 刘孟一一笑 感觉还是温暖 家里现在不反对了吧 嗯 都挺支持的 说到这里 刘孟一的脸上现出了一种兴奋 车子停下时 看到一座院子 刘盈就有些吃惊了 伟明 这就是刘家呀 刘伟明微微一笑道 住的地方啊 大点小点都一样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呀 能摆一张床的地方就足够了 我可是没你那么境界高 哎呀 亲家你们来了 刘栋刘显的 很是亲热的 从里面迎了出来 刘恒成也满脸笑着迎了上去 看到刘家对自己父母是那么的亲热时 刘伟明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想到当初自己来到刘家的情况 现在就看到现在的这样情况 墙内的对比浮现在眼前 看来一切都得以实力说话了 就算是这样的事情 也是一样 刘孟一的母亲 这个时候要拉着孙志峰 聊着家常 两个人都显得很是亲热 亲家母啊 这次你们到了京城啊 我来安排 一定要把京城的各个景点都看看 京城还是有许多可以看的地方的 黄欣和孙志峰聊得很起劲了 把父母安排好 住进了刘家 刘家的房间倒是不少 早就已经安排好了 住在这样的地方 明显看得出来 刘恒成老两口 显得很是拘束 安排好了父母 刘伟明才随着刘孟一 进入到他们的那房间里 刚一关上门 刘孟一就扑进了刘伟明的怀里 感受到了刘家的这次变化 刘伟明的心情也非常不错 仅仅抱着刘孟一 两人就急吻在一起了 吻着吻着 两个人就到在床上了 这个时候 刘孟一就特别放得开了 两个人才也无所顾虑地 浮动着 很快 两个人的衣服 就已经完全解除了 阳光从窗外射到两个人的身上 在阳光之下 刘孟一的身体 更加的明亮晶晶似的 第一次看到刘孟一的身体 特别是在这光线的照射下面 刘伟明顿时有一种强烈的欲情 刘孟一的动作虽然生死 却显得非常的激烈 刘伟明当然明白刘孟一的心情 现在两个人终于走到一起了 这一路行为 刘孟一的感受是最深的 颤颤的身体在刘伟明的身体下 发生了变化 刘孟一早已进入到了状态当中 魏明 魏明 刘孟一眉眼迷离的轻声说道 看到刘孟一这个样子 刘伟明就明白了 刘孟一这次再也不会阻止自己的进入了 我来了 刘伟明还是问了一声 并没有说话 刘孟一搂出刘伟明的双手 更紧了一些 两个人在房间里面做着这事 刘栋刘也和自己的老婆在房间里面谈着事情 孟一啊 都在刘伟明房间里好一阵了 反正是一家人了嘛 黄欣这才没有再说这事 尽快把他们事情办了吧 我们刘家呀 现在各处都有情况发生了 办了就真的能解决 你呀 许多事情就是这样 没到最后关头啊 还有余地 没看到这段时间呢 那些人都在加快步伐嘛 谁没有一点消息啊 再说了 我们家那么大的一件事情 他家又不是什么瞎子啊 你是说他们在争取时间 是不是撑取时间就不谈了 你要知道啊 一个关键 伟明的身后是娃威 那是强大的存在 有了这样的一层关系啊 你还怕 天老头不管伟明 还有啊 就是那忽颜傲伯的一条线了 那里啊 也有着一个强大的力量 两股力量 夹在一起的话 你认为 这对于刘家现在的局面呢 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啊 黄新社在暗自点头 他也不是一个很笨的人 明白刘家需要的是一种威慑力 而得到刘伟明 这种威慑力 就能够显现出来了 伟明这个人呢 是一个有性格的人 不可怠慢了他的父母啊 都是一家人了 你放心吧 我知道情重的 啊 刘家 也要怀一口气了 看到自己丈夫 简直很疲惫的样子 黄新也是很心疼 撑不住啊 别撑了 摇了摇头 流动流 揉着太阳穴 许多事情不能看表面 刘家发展到现在 就如同一个大的房子 这房子无论如何破旧 下面呢 都还住着不少的人 如果房子到了 除了住不了人外啊 压倒的人也会不少 现在 客家做的事情 就是把我们刘家呀 堵在这破房子里啊 不让刘家的人出来啊 他这个比喻 现在太生动了 黄新也是一阵失神 这就太严重了 我现在啊 是刘家的主持人呐 如果我都顶不住了 你认为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好在是有了 伟名的进入啊 他就如同是 一些新的支柱 顶在那里啊 随他进入就是 更多的监视支柱 这样一来 房子就顶住了 顶住了房子 各种的修补 就有了时间 到时 又将会是一座 漂亮的房子 你也太把卫明 看得高了 他不过是一个 小小的信仰 能起多大作用啊 不然呢 你们都看错了 你看着吧 要不了多长时间 他就会进入到 世纪领导的行列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刘家才算是 可以完全的松上一口气啊 他 他真的能上去 黄欣的眼睛一亮 这事关系到 自己女儿的幸福生活 黄欣不得不重视 放心吧 曹海的规划 我认真研究过了 如果按照他的思路去搞 较不了多长时间呢 曹海现在政绩啊 就出来了 你看到没有 最近啊 宣传曹海的内容啊 就有一些变化了 看来孙家现在调整了 听你这么一说呀 我感觉到孟一 嫁给卫明 倒是不错呀 哎 让我闹心的 还是小柔那事啊 说到这事 两人都在皱眉 老郑也没什么态度嘛 哎 老郑心里清楚得很啊 他精明的呢 你为老郑家 不希望和华卫建立联系吗 你是说 他也大了主意了 你看着吧 这次啊 他会主动约见伟明的 哎 孟一这孩子 貌似没有意见似的 别管了 这事 就顺其自然吧 有些事情 我们想管也管不了啊 刘洞刘也叹了一声 从房间里面出来时 刘孟一的脸上 散发着幸福的光芒 有些羞涩地 跟在刘卫明的后方 走起路来 都小步小步的 刚刚激情的一幕 久久地停留在他的脑海里 一想到自己和刘卫明 在房间里面做的那种事情 外面的父母 肯定也会察觉到的时候 刘孟一就有些不好意思 见自己父母的感觉 刘卫明却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那种爽快的感觉 充斥心头 从现在开始 刘孟一就将是自己的妻子了 喊说到刘孟一对自己的依恋 刘卫明对于有这样一个老婆 还是非常满意的 刚才和丈夫在屋里聊了一阵 出来时就看到 仍然是紧闭的房门 刘栋留两口子就明白了 女儿今天呢 是把自己交给刘卫明了 两人坐在那里 就有些心情复杂起来了 看到女儿出来了 黄芯就在女儿身上 上下看了一眼 看完就明白了 女儿从此再不是女儿之身了 而是刘家的媳妇 还是女儿自己找到了她的幸福啊 黄芯自己都不知道是在想什么 再次看向刘卫明 竟然已经没有了那种强烈的排斥感 反而希望刘卫明能够对自己女儿好一些 抬起头 看着刘卫明一眼 你们哪 一路到来也都辛苦了 不说休息一下 刘卫明的脸上泛红 偷偷看了一眼母亲 爸 妈 你们没出去啊 这话问的 刘卫明都有些老脸发红了 卫明啊 你跟我来书房 我们说的事情 黄芯一拉女儿说道 妈呀 也跟你有事说 拉着刘孟一进了另一个房间 刘卫明跟着刘栋游就进入到了他的书房 刘栋游的书房很大 那里啊 还有着不少名人字画之类的东西 看到这样一个房间 刘卫明明白 刘家还是有着体运的一个踏家族 要喝水呢 自己去倒 刘栋游坐了下来 刘卫明拿起一个杯子 套了一杯茶水 反正已经到了刘家了 刘卫明也没有那种不安的感觉 特别是这次到来时 心情变化 让刘卫明充满了自信 看着刘卫明很自然的 套着茶水 刘栋游也暗自点头 这个小子看来很有自信 刘栋游也回忆着 刘卫明第一次上刘家的情况 那次到来时 刘卫明就显得小心了许多 这次却是完全不同了 看着刘卫明坐了下来 卫明啊 现在啊 是一家人了 有些事情呢 也需要让你知道一下 爸 你且说 刘卫明现在也改口了 脸上露出笑容 孟姨这孩子啊 被看很听话 啊 降起来啊 也很降大 刘卫明笑了笑 每一个人呢 都有自己的性格 用手在椅子上敲击了一阵 老田呢 应该跟你说了一些我们刘家的情况吧 师父是说了一些 不过 还是不太清楚啊 唉 谁的父母不希望自己女儿幸福啊 我们也是一样的 这是想向刘卫明解释一下 他们以前阻拦的意思了 爸 我明白的 当父母的 都会做那样的事情 我理解 过去的事情啊 却不必再说了 刘洞刘的脸上有了更多的笑容 你能够理解就好啊 现在是一家人了 往后呢 刘家呀 就是你家 有什么事情啊 一家人商量着做吧 看到刘洞刘的样子 刘卫明突然有些理解起了 刘洞刘这个人 这个刘某一的父亲 能力 是不强 但是啊 他却很想维护刘家的地义 失去了大叔的依靠后 他维护刘家的压力估计是很大的 再看了看 刘洞刘那苍老的样子 刘卫明的心中原有的一些不满 也散去了 爸 你也不容易 刘卫明就说了这一句 刘洞刘没想到刘卫明对自己那么了解 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脸上顿时就有了一种动容的神情 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后 那多少有些激动的心情 也算是压了下去 刘洞刘的心中是感慨的 自己尽力维护着刘家的利益 为了这个利益 甚至还想到了联姻 这是把女儿的幸福放弃了 又有几个刘家人能够理解自己呢 搞了半天 还是自己一直反对的女婿 理解自己啊 抢到刘家那么大的包袱压在自己身上 让自己每天都有心无力时 刘洞刘就在叹息 有了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变化 刘洞刘突然感觉到 退代刘卫明 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想法去做了 原来刘洞刘的想法就是 利用一下刘伟明背后的田林系 和忽元奥博的力量 维护刘家的利益 现在却发现 刘家的许多事情 如果有一个刘伟明来分担 自己的压力就会减轻许多 挫折了身体 刘洞刘看向刘伟明 伟明啊 你放心好了 以后刘家在对待你的支持上啊 会倾尽全力 我相信呢 通过我的努力啊 同样也能够发展得很好啊 这是一种强大的自信 看到刘伟明那严肃的样子 刘洞刘知道 用刘家力量来吸引刘伟明 已经不行了 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尽可能的把刘伟明拴在刘家 伟明啊 孟一呢 是我们唯一的孩子 有一个事情啊 我想了好长时间了 一直不好开口啊 爸 你说吧 迟疑了一阵 刘洞刘才说到 你们的孩子啊 能不能让他姓刘啊 说这话时 刘洞刘的眼睛里面充满了一种热气 看到刘伟明一愣 刘洞刘又说道 哈哈 你放心 只要孩子姓了刘 我们老刘家呀 会全力教育他 刘家也得有一个接班的人呢 这话说的就明白了 只要孩子姓了刘 那就是刘家的传人 往后刘家就会全力的支持 那种前途必将远大 刘伟明的脸色 已经变了 声音也提高了一些 爸 我相信自己的能力 我相信自己能为孩子啊 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刘家也需要有姓刘的孩子 刘伟明对于这事 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这里娶了刘家女儿 孩子生下来 就要改姓了刘 这让自己往后啊 在人前怎么抬头啊 大家只会认为 自己是靠着刘家发展起来的 现在刘伟明 早已不同以前了 强大的自信 充满在身上 根本就不会在意 刘家的态度 看到刘伟明 驳回自己的意见 刘洞刘 仍然有些不甘心 啊伟明啊 孩子姓什么都一样的 你怎么那么在意呢 爸 这件事情啊 就不必再说了 我很在意他 刘洞刘指示着刘伟明半天 心中暗叹一声啊 这事啊 看来刘伟明是绝对不会让步了 这个小子现在翅膀硬了 这事啊 也是刘洞刘的一个试探 他也知道可能性不大 确认了刘伟明态度以后 刘洞刘知道只能 试一下刘伟明 试一下提个方案了 伟明啊 既然这样啊 如果你和孟一有了第二个男孩子 是否可以把第二个男孩子改为刘伟信啊 这个事刘伟明倒也没有拒绝的想法 他争的就是自己是否入赘的问题 那可是一件面子上的大事 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 其他的倒是无所谓了 这个事情啊 爸可以找孟一商量 刘伟明说了一句 眼睛一亮 刘洞刘就有点兴奋了 行 就这么说定了 两个人都没有去想计划生育的问题 这种事情对下面的老百姓都是难以控制的 到了上层就更加灵活了 这也是华夏的一种特色 刘伟明看到刘洞刘的样子 暗自摇头 刘孟一那里看来啊 又要受到他父母的轮流动员了 解决了这个问题 刘洞刘看向刘伟明眼神中 就多了许多的满意 想到刘伟明如果发展起来了 对孩子们的照顾肯定也会很大事 刘洞刘的心思也活了 如果说以前让刘伟明 借用一些刘家的资源的话 现在他想到的就是 刘伟明和自己是一体的问题了 刘伟明发展了 下一步就是自己的孙子的发展 这事儿就不再是外人的关系了 而是要为自己孙子铺路的问题了 刘伟明啊 你们曹海仙属于三省交界 其中的南西省一直啊 都是我们刘家的势力范围 我到时啊 把大家撬到一起啊 你们也认识一下 如果下一步运作的好啊 南西省也是能够为你所用的吗 刘伟明也露出了沉思的表情 下一步 如果有田西的人在宁海省盘踞 刘家又占有了南西省 这倒是两大力量所在了 中阳省如果也拿下 三省的力量形成合力 那就是一大非常强的力量了 这事倒是得研究一下 中阳省是什么情况 刘伟明第一次关心起了三省的格局 很有深意的看了一眼刘伟明 中阳省啊 一直都是郑家的势力范围 啊你知道吗 小柔的爸爸呀 就是从中阳省的省委书记的位子上啊 紧张的 刘伟明感到自己一些不解的事情 终于解开了 搞了半天 这三个省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难怪曹海能够成为三省的中心 宣来啊 这一切都是背后有人运作的结果呀 看来 所有事情都是有联系的 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啊 看到刘伟明的表情 刘栋刘再次叹息 这个女婿 真是一个悟性很好的人 有她进入到刘家 这四七沉沉的刘家 估计就会有一个大的变化了 卫明啊 这次 为了你们的事情啊 大家都会和回来呀 你们年轻人之间呢 也应该认识一下 更多的交流交流才是 爸 我会的 他当然明白了 这次啊 算是刘家的人正式认了自己这个亲戚了 可能大家都会赶回来 倒是要看看 这个刘家到底有几个成器的人 不过 想到老头介绍的刘家情况 刘伟明固定啊 刘家这些人呢 也没有几个能够撑得出台面的人 翘不然 刘家也不可能变得那么衰败 免了一口茶水 刘栋刘又说道 伟明啊 你那曹海县的发展规划 我看了 做的是非常不错 现在啊 经理还是有些人呢 用家里的资源 去为他们不断的做成绩 你那个规划那么好啊 刘家的资源 肯定也会进一步的 向你那里倾斜啊 你放心 既然是我刘栋刘的女婿啊 就不会亏了你啊 有了刘伟明同意第二个男孩子 姓刘的话以后 刘栋刘的心思也活泛了 强到的是进一步的扶持刘伟明的成长 爸 现在各方的进展啊 都很快 就算是刘家资源呢 不拿去啊 效果也会很快就出来的 你要知道啊 任何事情都需要寻找一个助力啊 升迁需要助力 经济工作 何尝不是需要助力啊 有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持啊 你的发展就会比别人省力许多 这不是一个能力强弱的问题啊 家族的帮助是节省时间的问题 还别说 这流动流能力是差了一些 各方面的理解力倒是很强 这话说的刘伟明也只能认可了 这个时候 刘伟明也想到了国内自己了解到的一些能人 看到他们一个省或是一个市 一下子取得了这样或那样的招商引词的政绩 有的更是从中央要到了大笔的资金 不明白的人只会认为是他们能力的非常强 真正明白的人呢 才知道他们背后的力量在发力了 这也就是一些大家族子弟为何能力差一些 发展却是很好的一个原因 诚然 刘伟明也相信他们有着这样的机遇 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 家族的强大支持 正是他们升迁的发动机 爸 我听你的 刘伟明也表示出了一种对流动流的信任 脸上露出笑容 啊 未来啊 还是靠你们的嘛 孙林现在在曹海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刘栋梁沉死了一下 突然问道 刘伟明就把孙林在曹海的那些事情讲了一阵 轻轻的在椅子上敲了敲 嗯 最近啊 有传言 说是那个孙祥君要付出 这事啊 对你来说啊 也是一件大事啊 不可达意啊 感受到了流动流的关心 刘伟明对他的观感也好了许多 毕竟是刘蒙一的父亲嘛 看来下一步对自己的帮助还是会很大的 天老说过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次魔力 眼睛一亮 刘家这个政治群体中出生的人 刘栋梁如果不明白这话的分量 这话如果是别人说出来 可能只是一般的话 放到田林喜的嘴里说出来 就不得不中了 是 我老说的 啊 应该是他的意思吧 刘伟明说道 这次啊 刘栋梁就有些稳不住了 那敲击椅子的动作更加快速了起来 过了好一阵 那流动流的眼睛更加发亮了 就看向刘伟明 啊 这次刘家呀 将倾全力量对你的发展呢 进行支持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我会去跟他们谈的 刚才是说刘家会支持 现在就说刘家会倾全力 这种变化 就在于刘伟明说出了那个内容 刘栋梁看向刘伟明的眼神 又火热起来了 如果真是那样的想法 刘伟明就是被列出到了核心考核的人员系列了 这是一个希望 假如刘伟明真的成功了 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 这事儿 刘栋梁一想就激动 天大的好事儿啊 刘伟明啊 许多事情啊 自己明白就好啊 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埋头工作 有了强大的政绩支持啊 才有前进的痛理啊 这事儿 就算是刘栋梁不说 刘伟明也会去做的 他就点了点头 两个人又聊了一下 刘栋梁也重新平静了下来 看了一眼时间 哈哈 他们呢 也应该都回来了 我们出去吧 两个人一天一后走了出来 来到客厅的时候 刘伟明就看到这里啊 早已是热闹非凡了 自己的父母 大姐 坐在那里和几个女人在那里说笑着 看得出来 大家对自己父母还是很不错的 再看到刘孟一 就坐在自己母亲身边 刘伟明就更加满意了 刘孟一应该啊 就是有意要站在自己父母一方的 帮他们一下的意思 看到刘栋梁和刘伟明出来了 所有人都看下他们 哈哈哈哈 你们哪都来了 你们温旭间啊 都密谈了些什么 刘雨露笑了 这话带有开玩笑的意味 一下子就把气氛调节的好了起来 刘伟明就看了一眼刘雨露 不愧是刘家很厉害的一个女人啊 这人真是很厉害 刘栋梁过去后 对刘伟明说道 啊伟明啊 坐下说话 说完这话 看到刘伟明坐在了刘孟一的身边 他这才坐了下来 刘栋梁的这个动作啊 做得非常自然 可是啊 放在刘家几个精明人的眼里 这事儿就些考究了 刘栋梁这人还是有着一种傲气的 就算是刘伟明有着再强大的后台 他应该也不会这样对待刘伟明吗 从刘栋梁这个动作中 已经能够看得出来 他对刘伟明有着一种非常重视的成分 在这里面了 想到刘栋梁和刘伟明的交谈 大家就在想着到底他们谈了些什么问题啊 啊 亲家啊 太慢了 刘栋梁看向刘恒成说道 麻烦亲家了 刘恒成赶忙点头 啊 有什么需要啊 就跟孟一说 孟一啊 也是你们的儿媳吗 这话 说得孙志芳甭提有多高兴了 孟一不错 我们家卫明啊 上辈子是敲破了多少墨鱼啊 才娶到了这样好的孩子 重人就是一笑 卫明也是不错的 黄欣是赶紧说道 啊 这话呀 说得过了啊 我们家孟一啊 然后嫁给卫明 这事我们都很高兴 大家说笑了几句 刘栋梁就看向刘孟一 孟一啊 也不跟卫明介绍一下家里的人 刘孟一笑着对刘卫明说道 刚才啊 爸妈都已经认识大家了 我也跟卫明介绍一下好了 刚刚经历了从少女到少妇的转变 刘孟一的气质仿佛在发生着变化 显得更加风情了 刘卫明就看着刘孟一 想到他在和自己做那事时的情况 心中也是一阵的神迷 啊 这是我二叔 刘孟一一个个的把刘栋宇 刘栋雄 刘雨露和他们的家人进行了介绍 介绍完那些长辈们 刘孟一笑着说道 大家是自己介绍 还是我来介绍呢 就看向了一些相对年轻的人 刘卫明早已在看那几个和刘孟一平本的人了 有几个比自己大 也有比自己小的 他看得出来 刘家还是很有家教的 在长辈们面前 大家都表现出了一种稳重的样子 听到刘孟一这句话 一个女孩子却笑了 还是我来介绍好了 帅哥 孟一的二叔是我爸 我叫刘洋 你叫我姐吧 这下子刘孟一就不干了 你比我还小 凭什么叫我叫你姐啊 刘洋一伸舌头 有那么一个帅哥做小弟 那才爽嘛 大家也笑着起来 刘栋宇的老婆 施琴丽也笑着说道 这孩子啊 没大没小的 刘宇璐笑着对大家说道 往后啊 魏明就是一家人了 你们小背间呢 要多多交往才是 别走到一起啊 都不认识对方啊 说到这里 看下了一个思思文文 戴着眼镜的年轻人 红星啊 你也在县里工作 往后呢 要和魏明多交流啊 那年轻人立刻笑道 这是我妈 我叫方红星 刘猛一笑着对刘伟明说道 他可是能人 现在在金山县任县委书记呢 刘伟明的眼睛就是一亮 又向着方红星看了过去 啊 啊 比起伟明啊 差远了 一个贫困县呢 被他搞得风生水起的 我正想找机会 向伟明学习呢 这个方红星啊 倒是显得很是谦虚的 不过 从他身上还是看出了 一种傲气 虽然是刘雨露的儿子 并不是刘家的人 刘伟明就看下了另外的几个年轻人 随着刘孟一的介绍 刘伟明也算是认识了刘栋宇的 两子一女 女儿就是那个刘扬 儿子有两个 一个叫刘凡 在虚秋县任副县长 一个叫刘松 在麒麟县任县委副书记 两个人看上去倒是灵活 就是不知道本事如何了 刘栋雄的两个儿子 一个叫刘正 在长田县任副县长 一个叫刘洋 在兰水县任宣传部长 这两个坐在那里啊 笑着看着刘伟明 也没有多的话说 看到介绍完了这些人 刘栋雄笑着说道 还有一些啊 就下次聚在一起吧 今天呢 大家也都算认识了 你们年轻人呢 应该多交流 往后啊 谁如果有了困难呢 互相帮助一下 这也才显得 刘侯家的亲情嘛 刘栋雄笑着 对自己的子女们说道 别以为啊 你们很了不起啊 和伟明相比啊 人家一个人 白手打天下 现在在曹海前呢 你们有机会啊 就去看看 发展得非常好啊 往后啊 还请大家多做帮助 刘伟明接过刘洞宇的话 赶忙说道 刘恒成老人口 看到刘家的情况 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看来刘家对伟明 还是不错的 孟一啊 刘哥难得来一次啊 我看这样吧 我们到外面呢 联络一下 看情趣 刘洋明显是一个活跃的人物 看到大家坐在那里 挺拘束的样子 立即就提到外面去吃饭和娱乐 他也看得出来 长辈们对刘伟明显得很是上心 借这事出去玩玩 倒是一个机会 正坐在那里坐立不安的刘伟 一听这话 不错不错 这主意好啊 伟明来一次不易 我们呢 应该和他好好交流一下才是 我来招待 几个年轻人这样一说 气氛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 你们几个那点心思啊 还怕我们不知道 就是想借着伟明来的机会 到外面疯吗 刘云露笑了 放心吧 我们就是去加强联系而已 孟一 你怕是去不成了吧 要陪着公公婆婆的 刘洋这一句话 考得刘孟一脸上就是一红 年轻人哪 倒是应该多交往 孟一 你别管他吧 去吧 黄心满脸带笑的看着大家 又看向刘孟一 行了 你们年轻人哪 就去玩玩吧 这里有我们的 没事 对于刘伟明 刘家的几个长辈们的确很上心 有了刘伟明去刘孟一的事情 刘家明显已经稳住了 从刚刚得到的一些消息来看 各家的打击正在收手 算是喘了一口气了 几个年轻人得到这话一红而起 说笑着就向外走了出去 刘家虽然示弱了 家教还是有的 在长辈们的面前 大家显得极度不自由 啊 那我们出去玩玩 刘伟明站起来和大家告辞 啊去吧去吧 清里面啊 他们几个还是熟得很的 从屋里出来 大家喜喜哈哈的说笑着 刘孟一走进刘伟明的身边 大家都是疯惯了他 别管他 还不舒服吗 刘伟明也小声问了一句 这话问得刘孟一挽着刘伟明的手 就掐了刘伟明一把 都怪你被我妈看出来了 嘿 反正嘛 你是我媳妇 怕什么 咦 孟一 小两口那么亲热 要不要我们给你们疼一个地方啊 好让你们亲热一下呀 刘阳在后面打曲说的 那个本来在屋里很正规的防空星 一把搂住刘伟明的肩膀 老弟 早就听到你的名字了 厉害人物啊 正想和你取经的 红星 你这话呀 说的就不对了 怎么不对了 我也早就听出了刘哥的事迹了 看看人家刘哥 人帅不说 干起工作来也不差 三下两下 就把一个贫困的春烛乡 发展起来了 我呀 也想向他取经的 刘阳也顺着话说下去 这个时候刘正却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 这话呀 可就不对了 向伟明取经 那只能是孟一去做 你们呢 都想做这事 还得孟一答应不识 大家一愣 这个刘正啊 很快就悟过来刘正的意思了 他有一把金字 转换成了金字 这样一转换 这话就显得有些暧昧了 你找死啊 刘阳一脚就踢了过去 刘正校长飞快闪过 放声大笑了起来 刘伟明这才发现 这几个小子在屋里面是装样 一个比一个矮闹的 到了外面 看到全是几百万的小车 几个年轻人 一人上了一辆小车 开着车子 就快速离开了 看到那些高档的车子的情况 刘伟明从另外一个侧面 也了解到了这刘家人的奢侈生活 刘孟一拉着刘伟明进了他的车子 看到刘伟明在看大家的车子 他们都是有钱人 你们刘家裁员很广吗 刘家有着不少的产业 一直都是由刘阳他妈在掌控 现在又分了一部分给我 你二叔 应该是刘家的智能吧 也说不上什么智能 只是话语全重一些而已 刘伟明心中也在想着刘家的情况 这样看来 刘家也是一个 颤有利益的家庭 难怪大家看到刘家不行了 就争着来攻击 这目的就很明显了 这是要分取刘家的利益啊 刘伟明更是有些明白了 田林喜为何看到刘家不行了 还鼓动着自己娶刘孟一的原因 看来 老头是看中了刘家那庞大的资源 想到这事 车子已经开到了一个 外表一般的一个场所 每辆车子都向着一处地下室开去 看到那床外表看上去很吐气的小楼 刘伟明有些疑惑 一直都很注意刘伟明的刘孟一 明显也想到了刘伟明的想法 别看外表 经里面呢 有许多外表看上去 不怎么样的地方 里面呢 都是高档会所的情况 到了里面 你就知道了 车子在门口时 刘孟一提了一张金卡过去 那门卫刷了一下卡之后 把刘孟一的车子放行了进去 刘伟明这个时候 看到后面也开来了几辆高档车 仿佛车里面有着不少的女人 同样拿出卡刷了 大家的车子也就开了进去 这是一个很大的地下场 车子又是开了一段时间 就停了下岸 看着外面的情况 灯光照耀如同白昼 整个的环境里面 布置得如同进入到了一个 一处南方的美丽风景地带 绿树鲜花 把这里面搞得并没有任何身处地下室的感觉 许多红男绿女早已迎了上岸 第一次来这样的地方 刘伟明充满了好奇 不断地向着四处看着 这个时候 就见后面的几辆豪车也停了下来 从车里面就走下了不少的美女帅哥 向着人群中一看时 刘伟明就是一愣 看到其中一个美女 仿佛正是最近电视剧中的一个很红的女主角 看到刘伟明在看那些人 都是一些演艺界的人 有的就是来这里找机会的 你别看这地方不起眼 到来的人呢 全都是权贵之人 他们可是花了很大的价钱 才进到这里来的 刘伟明摇了摇头 滑下的特色就是 全大于一切 难怪演艺圈这些人 也来这里寻找机会了 前面的几辆车 走下了是那几个刘家人 大家就走到一处了 看到刘伟明在 看着后面那些车 刘正撇了瞎嘴 不就是几辆破车吗 要不是家里不允许 老子开的车会这样破 刘伟明只是暗自摇头 笔腹和炫腹的心理 竟然也有 抢到了曹海县的情况 刘伟明就在想 这里的每一辆车子 就足够曹海县的贫困地区 盖一所好的学校了 不过 身处于这样的环境 刘伟明也不可能拿这个说事 就只是笑了笑 嘿 松少 哎 松少 这个时候 只见那些豪车里面 冲出来一个长得肥胖 头发在后面 扎了一个小边的中年人 朝着刘松就喊了起来 刘松正在这走着 听到这喊声 就看到了那胖子 哦 张总啊 今天怎么有空 跑到这里来了 那胖子 是一下子就鼓着脸 哎呀 松少 你这是打脸了 我算是个什么走啊 总犯倒是可以的 混不走了 带着大家来这里找找机会嘛 说话间 这胖子就看向刘伟明等人 看到这些人 这胖子的眼睛里面 散发着一种光彩 刘松这个时候 也感到很有面子 看了一眼那些红男绿女 笑着对大家说道 啊 张峰 这狗日的 在经理演艺圈 混得不错 首先啊 是一大票明星啊 说到这里 看着那些红男绿女 张峰啊 这样吧 把你的人呢 都交在一起吧 大家也乐了 哎呀 谢谢松少了 张峰的眼睛就更亮了 看到那个叫张峰的 去召集他带来的人 刘松说道 伟明 这张峰啊 在京内还是有些门路的 认识一下 往后 有用得到的地方 他出面呢 还是可以的 哦 松少的路子啊 好广啊 刘伟明也笑着说道 嘿 狗屁的松少 在他们面前呢 我们还是一个人物 现在不比往日了 我们老刘家 有些败了 以后啊 还有刘哥 多多帮助了 这句话 应该我来说才对啊 刘松脸色一正 看下刘孟一 孟一呢 是最明白我的 虽然当了一个副县长 难混啊 那鬼地方啊 县市的官员们 弯弯绕太多了 没有在京里 混得爽快啊 我还是想回来 经历过好日子 你却不同啊 大有前途啊 这个时候 张峰已带着 那些红男绿女到来了 可能啊 也听到了 这张峰的介绍 刘伟明就感到 这些人的眼睛里面 都是在放光似的 看到这些人的情况 刘伟明就突然有了一种 以后啊 再也不想看 电视剧的感觉了 看着这些人 在电视剧里面 那么清纯 那么高雅 到了车里 在面对着权贵时 却是另外的一种情况 刘孟一紧紧挽住了 刘伟明 伟明 我们进去吧 感受到了刘孟一的 一种醋意 刘伟明暗笑了一声 和刘孟一挽着手 走了进去 通过这样一点内容 刘伟明也算是 看到了豪门子弟们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方式 对于小老百姓来说 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想到刘栋梁的压力 很大的情况 刘伟明知道 这种压力当然很大 过过了这样的生活 如果刘家倒了 那将是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灾难了 自己要走的路还很远啊 刘伟明对于仕途之路 就更加亲热起来了 并不是想过这样的生活 而是在心中有着一种 打破这种分配 不公方式的渴望 哈哈 今天各位啊 怎么有空来了呀 搜集了一个巨大的环境 一眼望去 全部都是赌博的机器 各式各样的人 挤了一大堆 场内的情况 只能是在赌片中 能够看到了 刘伟明感到自己 也算是大开眼界了 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 整个人都有着发晕 一个年轻人 搂着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迎着刘伟明他们 就走了过来 看到这里的情况 刘伟明是震惊了 这完全就是一个赌场嘛 在这样的地方开赌场 他有着那么巨大的规模 这是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的 外面是一个很平常的楼宇 进入之后 这地下的空间却是那么巨大 真是没有想到啊 京城有了这样的环境 这里啊 是地下防空地带 以前闲着 后来呢 被改造后就这样了 刘梦一看到刘伟明的惊恶 小声地在那里对着刘伟明解释着 他倒是一直在为刘伟明进行着解说 看来很有背景啊 为首的人是为首司令员的儿子 刘伟明一愣就摇了摇头 心中暗想 果然是一个大的力量啊 熊少 又换女朋友了 刘伟看了一眼那个看上去风骚的女人 大声说道 哈哈大笑 那个叫熊少的夫人呐 走了过来 哟 来得齐吗 你们老刘家的人呐 什么时候那么齐了 啊 孟一的老公来了 大家一起来乐了 熊少就看向刘伟明 这些人里面就刘伟明他是没有来见过的 在刘伟明身上看了一阵 这位呀 就是刘伟明吧 在下白少雄 说这话时 脸上露出的是傲然的表情 刘伟明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来头 看到刘凡的样子 这一小子估计也有一个大人物的父亲 熊少 你好 我就是刘伟明 哈哈 你们老刘家好厉害呀 一束大拇指 白少雄哈哈大笑起来了 刘伟明就是一乐 看来刘家这点事情在经历也不是一个秘密了 大家应该知道了 刘家通过自己来稳住根基的事情 几个刘家的小朋友脸色微微一变 这个时候 又见到几个年轻人 都是搂着女人 走了进来 今天呢 这手机真他妈的呗 一下子就输掉了一个亿 看到刘家这些人 那几个年轻人 眼睛就是一亮 呦哈 刘正 上次输了五千万 今天怎么样 还敢再来吗 刘正的脸色就是一变 许 想做什么就放马过来 两人一下子就对上了 再看看刘家的这些人 看向谢宇的眼神中都非常不善 这晚念中 刘伟明也看见了谢宇 刘伟明听到对方信息 就有一种感觉 对方可能和那个谢宇啊 是一家人的 谢家的人 是谢宇大哥的儿子 说到这里 刘孟一接着说道 谢家的人呢 又按针 刘伟明案子点头 现在看来 这些公子哥们 都有着各自的背景了 正当两个人要顶起牛来的时候 只见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年轻人 这人全身上下充满了一种力量 肌肉五骨的 看上去应该是练过五的人 各位 来这里玩吗 大家开心戏吗 其他事情啊 就别想了 如果想比一下 那就在牌桌上 比试一下好了 随着这年轻人的说话 本来还火气得很大的双方 一下子火气散去了 大家都看向那个年轻人 招呼了一声 刘伟明听得出来 大家称呼那年轻人为 真少 庞真 他爸就是位数四令 刘孟一小声说道 哟 这还真是一个贫叠的地方啊 看到这些牙内们 一个比一个强大 刘伟明真是有些无语了 来到了这样的地方 看得出来 大家更多的是在意 对方父亲的权势 在这里 也有着一个小官场的存在 这位应该就是刘伟明了吧 庞真的目光 就看见了刘伟明 真少 这个啊 就是孟一的老公刘伟明 今天呢 大家约着 到你这里来玩玩 刘伟带着一些恭敬说道 脸上顿时露出笑容 那庞真上前一步 伸手就握向了刘伟明 刘伟明也是微微一笑 把手伸了出去 本来以为这是握一个手 没想到对方在握手的时候 那力道一下子加强 整只手掌就如同一个铁钳 刘伟明的眼睛一拧 武情细的劲道运气 手上的力量也在瞬间的增加 一直修炼着武情戏 刘伟明的力量也是大的很 庞真本来也就是想玩乐一下 看到刘伟明长得帅帅的 整个人很文弱的样子 就想用这样的方式 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 对于刘伟明这个女婿 庞真也听到一些情况 今天呢 也存了试一下刘伟明的意思 可是啊 当他的手掌加大力度的时候 从对方手上传来的力量 同样不弱 一了一声 庞真手上力量尽不加大 可是无论如何他加大力量 从刘伟明手上传来的 依然都是那么一股刚好能够和自己相当的力量 很快 庞真的头上就有些冒汗了 他已经把他最强的力量都运聚起来了 看见刘伟明的情况 仍然是那种风轻云淡的样子 知道刘伟明是一个高手 至少就不是自己能够撼动的高手时 庞真的脸上已经变了 在刘伟明的脸上看了一眼 庞真一松手 对着跟随在自己身后的人大声说道 去拿一百万的筹码 给这位刘哥 算是千面礼啊 说完这话 庞真看向刘伟明 等一会儿啊 我让人送一张贵宾卡给你 看了一眼刘家的人 又看向刘孟一 不错 不错呀 说完这话 庞真快速离去了 没想到就这么握了一下手 对方就送一百万的筹码给自己 刘伟明多少有些恶然了 那谢宇也有些吃惊的看了一眼 刘伟明一转身就带着人离开了 刘伟明站在那里有些不明白了 为什么握了一个手就搞成这样 刘阳这个时候一排刘伟明的肩膀 刘哥 看不出来吗 你还真是一个高手呢 再看向刘家这些人时 看到的却是他们眼睛里面透露出来的一种很特别的眼神 我现在呀就没有搞明白情况呢 刘哥 你可是不知道啊 庞真这个人呢 傲气得很 他的父亲是卫戍区的司令员 是那位 那亲父平时啊高高在上 谁也不服气 更不要说是用正眼看人了 今天呢 和你握手的时候 我看得出来 他是吃亏了 他这个人呢 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只要有人在力量上压得过他 他就会对那人好啊 你没听到吗 他称呼你为刘哥了 嘿 难得了 更是送了一百万的筹码给你啊 这足以说明了他对你的重视啊 难怪谢宇啊 都只能退去了 哎 真少的手劲极大的 许多人都在他手上吃了亏的 今天从和伟明握手的情况上来看呢 嗯 伟明呢 是多少让了他一下 并没有削他面子 这事他心里面明白 一百万呢 就是还伟明的人情的 刘正叹道 刘孟一挽着刘伟明的手更紧了 满脸都是笑容 对于刘伟明的表现 他是感同身受的样子 怎么样 请找个地方 喝点酒再说吧 刘松非常高兴 不错 好酒啊 没有这么唱过了 是得喝几杯高兴高兴 刘伟明是暗中摇头 看来啊 刘家是真的衰败的厉害了 以刘家的情况 不应该在一个 未属司令的儿子面前 那么示弱吧 这只能说明 刘家在精神圈子里面 真的没落了 几个人簇拥着刘伟明 来到了一眼就能看到 场内赌博的地方 早有着身上穿着极为暴露的男女服务员 获来送上各样的酒食 那张峰更是忙前忙下的进行着安排 每一个人的两侧都是坐着漂亮的女明星们 就连刘扬的身边也陪坐了一个帅哥 看到这个情况 刘伟明就看了一眼刘孟一 啊 我和刘扬一般都不来这种地方的 今天呢 是陪你来吗 刘伟明就笑了笑 刘孟一跟自己情况 他是非常清楚的 完全就是一个清纯的少女 他根本就不会跑来这样乱七八糟的地方 刘扬的行为就有些激烈了 对着张峰大声说道 搞什么嘛 我不要男人 吵女人来 重人就愕然的看向刘扬 看到大家望过来的眼神 刘扬这才发现自己话中有问题啊 我什么人 你也不用 张峰急忙把那男星赶走了 他自己倒是坐在了刘扬的身边 啊 各位 有什么需要啊 我来安排啊 张峰今天也算是见识到一些情况了 以他混精诚的手段 一直都在分析着发生的情况 这个时候 看向刘伟明的眼神 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刘家的女婿 看起来也不是一个一般的简单人物 那些女星们 同样也都是一些精明的人 到了这样的环境里面 她们就是来寻找机会的 看到了公子哥们的生活方式 看到了暗斗的情况 大家也都感到好奇 更是看到了唐真和刘伟明的握手 然后又送筹码 又送贵宾卡的 这足以说明了刘伟明这个人的能耐 几个女明星看向刘伟明的眼神中 早已透出了一种火热 刘伟明向了其他几个地方看去 看到的都是大家高谈阔论 举杯好饮的情况 看到这样的情况 刘伟明只能是感叹 这群人啊都是拼爹的人的 正是有了一个好的父亲 他们才在这里过了奢侈的生活 想想曹海的情况 和这里相比 完全就是天上地下 两种不同的生活吗 大家坐在这里喝了一阵酒 几个女明星们都表现得很热情 看到他们的样子 刘伟明再次摇头 与电视剧中的形象 完全不同的表现 喝了一阵酒 弄到县里去啊 那么长时间了 搞得全身呢 都快发霉了 刘伟黑黑一笑 可不是吗 听说呀 你在那里啊 过得也挺滋润的嘛 不可说 不可说 刘伟笑着说道 刘伟也笑了起来 家里啊 就让你去拼命了 你倒好啊 跑去爽快去了 嘿嘿 彼此彼此 瞪了对方一眼 刘正还了刘松一句 大家也都笑了起来 哥几个啊 谁不知道啊 大家互相明白的喊 玩玩还行 弄去从政 那是在为难哥们啊 刘松笑了 哼 我们家现在的情况 就是这样 你们再不成绩 往后怎么办呢 嘿嘿嘿 不到的县里啊 还不知道 狗日的 都是那些官场游子 精明得很啊 表面上宠着你 安迪丽啊 阴谋诡计的态度 考不过他们呢 刘正是一个苦瓜脸的 这话也引起了刘凡的痛感 这话啊 还真是真的 表面上 不得罪 关键的部门呢 却是拨松手 哎呀 就不能用背景来搞事 干得憋屈的很啊 几个人仿佛找到了 共同的语言 都在说着 如果能够动用家族的力量 一定要整死那些狗日的 说了一阵 哎 这事啊 就是一个游戏的规则 上面早就定好了的 如果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搞啊 分分钟就没戏了 刘松这句话是一语重力 说的众人是哀叹了一声 刘伟明听到这里 倒是明白了 这些刘家的人呢 在县里并没有真正抓到实权 不外就是被人供弃而已 想在地方上获得趁机的可能性极小 开展起工作来 就显得很难了 难怪高家的人都派了出去 迟迟没见到效果 看来 这几个人的情况玩乐 就是知道了 想让他们从基础上杀出一条血路来 难度就是太大了 刘伟明也听出了一些门道 踏下走子弟啊 到了地方 还是有着一些潜规则的 如果违反了那些规则 可以就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了 杜金也还是有杜金的要求的 难怪那么多大家族来到地方发展时不能为所欲为 这里面应该中央还是有着一些要求的 算了 反正啊 我们这样的人走到哪里也都是吃好的喝好的 难得回京一趟 不乐了才是 刘正摇头说道 大大喝了一杯酒 大家这个时候看下刘孟一 哎 这次啊 多亏孟一嫁老公了 要不然啊 我们都没办法回来啊 哎 我说孟一啊 这次啊 是双方家长见面 下次的喜酒 可要热闹一些 到时候大家就能回来乐乐了 方红星笑着说道 大家就笑着起来 刘松看向刘伟明 伟明 往后啊 还得看你的了 看到大家投过来的眼神 刘伟明笑了笑 心中明白 这些刘家的子弟们 外面不在乎 心中却倒是在乎得很 心中却是着急了 已经处于外强中干的情况 看到刘家的摆落 他们也在急呀 这是没有任何办法 现在多少也是把希望 放到自己身上来呢 可能是就家里的女孩子 在身边的原因 几个人也不敢过分 和女明星亲热 喝了一阵 刘伟明就说道 别喝了 试一下手气 上次输了不少 今天看看能不能赢回来 几个人一听这话 全部冲进了赌场 看到大家那么急的 跑去赌钱 刘伟明坐在那里 你们家的人啊 好赌啊 他们每一段时间呢 都会来赌一阵 就像输的借钱用 刘洋笑着说道 赌博这种事情啊 是十足九叔的行为 能够不赌啊 还是别赌啊 我也去试一下手气 不打扰你们了 说着就匆匆而去了 看到刘洋的背影 刘伟明看下了刘孟一 你不也会好赌吧 怕我把你家的家铁失光啊 看到刘孟一有趣的样子 这伟明笑了 我可是一个穷人啊 和你们比起来啊 属于没钱的人 现在啊 就只有那旁人送的一百万出马 倒是你啊 我算是娶了一个有钱的老婆 我从来不喜欢赌钱的 你放心 不会把你的财产输光的 这个时候 却听在坐在一旁的张峰说道 刘少 你也在地方工作 刘伟明这才看下了张峰 他发现 这个张峰是一个很有眼色的人 并没有跟着那几个刘家的人去玩 而是专门留下来陪着自己 张总啊 不去试一下手气 刘伟明笑着问道 刚才刘少说的对 十五九书嘛 我也不好这口啊 听到有人称呼自己为刘少 刘伟明就笑了 我叫刘伟明 可不是什么刘少啊 你叫我刘伟明 或者是刘老天都行啊 我还是称呼你为刘哥吧 就是不知道刘哥是否介意啊 刘伟明看到张峰的样子 应该比自己还大 不过他知道这圈内有些事情就是这样 以全才压人 这种称呼也不为过 行 这个称呼啊 不错 对啊 刘哥 我张峰在境内啊 多少还是有些关系的 往后用得到的地方啊 还想吩咐啊 说着就双手递上一个名片 看到那制作的非常精美的名片上 列了一些长窜的头衔 刘伟明笑了 我可没有那么多的名目啊 这是我的名片 也递了一张过去 张峰双手恭敬的接过了那刘伟明的名片 仿佛接过了一份很重要的东西 看了看 又从衣服内拿出一个精美的小盒子 把那张名片小心的窗入到了里面 这个动作做的很有特点 看到他那样庄重 刘伟明又看了张峰一眼 感到张峰这个人做事很细 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物 这样的人物很厉害 这种做派能让对方感受到诚意 不简单啊 想到这里 刘伟明不禁向张峰看了一眼 刘伟明的脸上露出笑容 没过一会儿 就见到那刘正郁闷的走了过来 怎么了 刘萌一问道 哎 输了一百万 怎么你那么快就输了一百万了 你也以为啊 进入这里的人都是没钱人吗 刘萌一知道 刘伟明不了解这里的行情 伟明 这里不同其他地方 每一住啊 都是以十万为单位的 刘伟明这才有些动容了 在向厂内看去时 就感到这些人啊 是真的有钱了 萌一 这个月啊 得向你借些钱用了 够日的 怎么手机就那么配啊 说到这里 看向刘伟明 哎 伟明啊 庞真不是拿了一百万的筹码给你吗 哎 去试一下手机吗 不用 就可惜了 看到刘正这个样子 刘伟明想到筹码是庞真的 把筹码输回去 算是陪他也好 就起身来说道 好 那去看看吧 就知道你们男人都好毒 刘伟明 刘伟明也没有解释 就走上前去 自身在这样的环境中 刘伟明也进一步的感受到了热闹的气氛 红南绿女们在这里都是那么紧张和庄重 绕了一圈 刘伟明就看到刘扬正在一大堆的石头前方看着 看到这里啊 竟然也有着赌石的场所 刘伟明感叹着这个庞真 真的是厉害 在这里搞事 完全迎合了人们赌博的心理 像刘扬这样的人 玩那些赌博并不喜欢 赌石的话 可能还真是能够吸引到他 再看看这里的情况 还是有着不少的人 在这里挑选的东西 看来这里是应有尽有啊 哈哈 刘哥 这里很大的 各种内容都有 赌石呢 也是一个赌子 只要粘赌的东西啊 这里啊 都有的 看看几个插道通向各处 刘伟明一惊 如果真是这样 这里完全就是一个日进陡金的地方了 孟一 帮我看看这块怎么样 刘扬对着站在刘伟明身边的刘孟一 喊了起来 刘孟一迟疑了一下 还是走了过去 看得出来 刘孟一对于这种赌石的事情也是很喜欢的 刘伟明暗叹 这老刘家的人们呢 真是失去目标的一群人呢 剃了一块石头给刘伟明 刘孟一笑道 反正啊 你有一百万 就感受一下这赌博的事情吧 刘伟明接过石头 看到这石头的脉象不错 看了看 就放到地上 刘伟明是练过武琴戏的人 田老头曾经对他讲过一个事情 对他影响较大 田老头说 任何的东西 其实都有着灵性的人 如果敏感的人 都会感受到那些东西的灵性 退于一个练过武琴戏的人 由于气感极强 比起一般的人 更能感受到物体内部含有的灵性 今天碰到这样的机会 刘伟明就在想 玉石应该也算是一种有灵性的东西吧 自己刚刚在武琴戏上有所突破 倒是应该好好感受一下 这种玄妙的事情 捡了几块石头 运气感受 刘伟明暗自摇头 看来啊 这个田老头说的话 还是太玄了 自己根本就无法从这些石头内部 得到有用的东西 看了一眼刘扬和刘孟一 见到那两个人 早已不断的翻看着石头 那刘扬还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拿出了一些很专业的小设备 进行查看着 再看着刘正 这小子 仿佛对这里的东西不感兴趣 几道刘松的身边 正在那里看着 其实呢 一些身体敏感的人拿着石头 还是有一些感觉的 一般很好的石头 如果静下心来感觉的话 还是有着和其他石头 不同的感觉的 刘伟明一个个的拿起石头 尽力的运着自己的武琴戏去探查 许多块石头都没有任何感觉 看看那么多石头在这里 暗子好笑 自己也太想当然了吧 武琴戏又怎么可能真的感觉到特别的石头呢 看到刘扬和刘孟一在那里专注的查看着石头 刘伟明走了过去 刘哥 怎么样 发现好的没有 刘扬看着刘伟明一眼 翘着摇了摇头 你们继续 我就看看好了 能够感觉得出来 刘扬对于赌石是有爱好的 刘哥 你那一百万筹码 反正要用掉 随便捡几个设下手机好了 刘扬又说道 看了看刘扬抱着一块石头用专业的小工具 在那里查看着 刘伟明感觉到 他可能在这方面是在行的人 再看向张峰 看待张峰这个时候 也显得很专注 趁拿着一块 看上去外形很不错的石头 在看着 点了一支烟 刘伟明就看出了一块 由石头做出来的石凳 走过去 错了下来 厂内还真是有不少这样的石凳 就是哄大家休息的 一边抽着烟 一边看着大家忙碌 看到这样的情况 刘伟明只能是感叹 权贵们的生活 看来真的是太无聊了 一支烟抽完 就看到刘扬和刘孟一 都找到了一些石头 两个人倒是很是兴奋 伟明 怎么样 捡几块试一下 看到那些石头都是飘有恰马的 刘伟明看了一下 梁女也不算是那种 踏手踏脚的人 每一个人也就十来万而已 刘哥 你别臭烟了 快去捡几块试一下手气嘛 刘扬大声说道 伟明 试一下运气嘛 看到有工作人员过来 刘伟明微笑的说道 好 我就试一下手气好了 说着 指了指自己坐的那个很大的石凳 刘伟明说道 这个石凳啊 多少钱啊 这话 一下子搞得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刘伟明 不会吧 你把人家石凳都当成宝贝了 那工作人员倒是很是认真 这石凳啊 如果你要的话 一万元拿去吧 行 就他了 刚才坐着的时候 刘伟明就感觉到自己的武秦系仿佛自动的运行 比平时活跃了一些 亲中也有些奇怪 刘伟明更是感觉到从屁股下面传来阵阵的气息 当然了 也就是他的一种感觉而已 反正筹码得用掉 干脆 抛开这石凳 看看里面有什么样的玄机好了 哼 随你好了 猜疑万元 刘萌一看到刘伟明很随意的样子 轻笑的说道 这个时候几个人都走了过来 看到他们的样子 刘伟明就明白了 今天呢 就输得很惨 怎么样 你们又输了多少啊 哎呀 最近呢 这手气不太好啊 刘松苦着脸 没人呢 几十万左右的输赢吧 方红星说道 看到大家都是拿着石头 刘伟说道 嘿 就知道你们又搞这个 每次来呀 这里就玩这个 伟明 你呢 搞什么呢 那一百万筹码呀 不花掉 可就可惜了 听到这事 刘扬又笑了起来 指着那巨大的石头 哼 没想到吧 伟明赌的是这个 大家看的竟然是一个巨大的石头 全都乐了 刘凡一拍刘伟明的肩膀 嘿 伟明啊 就是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人 做任何事情都有他的手段 没准啊 这里面还真能搞出什么好东西呢 大家再次看了看 那个显得没有任何特点的石头 全都乐了起来 快去 解开这个事 我们不能错过呀 方红星赶紧说道 几个人看来呀 就是想找乐趣的人 看到了这种乐事 一个个都显得很是兴奋 刘萌一笑着看了刘伟明一眼 他也有些明白刘伟明的想法 就是想随便花掉那些筹码而已 他家进入一个专门负责解石的大厅时 看到是一些人正在那里看着解石 轰作人员不少 他家做的都很专业 坐在这石头上 刘伟明就看到刘洋和刘孟一的那些石头 被解开了 看到两个人不时紧张 不时兴奋的样子 刘伟明又一人发了一支烟 给几个刘家的人说道 看来呀 这个玩意儿还是欺人的梦 过了一阵 两女的石头都完全解开了 计算了一下价值 两女每人都亏了几万 看到两女心情不好的情况 如果有好的东西啊 被人早就拿去了 还等你们来找啊 还有这个 刘正一指地上的大石头 对着那解石的人大声喊道 石头很快放了上去 那解石的人看着这石凳 就有些发愣 这个是石凳 对就是石凳 怎么样 这怪逼事了 解石的挠了挠头 自语道 怎么解啊 那解石的人问道 随便了 这下子刘阳和刘孟一不干了 这下子刘阳和刘孟一就不干了 直接上前指挥那解石的人 如何如何的下刀 看着一刀刀的切下 刘凡笑了 这也算是一乐事 伟明啊 是属于那种不在意金钱的人啊 就是嘛 使金钱如粪土 往后啊 不要钱的话 送我用钱啊 刘正笑着说道 大家乐得不行 感觉刘伟明啊 也是一个会玩的人 这个时候 也围上一些人 大家看到有人花钱 解了一个石凳 确实乐得够呛 一个和刘凡认识的公子哥说道 嘿 狗日的刘凡 你们老刘家 是有钱没数花了 跑车来找乐子了 哎 怎么 不行吗 眼睛一瞪 刘凡回道 哈哈 行行 怎么不行了 哈哈哈哈 就在这个时候 只听到刘洋一声惊呼 小心 随着他的惊呼 大家把目光就看了过去 实际用水一冲 那一片的惊盈 就出现在了他家的眼前 本来说笑的人们 全部都睁大了眼睛 刘伟明也是一愣 心中暗想 真的有啊 刘孟一是最激动的人 看到自己老公真的做出了 别人没有做出来的事情 心中的激动 真是难以言语 忙对那解释的人说道 小心一些 慢慢来 解释的人也是一愣 这还真是碰上怪事 也变得认真气 随着一刀刀的怯下 诚信在大家眼前的完全是一种品质很高的翡翠 刘伟明 刘伟明自己都有些坐不住了 看着逐渐呈现在大家眼前的那漂亮的东西 眼睛都有些呆滞了 刘正也不太说话了 就盯着那抛出来的石头 嘴也张得大大的 那么大的一块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这个时候 听到消息的庞针也来了 看到从石洞中 抛出来的这美丽的石头 也有些吃惊 你听吧 我要了 一个公子哥大声说道 刘扬撇了下嘴说道 再切一刀 他看来也是有经验的人 那解释的人又是一刀下去了 随着这一刀的切下 大家已经能够看得出来了 果然是一大块的翡翠 很是漂亮 刘老弟啊 真是有大运气的人啊 刘伟明这个时候也恢复了心情 啊 本想啊 随便玩玩 记不注意啊 玩得大了 哈哈哈哈 这样吧 这东西啊 你拿去也没用 要不 你卖给我好了 算五千万吧 刘伟明一愣 就看下那石头 这个时候 刘孟一也看下刘伟明 从这抛出来的情况看 也许会更值钱 也许啊 还达不到五千万 这事儿 得由刘伟明来拿主意了 刘扬这个时候也不说话了 就看下刘伟明 看到良女的眼神 就伟明知道 这事儿啊 应该是由自己来做主了 啊 庞哥送了一百万的筹码啊 我还没有用完呢 就花了一万元呢 买了这十凳 其实呢 是占了庞哥的便宜了 这样吧 钱呢 我就不要了 庞哥如果有心的 就把这些钱拿到我们曹海县去建学校吧 现在啊 曹海县有十五个乡镇 春珠乡呢 已经建成了一座中学了 其他的十四个乡镇呢 还没有一所好的学校 这事儿 如果庞哥有经历啊 算是你原建的中学好了 这话说的围观的人们 都有些动容了 面对着这数千万的金钱 刘伟明根本不为所动 想到的却是用这样的方法 去建设县里的学校 庞珍第一次认真看了看刘伟明 他也被刘伟明的这话震惊了 看到刘伟明担忍的样子 庞珍暗自感叹 这个刘伟明啊 真是一个好人物 庞珍更加知道一点 这是刘伟明用他自己的钱 来送自己一个名声 自己送出了一百万的筹码 刘伟明回报的却是 一百万的无数倍 这人做事大起的恨 这是一个值得结交的人物 庞珍这个时候 也表现出了一种认真 既然伟明看得及我呀 这个事儿我一定办好 那就太感谢庞哥了 刘伟明微笑的说道 心情真是不错 想到这数千万的钱 就能让曹海前的每一个乡镇 都有一座漂亮的学校时 刘伟明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本来还在想着 如何把其他的十四个乡镇的学校 改造一下 这样一来 全县的学校建设就没有问题了 这对于全县的教育 就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回到刘家时 大家都显得很是兴奋 一路上都在谈着刘伟明赌食的事情 刘家的几个年轻人 更是感叹着刘伟明的好运 哎 数千万就这样投进去了 伟明啊 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哦 他是对刘伟明让庞珍去借学校的事情 表示不理解 刘阳却是非常赞赏刘伟明的行为 我觉得刘伟明做的对 这事啊 是一件造福曹海前的大事 不过 干嘛要让庞珍去搞吗 我也能搞吗 刘伟明并没有多言 只是笑了笑 有些事情并不要自己去做 刘伟明相信 凭着庞珍在京城的那么庞大的力量 到时候就不一定只是数千万的投入了 刘伟明还想到一个事情 自己到那赌场里面去赌博 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这种事情传了出去 对自己是不利的 现在直接交给庞珍去操作 等于自己并没有从赌场中盈利 无论拿到什么场合上去说 自己也是站得住脚的 听到大家的议论 刘伟明的几个坐在那里的长辈们 认真地听着 听完以后 刘洞刘就有些动容了 刘洞刘是知道刘家的底细的人 刘家并不是一个有钱的家族 可是呢 面对着数千万的金钱 刘伟明说舍就舍去了 这需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魄力啊 从中也看出了刘伟明的志向远呢 刘洞宇这个时候 也再次看了一眼刘伟明 你们哪 他也得多学学呀 他多少也明白了一些刘伟明的想法 趁在说话 就见郑小柔一身连体短裙走了进来 肩膀上一个精致的小包 那身连衣裙可是专门定制的 直到齐齐的位置 定制的印花配合精妙的裁剪 将身形的凹土有致 诊治完美 头发的淡紫色飘下 眼神更是顾盼间非常灵动 自从郑小柔进入家门 男人们的视线都情不自禁的投在了他的身上 脸上露出笑容 郑小柔向着大家招呼了一阵 然后就过去坐在孙志芳的旁边 拉着孙志芳问长问短的 这个时候 刘梦一偷偷看了一眼刘伟明 刘伟明看到进来的眼光似射的郑小柔 心神也是一趟 今天的郑小柔看上去那气质更加高贵端庄 虽然看到了 刘伟明却表现出了一种无视的样子 看到刘伟明这个样子 刘梦一这才松了一口气似的 说实话 刘家的女人中没有一个人比郑小柔更美艳的 刘妈妈 一路还顺利吧 她有些事情啊 来晚了 还好 一路上啊 很顺利的 只是这京城的车子太多了 有些不习惯了 大家就笑了起来 看到郑小柔进来 刘栋刘的脸色 微微的变了一下 看了一眼黄心 大家聊了一阵 刘伟明也看得出来 现在的郑小柔在刘家属于那种 有些无法融入的情况 想想看到情况也有些难办 和刘家的关系就在于刘雨江 现在不仅是伟政光不在了 刘雨江也不在了 这样她的身份再进入刘家就有些尴尬起来了 我妈听说我认了干爸干妈 他们也很高兴 说是这次啊 无论如何也要请你们到我家里去坐坐 郑小柔微笑着对刘恒成和孙志芳说道 哎呀你爸是大领导那么忙 我们怎么能去打扰他呢 他也是了解到了郑小柔父亲的情况的 感到那是一个踏得不得了的领导 我爸这个人呢很好相处的 我可是奉命前来相请的哟 如果不怕打扰的话呀 倒是应该去拜访一下 这是礼节吗 刘恒成也就点了一下头 听到郑小柔邀请刘恒成他们到家里去坐一下 刘家的小辈们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 只是几个长辈都有些不自然了起来 说了一阵 郑小柔就拉着孙志芳和刘恒成向外走 看向刘卫明 哎卫明啊 我就带着爸妈过去了 下次请你去 啊 好 看着三个人向外走去 刘孟一趁大家不注意 在刘卫明的手上就掐了一把 刘卫明明白 这是刘孟一对郑小柔临走前的那句话 很是不满意了 刘卫明也感受到了 郑小柔在刘家人面前的强势 心中暗叹 这个女人啊 郑小柔来的也快 去的也快 看到郑小柔把刘恒成和孙志芳邀请去了 大家仿佛才松了一口气似的 为了转移大家的思维 刘东宇笑着说道 啊 刘明啊 这次呢 你能够和庞真这小子达成一个见效的协议 这可是好事啊 相信凭着庞真的力量啊 他这次啊 也会拉一批企业去曹海投资 对曹海的发展呢 倒是一件好事啊 嘿 我就在想啊 刘明怎么就把那事儿交给庞真了呢 我们刘家又不是不能搞这样事儿 搞了半天呐 未明是早就想好后路了 哎呀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啊 刘松说着还一拍脑袋 刘正没有恍人大悟 原来是这样啊 搞得弯弯绕还挺拨的 我只想啊 那是一大笔钱 未明啊 却想到了是把庞真拉上他的战车 真是高明啊 哈哈哈哈 你们都明白了吧 这就是伟明的高明之处 多一个朋友啊 多一条路 你们啊 要多学着点啊 我就知道刘阁有想法 要不然 大家都当凳子的东西啊 怎么被他搞出来那么带的动静 我看呐 庞真都有些郁闷了 把那么一个宝物当石凳做 哼 看着大家很开心的样子 刘伟明笑了 曹海的发展呢 需要各方的支持啊 按照我们的规划 重建一批学校 也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不管由谁来做 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为群众谋福利啊 你的那道理啊 留着吧 我只知道 那是五千万 摆了摆手 刘凡感觉还是有心不忍 大家很快的散去了 和刘梦仪一道进入到了他的房间 关了房门 刘伟明就看着刘梦仪 嘿 你看什么呀 看一下都不行 是不是 要正下楼来看呢 刘伟明就知道 刘梦仪现在是真的在吃醋了 摟过刘梦仪说道 无论什么时候啊 你都是我的老婆呀 躲身在刘伟明的怀里 你 你不会变心吧 还没有结婚 这刘梦仪就有了一种危机感了 刘伟明知道 这是一个少女变成少妇之后 必经的一个心理过程 抱着刘梦仪坐在床前 怎么了 对我 还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呢 反正我嫁给你了 你不能不要我 两个人就坐在这里说着情话 刘伟明并不知道的是 这个时候 华威在和一个工作人员谈着他的情况 坐在椅子上 华威微笑的说道 小刘同志真的把赌室的收入全部交给庞真了 啊 是的 有人开价一千万 后来又割了一刀 看那情况 价值不止五千万 庞真呢 就提出了五千万收购 刘伟明就提出了 请庞真呢 把那五千万投入到曹海清的学校建设上 庞真答应了 意味深长的看向工作人员 庞大军同志在家教上 不太在行啊 知道华威说的庞真的父亲 工作人员没有多严 跟小庞说一下吧 庞真那小子 做得太出格了 熟了吧 工作人员看了一眼华威 他非常清楚 最近华威是动了真 怒了 直到庞真搞的那地下赌场后 是要动手的 到时不仅是庞真 就是他的父亲 也唠不下什么好处 现在刘伟明无意中的这件事情 多少也算是让庞真拖了一截 暗自感慨着庞真的运道 啊 去吧 跟那庞大军呢 把情况说说 他应该明白 看着那工作人员离开了 华威拿起那份刘伟明在赌场里面的整个经过的内容 又看了一阵 才自语说道 不谈不战 心中啊 还存在着攻心 很不容易啊 用手在自己腿上轻轻敲击了一阵 华威的脸上露出笑容 华威在想这事的时候 那工作人员已经拨通了庞大军的电话 在电话中把华威的话讲了一遍 打完电话 那工作人员就挂了电话 别看那庞大军现在是有权有势 接到这个电话 心中就有了一些紧张 把自己手下叫来 整个的了解了一下发生在赌场中的事情 他的头上就有些冒汗了 只知道自己儿子搞了一个娱乐场所 平时也没有怎么过问 现在一了解才发现 儿子搞的场面太大了 想到儿子胆子那么大 庞大军就感到全身在冒汗 这事啊 应该是早已引起了华威他们那些人的注意了 估计啊 已经计划出手的时间了 到那个时候 搞不好自己儿子就得出大事 就算是自己这个位置 也得拿下呀 刘伟明 嘴里念着一个刘伟明的名字 庞大军摇了摇头 知道这件事情上 庞家欠了刘伟明一个人情了 要不是有刘伟明让儿子去操作那建学校的事情 儿子又满口答应 这算是一件闪光的事情吧 有了这件事情 娃威应该是饶了儿子一命啊 这件事情是一件大事 无论如何也得让儿子操作好 不仅是要操作好 还得搞出一些更闪光的东西才行 庞大军越想越多 站一时来就拨了一个电话 让庞真立即赶到家里 那个赌场是绝不能再搞了 是祸根啊 伟明起床了没有啊 这个时候睡着觉的刘伟明一大早就接到庞真打来的电话 看到是陌生的电话 听到的却是庞真的声音 刘伟明看看时间才七点半 心中就有些奇怪了 这小子那么早打来电话 到底是干什么呢 在刘家住着 昨晚一个是刘孟一刚刚转变成少妇 不能再做那事了 还有一个就是 毕竟是在刘家 刘伟明也不太好 公然的就和未婚妻住在一起 只能是和刘孟一说了一阵情话 才睡觉 刘恒成老两口回来的很晚 看得出来 他们两个都有些高兴 这事儿 刘伟明还真是不太好询问 一想到父母跑到郑小柔家里时 刘伟明的脸就有些红啊 这事儿 父母并不知道啊 是庞哥呀 有什么事情吗 刘伟明应了一声 想到的是庞真是否要说的是赌食的事情 说个实话 赌食这种事情 对伟明还是听说过的 往往一块石头没有全部抛开时 里面倒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并不能够完全判断 自己转给庞真的时候 那可是还没有抛完的 万一抛出来的另一半并不行 那可就不值钱了 伟明啊 是这样的 你谈到的在曹海重建 十四处学校的事情啊 我感到是一件立国立民的好事啊 对于贫困地区的孩子发展啊 也是一件造福的大事 你如果今天没事的话 我们一起啊 做下研究一下 听到是这事儿 刘伟明心想 这庞真比自己还急呢 不过 刘伟明当然是乐意见到这样的好事的 庞哥安排吧 我这就过来 行 我有一家呀 京城的五星大酒店 你也没吃过早点吗 你过来吧 我排车呀 去刘家外面等着就是了 刘伟明又是一阵恶然 这庞真的办事效率不是一般的高啊 从房间里出来 刘伟明看到自己的父母已经坐在那里了 刘伟明也坐在那里陪着他们说着话 爸妈 你们睡得还好吧 好 还好 就是啊 太麻烦亲家了 刘航成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刘栋梁微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不存在麻烦不麻烦吧 都是一家人嘛 说到这里 刘栋梁就笑着 看下刘伟明 伟明啊 怎么不多睡一下呀 你们年轻人的 睡眠多 不比我们老人呢 啊 爸 刚才接到庞真打了他的电话 说是约我现在就去谈在曹海见效的事情 我得过去一趟 他派来啊 接我的车都等在外面了 刘栋梁一愣 就沉思起来了 虽然他能力不是太行 但是啊 却也不缺乏斗争的经验 立即就从这件事情中闻到了一些味道 庞真 为什么那么急啊 我也不明白 刘栋梁轻轻地敲击着自己的大腿 想了一阵 还是没有能够想明白事情 想到庞真车子都派在外面的时候 刘栋梁看向刘伟明 啊 这件事情啊 是个好事 反正对你来说呢 是没害处的 如果能够把曹海的学校都建好啊 这是一个造福曹海的事情 刘恒成多少要知道一些事 去吧 伟明啊 这事是大好事啊 一定要办好啊 刘伟明微笑地点了点头 这才走了出去 走出刘家时 刘伟明果然看到一辆豪车停在那里 看到刘伟明出来了 一个长得精悍的年轻人就迎上前来 恭敬地对刘伟明说道 啊 是刘县长吧 庞真叫你来的 啊 是的 我们老板啊 派我们来接刘县长 刘伟明坐进车里 这才发现 这辆车呀 那可真是不错 里面的各种设施 配置的都不错 车子很快就开到了一处 看上去很是气派的大楼前 京朝大酒店 看到这酒店的名称 刘伟明心中在想 这个庞真也真是一个会搞事的人 一个地下赌场不说 现在就有一个大酒店 看来这个人呐 肥得很啊 在那年轻人的引导下 刘伟明很快就来到了这酒店的餐厅 看到刘伟明来了 庞真的眼睛一亮 立即就站起身迎了上去 紧紧握住刘伟明的手 一大早啊 就打电话过去啊 伟明老弟 打扰你睡觉了 我也刚起来 快坐下来 吃点早点 很快就有服务人员过来 摆放了一桌子的东西 看到摆了那么多东西 吃不了那么多的 没事 我们呐 边吃边谈 拨了一个鸡蛋 刘伟明一边吃着 一边问道 鹏哥 怎么那么急啊 伟明啊 说实话 你昨天的做法 让我非常感动 一晚上啊 都没有睡好觉啊 见到了太多的官员啊 就没有见到过你这样不贪财的 一想到啊 你把那么多金钱 毫不心痛的 投入到曹海县的学校建设中啊 我就感到惭悔 在这事上 我得向你学习啊 刘伟明喝了一口豆浆 如果有机会啊 蹦个到曹海去走走看看 你就会体会到我的想法了 曹海县呢 是一个贫困县 好多人呢 都挣扎在温饱县上 更是有许多家庭 到现在啊 都是无法供养自己的资予上学的 特别是那些学校 一处处的学校啊 都是微房 每当出现刮风下雨时 孩子们的安全就成了问题啊 看在眼里 我是急在心里啊 庞真就表现出了痛容的神情 毫明 你这个朋友啊 我庞真是交定了 从你的身上啊 我看到了华夏的希望 哎呀 一直都想做点有意的事情啊 可惜的是啊 没有人指引啊 听到 伟明你这么一说呀 我决定了 无论如何 也要贡献一份 自己的力量嘛 听到庞真这样说 对伟明非常高兴 有庞哥的支持啊 曹海贡献的发展就更快了 呃 是这样的 卫明啊 你谈到了在 每一个县建一所中学的事情啊 我想过了 仅只是建中学啊 还是远远不够的 那里的孩子们呢 肯定还有不少是小学生吧 这次啊 干脆一些 你的钱用来建中学 我另外呢 再投入一笔钱 把各村的 现有的小学校舍啊 也进行改造 你看 怎么样 刘伟明真的是充满惊喜了 有些迟疑 庞哥 这 需要一大笔钱啊 现在全县呢 有62个行政村 虽然小学的规模呀 都不大 有些呢 就只有一个老师 也就是几间的房子 却也有80多所小学校啊 如果每一所小学 投入20万修建的话 也得 1600多万啊 庞针摇了摇头 诶 文明啊 通过你的做法呀 我真的是感觉极深呢 更是没有睡好觉啊 你说我赚那么多钱 用来干什么呀 这钱呢 生不带来 死又不带去的 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这比什么多好啊 我想好了 这次啊 一定要向你学习嘛 一定要把这 有意义的事情做好 八十所小学啊 我打算呢 不能只是随便的修修 而是要建的好一些 我打算一所小学啊 投入一百万 就让孩子们呢 有一个好的学校环境了 刘伟明随便一计算 亲中也有些感动了 这个庞针真的不错 一出手就是八千万的投入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整个县的教育实业 就将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了 这完全就是一件造福全县的大好事 放下手中的食物 彭哥 我代表全县的孩子们 感谢你了 哎呀 早就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了 这件事情做好了 我的心中啊 才好受一些 伟明啊 我庞针别的能力没有 做这样一点小事 还是能够做到的 刘伟明在看向庞针时 感到这庞针顺眼多了 亲中就在想 看来大家族子军们 还是有着不少心中想的国家发展的人呢 伟明啊 老哥我在经里面呢 还是有着一些影响力的 我打算找几些兄弟啊 到曹海去看看 如果有可能 大家也可以为曹海的发展的 贡献一些力量吧 鹏哥 那真是太好了 曹海正在大发展时期啊 很需要 大量有志于 推动曹海发展的企业家 到那里去投资啊 这事 感谢鹏哥了 哈哈哈哈 伟明 这话呀 就讲外了嘛 我们两个往后啊 就弟兄相成好了 能够结交到 你这样的弟兄啊 这是我庞针的荣幸啊 鹏哥见外了 行 我们呢 就不说那些了 往后有什么需要的 伟明 你尽管说嘛 两个人聊得很是愉快 吃完了早餐 基本上就把整个 见效的内容敲定了 谈完了事情 唐真又说道 现在呢 我那整个社会的风气啊 都不是太好 许多人钻到了前眼里面 就出不来了 别人做善事时 他们说风凉话呀 搞得大家都不敢做好事了 这次啊 我认为我们就得啊 大张旗鼓的 把这种善事进行宣传了 我联系一下宣传部门 到时候 好好地宣传一下 要做 就做全国人民都知道的 另外呢 我打算在圈子内呢 也号召一下 号召大家呀 都去参加到 曹海县的建设中 我想了一下 除了建校以外 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项目 送给贫困村的嘛 让大家啊 尽快走上发展之路 彭哥 真是大有智慧的人啊 这个提议太好了 如果真能够根据各村的情况啊 有侧重的帮助 啊 帮助大家开发一些发展的项目 那就从根本上解决了 大家贫困的问题了 这是一个好的思路啊 行 毁了 这件事就由哥哥我来进行操作 哎 能做一些善事啊 我感到全身都轻松了 坐在旁人派了送自己回来的车子上 刘伟明还是有些想不明白 旁人为何一下子那么大手笔的事情 这又没道理啊 刘伟明当时就是激动 过后一想 这是完全就是一件没有道理的事情 自己和那旁人并没有那么亲密 他也没必要花那么一大笔钱 投入到曹海吧 相信只要旁人有意思要做这样的事 投到他门上的人肯定会很多 昨天的情况 刘伟明也是看在眼里的 旁人这个小子傲气得很 刘家的这几个人并没有看在他的眼里 给了自己一百万的筹码 也就是力量上弱于自己 有那么一点点的好感而已 如果说就因为自己把石头转给他 这事也还达不到他 耗费那么多金钱的程度 更加让刘伟明不明白的还是旁人的态度 那态度中就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仿佛旁人在对待自己的态度上 还有着一种讨好的意味 自己什么时候有那种王八之气了 不明白啊 看到车外的情况 这一谈就是一个上午 车外已经是非常热闹了 太多的车子都形建在这大街之上 旁人提出了不少见识性的意见 刘伟明感觉到他提出的一些内容 对于自己的思路也是一个启发 从这事上看 旁人还是有一定的准备的 针对性很强啊 看着这一条条的车龙 刘伟明就在想 旁人应该和自己并不是一路的人 就算是刘家在旁人的眼里 也并不是一个重视的家庭 既然不是刘家的原因 就很有可能是田林喜那一条线的原因了 难道是庞家也出了什么事情吗 这一条条线的原因就会发生了一条线的原因 就会发生了一条线的原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